晚上十一点半,蒙队长带着秦坤到了居云楼。 最大的包间里,秦坤位列受作。 陆陆续续有人到场了,先是殡仪馆的高管长和搭档老金。 两人来到之后意外地发现,第二个来的竟然是寻见老爷子。 这老头在乌州市几乎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老高和老金知道,这个老头不仅在商界有地位,背后还依靠着鱼龙山这一棵大树。 他们几小时前,也就是象征性地给寻老头发了个消息,谁能了到他居然真的来了。 寻老爷子来到之后,二十分钟之内再也没有人过来。 诺大的酒席加上秦坤和蒙队长只足了五个人,真是显得非常的冷静。 临近开席,几位道士僧人伴侣的人才三三两两地赶了过来。 雨勤馆、藏衣,见过浮渝山当家的。 苦竹寺环谷,见过浮渝山当家。 飞水山杖无眠,见过浮渝山当家的。 草头寨黑婆,见过浮渝山当家的。 有僧有佛,有散人有神婆。 秦坤准备了二十个席位的大宝间,只到了七个人,连一半都不到。 这群人的问礼,情依色是冲着浮渝山的面子去的。 江湖上的猪鬼师最讲究的就是这个。 秦坤也不在意,开口说道。 各位前辈,不要客气,我姓秦,叫我小秦就好。 今天劳烦各位前来,自然是有恃相扰。 不过,事情等吃饱之后再谈不迟。 这帮人大多数年事已高,最年轻的飞水山赵无眠法师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一般人请吃饭,也不会选择在十二点的时候。 最后到的几个人暂时不清楚清坤的来意,但是他们发现, 鱼龙山巡松竟然也是位列在西。 巡松可是雾州生死到早已成名的人物。 前几年土改之时,科技稀露挖出万人坑,当时黄土漫天,阴魂不散。 悟州生死到没有一个法师能解决这事。 还是靠着寻松亲自带人把此事平息的。 再往后,寻松便低调下来不再露面, 安心地蹚起了自己的富家翁。 谁能想到今天会出现在这里呢? 玉琴馆苍衣道长是最为热情的一位, 年纪已经花甲,但是仍旧谦虚开口。 富于山当家呀,贫道当年有幸与杨爷谈选论道, 承蒙杨爷点拨,实力才能更进一步。 不知秦赏师死翻脚窝等前来, 有何拆迁呢? 姿态低,口气和善, 唯有苍衣道长一人, 是冲着杨慎的面子来的, 其他几乎都是出于道义前来, 或者是来看热闹的。 苍衣道长温花时, 秦坤捕着虾, 一颗虾仁沾了盏酱油放入口中, 这一家的食材还是不错的。 秦坤朝着众人笑了笑, 说道, 有国外的驱魔人来了, 我找不到他们, 请大家前来, 自然是想请大家帮我找人的。 呵呵呵, 秦小子啊, 找人? 你得问寻松吧。 小门小派, 哪有人比得上鱼龙山, 耳聪目鸣? 说话的是草头寨黑婆。 除了找人之外, 也有请各位他把手的意思, 毕竟我实力低微, 与人斗法, 需要各位前辈帮我压阵, 浮渝山, 必不会忘记各位的恩情的。 习间, 只有熊老爷子, 见识过秦坤的实力,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但绝对不是他所说的实力低微。 熊老爷子心中苦笑啊, 这是请人来搭把手的, 这明明是请人来当炮灰的呀。 几位生死道的同道, 终于听到了秦坤的目的, 互相对视。 斗法, 能斗得过吗? 浮渝山当家黑狗, 是生死道的尊称, 传闻都是天资卓绝之辈, 虽然时间不断地流逝, 可一些传说也是流传了下来。 上一代当家黑狗, 单挑满清大萨满撒哈连, 日本第一阴阳师吴柳川谷一战成名。 同时生死道的, 这种超一流捉鬼是有多强, 他们心中是有数的。 不过面前的小子太过年轻了呀, 那群国外驱魔人, 既然出面挑衅灵真总局, 也绝对不是吃素的。 能一锅把灵真壳给端了, 恐怕来的不是那种阿猫阿狗啊。 大多数同道不会介意锦上添花, 打必胜之战, 共享荣誉, 共享名胜的事他们是会做的。 这种往火坑里面跳的, 那就得斟酌一下了。 贫道, 甘手拆迁。 玉清冠, 藏医道长第一个表态了。 藏医道长眼中意义放光, 让其他几位同道很是疑惑。 就算当年杨慎对他有办事质疑, 他也不至于这么急迫地往坑里面跳舞。 秦坤白转一个, 心情不错,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的情况下, 自己几方当然是实力越强越好了。 而且, 来五周之前, 逢枪就表态了, 要把危险彻底控制, 绝对不能出现普通人受伤的情况。 第二个表态的, 是殡仪馆的老高, 还有老金。 秦道友, 算我们两个一个。 两位门客冲的是王守医的面子。 阿弥陀佛, 贫僧亦可援手。 苦竹似的黄骨和尚开口了, 这算是纯粹的道义相助。 剩下的飞水山那一位劈头散人赵无眠, 还有草头寨的黑婆没有表态了, 明显是觉得不值得冒险。 其他人的态度秦坤不在乎, 目光停留在寻老爷子脸上, 这个人那才是关键呢。 寻老爷子受不了秦坤那咄咄逼人的目光, 叹了一声, 开口说道。 鱼龙山自然会鼎力相助, 但是嘛, 秦坤等的是接下来的话。 我虽是雾州鱼楼主事, 子孙们却未入生死道, 我不能同你们前往, 只可以提供消息。 寻老爷子担心的自然是儿子们的安全, 现在唯一的孙子变成废人了, 寻家家也还要传承, 自己可以蹚浑水, 但是不能保禄家族。 他经历过斗法的可怕, 轻者伤残, 重者成为白痴, 成为废人, 甚至是生死盗销, 还得承受对方的报复。 他活够了, 死亡并不可怕, 怕的是那群丧心病狂的角途 对寻家出手。 秦坤微微一笑, 要的就是这句话。 鱼龙山的本事, 他暂时还没有发现厉害的, 但鱼龙山打探消息的能力, 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有了雾州鱼楼仔, 等于是多了一双耳目, 比起寻老爷子当炮灰, 那可要强得多了。 呵呵, 那就谢过各位了。 秦坤朝着几人拱了拱手, 然后对飞水山赵无眠, 草头寨黑婆说道, 二位同导也算是给了我一些薄面, 性情的我记在心里, 至于其他没来的人, 麻烦两位带个消息回去。 此时完毕, 浮渝山秦坤会上门一一拜访, 请回吧。 竹客令下了, 赵无眠和黑婆愕然, 你是请我们来帮忙的呀, 我们一不成你的恩情, 二和你没有骨骄, 这总得许诺一些好处吧。 没好处, 你还嫌我们不帮你, 好像这次让我们离开, 压根是看不上我们似的。 披头散人赵无眠开口说道, 小辈, 我赵无眠岂是你忽来何去之辈, 没点盗门礼书, 秦坤攥着茶杯的手忽然一紧, 骤然间, 一股烦躁的心情生气, 赵道士, 灵真客死了那么多人, 我过来是平事的, 不是来和你谈什么礼书的, 你赶紧走, 不要闹得大家不愉快。 旁边的黑婆阴隐隐地笑道, 亲小子, 称你一生当家的, 是对浮渝山的尊重, 你以为面子是给你的, 这样, 婆婆我最近刚好有时间, 也许那些婆婆无用的金银, 婆婆便出手帮你, 如何? 婆婆? 也不照照镜子, 我需要你那点微末的伎俩来帮忙, 还给你钱? 忍住没说一些过分的话, 已经是看在他能来饭局给自己面子的份上了, 他居然还好意思谈钱? 狂妄? 黑婆脸色一变, 老太婆的法令纹本来就生, 拉下脸的时候, 阴沉地能渗出水来, 三角眼死死地盯着秦桧的脸, 口中念念有此。 哼, 胆敢瞧不起婆婆, 是我草头绿令, 荒草荒坊立法身, 鬼魁白骨非阴沉, 无音刺草生灵活, 别种敢留未亡人。 黑婆念着法周, 忽然脸庞一分为六, 秘密之音将灌入所有人的耳膜, 包肩瞬间一变, 撑了一处荒草丛生的坟底, 每个坟头扎着一个草人, 像是麦田里面的稻草一样, 血迹斑斑, 白骨危机稻草为深, 脸上贴着一张纸, 血红的哀愁表情, 同时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 呜呜地哭声忽远忽近, 几十声, 我死得豪惨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从稻草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 这普通人听了, 定然觉得是毛骨悚然。 熏老爷子, 两位丰度门客, 藏衣道长, 黄骨和尚, 警觉地看着老太婆的法术, 这竟然刹那间, 把所有人都拉入圣洁, 精神力是强得一塌糊涂啊。 飞水山赵无眠, 赞许道, 黑婆的坟头鬼草令, 果然是厉害, 小辈, 今日给你个教训, 这就是你轻慢前辈的下场。 赵无眠冷眼旁观, 其他几人有心帮忙, 以碍于斗法的规矩不能上前。 黑婆既然主动出手, 那就代表向秦昆摇斩, 陡然插手会和草头窄结怨, 江湖恩怨最多, 都是乌州本地在混饭的, 冤家一劫不一劫。 没人帮忙, 秦昆也无所谓, 站在那里阴风拂灭, 吹的人还有些冷呢。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这种倒数, 在狮子城不知遇到过多少次了, 比这种还要唬人的多了去了, 这就是斗法吗? 哼, 雕虫小技, 薄皮何在? 对方要挑衅, 无论是为了证明一下她的实力, 还是为了出手教训自己, 秦昆觉得这个黑婆, 还不够资格和自己动手。 冷风中一声大喝, 身后一尊血尸出现了, 那血尸阴气浓郁披着人皮, 诈一线身, 藏一道掌黄骨和尚, 惊骇地喝道。 何妨邪碎? 阴风道观众人, 薄皮的诡计太强了, 在这种圣界里面, 也不需要掩饰, 直接地释放出来。 鬼将级别的灵力波动, 凝视成了一个尸体,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打量着周围坟地的稻草人。 竹子, 是谁在这儿搬门弄斧呢? 薄皮自从进击鬼将, 寄生鬼术就是更进一步, 本来就是薄皮宣草而死, 提内塞的草已经成荫。 不知道比这些稻草人要高了多少个级别, 他一看周围竟然全都是稻草人, 心中一乐, 这是自己天然的主场啊。 秦坤现在时间不多, 也懒得和薄皮解释, 我一会儿还有事, 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解决了。 好嘞, 薄皮咧嘴一笑, 发现不远处一个老太婆的气息, 和这些稻草人身上的狠笑,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 都跪下吧! 扑通扑通, 几十个稻草人先后跪在地上, 仿佛是朝拜一样, 随着他们跪地, 那老太婆忽然是扑的一声, 口吐鲜血, 晕倒在地。 无, 无数反射? 当一个圣界被主宰的圣灵不受控制时, 很容易引发失数者的反射。 圣灵存在于圣界之中, 属于失数者的树中的关键一环, 随着稻草人失控, 黑婆眼前一黑, 一股违逆的不可抗力, 窒息脑海, 让他直接就昏倒了。 圣界如同镜子一般被破碎掉了, 饭店包间, 秦宫依旧是八风不动地坐在手座, 其余人纷纷站起身来。 康康的是什么呀? 鬼匠? 怎么会有鬼匠啊? 是, 是秦上师的圣灵。 不是, 绝对不是, 那是真真正正的大鬼呀。 几个人惊恐地望向秦坤, 几个年轻人, 哪儿来的本事养了一只大鬼呀? 黑婆直接靠在椅子上面昏倒, 秦坤看他还有气息, 心倒还好啊, 这只是昏了, 看来剥皮的手段还算是柔和。 如果命令那群稻草人攻击黑婆, 恐怕黑婆这次是凶多吉少。 一群人当中最为惊讶的莫过于飞水山的赵无眠, 他和黑婆平时就有交情, 这是草头寨最为厉害的神婆, 手段刁钻, 在雾州一带, 多少小鬼提到他的名字都是坠坠不安。 谁能知道一个赵面就被这个年轻人给弄晕了? 你, 你养鬼? 赵无眠咬着牙, 自言从牙齿间蹦出来。 怎么, 不可以吗? 秦坤纳闷地反问, 赵无眠其实想说, 当然不可以, 鬼乃是邪草, 养鬼之流的道士, 大多数是邪魔歪道, 急易受鬼去反噬, 不得闪终。 但是, 生死道历来, 茅山的天师都会圈养猛鬼, 这也是他们行走生死道的壁住。 浮渝山作为茅山陪山, 当家黑狗养鬼, 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啊。 宾与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地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祝波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当然, 不, 不是不可以, 可是鬼乃是指音邪草, 越厉害的猛鬼, 引起越是精准, 极影响人的心智。 清赏时, 山子圈养猛鬼, 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赵无眠冷冰冰的提示, 这提示更多的偏向于诅咒。 秦坤的表情鄙夷, 赵道长, 我平素最讨厌两种人, 一种是没事乱嗶嗶的, 一种是有事没事都乱嗶嗶的, 你全都占了。 羞辱啊, 赵无眠觉得, 这是奇耻大辱, 当着这么多同道的面, 对方竟然毫不留情地羞辱自己, 太过分了。 狂妄, 三山水关朝天门, 九阴河畔魂飞魂, 恶念山花童子深, 车端俗世, 阴果狠, 性秦地砍州, 九阴水鬼。 宝剑变成了卢尾档, 满船, 烂船, 先后顺水而流。 秦坤发现, 自己站在了一个船板上, 卢尾档周围, 无数的鹰桶鬼师, 争相地, 往秦坤的船板上面爬的, 又是斗发, 只是想拉我下水啊。 那些长得很像是河童的水鬼, 抱住秦坤的脚, 使劲地扯着秦坤的骨腿。 秦坤一脚一个, 把他们纷纷地踢入水中, 没踢掉的, 索性抬脚给踩碎了。 那些水鬼叫声凄惨, 意识经竟然奈何不了秦坤。 不远处的船板, 上面是照到着, 其他人坐在各自的船板上, 看着秦坤出手。 刚刚秦坤和黑婆斗法, 就已经让他们打开眼睛了。 鬼匠啊, 他竟然有个鬼匠在。 但这次的身杰是卢伟荡, 他那个血尸还能管用吗? 小贝, 你惹我了。 赵无眠狠狠地咬牙切齿, 秦坤竟然当面鄙视自己, 他必须要给对方一个教训。 一条船板上, 黑婆长长地吸了口气, 悠悠地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竟然还在身体里。 不同的是, 这里是一片芦苇荡。 鬼打弯, 迷魂的, 赵道长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了。 黑婆亮抢起身, 惊喜不已, 她很想看看秦坤手忙脚乱的表情, 但是她失望了, 因为秦坤稳稳地站在那里, 动都不动, 旁边的水鬼似乎就进不了她的身。 秦坤身后, 一个直径二十米的漩涡出现, 她的船板似乎有被卷进去的趋势, 赵无眠冷笑道, 小辈,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也一会儿除了阳相, 怪我欺负你。 赵道长本事不错呀, 打个商量, 一会儿我赢了你, 你和黑婆给我出个例打个下手。 黑婆听了, 尖声说道, 为什么还有婆婆我? 你都已经败了, 没资格讨价还价。 黑婆气得是浑身发抖, 没有说话, 不远处的赵无眠说道, 哼, 先赢了频道再说, 你还有什么本事拿出来? 秦坤一笑, 淡淡说道, 阿水, 到你的场子了。 随着秦坤召唤, 众人一惊, 因为又有一股澎湃的阴气出现了, 那股阴气虽然瘆人, 但吹得人很是舒服, 一个和尚站在船板上, 出现在秦坤的身后。 阿弥陀佛, 主子, 这是在斗法? 水和尚和薄皮同住秦皇令里, 刚刚薄皮回去, 可能把事情跟他说了, 这次水和尚被换出来, 一点都不意外。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好马鲁尾荡啊, 和自己当年尘世的地方就没什么区别。 把那个人从船上给我打下去, 能做到吗? 应该不难。 良人说话随意, 赵无眠虽然听不清楚, 但心中是吐吐着跳啊, 因为他忽然看到, 秦坤的身后又出来一只鬼匠, 不同于刚才那个血尸, 这次出来的是一个傻白的和尚。 那可是鬼匠啊, 又不是大白菜, 他到底从哪儿找到的呀? 赵无眠腿肚子发抖, 他离一柳捉鬼尸还差一点, 碰上鬼匠, 勉强能够应付而已。 对方的鬼匠还挺和气的, 隔着河水大声喊道, 哎, 对面的船架, 坐好喽, 油愣来了。 赵无眠气急地吼道, 曲曲阴风, 也能在我的九阴河里面起了。 和尚无奈地怂了怂肩膀, 双手和尸道, 月潭临山游妙法, 临江天红, 化繁灾, 派结魁如意。 河山化音一落, 芦苇荡里, 炸起了五六道的水柱, 河水翻腾, 水化像下雨一样滴落在身上。 水河上的鬼气把握得极其精准, 秦坤和其他人的船板只是微微地摇晃, 赵无眠的船板却是快要翻了。 水柱出现之后没多久, 一道大浪出现在赵无眠的后面, 浪高湿米, 芦苇荡里面的河童石鹰纷纷地尖叫, 相比起对方的鬼气, 自己身上这一点点稀薄的阴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于是纷纷潜入水中, 再也不敢露头了。 秦上师, 快住手啊! 苍衣道长不仁看到赵无眠狼狈的样子, 替他开口了。 这也太强了呀,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苍衣道长虽然心中不断地高估秦昆, 但还是低估了。 这年轻人的实力已经是一流捉鬼师的水准了, 就算没有施展任何倒数, 但是能驾驭两只鬼匠, 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一流捉鬼师所能够做到的。 以赵无眠的倒数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赵无眠面如死灰, 现在能做的就是发呆。 秦昆看到对方已经吓得失魂落魄, 叹了口气, 你这是何必呢? 好了, 阿水, 撤吧。 阿弥陀佛。 水和尚双手和石, 佛光普照之下, 十米大浪瞬间消失, 神结支离破碎, 包间之中, 赵无眠浑身好像是吃透了一样, 坐在椅子上面, 大口喘息。 两场斗法, 黑魄和赵无眠都是暗存心思, 想让雾州同道, 看看他们是怎么收拾浮渝山陪天狗的。 但是结果呀, 两人先后被捏, 连对方的倒数都没有见到, 丢人丢的,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整个包间之中, 鸦雀无声, 秦昆拨开最后几只虾, 沾沾酱油, 塞进嘴里。 都福气了吗? 塞帮子咕咕的, 秦昆咀嚼着虾仁, 看向赵道长, 黑魄两人。 两人一脸的狼狈, 苦笑地点了点头。 福气, 远逐情赏师, 一笔之力, 秦昆和蒙队长回到灵真科的时候, 科员小李发现又多了几个人。 灵真科招待所里, 藏医道长, 环谷和尚, 赵无眠道长, 黑婆, 以及两位丰都门客, 各自开了一间房间下榻了。 君老爷子去发动雾州渔楼, 大探消息。 这群人和秦昆先后回来, 便于集中行动。 众人现在心中都是非常的震撼。 凭秦昆和赵无眠黑魄的斗法来看, 这年轻人明显达到了一流捉鬼师的水准。 两只鬼将在手, 甚至普通的一流捉鬼师也不一定能斗得过的。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 不愧为浮于山当家的, 但是, 好像他的表情却并不是怎么轻松。 秦当家的, 凭我们现在的实力, 即便那是一群有本事的外国蛮夷也不足为惧啊。 你在惆怅什么呀? 藏医道长疑惑地问着, 在场的捉鬼师都是雾州有命有幸的, 虽然算不上是一流,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几个外国驱魔人而已, 他们能猖狂到哪里去呢? 那群家伙随意伤人, 他们如果对普通人出手, 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哎, 时也命也, 操心不得呀, 有些人命里会有一劫, 躲也躲不了啊。 秦桂摇着头笑了笑, 那得看他们有没有命中贵人, 不是吗? 藏医道长愣了一下, 沉默下来, 秦桑的房间门口, 黑婆接接笑道。 秦当家的, 婆婆可从没见过你这种多管闲事的人, 不过, 婆婆倒是很欣赏你。 黑婆在己人之中比较识快, 不过识快的人却并不讨厌 秦桑这样的性格。 经济之年, 江湖风级越发不如从前了, 浮躁的不尽人情, 浮躁的事不关己, 让老一辈的卓鬼师开始怀念以前。 新人当中, 有秦桑这好想法的是少数, 但是确实让人欣慰。 老高老金两人也走了过来, 这几天我们该怎么做呀, 敢等着消息吗? 这也是大家伙都关心的问题, 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要解决。 江湖人大多吉姓子, 就喜欢一拥而上, 逗个你死我活, 最为不喜欢的就是干耗着。 吉人到了招待所里, 就在摩拳擦掌, 恨不得今晚就动手。 两眼一摸黑的事情, 轻易不要做, 徐老爷子已经在打探消息了, 各位可以一带牢, 或者询问一下宗门里, 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 黑魂教那群人既然来了, 总得有个目的呀。 如果是逗留在武州, 恐怕在身份的掩护之下, 很难被找到。 如果他们还要干一些坏事, 蛛丝马迹总能插到。 行, 我们去问问。 几个通道回到房间里, 留下秦昆, 两位门客三人。 门口, 蒙队长和客员小李探着脑袋, 秦昆也让他们进来。 秦先生, 有什么吩咐吗? 蒙队长, 这些江湖通道, 这几日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好吃好喝的供着, 你们做好后勤工作就好了, 其他的事, 暂时不需要你们出手。 蒙队长, 单人不计还可以, 对付这些一教徒, 那就差些火候了。 秦昆宁可蒙队长不要参与, 好歹给吴州留下一些火种。 蒙队长亦有辞职之名, 点头应诺, 刚刚秦昆和赵无眠黑魄的斗法, 他可是从头到尾看下来的。 这种影响到人精神的斗法, 在林真科任职以来只见过两次。 秦昆的实力恐怕比总局那位七队长都要厉害, 七队长的童书可是在总局里面很有名点。 蒙队长带着科员小李成了后勤人员, 他们离开之后, 秦昆对两位封都门客说道, 高管长, 金叔, 以我的建议, 你们也可以不用参加, 灵真科只剩两个人了, 焚尸善后的工作靠你们帮忙, 如何呀? 老高一听, 双快地开口, 秦昆家的, 焚尸善后交给我们就好, 老金跟你们一起, 我的本事都是对付鬼的, 老金可以对付人, 你竟然有鬼教护法, 应当不缺对付鬼的帮手。 也行, 那两位门客就闲心下他休息, 我们就等雾州余露的消息。 好。 一夜过去, 寻老爷子那边没有音讯, 秦昆也并不着急, 本想派些鬼差去打探消息, 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一日白天, 其他人在询问宗门之后, 都表示最近伍州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秦昆就嘱咐各位稍安勿躁, 自己走上了街头。 伍州市的地理位置, 冬日里, 极其遇到寒潮还有阳尘, 所以雾天居多, 也是因此而得名的。 下午三点, 走在乌州市的街头, 整个城市被笼罩在雾气里, 蒙上了一丝神秘的气息。 乌州遇漏没有消息, 各处宗门也没有传回消息。 看来, 黑魂脚暂时是蛰伏起来了, 这样的人, 隐藏在这一座城市里, 可以算得上是杀鸡四伏。 秦昆有些急躁, 但是又没办法惊心, 只能是上街去, 碰碰运气。 掌握不了对方的目的, 基本就掌握不到对方的行踪,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这种被动的环境, 总是让人不爽。 从三点逛到六点, 自然没有闯到什么奇怪的家伙, 路上遇到两个小偷, 一人被踹了一脚, 两个贼头当劫被打, 屁都不敢放, 灰溜溜地就跑了。 一天就这么好过去了, 六点一刻, 蒙队长打了电话, 说小李已经把火化的骨灰 安葬在墓地了, 秦昆也没什么事情, 就打算到墓地里面去看看。 冰宇馆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轨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旺江公母坐落在 乌州市西郊, 紧挨着宾仪馆, 这附近不远是一座电厂, 风水一般, 但是算得上是 乌州市最好的墓园了。 下葬的是, 秦昆没有参与, 和这一群同道 谈不上什么感情, 但是祭拜一下还是要的。 因为现在他还代表着宗局, 代表着逢枪, 不能含了大家伙的心呢。 墓碑前, 秦昆一人放了一枝花, 一塌明壁, 果子相煮已经有人摆好, 看来是小礼安排的。 秦昆站在半山腰上, 点了根烟,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小兄弟, 祭拜秦鹏啊。 不远处一位看起来 好像是看管墓园的老大爷, 随口问道, 啊, 是啊, 不然来这里看什么呀? 那就好, 最近有人来墓园里面捣乱呢, 我就是过来看看。 老大爷竖晚脚离开, 忽然被秦昆叫住, 一根烟滴了过去。 在墓园里能捣什么乱呢? 老大爷一看是一根钟滑, 推辞了一下, 才夹在指尖, 点着了, 说道, 哎, 就是乱涂乱画呗。 老大爷喷出烟雾来, 愤愤不平地说, 咱看墓园的得为死者负责不是? 一些个无聊的家伙, 最近老是在墓碑上面涂涂画画的, 也十分地难以擦掉。 我等了好几天了, 也没能抓到踪迹。 气死我了。 还有这么无聊的人呢? 可不是吗? 老大爷把秦昆引到了一处墓碑前, 直直说, 那就是这, 人都是死者为大, 人死了, 他们给人背上画这些, 都不怕雷劈啊。 秦昆闭着眼睛, 有些意外, 这个墓碑上被红气圈起, 圆圈里面是个血红色的倒五角形, 黑魂叫的标志啊。 秦昆有些意外, 把剩下半包烟塞在了老大爷的手里。 大爷, 多谢提醒啊, 这烟你抽着, 刚刚那一片墓碑帮我看好了, 那都是我的战友。 好好好, 但是这烟你拿回去啊, 小伙子。 不用了, 你拿着抽。 老大爷攥着半包中华有些烫手, 却发现秦昆已经走远了。 此时此刻, 秦昆一边下山, 一边施展天眼书, 目光迅速扫过了一个个墓碑的杯面, 同时给熊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喂, 熊老爷子, 查一下这几个人。 秦昆, 死亡时间今年六月, 郭明有, 死亡时间去年一月, 刁正成, 死亡时间去年三月。 秦昆一口气报了二十二个人名, 然后再补充说道, 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乌州鱼楼, 从姚组长当日身亡的录像查起, 排查了那些人的下落, 所获的消息是积少的。 寻松觉得, 至少还得两天, 才能够摸清那群人的大字踪迹。 正在忙的时候, 忽然接到秦昆的电话, 这让寻松有了其他的思路。 熊老爷子立即嘱咐下去, 调查一些个不相干的人。 于是, 乌州鱼楼的渔夫们开始动手排查。 果然在晚上十点第一个共同点传在了秦昆的手机上, 其中十八人是死于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是猝死的一种, 骤然死亡, 不属于暴力, 嗜血自杀中毒, 溺水等等的外印, 完全符合鬼术致死的征兆。 秦昆坐在招待所里, 思路逐渐变得明朗。 看来这一群人和黑魂教或多或少是有联系的。 第三天早上九点, 第二个共同点发在了秦昆的手机上, 其中有十三个人据说都是教徒, 所信仰的宗教是未知的。 秦昆坐在灵诊课的办公室里, 只等着熏老爷子下一条的消息出现。 他相信下一条消息定然会指引出一条明路来。 到了晚上八点, 第三条消息发了过来, 打字在叫, 地址不详, 人数不详, 发源不详。 目前在东南亚, 日本, 韩国, 欧洲均出现过踪迹。 秦昆来到招待所, 几位同道的房门都开着, 只听到一声出发, 纷纷地都走了出来。 有消息了吗? 秦昆把熏老爷子的三条消息给他们看了一下。 环谷和尚疑惑地说, 秦始祖啊, 这个地方地址都不详, 我们上哪里找啊? 秦昆没有说话, 而是对蒙队长问道, 欧洲市的疗养院在什么地方? 一辆面包车自灵真科里面驶出来, 车上坐着苍衣道长, 黄谷和尚, 赵无眠道长, 黑魄还有殡仪馆的老金, 秦昆把车子开到巷子口回过头来。 各位同道, 有没有擅长引力踪迹的? 秦昆说完, 其他人都看向了黄谷和尚。 黄谷和尚双手和石说道, 阿弥陀佛, 平僧法术敌威, 不巧正是擅长此道, 秦始祖需要平僧做什么呢? 盯着蒙队长, 还有那个小李, 你能做到吗? 车子里面气氛骤然九十一了, 蒙队长和小李, 那不是你们自己人吗? 都知道, 秦昆这次来是代表冯枪的面子, 他竟然让我们盯着他们。 黄谷和尚会议过来, 低声说, 秦始祖是觉得有内鬼吗? 不能确定, 就是觉得有些巧合。 事发当天, 灵真总局的人都在, 就蒙队长有事外出, 可原小李有事情, 二人离开的时机太巧了, 而且还不是因为一个人物, 大师, 你能帮我盯着他们吗? 远收拆迁。 黄谷和尚下了车子, 又敲了敲秦昆的车窗, 秦始祖, 还有件事, 如果他们有古怪, 品僧该怎么通知你啊? 和尚眨了眨眼睛, 毕竟手机什么的, 他是没有的。 秦昆无语, 拿了一张纸条, 把自己的电话写了上去。 打我电话就行了。 乌州市疗养院,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秦昆在第二次南宗盗会时, 来过这里。 为了验证这里和鬼三观的地方是否是一样, 秦昆找到了印象中的那个地方, 一张纸被摸出, 写好字了, 然后点燃, 秦当家的这是在做什么呀? 面包车开到辽养院不远的一处空地, 藏医道长赵无眠看着秦昆的举动有些意外。 黑婆则是愣了一下, 急急地笑道, 呵呵, 竟然是阎军间, 这是给鬼谊传递消息呢。 果然呢, 没一会儿, 纸烧着的地方冒出一缕青烟, 一只小鬼探头探脑地出来了。 护郎行迁家, 小鬼过他乡, 何人召唤护郎商? 小鬼发现, 面前站着一水的道士神婆之流, 浑身冷汗直冒, 随时打算撒鸭子开流呢。 看着这贼眉鼠眼的小鬼, 秦昆说道, 过牙子, 你还记得我吗? 小鬼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 先是愕然, 随后喜出望外。 上师原来是你呀, 这次还买人头吗? 果然呢, 鬼三观根本就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幻境, 这护郎商的丫头是真是存在的。 人头不买了, 找你打听个事。 一塌名币丢了过去, 郭牙子受宠若惊, 阴草武行, 乃是车船垫脚牙, 他是牙行的小鬼, 也是这一片的丫头, 去年就认识秦昆, 这是一个大手笔的人, 买了三颗人头, 供了他三十摊名币, 加起来, 比开光大香的香火还要浓郁呢。 这次又见到秦昆, 他就知道, 生意上门了。 上师请说, 小的知无不言? 大自在教在什么地方? 这, 上师你是说笑吧, 您不就是大自在教的人吗? 看到秦昆笑着不说话, 郭牙子咽了口口水, 哭着脸说, 这事我真不知道。 又是三摊名币丢了过来。 姑牙子, 你在顾忌什么呀? 上师, 我真不知道, 您给我多少供奉, 那都没用啊。 别着急, 你慢慢想, 想不出来, 你不能走。 又扔了三摊, 秦昆是不急不躁, 这次给的名币, 都是从地狱道里面收的租子, 他也不会心疼的。 秦昆说这话, 苍仪道长赵无眠黑婆, 老金四个人, 十分默契地把郭牙子给围住。 郭牙子发现的时候已经完了, 哭散个脸, 比死了亲人还要难堪。 上师, 咱这一行有规矩啊。 牙行最没规矩可言, 小鬼, 婆婆跟阴间牙行打过交道, 别装算, 黑婆浑身的阴气也是不少, 老太婆盯着郭牙子的脸, 表情不善。 这几天, 大家伙都等得不耐烦了, 好不容易出现了线索, 怎么能白白地放过呢? 秦昆又甩了三摊名币过去, 夹起来已经有十摊了。 郭牙子, 我也不为难你, 先说一些能说的。 对方把面子李子都给足了, 先礼后兵的架势给你摆好了, 郭牙子是直呼自己命备呀, 这要是不知好歹, 下一个, 他们就能让自己魂飞魄散。 一摊名币, 他狠狠地一息, 息如腹中, 这才悠悠地说道, 哎, 好吧, 上师既然问了, 我就把我知道得说一说。 郭牙子, 清了清嗓子, 唱了起来。 茫茫大雾的城, 原本是个迷魂荡, 迷魂荡的鬼, 就住在鬼打湾, 鬼打湾上的何博庙, 庙里的何博有血坟, 住着成了精的老鬼和无数的魂。 何博庙被推倒了, 留下了无家可归的魂, 老鬼带着那些魂, 住在了桥下的墩。 自从有一天, 来了群奇怪的人, 抓起了魂, 霸占了墩, 剩下了老鬼一个人。 唱完了, 歌声阴森悠扬, 郭牙子又退回其他的酒堂名币, 朝着秦坤拱了拱手。 上师啊, 真的有行规,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郭牙子要走, 忽然一张网, 罩住了自己。 秦坤手上, 大颜陈鸣手交着的明罗照下, 将郭牙子照住, 被一个骨灰坛给扣下。 上师, 你做什么呀? 乖乖呆在里面, 我们找你的消息, 不能被人给买走, 委屈你一段时间吧。 上师, 求求你放了我, 我绝对不告诉别人呐。 我当然相信你不会告诉别人了, 这不是怕你被别人威胁吗? 放心, 我会照你。 骨灰坛里哀求声不断, 秦坤充耳不闻, 对其他人说道, 他唱的地方, 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藏医道长, 自信地笑了笑, 知道, 既然是那个特殊的乔墩, 平道自然知道, 当年打庄的时候, 平道就在场啊。 科技西桥正是位于 乌州市科技西路上。 晚上, 秦坤开着车子, 载着苍蝇道长几人, 停在了桥边不远的地方。 一江东流水, 两岸散新人, 即便是最冷的时候, 河堤还是有不少的行人 出来散步的。 一群奇魔怪样的人, 让行人们有些错愕, 不过他们没在岸边小到筑流, 而且下了缓坡, 走向河堤。 藏医道长走在前面, 开口介绍道, 晴末的时候, 五州市还是个县城, 这里一山帮水, 百姓富裕, 那时我玉清馆的香火 也算是鼎盛。 当初太平天国起事之后, 日益壮大, 大军经过这里时, 杀了不愿意投降的县太爷, 搜刮了县内的金银粮食, 一冲君资。 后来, 受到百姓们的反抗, 那些反抗的百姓先后被图, 尸首就留在河对岸。 后来, 瘟疫出现了, 传播的速度很快, 驻扎在此的太平军, 先后染病, 整个大营几乎死了一半, 尸体也都被丢在河对岸里, 那边许多年前就是一个阴墟, 又因为曾经闹过一灾, 被称为王良老街。 藏医道长走在桥墩边上, 拍了拍科技泄露的桥墩, 一脸感慨地说, 九十年代为了方便通行, 修了这一座桥, 但是乔庄一直打不下, 说是亡魂脑尸。 后来我们狱青馆的几位师兄弟, 出面来做了个法师, 这才打下了庄子呀。 宾遇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均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那河伯庙又在哪里啊? 古牙子爱与规矩, 并不能说明大字在叫在什么地方, 但是他的歌谣却有提示, 唱的是河伯庙里有个鬼, 被推了庙, 霸了蹲。 那教会的线索就在老鬼那里, 定然是要他们寻找老鬼来问寻线索的。 藏医道长低声说道, 这也是我要说的重点, 当初贫道和师兄弟在和尚做法师, 并没有见到有什么邪嗓, 但是听石工队说, 这河心有一个石头庙, 被一只石龟拖着。 我们回去才听冠里面的前辈说, 这庙子宋朝席就已经见了, 庙里面的家伙比当地区域的陈皇爷资格还要老。 你们瞅啊, 那第四根桥墩的位置和其他桥墩并不在一条直线上, 那一座庙就在那里。 谁曾想到还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呢? 河底的庙, 秦坤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迷雾渐渐地明朗, 当前的目的自然是要去庙里面寻找那只老鬼。 大冷天的要下水是不可能的, 秦坤在岸边随手一招, 身旁虚影渐渐凝食, 是个和尚。 赵屋免微微错愕, 忌惮地往后退出两步。 和秦坤斗法之时, 就是这一只鬼将将自己击败的。 水和尚一出来宣了个佛号, 浑身阴灵纯粹, 并没有那种令人胆战的阴风扑面而来, 不过却是微而不猛, 包相庄严。 主子, 何时吩咐啊? 水和尚平时不是这种一本正经的模样, 此番谦逊恭敬, 自然是要做给别人看的, 以此来帮秦坤立为的。 秦坤也明白他的意思, 淡淡地说道。 何欣有一只老鬼, 找到之后把他带出来。 阿弥陀佛, 稍等片刻。 水和尚徒步入水, 没有惊起半点的涟漪。 秦坤副手等在一边, 身后几人也是随之沉默。 这次离得近了, 大家都发现, 那只鬼和尚平时和遇到的大鬼完全不一样。 思维清晰, 人性犹在, 没有半点的厌厉, 甚至眼中还带着淡淡的金光呢。 赵无眠和黑婆对视一眼, 心中叹息。 能有本事让这种大鬼毕恭毕敬? 不知浮游山当代黑狗成长到了什么地步呢? 十分钟不到, 水和尚上了岸来, 温和地笑了笑。 坤哥, 我被打了。 一管阴红的鼻血流出来, 让气氛处于尴尬的边缘。 秦坤嘴角抽动, 发现这丝的眼睛肿得像是核桃一样, 光头上一鼓起几个包来, 就好像是被人用石头给闷了一顿。 周围几个人尴尬, 不敢和秦坤搭话, 秦坤的脸上是青红一阵的。 这么多同道面前揍我的鬼拆, 拆我的台子, 这简直是不给面子呀。 他在哪儿? 就在哪儿。 水和尚愤怒地指向赫心。 赫心处半个脑袋浮上水来, 两只眼睛圆蒸蒸地看向秦坤的方向。 生死到的人都知道, 水属阴,异怀鬼体, 河中要么就没鬼, 要么就是大鬼。 这老鬼既然有妙, 那么从宋朝到现在已经千年, 恐怕那不是一般的大鬼呀, 都给我下水, 把他抓上来。 秦坤搭手一挥, 鬼差却是没有一个出来的。 都要造反呢, 不听我的话。 阿弥陀佛呀, 坤哥, 他们都怕水, 又不是不知道。 一头水牛都怕水, 秦坤也是忍了, 那嫁衣总不怕吧。 嫁衣呢, 他曾经是定将鬼王, 难道他也怕水? 他姐偷的, 他是真的不会水呀。 装逼装漏了, 秦坤非常的郁闷, 旁边, 藏衣道长凑了过来。 秦当家的呀,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我看这位和尚受了伤了, 需不需要我们四位出手啊? 藏衣道长, 赵无眠, 黑婆, 冰衣馆老金四个人, 夹起来还是有些本事的。 见到秦坤这边出了问题, 忍不住上来询问。 哦, 都是小事。 秦坤招回了水河上, 一只大鬼, 还不幸就对付不了你了。 秦坤在岸边, 找了一块稍大的青石, 一桌豪华百饭出现在了面前。 四个人是目瞪口呆。 信手年华, 你为何会门字卷绝活? 冰衣馆老金是吃惊无比。 门字卷? 还有这绝活啊? 我怎么没见过王馆长用啊? 秦坤有些意外, 自己也就是兑换出百饭, 从弹性空间里面拿出来的。 谁知道什么门字卷 也有类似的绝活呢? 啊, 和王馆长学过其手而已。 秦坤含哄了过去, 他忙着安放百饭, 其他人则是无比的好奇。 旁边的老金开口解释道, 风读门客可借山河便利, 凯因门取物, 又叫信手年花, 就是这样。 老金虚空一抓, 一个保温杯出现在手里, 为他喝了一口, 手再一收, 保温杯就消失不见了。 道门秘书各有神奇, 风读门客又是大名鼎鼎, 但是一直是比较低调的。 谁能料到, 风读门客还有如此的逆天本事呢? 豪华百饭的种类很多, 秦坤依次对话完毕, 又换了一壶好酒。 酒水倒入河里, 随风飘散, 秦坤对着核心那个露出半只脑袋的老鬼说道, 酒菜齐备可敢上岸也许啊。 声音传出飘扬在河面上, 那个注视着秦坤的老鬼脑袋忽然沉沦下去, 不一会儿, 岸边出现一个虚影, 渐渐地凝视, 一步步地走上岸来。 秦坤以前听殡仪馆的同事们聊过, 最痛苦的司法之中, 焚烧为第一, 第二就是溺水。 逆臂之人在死前某段时间内, 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求生语, 导致他执念的涌住。 死前那种彷徨无主的窒息之痛, 恐怕死后都会化为执念中的一段阴影。 面前这只大鬼是一只水鬼, 细致阴沉, 区别于秦坤手下的每一只鬼柴, 眼神比吊死鬼的态度还要阴虑了几分呢。 但是他浑身又有着一种不和谐的谨慎。 水鬼上岸来到秦坤的身边, 截止左看右看, 非常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发现秦坤并没有不止对自己不利的后手, 这才坐在了轻蚀之上。 是陆陆的长发遮挡住千额, 那水鬼剥开了千额长发, 是一张胡子拉擦的脸。 没等秦坤开口邀请, 就自觉自动地吃起了石头上面的白饭来。 藏衣道长几人, 浑身冰凉地站在秦坤的后面。 不知为什么, 他们待在这一只水鬼身边时, 总觉得呼吸不畅, 胸口质闷。 很明显, 对方的引起在无形地施加着压力。 好酒, 好菜呀。 水鬼即便是吃饭, 也没有放松过对秦坤的警惕, 同时大声称赞着这一席的白饭。 这是他至今为止吃过最好的东西了。 秦坤坐在他的对面, 也在打量着对方呢。 阴气不懂, 隐而不漏, 实力达到鬼将那是肯定了。 至于鬼王嘛, 还不能确定。 毕竟在他的身上, 没有看出什么阴龙缠身之相来。 不过, 这是一个谨慎过头的家伙, 秦坤显然能感觉到, 一股阴气把自己锁死。 如果自己有对他不利的举动, 这家伙一定会先发制人地出手的。 秦坤点了根烟, 对面的鬼将仿佛在他的眼中 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家伙, 他透着烟雾开口说道, 请你过来吃饭, 不是让你来防着我的。 吃饭是一种享受, 如果时刻提防, 那和鸿门宴有什么区别? 扫人雅兴, 水鬼拨开前额湿乎乎的头发, 沾水的胡须慢慢地随着嘴巴咧开。 是吗? 你这样的道士我见得多了, 我从不反击, 但是还是有不长眼地想把我灭了, 容不得我不小心呢。 这是一个守规矩的, 不然苍蝇道长他们在雾州这么多年, 都没有听说过科技西桥, 还藏着一只这么大的家伙呢。 但秦坤请的吃饭, 可不喜欢对方怀疑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呀。 那你觉得我如果真想把你灭了, 你有几分把握离开? 水鬼放下吃食, 盯着秦坤的眼睛, 沉吟半晌, 开口道, 应该有九成。 九成? 秦坤沉默, 对方不知自己的实力, 不知自己还有多少手下, 一开口就有如此的结论, 让秦坤十分的意外。 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要出手把这家伙给灭了, 他是有绝对把握可以离开的。 没有说实诚, 恐怕是为了照顾自己的面子。 这是真自信, 还是吹牛逼呀? 你还真是狂啊。 好吧,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探讨, 我请你来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 我想从你这里问个消息, 关于大自在教的。 原来如此啊, 这事我知道, 那帮人曾经想打我这庙的主意, 被我给赶走了, 我和他们交过手, 夹不住他们人多, 之后我曾经去报仇, 不过在岸上, 我这本事不到家, 就逃了回来。 你请我吃了一顿饭, 我只能告诉你他们所在的地方。 那就够了, 他们在哪儿? 你先别着急问他们在哪儿, 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请讲。 一摊鸣笔放在了石上, 秦军的态度也并不需要。 水鬼一愣, 随后笑了笑, 他喜欢秦军的作派, 鸣笔被他随口一吸, 化成了飞灰, 飘散掉了。 呃, 解音, 炼尸。 水鬼打了个宝格, 侃侃而谈。 炼尸? 确切地说是石衣, 他们要炼制石衣? 没错, 除此之外, 我跟踪他们的那些天理, 并没有见过他们做别的事情。 你知道, 他们炼石衣是想干什么吗? 那我就不清楚了, 在哪里炼制? 卵蚕寺? 什么? 在哪儿? 卵蚕寺啊? 生死到三死之意的卵蚕寺? 没错。 那就没有人管吗? 不知道啊, 里面的风和尚,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寺庙里面空空如也。 秦军道士记得 乱蚕寺里面的独苗传人佛海, 人还在临江市精神病院里面关着呢, 但是, 再怎么说, 乱蚕寺应当还有坐镇的和尚吧? 谁能想到这一群家伙, 竟然占据了乱蚕寺, 这是搞我呀。 好了, 你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呀? 算了, 本来想着你欺负了我的鬼差, 我想给你个教训, 看你脾气, 还挺合胃口的, 我就不揍你了。 秦军说吧, 浪华排岸, 浑浊的泥水浸了一身, 弄得他十分的狼狈。 揍我! 水鬼的声音陡然增高了, 秦军为怒我, 新买的风衣, 就这么给我糟蹋了。 你不信吗? 你刚才既然留心了周围的一切, 那应该多少能察觉到我选的这个位置有些不同吧? 是啊, 青石滑凉, 无泥无欲, 这里显然是一处休息游玩之地, 虽然是在河边, 但是地势高, 不染水渍。 水鬼认为, 秦军挑选这个地方是因为干净, 现在看来是另有目的。 对, 周围有镇, 能困住你。 秦军手心, 伐气四响盘出现了。 青白珠玄做四方, 春草新土碧泥堂, 天穷盖地更富万, 捕弃锁鬼, 化天罡, 富万镇, 青石上, 秦军面前一直有一个空碗, 随着法咒念出, 秦军手指一拨, 那只空碗倒扣在青石之上, 忽然天地颜色为之一变, 随着空碗扣下, 水鬼发现周围, 也被一只无形的大镇给罩住了。 大镇构成的空间如同倒扣的碗, 外面的环境模糊朦胧, 只剩下河畔这一片地方, 水鬼这才发现, 一个个石头下面都藏着枕齐, 深深地插在土里面, 被石头给掩埋起来, 随着大镇的发动, 露出了灵光。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苍蓝道长几个人在不远的地方, 忽然浑身一颤, 仿佛身上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可刚刚长跑完没什么两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邪术啊? 不是, 你们看, 秦当家都不见了, 这…… 阵法? 黑婆眯着眼睛, 难以置信, 这竟然是阵法。 他们慢慢地摸了过去, 却被黑婆给拦住了。 等等, 此古阵法一进难出, 我们贸然进了秦当家的阵法中, 恐怕凶多吉少, 如果是杀阵, 里面可是不分敌友的啊。 这…… 这里面就属最早表态的苍衣道长和秦坤的关系最好, 他们看着苍衣道长没了主意。 苍衣道长开口说道, 放心吧各位, 浮于神当家黑狗对付那只大鬼一定不成问题, 我看秦当家的把那只水鬼困在这里, 是要给他一点教训, 咱们在这里等等就是了。 此刻, 敷完阵中, 水鬼想要破阵而出, 秦坤一根指头抵在了碗上, 虽然有时候被撞得打滑, 但那只碗仍旧是牢牢地扣在那里。 你放我出去, 我不杀生, 你可别逼我。 我倒是杀生, 但是我不想杀你, 放心吧, 就是揍你一顿而已, 眼睛一闭就过去了。 就凭你, 还有他。 水和尚被叫了出来, 满头大包的水和尚, 擦了擦又流出来的鼻血, 双手合十, 称高僧壮。 就凭你们两个还想对付我? 水鬼立声鹤头, 水和尚擦了擦鼻血, 打了一个口哨, 秦坤很配合地大受一招。 敷完阵中, 七只鬼将一次出现, 杀气挥荡在镇里, 久久不散。 水鬼一震, 浑身打了个冷颤, 除了那个洋人翘着二郎腿, 坐在青石上面, 姿态惬意, 其他的家伙, 全都是凶神恶煞的表情啊。 妈的, 这么多, 自己真是捅了鬼窝了。 那水鬼, 自称是沉江鬼, 他的鬼术全都是晋深鬼术, 在水里面, 配合上晋深鬼术敏捷如鱼, 但是在岸上就有些悲剧了。 秦坤的命令是揍上一顿, 几个鬼差便不会违背, 指挥杀生的长公公收起了断头鱼, 和指挥弃茶的茶仙鬼坐在青石边品茶呢。 假衣鬼作为女子不愿意参与, 牛猛剥皮无头, 吊丝鬼, 再加上水和尸, 五只鬼将却是打得不亦乐乎, 他们都发现, 这一只沉江鬼很强, 如果是斗法, 感觉可以和剥皮一较高下, 但就是这样的对手, 揍起来才有感觉呢。 牛猛在后面压阵, 七根铁锁跃跃欲试, 时不时寂养难耐地出手试上一下。 其他四只鬼, 拿出了消失那段时间的配合, 吊丝鬼的索命绳一拉, 沉江鬼被悬手挂束, 剥皮的鬼草刺, 无头鬼的拔头树, 瞬间施展, 水和尚在一旁大声叫道, 打得好, 沉江鬼被接连不断的鬼术, 打得是七魂八素, 大声吼道, 你们你们不讲道义, 人多欺负人少, 算什么本事, 少废话, 我家主子早就问过你, 是你自己说, 有九成把我逃走, 你倒是逃啊。 剥皮鬼突出口中的草汁来, 用力猛穿, 沉江鬼像是一个可怜的沙包一样, 被挂在空中, 惨叫连连。 沉江鬼心中在咆哮, 我怎么知道你们家主子养了这么多大鬼呀? 八只鬼将啊, 还有三只没出手呢? 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原本以为就一个鬼和尚, 哪怕再多上一个也不是自己对手, 对面的年轻倒是太阴险了, 把自己狂骗到了岸上, 先设阵法把自己困住, 然后才动手殴打。 沉江鬼毁得肠子都清了, 刚刚怎么就守剑, 非得挑衅对方呢? 殴打持续了一炷香, 刚刚吸收的白饭香火, 都是乖乖吐了出来。 沉江鬼被几只鬼钗, 拎到秦昆的面前, 鼻青脸肿, 狼狈不开。 秦昆看到他的眼神带着憋怯, 还有愤怒, 就好像要杀人一样。 怎么, 你不服? 不服? 有本事就担忽。 挑子还没说完, 沉江鬼是眼泪鼻涕横流, 两腿间是一只僧鞋, 身后的水和尚抬起一脚, 不偏不倚, 披肿了沉江鬼的裤裆。 胯下金丹岁, 神仙都得跪眼。 秦昆十分理解对方的痛楚, 谁让你招惹了水和尚呢? 这种和尚内心早就扭曲了, 而且十分的好面子。 你把他打成猪头, 他能放过你吗? 你自己也不知道防着点。 秦昆叹息地摇了摇头, 看到沉江鬼在家腿抽烟, 安慰他。 咱们有一说一, 我的倒数能请鬼上身, 你跟我单挑, 半成赢的可能性都没有。 你别不服啊, 其实这事就到这儿吧, 以后安心当你的和伯, 不要惹事。 另外, 打字在叫的事, 谢了。 秦昆说吧, 丢出十几台名币来, 把鬼差全部收回之后, 时间一挑, 青石上的碗被他给拔起来, 正法撤去。 苍衣道长几人发现, 秦昆伸着懒腰, 向自己几个人走了过来, 又狐疑地, 看向跪在地上的水鬼。 秦昆伸的把对方给揍了, 那水鬼因灵危压有多重, 上岸的时候他们可是都体会过的, 没人敢保证自己能斗得过对方, 而且还这么的轻描淡写。 秦当家的, 这可是大鬼啊, 留在这里是隐患, 不如婆婆我把她…… 黑婆舔着个脸, 贪婪地看着虚弱的水鬼, 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秦昆不客气地打断了。 你再没什么本事了, 欺负一只重伤的邪丧。 秦昆眼神比夷, 黑婆作为草头窄的神婆, 恐怕休息过不少恋鬼的巫术, 秦昆可肩膀的对方趁人之危也。 黑婆被掖住, 胸口发毒, 内心在咆哮, 你都说了这是个邪丧, 我把她恋了, 这有什么不好啊? 但是, 看到秦昆的脸色不善, 只好是作罢了, 收回了她贪婪的目光。 不能把她恋了, 这还是不要交恶的好, 万一以后这家伙找自己 麻烦, 没有秦昆罩着, 自己肯定是扛不住啊。 一群人跟着秦昆离开, 身后传来呼喊, 等等, 上师给我留个名号, 等我伤好了, 我要找你, 我要找, 刚刚揍我的家伙报仇。 林江秦昆, 欢迎来找, 另外, 不要放弃。 声音随风传来, 陈江鬼静静地看着秦昆离开。 林江吗? 我记住了。 陈江鬼看到青石周围, 还有十几大名笔, 他很想不懈地丢弃, 可是又舍不得。 大口一吸, 拍了拍骨髒的肚皮, 好像是胯下的痛苦也减少了不少。 一个蒙子扎进水里, 再也消失不见了。 乌州地理位置特殊, 到了晚上, 雾大的可怕。 二十米不到的能前度, 从玉的树木, 这里比鬼域还要银寒一些呢。 乱缠寺在乌州市以南, 还得一个小时的车车。 车里面坐的主位, 谁都没有想到, 要找的那群人, 居然会扎根在乱缠寺里。 亲当家的呀, 乱缠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咱雾州的生死道, 除了那个老和尚和的徒弟能够久待, 其他的没人敢去啊, 尤其是晚上, 要不咱们挑个白天去吧。 打字在脚的人不是都在吗? 他们能去, 咱们难道去不了? 你是不是怕了呀? 不是我怕呀, 是没人不怕呀。 乱缠寺晚上特别容易出现怪事, 哪怕是生死道的同道, 这夜晚当门拜访都会出现波测的。 七年前, 主持铁缠大师过寿, 乱缠寺穷得揭不开锅, 佛灵寺的圣僧远道而来, 其实是给铁缠大师送钱的, 结果呀, 在乱残寺的附近一路, 被发现的时候受了重伤, 而且还昏迷了整整三天呢。 啊? 秦坤嘴角抽搐, 一脸的难以置信, 华夏生死道上, 无畏超一流的猪鬼师, 除了窦宗大为天龙, 叛家玄儒, 还有鱼龙山, 鱼龙太岁, 风都冠, 画匹仙, 剩下的最后一位, 就是弗林寺的圣僧了。 据说上代裴天狗 一直不承认民国第一天师的称号, 而是自称江南第一天师, 原因就是没有和圣僧斗过法。 有人说杨慎是因为没有把握, 也有人说是圣僧且战。 总之, 像葛镇这种前辈看来, 杨慎当年即便有七鬼灵神, 恐怕比起圣僧的优势 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这种咖味的起诉居然都受伤了。 秦坤仔细地考虑了一下, 都说佛林高僧帝, 空煮白骨泥, 乱缠风沙迷。 乱缠死, 据说风水极其不佳, 有大的问题, 在那里少则两月, 多则半年, 人都会变得疯疯癫癫的。 难不成连圣僧那种级别的前辈 都扛不住吗? 那还是白天去吧。 对了, 你刚才说的老和尚是铁蝉大师。 秦坤第二次去三十年前的时候, 在三分山见过铁蝉和尚, 之后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他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仓仓仓仓道长苦笑道, 是啊, 铁蝉大师伏法高深, 就是有些疯癫, 也不知近几年跑去什么地方了, 老巢竟然都被别人给占了。 哎, 仓仓道长的建议, 大家都是赞同的, 秦坤也觉得, 这里既然如此的邪门, 那还是暂时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休, 明天再去, 那也不迟啊。 临江市魁山老宅, 大晚上的, 葛镇一个人站在屋子里, 静静地看着地上熟水的聂宇轩, 已经六天六夜了, 前几天聂宇轩身上的阳气 蒸腾如雾, 自行运转, 把挂身的露水蒸得是一干二净, 随着实境的流逝, 被阴风酒所激发的阳气, 渐渐没有嘴出的那么狂暴了, 舒适的状态即将要被打破, 聂宇轩也该要醒来。 是说, 身后, 静三生走了过来, 静静地站在葛镇的后面, 宇轩什么时候能醒啊? 静三生看了看地上, 睡得憨甜的聂宇轩, 低声问他, 仿佛是怕声音大了, 会把他打扰到。 大致, 明早吧。 静三生点点头, 这位大弟子他几乎是实如己出的, 论起关系, 聂宇轩和他, 比起李重和他更像是父子, 是不是得派人去茅山请后了呀? 静三生小心地问着, 后乃是别称, 通俗点就是天使赤后, 作为捉鬼师, 一旦达到一流, 最为看重的就是赤后, 这是行走生死道最为正统的名号, 自古以来, 华夏生死道的号, 只能去茅山请, 茅山作为生死道祖庭, 给的号相当于是灵官至封, 冯都管化匹仙, 鱼龙山鱼龙太岁, 叛家玄儒, 甚至云尊阳慎, 这些号都是茅山所赐, 第一级的如同展天像是楚刀, 武术妖狮鱼月玄, 铁壹虎请三生, 这都是茅山请的号, 葛湛听吧, 摇了摇头, 咱们斗宗的龙得请陈, 陈, 请陈问卦吗, 那不是应该去竹宗出老仙那里吗, 葛湛看到金三生的疑惑, 微微地笑道, 一些事情你没有修到那种境界, 我不能跟你说, 我的称号是杨慎给的, 你觉得他给的称号有错吗, 葛湛好大威天龙, 是当年杨慎给的, 杨慎的实力, 也确实达到了, 茅山所要求的天师封号的境界了, 其实, 不光茅山能请, 一些超一流捉鬼师, 也可以赐号的, 这四个子, 就是当年杨慎赐给他的, 已经有了禅运了, 可当时并不符合葛湛道门的身份, 但是后来, 葛湛在白龙寺封魔十年, 完全是大威天龙的真实写照, 荆山上有些明误, 既然师叔说那是晴晨, 那就没有茅山什么事了, 那, 咱们什么时候去找秦坤呢? 不用了, 雨龙山那个老不死的已经赐号了, 他乃天师, 赐的号断了聂宇轩未来的可能, 以后如果不想和雨龙山翻脸, 只能是号, 硬是龙了。 葛湛也是十分惆怅啊, 虽然雨龙太岁赐的号, 可以帮助助长聂宇轩的名号, 但是他并不希望别人插手赐号的事, 这不是添乱吗? 硬是龙王逆临开, 行云不语, 下帆来, 那个老不死的还偏偏一礼相赠, 是觉得斗宗两龙, 斗里陪天狗走得太近了, 只是下半子呢。 除了毛神, 其他天师只能赐号一人, 老不死的把号给了雨璇, 我们还得谢谢他。 哎, 就是不知道, 秦坤将来的称号会赐给谁呢? 并已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助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秦坤等人此刻下榻在了一个招待所里面, 忙了好几天了, 大老远地跑过来, 还没有见到正主, 这心里面总是不太踏实, 而心里不踏实的结果就是大晚上的睡不着觉, 而且满屋子的鬼降, 阴气太重, 人就更加睡不好了。 一间房子也就二十平米不到, 鬼压床之类的事情, 秦坤也不是第一次体会了, 床左边是牛猛, 右边是薄皮, 脚底下是水河上, 天花板上有吊丝鬼, 窗户旁边是无头鬼, 被窝里面还攥着假衣鬼, 程公公很有颜色, 自发地站在了门口, 为秦坤把门呢。 查仙鬼的查起, 查仙瓶被剥皮鬼给忽悠出来, 用来打牌呢, 查仙鬼是欲哭无泪, 秦坤睡不着, 瞪大了眼睛, 看到一群死状惨不忍睹的家伙, 趴在自己身上打扑克, 失眠加身。 主子, 想什么呢? 假衣鬼穿在秦坤的怀里, 朝着秦坤的嘴巴, 做了一口, 这种总是找借口, 说自己冷, 然后钻进被窝里面, 而且还时不时, 以美色骗阳气息的家伙, 秦坤是深恶同绝, 但是呢, 他又无可奈何, 凭自己本事骗的阳气, 还能不让人家息呀。 见到秦坤黑着脸, 假衣鬼吐了吐舌头, 懒洋洋地去打盹去了。 凌晨五点, 一帮鬼差玩得不亦乐乎, 转头一看, 秦坤眼圈发黑, 周围又凑了一群死相凄惨的鬼差, 感觉死不瞑目一样, 颇为可怜。 狠哥, 还没睡啊? 我他妈睡得着吗我? 被窝里有个嫁衣鬼, 就不说了, 左边牛猛, 右边剥皮, 床尾是水河上, 把他全方位给包围了不说, 天花板上还吊着个吊丝鬼, 朝着自己笑呢, 这他们能尽心吗? 而且关键是冷啊, 这招待所里, 没地暖没空调的, 这什么破地方啊? 一群鬼差也是有些尴尬, 不过忽然间房间的门被推开了, 吱吱的摩擦声在寂静的环境里面格外的明显, 一个脸颊青紫的老头, 搂着嚼晃的牙齿飘一样飞了进来。 大晚上的吵什么吵? 老头的声音空灵慢慢地飘在秦坤的床边, 宁笑着看向秦坤。 你是谁啊? 来我的房间里面干什么? 我? 这家招待所是我开的, 你说我是谁? 至于为什么来你的房间? 当然是因为你的房间引起足了。 老头说着忽然眼球突爆, 嘴巴变成了血泵大口, 几乎有半个身子那么大。 一股阴风臭气扑面过来, 老头的脑袋膨胀到扭曲的程度, 似乎要一口把秦坤给吃了。 秦坤眼角抽毒, 这味道也太难闻了。 没理会对方吓人的模样, 秦坤淡淡地问道, 那你知道我的房间里面为什么引起足吗? 老头本来在吓唬完秦坤之后, 已经准备好看秦坤的球胎了, 但是发现对方根本是无动于衷, 这人的胆子到底有多大呀? 听到对方一本正经的问话, 老头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同时一头雾水。 为什么呀? 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八只鬼匠先后显形悠悠地质问, 秦坤的阳气被蹭蹭包围, 才显得这里阴气弥漫。 秦坤又不让他们显形吓到别人, 所以在老头的眼里, 秦坤的屋子因其浓郁到阳气不足, 但是现在, 老头没听到一声, 心脏就忙得跳一下。 八个声音先后响起, 他整个人已经晕眩了。 快快快快, 鬼窝呀! 阴气太过浓郁, 老头嘎的一声, 抽了过去。 长公公扶住了昏倒的老头, 黑黑地笑道, 树子, 这怎么处理呀? 秦坤看到, 那不知死了多久的老头, 真是懒得踏里的。 山醒了, 让他给我拿几个暖水袋去。 得嘞。 一日一早, 秦坤退房的时候, 发现老板善笑着, 跑到秦坤的面前。 这位兄弟, 说来奇怪呀, 昨晚我梦到我去世三年的父亲, 他托梦给我, 让我免了你的房间, 这既然是缘分, 那我就不收你的钱了。 藏仪套场几人很是意外, 这事儿倒是挺有意思啊, 难不成是秦坤耍的手段吗? 不过就这么点钱, 恐怕还不至于。 秦坤冷恨一声, 顶着个黑眼圈, 撇撇嘴巴走了。 那老板笑容一枪, 眉头一皱, 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不收你的钱, 你还白脸色, 我得罪你了呀。 看到秦坤远去, 老板是直呼倒霉, 要不是父亲托梦, 他非得把房钱给要回来不可呀。 在牧桥镇最有特色的饭店, 紫物斋, 秦坤一行人, 吃了一顿紫竹蒸饭, 龙体透着竹箱, 一次性的碗, 乃是竹叶压制而成的, 旁边摆放着腊肉, 还有咸鸭蛋, 腊肉肥不腻口, 牙袋有多味佳, 味入嘴巴, 口感醇香, 再配上冰凉的清水里捞出的烟笋, 那味道简直是绝了。 一碗紫菜汤喝完, 秦坤终于是活了过来。 乌州市的食器比林江市还要重呢, 但是菜汤辛辣, 浑身被辣味给激发, 汗水流出来, 驱寒暖身, 通体舒畅。 白天能看到, 这位于乌州市郊区的小镇, 别有一番风味, 靠山多竹, 游水多桥, 溪水纵管小镇, 许多如何, 草木植被茂盛, 有原始的风味, 而且在镇上还能看到一些少数民族装扮的巫婆和山汉。 这样的镇子在乌州市不少, 这里自古多庙屋, 也有不少的树法传下来。 母乔镇乃是乌州附近最大的部落, 听说在宋末有和尚指控, 拿着渡蝶来自建庙传播佛法, 与当地不容, 小庙一直是不温不火, 甲逢圆猛南下, 这里遭了病灾, 逃难来的汉人先后被杀, 熟流汉人的苗屋们也是惨遭迫害, 不过蒙人赏佛, 除了那个小庙之外, 尸里巴乡的老弱妇孺大多数被屠杀殆尽。 指控和尚收敛的尸体安葬在小庙周围, 但是整日蒙见白鬼索命, 从此就疯了。 之后, 有生死到的高人来到此地, 见到这里阴气冲天, 做法三十三天, 才凭了鬼事。 后来又把这小庙改名为乱禅寺, 那高人传下了一部秘书, 让指控和尚休息, 再往后, 指控收容了不少接吼余生的孩子, 那就是乱禅寺最初的模样。 其实, 当地信仰最忌讳与外来信仰的冲突, 本地的巫婆深寒, 之所以可以融流乱禅死的存在, 就是报当年收留之恩。 蒙人不杀和尚, 指控便给那些无家可贵的和尚剃度收入门下, 这才让十里八项的人烟未曾断绝。 走过一座木桥, 旁边是一个卖葫芦的神汉, 抹着花脸, 嘴唇呈紫色, 招呼道, 几位, 是问衬还是求神呢? 葫芦挂, 只一家, 一瓢煮水, 酸甜芽, 来试试吗? 神汉在桥上拦住几人, 却是对着秦昆说的, 秦昆礼貌地回道, 哦, 不了, 听说这里有个乱禅寺过来转转, 哦, 那是, 在咱们镇子, 乱禅寺可是丁丁大名呢, 十里八镇以木桥镇为总坛, 齐天请神, 就是因为有乱禅寺招着, 佛家还能招你们的原始神呢? 华夏很多的乌角, 都信奉万物有灵, 皆能成神, 相当于神话开端时期的结角, 所以蛇蝎, 始祖, 山水都能成神, 但佛和原始神在信仰当中, 从未被承认过谁高谁低, 对方居然说自己被乱禅寺招着, 当然是说不通的, 神汉老实地回答, 咱虽然请神有数, 但一些乱七八糟的阴神, 也会被请过来, 发术不经的, 还是得求乱禅寺的老和尚来驱邪, 这不就是招着吗? 秦坤毛色顿开, 笑了笑, 作弊神汉, 神汉看着秦坤等人的背影, 捉了一口水盐, 朝旁边的人试一道, 这群童倒是哪儿来的呀, 看样子有点本事, 旁边的神汉摇了头, 一个卖竹腻的巫婆, 插嘴说道, 里面那个老太婆我见过, 是草头寨的黑三姑, 草头寨是她拿事儿的, 黑三姑都来了, 那他们是来找乱禅寺的麻烦吗? 最开始的神汉摇了头, 葫芦瓢咬着溪水, 说道, 我想, 乱禅寺本来就是个麻烦, 还用谁去找啊? 可能是请老和尚驱邪的, 算了算了, 不管他们, 希望他们平安无事的好吧。 哟, 葫芦瓦也有怜悯别人的时候啊, 旁边的神汉有些意外, 神汉桌了口水盐, 眯着眼睛说, 你别说呀, 刚刚领头的年轻人来时, 我咬了一瓢水, 水色清凉, 难得一见的复原呢, 那年轻人活着, 福泽百里, 不成问题。 秦桂一行人景山, 这地方风景原始, 也有不少的游客, 但是未曾化为景区, 来这里的游客, 大多数是顾着乌婆神汉, 将他们领入山中游玩的。 大冷天, 简陋的时间, 还有些大花呢, 这里比外面要阴冷得多了, 一些住在山中的山民, 更是冻了冻岛子, 绊起了农家乐了, 什么冰圈煮茶, 野猪蒸饭, 吃过熏鱼的血头一塌出来, 饮得不少, 自虚雅食的人, 前来广顾。 过了有人烟的地方, 道路就更加难走了。 山的那边二十里深处, 是芒芽山屋寨, 比婆婆的草头寨还有名, 乱禅寺在另一个方向, 再往前只有小路, 秦档家的小心些。 黑婆如实地提醒道, 插道口, 一方青石书在那里, 苔显遍布, 青石上刻的蚊子, 几乎被岁月磨平了, 但是摸索青石, 依稀能够辨别上面的字眼。 梅酒佳肴穿长过, 杀人放火乱家佛, 落款是杜行云, 半山金刚杜行云。 青困一正, 这可是元代陪天狗啊。 当初在白龙寺的六道梅间里面有过会面的, 那个求然汉, 吕良渡的半山道人, 更是杜秦涵的父亲, 他竟然来过这里, 难不成当时给志空和尚传法的就是他吗? 怎么秦当家的不认识乱禅寺的窃口了? 赵无眠道长问道, 青困摇了摇头, 这个时间跨度仿佛在冥冥中, 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了。 仿若是捉鬼树自茅山起开枝散叶了一样, 浮渝山是老树心芽, 再往上涨就是九弟以及其他各派了。 小鹿幽警走了没一会儿便是无路可走, 但是路旁却有不少香壳流血的供品。 寺庙在雾中若隐若现, 香煮纸前火盆没有点燃摆在路旁, 好像是那些香壳不敢进庙祭拜放下就跑了。 树上掺了不知多少还原的红布, 有些已经被雨水冲白在那里随风漂白, 天急雾茫茫, 总让人觉得这些红白参丝的布看起来很不舒服。 到了, 几人站定, 破破烂烂的寺庙门前, 台匾被砸烂, 只留了一个乱字, 蝉已经不知去了何妨。 两个石狮子静静地矗立在庙门口, 雄狮嘴巴里还叼着一颗人头, 血淋淋的人头死不瞑目地挂在狮子嘴巴里。 那是一个外国人的脑袋, 死前应当是受过极大的惊吓的。 旁边的磁石子, 爪子底下踩着半截身子, 死壮仰天, 手臂无力地从石座倒垂下来。 藏衣道长几人微微一正, 这一副惨状让他们的心脏臭动。 死人了? 光天化日之下, 这就死人了? 匪夷所思的景象让众人一正, 随后就听到寺庙内的童中十八响, 沿途道边的乡主开始自然, 烟雾软绕, 佛阴禅畅, 木门打开, 古寺开始迎客。 冰玉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走进寺内, 赵无眠道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里有问题。 寺庙门小, 有金刚守门, 两个尸体, 一个躺在金刚的法茧之下, 脑壳熄了, 一个挂在金刚的佛叉之上, 表情可怖, 全都是外国人的模样。 秦昆深吸口气, 这何止是有问题, 这问题大了。 还没有走上几步呢, 就见到四具死尸, 而且这一座寺庙里面还有香客呢。 那群香客看不到这些尸体的吗? 妙分五愿, 香火虽然不剩, 但是, 已有仿骨寻忧的雅士, 抢来参摆。 五六个文指病病的老头和中年人, 带着相机, 在这里拍来拍去的。 别乘乘, 找人就好, 这些符纸拿着贴好, 你们走一起, 不要落单了。 几张金刚符被秦昆分给了藏医道长他们, 藏医道长一证, 锦丝指, 这可是顶级的符制啊。 至于这符, 他虽然看不懂, 不过也定然是真品。 五人去了偏远, 秦昆则是留意起了周围。 阴冷的前院,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 除了庙门口和两座金刚像下, 秦昆还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是死在钥匙佛殿里面的, 乱惨死, 供奉的塑像杂乱, 而且是斑驳惨破。 但是佛典诸多, 还供奉着许多不知名的塑像, 其中共同点就是, 那些看起来稍微干净一些的塑像, 殿里都有死人。 秦昆又来到一处大殿里, 里面供奉着一个红袍人, 面积无虚, 双眸锐利, 浑身气势, 如同一位智掌生杀大权的上尉者。 果然呢, 这里也有一具尸体。 秦昆看到那塑像横刀大马地坐在那里, 脚下踩着一个死尸, 死者长着黄毛胡子, 而且上身赤裸, 露着倒无侥幸的纹身。 四庄骇然, 似乎是意想不到自己会死。 外面, 一群儒雅的游客恰好走了过来, 围首的老头子呵呵地笑了笑, 抚须说道, 果然是其死啊, 如是道皆公, 这还供奉这个当国儿的。 各位猜猜, 死人乃何人塑像啊? 另外一名中年人说道, 垂流直虎, 有着免福, 这不难猜。 第三个人似乎没有猜出来, 沉吟说道, 明实着装, 此人又面积无虚, 偏偏官微, 自内而外, 怕是一名大员的。 第四人, 恍惚间有些明雾了, 呵呵地笑道, 哼, 我知道了。 第五个老者, 抬起手来, 几位先别说啊, 闻闻这年轻人吧。 秦坤正在沉吟, 那帮黑魂叫的家伙, 藏在什么地方呢? 一群中年人和老头子, 忽然把他给拦住了。 小兄弟, 可是来逛四礼服的呀。 秦坤没有搭理他们, 鼻子动了动, 父亲还有血腥味呢。 诶, 走什么呀, 老刘问你话呢。 秦坤一正, 僵硬地转过头来, 敢笑道, 各位前辈, 这寺里面有问题, 你们能先离开吗? 附近有几家农家乐不错的, 不如去吃吃鱼, 饮饮食啊。 哇, 尼玛, 这都死了人了, 你们没看到也就算了, 害他们有心思, 猜着供的是谁。 这里有多么阴森, 你们感觉不到吗? 年纪轻轻的, 怎么如此肤躁啊? 拦住秦坤的中年人, 有些不满。 秦坤深吸口气, 回道, 各位前辈, 我读书不多, 各位, 饶了我吧。 好了好了, 说明啊, 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爱好, 为难后生做什么呀。 为首的刘老拂须一笑, 虽然话说得客气, 但秦坤看得出来, 这老头眼底还是有些惋惜的。 秦坤心中有股气憋着, 这好端端地被别人给看低了, 谁都不服呀。 别急, 几位前辈不就是想知道这是谁吗? 这又何难? 有何难? 我们可都猜出来他是谁了, 难的是你自己好不好啊。 几个人看下秦坤, 不知道他耍什么把戏呢? 忽然, 这年轻人气势一变, 目光素了, 生如红中。 告诉他们, 你是谁? 气氛僵硬了两秒, 背手的刘老嘴角抽了抽, 歪着头, 率先走了。 几位中年人和老者也是跟在后面, 没怎么说话, 用手指着脑子, 又看了看秦坤, 叹歇了一声, 也是跟着出去了。 唉, 时风日下, 骨穴不腥啊。 供台直上, 那些人都出去之后, 塑像忽然周身一阵, 眼珠子蒙地转动了一下, 低眉, 看向秦坤那咄咄逼人的目光, 似乎有些惊恐, 一个声音, 自殿内, 回躺开来。 无奈, 大明九千岁, 魏忠贤。 走出殿外的刘老一阵, 有些欣慰。 还算是有些见识, 就是太顽皮了呀。 几个误以为秦坤脑子不好使的老者, 亦是附和的点头。 对对对, 偏偏要耍这种花子, 不过呀, 倒是有些见识。 这群人, 还以为是秦坤故意在那儿, 模仿太监说话呢, 只是觉得, 这年轻人有些意思。 一群人带着彼尸离开了, 秦坤也知道自己洗不清了, 这行为不是中二, 那是特别中二啊。 秦坤黑着脸, 瞪了一眼苏向, 心中埋怨, 对方怎么不早点出声啊。 苏向则是惊恐地看向秦坤, 刚刚的一身官威, 早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秦坤冷着脸, 换了个话题。 你杀的这个家伙, 有多少痛苦? 当时进店的有三个, 有两个跑了, 外面没进店的, 怕是有不少。 为什么那些洋人, 看不到这些死者? 上师说笑了, 静有静灵, 影有影灵, 慎有慎灵, 庙自然也有庙灵。 在我的店里, 还能够让这些洋人看到这些东西啊? 那小的就百被供奉了这么多年了。 说话的, 自然是一个小鬼, 为了收起香火, 便坐进了塑像里面。 妙灵也是寄生的鬼体, 为了不魂飞魄萨, 只能是寄宿在塑像之内。 什么时候塑像被拆, 或者是没了香火, 自然也就是灰飞烟灭了。 这老鬼倒是挺老实的, 秦昆点点头说, 这寺里面还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家伙? 那可不多, 十来个吧, 比起其他寺庙道观, 那少得太多了。 寺里面的铁蝉大神呢? 呃, 不清楚啊, 小的修为不足, 香火不剩, 还不能踏出大殿, 自然就不清楚老和尚的去向了。 走出大殿了, 秦昆往后面的厢房进, 乱蝉似的厢房干净整洁, 床板却是布满了油, 为数不多的几个蒲团, 被做得是油光赠亮的, 这包浆色泽, 恐怕哪去拍卖都有人收呢。 藏医道长他们转了一圈, 也是回来了。 秦岛家的, 偏远没人啊, 我们去后院转了一圈了, 只有一个委托地, 也没见到人。 厢房会灭, 几人将查探的情况汇总了一下。 寺庙五院, 总共死了十八个人, 全都是外国人的面孔, 但是却没有一个黑魂叫的余孽出现。 他们以为这次扑了个空呢, 但是意外地闻到了一股香味。 这是香水? 秦昆点点头说, 人应该下套在这里, 只是现在不在。 科技西桥里这老鬼都说了, 这群人是在练尸, 恐怕应该躲在某处阴学的附近呢, 到晚上才会回来。 这寺庙里面有古怪, 我今夜要守一夜, 你们去牧桥镇随时接应我。 你一个人, 这不好吧? 听了秦昆的建议, 藏医道长有些担心了。 放心吧, 打不赢, 我还会跑, 没什么不好的。 深山古寺里, 秦昆捋了一下思路, 觉得自己差不多, 准备齐全了。 如果他们有武器, 风魂枪, 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如果用法术, 手下鬼差, 则可以随意凋遣。 这寺庙明显是对黑魂教的人有敌意的, 这也是天然的优势。 秦昆思寸了一下, 这帮家伙除非有手雷, 否则自己应当不会出现什么安全的问题的。 现在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如果他们要跑, 自己只有两条腿, 可没有办法拦住所有的人呢。 下午, 零零散散的游客趁着天黑前都走了, 苍仪道长他们几人也是暂时告别。 风枪的时评电话打了过来, 发现秦昆位于一个寺庙里面有些意外。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还没有, 见到了不少他们的人, 不过都是死的。 风枪沉默, 这副表情秦昆几十年前就见过, 他沉默的时候一般是担忧的。 他们会不会再出手杀人呢? 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了。 这一点我无法保证。 残酷的景象, 秦昆也是不想见到的, 但是这一群人也有特殊的身份掩护, 又是偷偷摸摸地潜入的。 谁能摸清他们的方向呢? 而且还不知他们有多少余孽呢? 挂断风抢电话, 八方余楼寻老爷子发来短信。 线索已断, 渔夫翻船。 在哪翻的? 草头寨。 秦昆一愣, 这不是黑婆的地盘吗? 随后黑婆就打过电话来了, 恶狠狠地说。 清当假的, 婆婆的宅子被抄了。 秦昆说不清是什么感受, 还想安慰几句, 黑婆则是宁笑道。 不过放心, 婆婆之前就觉得有麻烦, 宅宅们全被送走。 宅子里是几个能打的, 一丝无伤的代价, 婆婆还受得起, 只是这笔账, 你可得帮咱算清楚。 会的, 一牙还牙, 一血还血。 黑婆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这才挂断电话。 不一会儿,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 派去丁梢的黄骨和尚, 对着电话里面说, 秦档家的有内鬼, 和尚今天见到那个小李, 黑群人接头了。 知道了, 你来木桥镇, 我给蒙队长打个电话。 秦昆迅速给蒙队长拨通电话, 嘱咐他要小心小李, 蒙队长得到消息有些意外, 不过听那口气, 似乎他早就已经猜到这个可能了。 放心吧, 金先生, 你注意自己的安全, 至于小李, 我有办法对付。 一个晚上, 堆积的事情一次发生, 就好像连锁反应一样, 大家都在暗中斗发, 各凭本事。 黑魂脚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情况则是, 绝对不让他们得逞。 晚上九点, 夜风哀嚎, 寺庙内的窗帘随风拍挡, 笑语出来, 低在身上, 冰凉透涕。 蜡烛被吹灭了, 秦昆静静地待在厢房里, 乱残死背后的山头, 一行黑袍人走了下来。 天眼凌空在夜风之中俯瞰, 那群黑袍人约没有二十多个, 精神肃穆, 手中各捧着一盏不灭灯, 出现在雨幕之中, 为首的身材高大, 莫为压阵的, 则是微微足足, 抬头向天空飘了一眼, 嘴角挂出了一抹笑容。 一道闪电照亮了他们的身影, 这群黑袍人随后又没入了更黑的雨夜之中。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即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尽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黑袍人从后院入寺, 鬼魅一般, 捕迷灯围绕着后院的围托殿, 摆出阵形。 时针的灯, 以倒无侥幸的十个交叉点为节点, 放在地上。 十八个人走入阵中, 静静地站在雨幕之下。 一个银场开始, 回荡在空中。 无所不能的真神, 让我用鲜血和疯狂来祭祀。 随着高坑的开头响起, 周围的黑魂教室图也是纷纷附和。 我会将一切奉献给你, 来换取您自愈的荣光, 让时间变成炼狱火海, 灼烧那些虚伪的善良。 民国, 武装, 十八位黑袍使徒, 忽然拔出钥匙一样的发剂, 朝着自己喉头, 狠狠地插下。 十八道血剑, 滋射天空。 他们倒下的瞬间, 施展不灭灯, 似乎有引线点。 阿迪出现火痕, 先后交织。 一个圆圈将尾托殿给圈住, 一个倒五角星出现在尾托殿的周围, 十八个人全部死亡, 但是随着阵法封闭, 背后的山头阴风怒吼, 数百归影, 先后飞出。 此时, 又有一个声色的口音出现在阵法中中, 他一字一顿地说, 你们的镇摩尾托已经被封去威势, 这座山头的地狱之门已经打开, 后悔刚刚没有阻止我们了吗? 秦军坐在床边, 天眼看着说话的人, 那个人也对着天眼的放下。 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 但秦军不清楚, 那尾托殿为什么那么重要。 在惆怅也是已经晚了, 秦军从来就没有后悔的心, 赤美亡凉, 不足畏惧。 白天见到的凡是死在这一座庙里面的尸体, 忽然, 依次从各个佛殿里面走了出来, 摇摇晃晃朝着镇中走去。 那些尸体各个魁梧, 秦军并不知道, 这些家伙生前都是血骑士, 而后来死的是八个人, 则是血祭司。 黑魂教的邪属和魂属于民国武装, 漫天黑风, 风中有鬼, 鬼起这天, 秦军浑身大了个激励, 怎么这么多呀。 十个只只不美灯的家伙还在镇中, 又多出了十八具行尸, 镇间是刚刚下山时为首的黑炮人, 镇兴是最后压镇的黑炮人, 加上行尸走肉, 二十八个, 还有漫天的鬼魅。 妈的, 这是其我华下无佛呀。 漫天鬼祭忽然被血阵拘禁, 十八具行尸, 血光阴阴, 好像是磁石一样, 把他们吸引过去, 这是锦煞, 还是吸魂。 风雨已经吹迷了眼睛, 这股狂风和台风过境有什么区别? 寺庙砖瓦被掀起, 腰风打着旋盘旋在天, 委托殿内一声巨吼传来, 但是血阵忽然皱凉, 把那个巨吼压制。 秦军看到振兴的黑炮人, 在朝自己开口说话了。 还不出来吗? 语言声色, 但是又有些清脆。 秦军穿上了很久没穿的飘云衫, 淋漓踢到, 把雨水震出体外一米, 无法沉稳地从香坊里面走了出来。 两方对之, 黑炮人看到一个势单力固的年轻人, 带着从容, 一脸淡漠地打量他们。 尊敬的东方驱魔人, 你好, 我叫奥莱因。 真心的黑炮人, 卸下了帽子, 竟然是一个女子。 她在真心静静地看向自己, 一具行尸朝着走了过来, 那女子吻在行尸的嘴唇上。 去吧, 替真神解决掉这个东方驱魔人。 得此一吻, 那行尸露出了人性化的笑容, 看向秦军的方向, 第一个, 踏出血针。 雨水落下, 飘云甚至尾, 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把他们阻挡在外。 秦军抬头, 一个先前见过的尸首, 宁笑着朝自己走过来。 如果记得不错, 这就是之前在门口护发金刚, 插死的那一位。 现在, 则是一具批尸鬼。 老茶仙, 出来。 秦军身后, 一只被腰斩的大鬼出现, 虚影凝视, 让面前的批尸鬼有些意外。 只不过, 他大量了一下那个大鬼, 鬼气多而不利, 他嘴角露出了一抹凝笑。 面下, 在下不太会斩斗啊。 茶仙鬼心中已惊, 夜幕下白鬼夜行阴风逃天, 他是八只鬼将里面 最不能打的。 主子怎么把他给交了出来? 不让你打架, 煮茶。 煮, 煮什么茶啊? 不语茶。 这个不难, 但是不语茶需要让一位阴魂来弃茶, 这样才能知晓他们的语言。 面前的不就是吗? 清昆说罢了, 那只批尸鬼恰好扑了过来。 清昆一脚踏地, 拳头紧握, 凶猛的力道蓄力在手, 浑身犹如一座炮台, 接着紧绷的一拳 朝着扑来的批尸鬼打了过去。 截止就是拳头入肉的声音, 这一拳也太响了。 那只批尸鬼自胸口开始, 浑身骨骼尽数被震散, 表情从猙獰变得难以置信。 虽然痛苦是十分之一, 但巨大的震颤, 还是把所有的痛楚, 自四肢白骸传入神经中枢, 一声痛楚男人的嘶吼声响了起来。 嗡的一声, 下一刻一个阴魂被踏出体外, 他表情愕然, 发现自己浑身已经开始结冰, 竟然无法动弹。 清昆打手张开一张冥王, 把他困在里面, 朝着茶香柜丢了过去。 让他击茶。 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这也太快了。 不仅是那一位束手就轻的阴魂, 就连面对振袭的那个黑袍女人, 也是无比的恶然。 从出手到北琴, 就一个回合, 这可是血气室的尸体, 加上血气丝的灵魂呢。 法术还没有用, 就被人给捉去了。 茶香鬼虽然不擅长打架, 但本身境界还在。 看灵力不动, 这应当是一只被制住的鬼将, 而且还受了重伤。 对方还在网里, 插险过一记暴力, 砸在了对方头顶。 你弟, 快快地起茶。 那阴魂生前是黑魂教有身份的人, 因为信仰狂热, 才舍身合魂, 怎么可能会受一只鬼的呵斥呢? 宁晓刚刚露出, 忽然脸上挨了一巴掌, 胯下被茶香鬼抬腿猛踢。 那阴魂浑身一惊, 勃然大怒, 但疼痛让他愤怒的表情, 坚持不到三秒, 就迎来了第二脚。 我说的话没听懂吗? 这第二脚让他伤伤加伤, 阴魂疼得直冒凉气, 闲心哭出来。 但是这家伙在说什么呀, 自己真的是听不懂啊。 阴魂怂了, 夹着双腿, 畏畏缩缩的, 看到茶香鬼让他拿了一个茶壶, 他急忙着作, 乖乖地起了几杯茶出来。 院中有时, 茶香瓶摆出, 秦坤坐在石头上, 端起茶水饮香。 还有谁, 过来临死? 标准的轮吞枪, 秦坤身板挺直, 侧头看向那个发质。 振心的女人失分意外, 却是对秦坤更加好奇了。 亲爱的东方驱魔人, 你的术法还真是神奇, 我都有些不舍得杀你了呢。 名叫奥莱颖的黑袍女子, 撩了撩半拳的头发, 朝着三具披尸鬼抛了个眉眼。 三具披尸鬼热情地凑了过来, 欲气深了。 奥莱颖收回嘴唇, 舌头填着嘴边带血的口水, 微微地笑道。 去吧, 杀了他。 真神的威严不容亵渎。 亲个嘴就能让别人死心塌地地卖命, 秦坤直探是侍奉之下呀。 难怪欧洲的教廷发展史上, 女人大多数是神棍的玩物, 这个真是龌龊呀。 三个皮尸鬼成品字形走了过来, 秦坤微微笑了笑, 桌上的茶碗被手指拨弄, 扣在茶瓶上。 清白朱玄作四方, 春草兴土碧泥堂, 天穷盖地耿赴婉, 武器锁轨, 画天刚。 这正是傅晚镇, 今晚在等待黑魂教室, 周围早就在各个角落里布下阵器, 现在用出来, 时机刚好。 三个皮尸鬼正在走来, 忽然视线一黑, 互相愣住, 周围不见风雨, 不见同伙, 不见寺庙, 就他们三个人, 孤孤零零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地面, 似乎还是刚刚庙宇里面的土地, 只是周围的景象非常地灰白淡漠, 似乎整个世界刻意被模糊了。 东方的阵法, 其中一只皮尸鬼愣住, 嘱咐道, 克莱夫, 奎林, 用咒鱼。 另外两只皮尸鬼, 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敌嘴的黑盐, 请洗涤我虔诚的信仰, 和恩赐于我的荣光, 把而磨火。 三具皮尸鬼的脑袋, 火焰熊熊, 头颅裂开, 鸡脚出现。 火焰将头颅包裹, 同时蔓延全身, 就好似地狱里面爬出的恶魔一样。 你没有火, 我也有。 秦昆拳头碧绿的冰眼出现了, 忽然他有了一种感悟, 似乎体内的液火, 也在蠢蠢欲动呢。 难不成, 液火能用大盐缠鸣手驱使吗? 秦昆一证, 他的液火很单一, 除了液火神刚之外, 还没见过什么技能可以驱动液火。 秦昆试了一下, 却发现自己想错了。 液火并不能被大盐缠鸣手驱使, 但是, 液火能把那幽绿的冰眼给吸收掉, 似乎有吞噬的声音响起, 那些绿火瞬间钻进了秦昆的体内, 他手掌的血管中, 绿光若隐若现, 随着血液在流淌, 与液火融为一体之后, 两只手宛如翡翠。 秦昆不可思议地看着双手, 难怪杨慎的大盐缠鸣手被称为匪醉手的, 这种因倒数而出现的质变, 简直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啊。 对面三只披尸鬼各自念出咒语, 冲了过来, 他们不用去破阵, 直接把秦昆杀了就好了。 看到是找的人过来, 秦昆大笑, 迎头而上。 呵呵呵, 东方驱魔人, 巴尔摩火乃是止血阴火, 你的灵魂都会被灼烧成渣。 其中一个人正在说话, 忽然间下盘没了重心, 朝前面趴去, 那东方驱魔人不知何时, 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一脚横扫, 让他跌倒。 然后, 一颗碧绿的拳头, 迎头打来, 横的一拳, 从十一道阴魂彻底爆掉, 就好像爆掉的西瓜一样, 恶心的不恶心的液体, 统统飞散出来, 尸体落地, 秦昆踢开面前死透的家伙, 甩了甩拳头。 呵, 这群羊头怪的头, 还挺硬的。 对方身上的火焰, 丝毫不能灼伤自己, 秦昆对这个结果, 十分满意。 他转头, 看向了其他两个人, 该你们了, 一起来吗? 奥莱因现在非常的疑惑, 因为在他的视线里, 秦昆和刚刚出阵的三个黑魂使徒, 全都不见了。 这是东方的障眼法吗? 奥莱因暂时没有办法出阵查探, 因为他还得镇压委托店里面的委托呢。 不过, 每到三分钟, 那位东方驱魔人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了。 奥莱因一致, 这怎么可能? 奈维德, 克莱夫, 奎林, 三个人都已经死透了, 十一倒在雨中, 动都不动, 那年轻人依旧是毫发无损, 胸口只是有些起伏而已。 这不可能, 你是谁? 奥莱因头一次, 觉得低估了秦昆了, 他能确定这年轻人有些实力, 不然也不可能只身一人待在这个地方。 在下山时, 天眼窥探的那只眼睛肯定是他的。 但是奥莱因想不到, 这年轻人强得有些超出了想象了。 四举民国武装, 一子死亡,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还需要这些人手去做一件大事呢? 奥莱因, 我去吧, 这个东方驱魔人有些古怪, 他和那个没我们赶走的和尚, 似乎实力相当啊。 枕间看护不灭灯的魁梧男子开口说道, 奥莱因咬着牙, 脸颊有一抹因生起而腾起的红月。 罗因, 你去杀了他。 他没有理会那魁梧男子, 朝着身边一位看护不灭灯的黑袍使者说道, 荣幸之至。 一位黑袍人掀开了帽子, 是一个精致的白人面孔, 走上前来, 主动地和奥莱因吻在一起。 勤困沉默地看向对面, 这你马又亲上了, 这里面的人只要出战, 就得亲那个妞儿一下嘛。 如果不是对手, 这真想当队友啊。 秦坤先是惋惜, 但随后就是目瞪口呆, 因为他看到不只是亲, 那白人缝死地脱下了奥莱因的上衣, 两只白兔落落在外。 他小心地捧在手里, 挽捏起来。 Oh my God! 秦坤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么刺激相应的场面? 看到那白人, 用各种方式把玩了一会儿, 被奥莱因给推开, 这才恋恋不舍地, 从阵法当中, 走了出来。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你好, 东方驱魔人, 我是洛伊。 白人彬彬有礼, 除了额头上那个明显的倒屋脚性血痕, 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邪教徒。 你好, 我叫王钱。 秦坤自从上次投用的妻女, 被黑魂叫绑架之后, 就不打算再报真名了。 王钱的名号爆出来, 洛伊黑黑地笑了笑。 黄烟是骗不了真神的试图的, 不过, 我也没打算知道你叫什么。 秦坤并不知道, 对方是从哪里看出自己说谎的, 只觉得此时此刻, 洛伊的眼神有些奇怪。 秦坤的视线开始天旋地转, 这才发现, 洛伊的眼睛出现了漩涡的模样。 巨大的耳鸣声在瞬间出现, 频率波动到极致之后, 又安静下来。 秦坤只是一眨眼, 就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铺着寿坛的暖和房间里。 壁炉的拆火在燃烧, 屋子里一点烟味都没有, 桌上是剩了一半的红酒, 一个沙发之后, 传出了以泥的声音。 瞬间, 秦坤走了过去, 赫然发现沙发上 躺着赤条条的洛伊和奥莱英。 两个人正干柴烈火地交织在一起呢。 你来了? 洛伊像是招呼老友一样, 招呼着秦坤。 他站起身来, 试一头。 要加入吗? 这个尺度, 让秦坤一时半会儿无法接受。 哼, 装神弄鬼。 秦坤手掌一番, 忽然发现自己的系统在这里竟然失灵了。 弹性空间里面的法器什么都取不出来, 但是对方从墙上取下来一杆猎枪。 不加入, 那就不要乱动哦。 双管猎枪指向自己胸口, 秦坤又发现所有倒数也不能用了, 只能是兴兴地举起手来。 等等, 其实要加入也不是不可以。 哼哼哼, 这是我的欲望所化, 舒适安逸, 加上奥莱因, 我的所有欲望。 在这里死去, 你应该荣幸。 那死前我能喝杯酒吗? 可以。 碰的一枪, 打碎了酒瓶子。 洛伊一边上着子弹, 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碧炉旁的杯子里面还有一杯, 那个酒瓶你就别想拿了。 酒水建设, 秦坤无法去世飘云山, 有些狼狈。 他坐在碧炉旁边, 一口一口地抿着酒, 打亮着洛伊。 两人距离有五米, 双管猎枪等同于是超大型的沙喷, 一枪喷中那肯定得死。 圣结中死亡等同于是精神重创, 秦坤没办法去冒险。 重伤之后的秦坤, 哪怕出去以后能杀掉洛伊, 也会被其他人给干掉的, 坚决不能死啊。 但是怎么接近对方, 或者让他把两发子弹都用掉呢? 秦坤忽然发现壁炉上的餐盘里, 有一对刀叉。 洛伊, 死之前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你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炼制几具尸体吗? 不是, 我们需要更强大的阴魂, 为真神献祭, 那些死尸只是器皿罢了。 罗伊说得很抽象, 但是秦坤不会管他说的是什么, 放下高脚杯, 好奇地说道, 那你的欲望里, 难道就没有真神献身的想法? 这里应该是地狱才对啊。 洛伊表情扭曲, 冷声说道, 我从来不相信真神会降临人间, 因为没有什么躯体, 能承载那么强大的意识。 别开玩笑了, 你们的信仰主神只是一个意识吗? 是意识, 是力量, 是你所不能知道的全知之神, 他在这个世界无所不能。 放屁, 无所不能的话, 他怎么不告诫你, 不要招惹我? 秦坤忽然饱和, 一个高脚杯甩出来, 秦坤单脚踏在笔炉上, 弹射而出, 餐盘里面的刀叉 也被他摸进了手里。 洛伊情绪不稳, 看到高脚杯飞来, 下意识地开了一枪, 却发现那竟然是对方的算计。 我说了, 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做梦, 一把叉子被秦坤甩出来, 洛伊冷笑道, 哼, 同样的把戏, 别玩第二次。 洛伊根本就不理会, 身子一侧, 打算躲开。 秦坤掩起手快, 手下残刀迅速甩出来, 奇准无比地, 射向洛伊的眼睛。 谁跟你玩第二次? 速度太快了, 洛伊竟然没办法躲开, 残刀插入眼窝, 洛伊吃通大叫, 秦坤迅速跟上。 我说了, 你必须死。 看到秦坤扑了过来, 洛伊竟然忍住疼痛, 掉转了枪管。 谁想死还不一定呢? 只要把身体的施术者提起弄死, 就不会受到重伤的。 秦坤扑过来, 死死地抱住了洛伊的脑袋, 猎枪也抵住了自己的胸口。 响声响起, 秦坤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被射成了筛子, 整个人脑子是一片空白, 被巨大力道打得向后面飞去。 不过秦坤烈嘴一笑, 他记得一件事, 刚刚对方开枪的一瞬间, 他已经把洛伊的脖子给扭断了。 身体破碎, 秦坤一时恢复, 捂着胸口, 冷寒好像自来水一样的低落。 刚刚那一枪的感觉太逼真了, 胸膛被打扎的感觉, 到现在还让他呼吸不长呢。 感觉器官已经无法正常的运转一样, 好在洛伊提前被自己给弄死了。 面前的洛伊双眼发直捂着脖子, 表情惊恐地往后面推着, 他两个眼球忽乱地转动, 求救一样地看向其他的黑魂教徒。 这是圣洁凡事的结果, 洛伊没死, 但现在成熟的痛处, 丝毫不亚于脖子被扭断的感觉。 赫莱因, 救我! 没有人能救你。 秦坤走了过去, 捧着洛伊的脸颊, 挂上了一抹笑容。 站住, 放开他! 放开他, 别天真了。 秦坤看了一眼奥莱尔, 在洛伊求饶的眼神之中, 双手用了一扭。 洛伊的脑袋被转在了后面, 尸体瘫倒在地上。 还有人吗? 看向对方的枕中, 秦坤静静地发问。 雨还在下, 似乎漫天阴风, 有一瞬间地停止, 没有人敢回答。 不过苍茫的雨夜, 一个痛苦的吼声, 自委托殿里面传来。 秦坤畏畏错愕, 随后, 他看到委托殿里, 一个巨大金光虚影, 自佛殿之中, 站起身来。 谋乃枕模护法, 何妨妖孽, 胆敢饶我。 一尊威严的英灵, 手指降魔杵, 身上金光四射。 这, 是委托啊。 出来了, 贝洛克, 挡住这个东方驱魔人, 其他人, 跟我来。 九个直等人, 除了镇间的魁梧男子, 朝着秦坤走过来, 其他人包括十四具行尸, 一起冲向了委托殿。 卵蝉四, 怎么还有英灵? 不是英灵, 英灵的气息还要纯正, 这是圣灵。 刚刚那个金光, 秦坤不会杀到, 当那是身险险灵。 那股气息, 威烟而不是厚重, 却没有其他阴魂那股力气, 定然是灵体。 灵体有福宝为英灵, 福宝众多为圣灵。 秦坤的鬼差里, 水河上已经算是英灵之体了, 眼底有佛光, 离圣灵也差不了多远。 而且秦坤发现, 茶仙鬼似乎也是英灵之体, 但二者和面前的金光相比, 就差得太远了。 南雾城这群人来这里, 是捉这一只圣灵的? 之前, 秦坤见过一只圣灵, 那是第一次碰见杜秦涵的时候, 杜秦涵当时被叛家派来的人追杀, 那群人的目的就是杜秦涵手中的圣灵。 在摸读时, 秦坤更是得知, 圣灵就是教廷中的圣水, 传说中的大补之物, 难不成他们想把这只尾驼抓去当饮料吗? 东方曲莫人, 你还有心思顾及其他吗? 一个魁梧的黑袍人走了过来, 朝着秦坤咧嘴笑笑, 帽子拽下来, 头发背竖在脑后, 眼眶深邃, 鼻梁高挺, 他的额角是两个小小的鸡脚, 瞳孔是罕见的方形, 就好像是羊一样。 秦坤看向对方, 好奇地问道, 这次你出阵, 那女的怎么不让你占便宜啊? 魁梧黑袍人一愣, 没想到对方竟然会问出这个问题来, 他淡淡地说道, 欧莱因是我的伴侣, 我并不需要占便宜。 他是你的马子? 那他奶子被人摸了, 你也不管? 魁梧黑袍人勃然答案, 一把链锤出现在手中。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 你该关心关心自己的死活。 秦坤逆尘步涌出, 轻松地闪开链锤, 肉薄的话, 自己谁都不虚。 我说, 你的心也真够大的呀, 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马子被人给摸了, 你竟然无动于衷, 我要是你一头撞死得了。 魁梧黑袍人的道德观早已扭曲了, 这件事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不知为何, 经过秦坤的提醒, 就容易火冒三丈。 黄皮虫, 记住, 我叫贝洛克, 死了以后, 欢迎你找我复仇。 魁梧黑袍人凶猛地冲了过来, 身体好像是坦克一样, 炼锤就是他最为致命的武器。 这炼锤, 秦坤觉得, 即便自己用上鬼灵声, 挨上一下子, 也差不多就该去了。 再次躲开, 炼锤砸到了院中的一个石灯, 见到秦坤还在躲闪, 魁梧黑袍人拿起碎掉的灯亭, 朝着秦坤用力砸了过去。 别想躲了, 抚摸发炼。 魁梧黑袍人脚踩大地, 忽然间, 地上钻出了无数条的链条, 把他的双腿给缠住。 链条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所化, 出现后, 秦坤距离甩出, 迅速挣脱, 但是石灯已经砸了过来。 秦坤的手中, 钉头柱出现。 就你有一帮子蛮力吗? 钉头柱握在手里, 秦坤肌肉球解, 轮圆钉头柱, 打棒球一样, 把石灯打得粉碎。 呼口一震, 钉头柱嗡声颤动, 秦坤死死地捏住, 头顶, 魁梧黑袍人甩着链锤砸了下来。 还有力气当我这一击吗? 石灯刚刚被砸碎了, 黑炮人随后就到, 显然对方是算计好了后手, 并且全力以赴的。 秦坤来不及说话, 爆喝一声, 用尽的力气, 在此源源不断的凝聚, 填满肌肉球机的臂膀, 轮机钉头柱, 朝着铁链打了过去, 噔的一下, 嗡声俱响, 金属交际刺的耳膜生腾, 钉头柱寸寸碎裂, 化为碎片, 魁梧黑袍人的脸锤, 也被距离绷断, 脱手而出。 力气好大呀。 黑袍人看着自己带血的虎口, 难以置信, 自己全力以忌的力气有多大, 他是清楚的, 再加上脸锤是透点打击, 所有力道都集中在锤柄, 加上惯性之力, 锤心的力气, 能将自己的力气暴涨三倍不止, 可对方的钉头柱, 能和自己平分秋色, 那岂不是证明, 他的力气比自己还要大, 这怎么可能呢? 魏托殿忽然出现了蜂鸣巨响, 八位黑袍使徒和狮死行尸, 被一股澎湃的波度, 悉数震出殿外。 奥莱因吐血倒飞, 大声念叨。 一阵神之明。 银唱声跟着附和。 地狱的恶魔, 听从我的召唤, 真神会赐予你荣耀和永生, 你们将奉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回报, 让血痕星辰, 重灵世间, 惩治虚伪和一切丑恶, 撒旦之手。 倒五角星针发上空, 呼啸的阴魂同时发出了惨叫, 天空起歇, 白鬼被不灭灯缠绕撕碎重组, 凝聚成了一只魔爪, 天空拍下。 韦托殿成为匪墟, 里面那只金光蓄影受到重伤。 就是现在, 抓住它! 奥莱因大声地吩咐, 黑魂石头前伏后击, 向着破碎的韦托殿冲了过去。 那便是河门后裔, 素来助我! 韦托的声音带着虚弱, 朝着秦坤大声地吼着, 秦坤面前, 魁梧黑袍人咆哮一声, 鹅脚, 鸡脚掌出, 后背出现骨痴, 头颅裂开, 血光蹦践, 朝着秦坤鹤头, 东方驱魔人, 你过不去的! 一灵牛魔敌看, 二灵叙尸话不详, 三灵残僧宁佛月, 四灵无首, 阵阴阳! 阳头怪对面, 一尊牛魔喷着粗气, 朝着对方冲撞而去, 不想死的话, 闪开!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木桥镇下起了雨, 藏医道长, 赵无面, 黑婆, 被一管老金, 坐在招待所里, 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得团团转。 秦坦家的还没有消息啊, 是不是乱餐寺里面出事了? 咱们要不要去看看呢? 这都是秦坦请来祝泉的同道, 这些天却待在这里毫无座位, 有些烦躁。 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对付几只小虾米还是没有问题的, 藏医道长去看看嘛。 冰医官老金抽着烟问道, 乱馋寺那种地方太邪了, 风水鼠阴又是大晚上的, 当年佛灵死的圣僧, 贸然前往都是昏迷不醒。 那事儿已经把乱餐寺附近 渲染得神秘恐怖了, 自己几斤几两, 能够去探那龙潭虎穴呢? 金门客呀, 不是拼到害怕, 但我们这样过去, 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啊。 老身的寨子都被拔了, 这仇一定要报, 不能再等了。 黑婆阴厉开口, 深入沟河的发灵纹, 加上三角眼, 让他看起来格外的可怕。 贫导也觉得, 该去看看。 赵吴冕也说话了, 苍蝇道长假不住他们的要求, 只好叹了口气。 嗯, 那就去吧。 从沐桥镇到乱蝉寺 还有一段距离, 他们打着手电, 晚上风雨交加, 泥泞难行, 几个人走着走着, 发现前面不太对劲了,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在往乱蝉寺的方向走呢。 诶? 赵吴冕撵着雨水, 闭着眼睛, 掐指一算, 表情意外地说道, 洋人, 前面有不少的洋人在呢。 狂风大雨之中, 五个人走了没多久, 发现有静白的洋人, 他们没有雨劈雨伞, 也没有打手电, 鬼魅一样地 走在泥泞的路上。 各位, 那晚上山路难行, 有多泥泞,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赵吴冕走在前面 拦住了一个人, 他看到这群人衣着各异, 有穷有富, 看表情都有些狂热, 走在雨水里面, 似乎在享受仪式一样。 哼, 老兄不懂了吧, 我们去见证神迹呢。 神迹? 黑伯冷笑了一声, 不留情地说道, 哼哼, 大晚上, 来这里只能见到鬼, 见什么神? 婆婆看你们冒雨前行, 怕是中邪了吧。 哪来的老太婆, 胡说八道。 不少人开口喝嘛, 黑伯和其他几人, 见到这群人的神情, 觉得他们八成是中邪了。 黑伯摸出一个草扎的小纸人, 念念有词道, 草头摘中草头树, 草头神前供草木, 无鬼不尽无气出, 无神无目无形度, 赌鞋傀来。 黑伯夹着一根眼针, 飞快地扎在旁人的眉心上, 一滴血伸出, 被挑在针尖, 黑伯迅速把眼针, 插入了草扎的小人头顶。 鞋法献行? 那被挣扎过的人, 只感觉眉心一样, 挠了挠, 也没有什么别的反应。 他看到黑伯神神叨叨地在念动咒语, 咧嘴骂道, 你才是神经病呢? 我们继续走, 别管他们, 几次输了, 此事前一定要赶到那个寺庙, 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群人走远, 藏衣道长几人围着黑伯, 黑伯看着草人的表情有些呆滞, 又狐疑地看向他们。 没中邪说, 阳气完好, 还没被鬼魅影响, 难不成, 这群人真是灵坏了脑子? 冰医馆老金说道, 听他们的口气要赶往寺庙, 这里就有一个乱禅寺, 那帮人八成是大自在教的教徒啊。 你是说, 他们被秦当家要吵到黑魂教, 给蛊惑了。 赵无眠说道, 一定是了, 大晚上的这群守屋腹肌之力的洋人, 冒雨去寺庙里面什么意思? 藏衣道长有些担心地说道, 先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无论如何得看好这群人, 也算是帮秦党家的解决一个麻烦。 乱禅寺内, 秦坤闷哼俱吼, 和变成羊头怪的贝洛克撞在了一起。 贝洛克倒飞而出, 巨大的身躯砸在雨地里面, 溅起了一地的泥浆。 恶魔附身? 阵法中的女子奥莱因, 看向秦坤的模样, 忽然喝道, 贝洛克, 别惊敌, 这是那个杀了莱布尼茨, 普尔曼, 卡曼的人。 黑魂教这一段时间, 在华夏折损了三伯人手, 凑巧的是, 三伯人都是秦坤杀的。 奥莱因此次的目的, 并不是寻找法器兴毒的, 所以并没有怎么注意秦坤的消息。 不过秦坤这个人, 他挺教育的野心人是提起过的, 这个牛魔, 就是屡自于他们为敌的华夏驱魔人。 原来是你? 夏洛克狼狈地站起身来, 扬眼钉向秦坤, 面前一只铁蹄, 忽然自虚空之中出现, 凶猛的大碍。 贝洛克再次口吐鲜血倒飞, 后背砸在了寺院的院墙上, 他立声喝道, 恶魔赴神吗? 我也会。 以堕落地狱之名起事, 我以虔诚和信仰, 圆化为地狱的星辰和荣光, 恶魔赴神。 秦坤看到, 贝洛克身后的骨翅生长飞快, 骨翅没一会儿就变成肉翅了, 然后他的脸颊恢复了原样, 甚至五官, 比起刚刚更加的阴柔。 口中獠牙长出, 贝洛克食指张开, 又紧紧地握住。 一圈气浪波动而出, 积散了雨水, 贝洛克身上的翅膀, 猙獰地竖张。 鬼铃身? 秦坤看向贝洛克的状态, 刚刚的三重变化, 对方可能是个三鬼铃身的家伙。 鬼上身这种术法, 一正一斜, 意志力不坚定地, 很容易受到铃身之后的反噬。 看对方的样子, 三只鬼已经是十分勉强的状态了。 不过, 此时的对方比刚才更强了。 现在, 你还能打中我吗? 贝洛克一拳把秦坤击飞, 然后飞在天上, 保护速度将地面上的秦坤 犹如沙包一样对待。 刹那剑无数拳头招呼在身上, 秦坤双臂疙瘩, 眉头紧锁。 这速度太快了, 这是什么鬼铃身呢? 秦坤尝试反击, 哪怕是用处破虚, 竟然也连对方的衣角都摸不到。 那边的还撑得住吗? 秦坤护着脸对着韦陀吼道。 小看某嘛, 我只是被毁了法身塑像, 所以气息被压制。 否则, 就凭他们能乃我何? 韦陀的语气已经比刚才虚弱太多了, 妙灵这种灵体一旦妙宇被拆, 基本上就进入回光返照的状态了。 看他的状况, 恐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吹牛逼呢? 多撑一会儿, 等我解决了这个羊头怪, 我就过去救你。 呵呵呵, 想让我魂飞魄散, 还早得很, 还我法身。 庙宇的废墟里, 香灰混着雨水, 蠕动成了一个活物。 那活物将破碎掉的韦陀塑像粘合, 金光钻入, 那个原本支离破碎的韦陀, 竟然活动起来。 身高三米, 金刚怒目, 手指降魔杵, 朝着秦坤说道, 呵呵呵, 如乃和门后裔, 今日鱼如并肩作战, 快未至极。 傅宇山, 傅宇山, 你是那只黑犬, 你才是黑犬, 今天你爱死哪儿去死哪儿去。 秦坤怒气穿过雨幕, 朝着韦陀大吼, 韦陀刚刚粘合着身体, 忽然被地下钻出的锁链缠绕, 下半身被包裹成粽子一样。 锁链把其刚刚粘合的法身给搅碎, 韦陀叹息道, 看来今日某定然要死了, 也罢, 看你没有趁手武器, 这个送你, 今日若能脱困, 急得帮我报仇。 韦陀佛灵力气荡, 睁开缠绕自己的锁链, 手中降魔杵朝着秦坤跑了过来。 羊头怪被洛克肉吃一张, 跃起将降魔杵给结下。 呵呵呵, 可爱的东方圣灵, 感谢你送来的武器。 围托一笑, 邪魔外道, 不足道。 忽然, 羊头怪脸色一变, 手中降魔杵变得处于千斤, 带着他迅速下沉。 贝洛克又摔在了地上, 降魔杵压着他, 让他难以动弹分毫。 秦坤愕然走了过去, 一脚踩在贝洛克的胸口, 然后把那根降魔杵给拿起来。 得到法器降魔杵, 委托法器, 受万事香火, 以家成真, 每香一抹, 增重一分。 综合评价, 千斤处打万事魔, 从无敌手。 很简单的介绍, 很趁手的法器, 秦坤握在手中, 这才发现, 这根法器乃是木头所致, 但是很重。 这里面全都是阴魂的重量。 一个灵魂二十一克, 千斤之重的法器, 到底有多少阴魂, 成了棍下王魂呢? 其实, 没你帮忙, 他也打不过我。 不过, 谢了, 对方送法器, 明显是觉得自己撑不住了, 在帮自己的忙呢。 不过秦坤确实还没有出权力, 毕竟夺叶刀, 鬼月丸都还没有寄出呢。 夜火神钢之类的招数, 也还没用呢, 但是委托这份心, 他领了。 降魔柱拿在手里, 秦坤低头一笑, 邪魔外道, 不足道。 口诀念初, 忽然间, 沉重的降魔柱垂下, 直接, 捣穿了贝洛克的脑袋。 不自量力, 委托的东西你也敢拿。 这根降魔柱, 乃是早木雕刻, 如果乱禅寺建于耸末, 那么距今, 已经将近千年。 供奉千年的降魔柱, 这么多年, 不知降了多少的邪髓恶灵, 和虚法成的逃神对剑是一样的, 这东西可以算是天威力气了。 贝洛克倒在地上, 脑子里红的白的, 留了一地。 秦坤单手替着降魔柱大喝一声, 朝着五星血震冲了过去。 那围首的女子冷声吩咐, 迅速散开, 合魂魔, 后方压阵。 你魔锁链。 针法之中, 所有黑魂脚的脚徒齐声迎合。 十四具行尸, 以及其他的黑魂使徒, 浑身出现了互相交织的血光。 血光如显, 将每一个人都缠在一起。 这邪术秦坤见过, 是生命共享, 单兵重振, 刚刚进来, 那只尾佗是惊恶无比。 你怎么能提得起我的法器啊? 秦坤见到他虚弱, 多叶刀化作柴刀, 砍断了那些缠绕在尾佗身上的黑气锁链, 把他扛在了肩上。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一尊两米四的牛膜, 扛着一个比自己还要大的阴灵, 项目处被他收紧了贪性空间里, 手上拿着柴刀, 左突右看。 这些邪徒, 生命共享这种奇葩的邪术都有, 秦坤觉得无比的棘手, 哪怕砍倒两个, 他们旺盛的生命力, 都会让伤口迅速愈合。 更奇葩的是, 其中一个黑魂使徒脑袋飞天, 落地之后被他接住, 还能继续安在脖子上面。 这下子是杀不完了呀。 秦坤看到, 地上的道无侥幸法阵在提供灵力, 他们的邪术也在提供生命力, 阵中的很多辅毒邪气都朝自己扑过来, 秦坤浑身疼痛, 冷寒直流。 论经验, 秦坤发现, 他们一开始为了保证稳妥, 几乎不会出阵, 那么阵中就是他们的天然优势, 在这个地盘跟他们打, 不明智。 滚! 秦坤托进一刀, 怒目抱贺, 砍飞两颗脑袋直逼振心的奥莱因。 东方的驱魔人, 敢闯邪心阵, 你的勇气可佳, 不过, 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秦坤抬手一刀, 把奥莱因从头到脚劈成两半。 徐颖晃动了没一会儿, 奥莱因再次恢复了原状, 脸上露出了玩味的表情。 放下这只圣灵, 我放你出去。 血震之中, 废墟之上, 徒弟变成方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勒出了一座欧式教堂, 把秦坤困在里面。 穹顶拱窗, 一个缠着荆棘的道师子面前, 坐着一尊恶魔。 石香赤裸上身, 还在呼吸, 他的胸口是道无脚星的纹路。 讨石子, 道无脚星, 血经济教和黑魂教, 两脚同源。 教堂宿目, 甚至不少虚影在教堂里面坐着礼拜, 正做的恶魔是个活物, 除了胸口气浮, 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教堂椅子第一排, 一个黑袍人转过头来, 帽子脱下, 是一个女子, 奥莱因。 把那只圣灵抢回来。 花音刚裸, 宫窗的玻璃碎掉, 七八个邪恶祭司出现在窗口, 吟唱着法舟。 那些做礼拜的人, 尽数变成血水, 流向了正做的恶魔。 恶魔洞, 勤困脖子发麻, 现实中困不住自己, 就来圣洁吗? 那恶魔身上的灵力波动极其强大, 仿佛是把所有人的灵力全部汇集起来, 共同召唤出的一样。 感谢您的收听。 放我下来, 区区恶魔, 不知好歹。 放你抹了个头, 你真以为自己是伟陀呀。 秦坤是发现了, 这阴灵钻入伟陀塑像守人供奉, 时间久了, 容易迷失自己。 伟陀是谁? 那是佛教的护法呀, 四大天王挥下的诸将之手。 传说中, 伟陀很能打, 伟陀的一股被魔盗走, 就是他给追回来的。 伟陀有多能打, 秦坤不清楚, 但肩上这个家伙, 纯粹就是个花架子。 庙都被拆了, 明显那个阵法把他磕得死死的。 这种家伙对付些恶鬼和同等级的阴魂差不多了, 这群黑魂使徒明显都有诡强的灵力波动, 你怎么打呀? 圣灵被秦坤吼了一句, 缩着脖子。 那, 那你放我下来, 我被你扛着很没有面子呀。 你再被那些黑气锁链缠上, 连命都没了, 要个屁的面子。 我庙都被拆了, 早晚都得魂飞魄散。 这样死太无我呢。 少废话, 我有办法让你活, 别给我添乱。 自家地盘上的阴魂受人欺负, 那和自家的狗被人欺负了差不多呀。 打狗得看主人呢。 这阴魂化作伪托, 有圣灵的功德。 为了安稳阴阳, 做了无数的好事, 秦坤绝对不允许他被别人给宰了。 庙堂中那个恶魔素想动了, 魔爪张开咆哮一声, 朝着秦坤冲了过来。 在外面你们都困不住我, 在圣洁里你们也杀不了我。 无边夜火缠熊魂, 十四阴妙, 正鬼神, 夜火神刚。 羊灯交织成红袍, 披在牛魔的身后, 冷面肃末, 单手提刀, 肩上还扛着一个巨汗。 清坤看到那只羊头恶魔冲了过来, 柴道挥舞成花, 朝食至简, 风魔六道。 随到武动, 一处地狱之门洞开, 那尊恶魔小声震耳欲聋。 我正是从地狱而来, 你的地狱能困得住我吗? 恶魔朝着地狱虚解随手一抓, 地狱之门被捏爆在当场。 大胆, 切木歪刀, 死不足惜。 盘观之危, 每一声都变得震耳欲聋。 十个子一大胆开头, 正在庙堂第一排看热闹的奥莱因倒飞吐血, 随后八个子, 让其他八个黑魂使徒口吐鲜血, 从四周的拱窗上跌落下来。 没有了这一群人的灵力之耻, 恶魔一正,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溃散。 清坤拆刀在手, 迅速看剧。 小手, 我看你如何能活? 一群废物, 请让我摆在这种人的手上。 恶魔不甘地大叫, 随后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觉得在那一瞬间, 自己脑袋和脖子一分为余。 神经破碎, 还想往哪里走? 清坤的刀剑直向地上的奥莱因, 厉声问道, 东方驱魔人, 你杀不了我。 生命共享而已, 我就不信把你们挨个儿砍成肉泥, 你们还不会死。 你, 没机会的。 秦坤笑容一收, 隐约见, 听到很多人在奔跑, 踏鱼而来, 又有帮手吗? 秦坤急忙退出大阵, 栽栽里面颤抖自己有没有危险不清楚, 肩膀上的省铃, 可是对方眼中的肉猪啊, 它定然会有危险的。 什么人? 鬼鬼祟祟的。 乱缠死之外, 上百人涌了进来, 秦坤健壮迅速退远, 撤去了鬼上身的状态, 因为他看得出来, 这群人都是普通的洋人。 乱缠死本来就阴森, 他们在为阴棋过挟, 起码得大病一场的。 神迹啊, 奥莱因祭司, 我们听从你的意见, 赶过来瞻仰神迹了。 那群洋人狂热地朝着奥莱因叫着, 奥莱因微微地笑了笑。 好的, 你们看清楚了。 说吧, 地上黑烟弥漫, 不灭灯被他提在手里, 黑烟成木包裹了那群黑魂石头, 他们这是要跑了。 奥莱因回过头来, 看着秦坤的方向说道, 这次还不算晚, 你惹黑魂叫得愁, 我记住了。 黑烟散去, 地面上除了破庙废墟, 空无一人。 一些洋人激动地逃在雨地里面, 大声地说着, 神迹啊, 这是神迹, 他没有骗我们呢。 秦坤的飞都快要起扎了, 这群傻逼从哪儿来的呀? 今夜, 绝对是秦坤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夜了, 黑魂叫走的洒脱, 秦坤的天眼都察觉不到 他们是如何消失的。 地上留下了几具尸体, 以及一座佛殿的废墟, 还有上百疯狂的信徒。 兄弟, 傻愣着干什么呀, 快拜呀。 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这群家伙看到黑魂叫 刚刚离开的一幕, 仍旧选择用最古老的方式 表达敬意, 那就是磕头。 弄人心啊。 秦坤看到那群人, 憋了口气。 为什么要憋? 这还用说吗? 那人说到一半, 被秦坤一个耳光抽到在雨滴里。 你说, 为什么要拜他们? 秦坤又看向另外一个人。 刚刚秦坤一巴掌打得清脆, 旁边启动的人冷静了一下, 带着胆怯, 又掺杂着敌视的目光看了过来。 第二个人冷静地说道, 你刚刚也看到了, 他们有法术, 你不是我们教派的人。 秦坤把那人单手提起来, 低声问,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知不知道? 那人挣脱地拨开秦坤的手, 鼻液地说道, 你神经病吧, 不排干净滚。 秦坤反手一个巴掌, 把那人抽出一米多余, 脸颊迅速地撞起来。 他在看向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大声说, 我的女儿前年不是怎么回事, 背后长了一块浓疮, 是奥莱因祭司, 用圣水给治好的。 那人的眼珠子, 在偷偷地转着, 肃然道, 也许你们不相信世上有神迹, 但是不代表世上就没有。 我们人类的见识太过浅薄, 打字在叫, 是在帮助我们拓制开会的。 那人在回答秦坤的问题, 同时也是在对其他人打气的。 对,对对对。 许多人开始开口复合了, 哀起不幸, 怒起不争啊, 第三个人嘴巴直接被秦坤给抽烂了。 这群人是傻逼, 这个人就是傻逼头子, 还拓制开会, 这群黑魂叫的喳喳, 凭什么值得你们谄媚? 藏衣道长他们赶紧跑了过来, 看到秦坤揍人的举对, 地上说道, 黑魂叫那些人呢。 他跑了? 他跑了? 谁都没能想到, 秦坤一个人就把他们给打跑了。 黑魂赵无眠对视了一眼, 他们和秦坤交过手, 这个可能不是没有。 秦坤两个鬼差, 自己都兜不过呢, 那就更别说那是本人了。 一个杨起能驾驭两只鬼将的道士, 那可不是骗香火的阿猫阿狗啊。 藏衣道长回过神来, 说出重点。 外面还有好几百, 据说都是雾州式的信徒, 咱们该怎么办呢? 好几百人又来乱禅寺瞻仰神迹, 这如果传出去, 简直就是大型的封建迷信聚会啊。 冯香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发生, 而自己毫无作为, 被鄙视不说, 自己恐怕得被他卖了, 去蹲橘子顶罪。 这群黑魂叫的人太可恶啊, 走就走嘛, 还给自己这么甜度, 好几百呀。 难怪古代一些瞎吹乱砍的妖道, 能蛊惑村民, 甚至鬼族们造反呢。 屁民, 只要亲眼看到神术, 那心浮力只显飙升, 你让他们看皇帝, 恐怕他们都看呢。 秦坤眉头紧索, 忽然飘见黑魄咬牙切齿, 今天, 他们草头寨, 虽然是惨住。 听说黑魂叫走了, 又没有机会报仇了, 刀销的法令文, 加上中年妇女的怨念, 直接地浮显在了脸上。 秦坤犹豫了一下, 似乎有了主意, 是不是可以把这群二傻子, 暂时先转化为自己能控制的人呢? 然后, 再告诉他们世上没有鬼神, 只有时多做好事, 平心顺气, 方能保家人平安, 慢慢地淡化他们呢。 自古佛道两教, 好像都是怎么干的呀。 秦坤看向黑魄, 开口询问。 黑三姑, 你们草头寨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 黑魄酿酿着怨念, 忽然被秦坤提问, 愣了一下, 回答道, 婆婆的寨子, 也就是个村寨, 还在山里, 中国打猎为圣, 婆婆祖上是苗姨, 也交一些门徒。 赵道长, 你们飞水山呢? 赵无眠披头散发, 闻言之后, 说道, 黄山浊水, 山间有铺, 所以被称作飞水山, 贫道也是散漫惯了, 山里也没什么人。 秦坤又看向了苍衣道长, 苍衣道长没等法问, 老实地说道, 贫道田为玉须观主持, 弟子三十三, 师兄弟六人, 师叔一位, 五孙本不知凡几, 大多数是苏家弟子。 殷义馆老经, 看到秦坤看过来, 此时也开口说道, 我们乌州市殷义馆, 位于西武山下, 与黄谷和尚的苦卓寺相伴, 加上西武墓园, 共占地六百亩, 员工风气淳朴, 尽职敬业, 秦坤急忙打断头, 听听听, 没你什么事。 为,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管好你的殡仪馆火花楼, 没事和道门凑什么热闹啊。 老金吃饼, 气鼓鼓地站在一边, 秦坤发现, 黑魂叫的人走了没一会儿, 这一群前来瞻仰神迹的人, 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 打算离开呢。 于是, 秦坤开口叫住了他们, 都站住, 众人一正, 有管事的在吗? 大多数人都在沉默, 秦坤吃笑头, 你们的祭司不是有神迹招着你们吗? 管事的都不敢吭上一声? 谁说不敢, 不许侮辱奥莱因祭司。 先前被秦坤抽得嘴巴发肿的人站起身来, 除了这个人, 还有个戴眼睛的中年人也站起来。 你们知道, 大自在教和奥莱因是什么关系吗? 哼, 相讨我们的话, 做梦吧, 今晚过后, 我们什么都不会承认, 你们也别想报警, 另外, 我们没做过什么坏事。 没错, 为善为真, 自宁慧根, 我们没做过坏事。 一种人往往最怕别人认为自己是什么, 就要开口主动去解释。 秦坤抬手, 直指这一群嘈杂的人群, 开口说道, 其实奥莱因是骗子, 刚刚被我给打跑了。 放屁, 你胡说八道, 你敢侮辱祭司, 你知道他三百年前在欧洲救了多少条人命吗? 我你妈呀, 还三百年前, 这种瞎话他也敢跟你们编呢, 这还不鞋。 秦坤大声说道, 那你们知道五百年前赵无眠道长是如何以一人之力, 狙击封臣秀吉的舰队进军大名的吗? 此言一出, 满场震惊, 赵无眠的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嘴巴张开, 鼻涕也溜了出来。 看到秦坤在大言不参地垂牛逼, 真想挨旁边的人一个耳光, 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秦坤表情严肃地冷笑, 手上忽然多了一件人皮披风, 披在了赵无眠道长的身上。 老赵, 用伸数。 不是啊, 秦当家的, 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我可不是骗子, 这要是被传播出去, 要杀头的。 放心, 我都看了, 这群人没有人录士平, 传播出去的, 他们都是一群邪棍, 还敢传你呀。 怎么不敢? 另外, 我的肾术哪能对那么多人施展呢? 阴气不够啊。 放心, 我说够就够了。 自己五羊缠身, 剥皮鬼的人皮都能帮他施展肾术, 那人皮的阴气绝对足以遮盖自己身上的阳气, 甚至可以将气息扩散, 赵无眠施展个肾术又有何难呢? 这群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 要洗脑, 必须来一次大型的忽悠才行。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忌实, 轻松爽快的猪鬼故事, 尽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三山水灌朝天门, 九阴河畔昏飞昏, 恶年山花童子深, 扯端俗世因果痕, 九阴水鬼。 寺庙变成了芦苇荡, 山板烂船先后顺水而流, 所有人都发现 自己站在了一个山板上。 芦苇荡的周围, 无数英童鬼师, 争相地往秦昆的山板上面爬。 呃,鬼啊! 那军人惊慌一声, 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怎么好端端地 忽然来到了这里? 秦昆表情严肃地说道, 五百年前, 日本大明封尘秀吉 结束了战国时代, 发兵朝鲜直指大明。 赵无眠道长只身一人, 前往朝鲜阻杀他们, 这就是那边的芦苇荡, 这些鬼怪就是日本人的尸体所化, 怎么样, 比起你们的奥莱因祭祀, 厉害了不止一百倍吧? 人在恐惧之中, 往往大脑失去了思考的意识, 太过逼真的场景, 太过恐怖的地方, 他们只想回到之前安全的地方, 不过, 有屁民就有刺头。 不对啊, 这尸体太小了, 根本就不是日本士兵。 秦昆只是看了一眼, 隐藏在身后的水河上淋漓一滴, 那一艘山板打起大浪, 差点把那人给掀下去。 日本人就这么大个个头, 你有意见吗? 那人死死地抓着山板, 再也不敢多嘴。 秦昆继续吹碰道, 其实你们都被奥莱茵给骗了, 他那如果算是神迹, 那赵道长这又算是什么? 是是是, 赵道长, 收了神迹, 让我们回去吧。 是啊, 赵道长。 赵无眠看到秦昆使了个眼色, 急忙撤去了神迹。 又回到乱禅寺的众人, 看向秦昆几人的眼神, 都已经变了。 这群人鬼神莫测, 今天亲眼所见, 感觉比起奥莱茵祭司的法术 还要厉害啊。 秦昆又把人皮 披在黑婆的身上, 冷笑头。 说了五百年前, 就不得不提一下四百年前。 四百年前亲人入关, 原重患被杀, 黑山谷只身一人抗击清军, 奥莱茵和他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黑婆浑身僵硬, 这怎么又扯到了自己的头上呢? 大哥, 秦当家的, 婆婆给你跪下好不好? 我只想安生地过完后半生, 我不想蹲大狱啊。 黑婆脸颊抽搐, 看到秦昆拍了拍自己肩膀,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黑婆喊眼, 低声说道, 秦当家的, 近百人哪, 婆婆阴去, 可不够笼罩他们。 秦昆又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黑婆被逼无奈, 便开口念起法绝, 荒草荒坟里法身, 鬼鬼白骨飞阴尘, 不因刺草生灵火, 也种敢留未亡人。 迷迷之音灌入所有人的耳膜, 寺庙瞬间一变, 成了一处荒草丛生的坟地。 每一个坟头扎着一个草人, 就好像是麦田里面的稻草人一样, 血迹斑斑, 白骨为鸡, 稻草为深, 脸上贴着一张纸, 血红的哀愁表情, 同时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 呜呜地哭声忽远忽近, 几十声我死得好惨, 此起彼伏。 从稻草人的嘴巴里面发出这声来, 这军人听了, 浑身是毛骨悚然。 这这这什么情况? 这是哪啊? 救救我, 让我回去啊! 神婆, 收了神通吧! 秦坤悠悠地探讨, 这是北方的一个普通村子, 当时正值秋收, 卖天正好, 颗粒饱满, 家里养的猪也十分的费, 总之啊, 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说到这里, 秦坤忽然悲痛地说道, 但是, 女真铁骑忽然入关, 杀到了这个村子, 满万不可敌的八旗军, 如同是蝗虫过境民不聊生啊。 远崇华已经死了, 吴三桂投敌, 所谓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击, 重振皇帝不愿投降, 吊死在了眉山之上。 苍衣道长面皮抽搐, 兵义馆老金虎去一阵, 两人对视一眼, 秦当家的书说得可是真好啊, 我都快被感动了。 秦坤吸血了半天, 发现以前看的连环画里面的词儿, 已经记不得了, 连忙停止了渲染气氛, 淡淡地说道, 黑三姑无奈啊, 当时仅凭一人为这一寸报仇, 杀了尽万的铁骑, 之后他就隐退了, 奥莱因什么的和黑三姑相比, 那又算得了什么? 黑婆看到那群人, 带着崇敬的眼光望向自己, 仿佛是一个民族救星一样, 已经是没脸在维持神界了, 急忙扯掉。 今天势必, 自己恐怕要被生死到化为妖婆呀, 天不怜我呀。 寺庙又恢复到了寺庙的模样, 秦坤淡淡地说, 所以你们还以为奥莱因 是来给你们开支拓会的, 他是知道我们雾州有这么多隐士高人, 来利用你们让他们为难的。 秦坤振着有词, 这群普通人已经被忽悠乱了, 自从入教信仰逐渐坚定, 可现在哪里还有什么信仰, 民族大意在心底扎根之后, 热血迅速蔓延全身。 你是说那个欧洲祭司在利用我们? 秦坤撇了撇嘴, 那都是一群心怀不轨的人, 你们觉得呢? 一成人持观望态度, 八成的人则是已经彻底开始怀疑, 剩下的一成是墙头草, 刀向民族大义, 秦坤接着又问, 你们俩再说说奥莱因有什么神迹啊? 被秦坤把嘴巴给抽肿的人, 甘巴巴地说道, 他救了我女儿的命。 秦坤一听, 一拍大腿, 那我就不得不提一下, 当年太平天国启示时, 藏医道长就下的三万灾民了。 藏医道长的脑袋摇得和波浪鼓一样, 爬声说, 秦当家, 不可呀, 贫道科技自律, 修的是清净之法, 这事不能说了。 秦坤遗憾地看向了其他人, 看见没有, 这才是高人, 你们一群蠢货, 知道些皮毛就敢出来指手画脚了吗? 重阳媚外, 谁给你们的胆子? 一声胡笑震耳欲聋, 虎威激荡, 那群普通人羞愧地低下头来, 仿佛是做错了事情一样, 有些无敌自容。 可各位高人深藏不漏, 是我们太无知了, 我们不该相信那个欧洲女人呢。 嗨, 怎么会这样? 赵导长, 黑三姑, 能不能收集我们呢? 是啊。 一群人反应过来, 大声地宣布要退出大自在教, 摆入草头寨飞水山的门下。 黑婆和赵五面两人无比难堪地看向秦坤, 传承有传承的规矩, 这群人明显不适合加入生死道, 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 也没有进来的天赋啊。 秦坤则是大包大揽地说道, 当然了, 今天让你们看到高人的面目, 就是给你们个机会, 不过, 你们得经得住考验才行啊。 我们愿意接受考验, 秦坤留了两个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就先让这群人回家去了。 木桥镇招待所里, 黑婆和赵五面一脸的苦涩, 很明显秦坤的提议, 那就是添堵, 这一群被忽悠的二百五, 如果是平时遇见, 他们死了自己都不管, 毕竟愚蠢是不可饶恕的。 老赵, 三姑, 你们愁什么呀? 秦党家的, 我们可不想当什么公众人物啊, 生死道也没有这规矩, 这要被别人知道, 会被化为邪教, 毛山会带头猪杀的呀。 自晋朝起到清末, 白莲教, 太平教, 摩尼教之流, 都是被花下生死道, 诛杀的对象。 生死道的是, 由生死道来交流, 不要扯上普通的洋人, 这是毛山定的规矩, 一旦哪个宗门敢和洋人有牵扯, 不好意思, 你就是公敌。 怕什么呀, 又不让你们带头造反? 秦坤听到他们的担忧, 啪啪嘴巴说, 每个人的工作地点记下, 周一到周五查他们考核, 周六周日, 让他们单位开具全亲的证明, 然后才能去你们草头寨, 飞水山, 体验一天的修行生活。 平时不好好劳动的, 就喜欢瞎想的, 直接点名批评, 以不够勤勉的方式提出队伍, 听话的那就更好办了, 草头寨不是被毁了吗? 让他们搭把手给你重建, 顺便再见个小学。 飞水山那么慌, 他们既然有精力, 让他们种树去啊。 啊? 这哪是收门徒啊, 这简直就是招民工啊。 我们可没那么多钱招待他们的, 还花钱招待他们, 不收他们的钱就不错了, 他们住宿, 吃喝, 不得要钱的。 我这是给你们提供一个来钱的路子好不好, 拜托啊, 时代变了, 你们就算是苦修, 也得为身边的人考虑考虑啊。 你们自己在外面做法时能捞钱, 其他人汤汤水水都喝不到, 这么多的鞋棍, 往死里面扎呀。 这, 扎个毛啊。 黑婆和赵无眠是哭笑不得, 说得简单, 怎么炸呀? 藏医道长倒是听出了一些门道, 秦党家的, 你是想打散他们? 没错, 被打散之后, 再有危害社会的, 直接给灵晨总局打个电话, 拉去做义工, 其实啊, 就是一个意思。 秦坤跟他们织完招, 就跟冯江开了时评电话, 说了今天晚上的经过。 冯江听到, 秦坤让赵无眠黑婆, 在那群人面前施展肾术, 脸色冰冷。 后来听到秦坤的解决方法, 先是一正, 然后沉默, 接着唏嘘, 最后扶着额头, 觉得自己老了。 这个办法看来可行, 可是…… 冯江, 第一, 我是被你叫来擦屁股的, 我来到武州, 手下没名没将, 还是靠生死刀那群人给面子, 才稳住的武州, 你得谢我, 你懂吗? 第二, 我他妈一个殡仪馆小宫出身, 当时那种情况, 我有个毛的办法呀。 这军二百五, 如果不用一些方法给稳住, 就跟老鼠一样, 钻进地底下去了。 你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啊, 现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我这儿都有, 你要硬办也可以, 我把地址给你。 视频中的冯墙, 捏了捏下巴, 挥了挥手。 不不不, 你的办法挺好的, 我就是担心呢, 真有啥子坚持下来, 要学所谓的神术啊。 那还不简单嘛, 斗宗的强身术属于基础的基础, 每个人都能学, 交给他们不就完了? 这体术源于华佗的五勤系, 强身健体的, 学了也没什么不好。 这群人啊, 就是闲得爱瞎想, 给他们个愿景, 时间长了, 就明白自己有多么傻逼了。 如果还不明白, 练练强身术和练太极也没什么区别, 延年益寿啊。 风枪震惊, 脸上是一个大写的福字, 秦坤这种机变, 不当boss都可惜了。 那一夜之后, 秦坤在五周时又待了两个礼拜。 不得不说呀, 那群人自从被忽悠上道, 干劲十足, 每周五下班, 都有几十人前往草头寨, 飞水山, 去当免费的苦力。 交费是绝对不会收的, 但是他们需要住宿, 吃喝。 草头寨经过大劫之后, 屋子修补一下, 勉强能住。 债民在秦坤的建议下, 腾出了一部分屋子供他们住宿, 收钱也便宜, 一天八十。 大多人住长两天, 加上吃喝, 每个人有二百块的花销, 进了债民的口袋。 除了多了一些人之外, 没有任何的麻烦, 而且还有一些雅师, 以为这里新开了农家乐, 慕名前往呢。 不过飞水山就枯了, 赵无名在那里有一处道观, 只能住二十人。 一些没地方住的人, 只能在十里外的山下村子里, 找村民们商量打监。 村民听说, 这群人是给山上那个无名道观坐牢里的, 纷纷是好奇不已, 有些偷偷打听, 则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是冲着山上那个披头散发的道长去的, 说那道长是个隐士高人。 村民震惊了呀, 乌州市除了木桥镇, 还有别的隐藏高人吗? 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 这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之后的几年, 飞水山因为一些小道消息变得香火鼎声, 源头就是这一群村民们的口口相传。 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话。 又过了半个月, 百人被安顿找了师座。 一些周内上班, 周末带着单位全金正名来做苦力的傻觉, 第一次得到了所谓的修炼方式。 黑婆和赵无眠很是神秘地告诉那些人, 只有体质过关才能够修行神术, 他们现在还没有达标阶段, 所以只能先修炼这个。 强神术被他们视为至宝一样地偷偷联系, 一些人不信, 偷懒懈怠, 因为一个月的苦力已经让他们明白过来, 这些人根本就是在骗人吗? 但坚持练习的那一群人, 则是精神饱满, 体力充沛, 仿佛是脱胎换骨类一样。 他们给的修炼方法, 根本就没有以前奥莱因祭祀给的那种有意味仪式感, 但仍明显能感觉到自己在蜕变呢。 于是, 祭祀会面之后, 那些不信并且开始偷懒的人, 也不敢懈怠了。 很明显, 那些勤于修炼的人, 精气神比他们要饱满得多。 打消了质疑, 偷懒的人每次听黑婆赵无眠传授强身术, 则是更加认真, 害怕会落于人后一样。 良性循环之下, 这一群原本的鞋棍, 干苦力的时候更加卖力了。 草头寨短短一个月修缮一新, 甚至开始在几个村子之间选址, 建造小学了。 而黑水山赵无眠道长的无名道观, 乡客也是出现了不少。 道观里面的神香焕然一新, 石阶、窗门都是擦拭干净, 上了星期了。 灵真总局逢强看到特派员发回的消息, 哭笑着摇了摇头。 好端端的一窝鞋棍被忽悠成了民工和乡客, 还都是心甘情愿的。 这个世界他有些看不懂了。 不过这件事, 秦坤解决的方法很是老练, 以一个全新的角度, 让逢强看到了一种可能。 听说, 两个原先的鞋棍负责人, 一个成了草头寨苗文化民间爱好者协会会场, 一个成了飞水山道教文化民间爱好者协会会场, 逢强更是哭笑不得。 这种方式可以复制下去啊, 只有花下各地安稳, 接下来就能腾出手跟他们算算账礼。 离开林江两个月, 秦坤开回去了, 临走前, 在乌州, 由巡家作东, 在乌州市最为高档的巨云楼, 涉言告别。 这一次, 乌州生死到的人全都来了。 只要是生死到的, 谁都知道乌州市大自在教。 这一个月, 他们也知道了那地方解散了。 一群人被分化为二, 成了草头寨飞水山的信徒。 这群人得到消息, 紧张不安起来。 一方面, 是灵真科出世, 秦坤曾经邀请他们, 他们没有过来。 二是, 难不成生死到, 可以公然影响民间了吗? 秦党家的, 在下沉默灌白秋, 敢问草头寨, 飞水山公然招收信徒之事, 没有任何影响吗? 秦党家的, 在下法后晚空, 我们净华死, 近些年香火不剩, 可否露一些本事, 招揽香火呀。 秦党家的, 根据毛山所规定, 凡如生死到祖母, 皆不可与民间有人, 难不成现在这些规矩可以无事了吗? 吃饭时, 此起彼伏的声音会影响人的近视欲望, 而且都是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 招揽香火为的肯定是钱, 秦坤在耳畔挥了挥手, 看响了作动的寻老爷子。 哪来这么多苍蝇? 寻老爷子乃是雾州第一复古, 又主持八方娱乐物, 代表鱼龙山的面子。 但这可是浮渔山陪天狗, 狗脾气一上来, 开口就是得罪所有通道, 寻老爷子只能是碰他的肠。 秦坤家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么嘈杂的环境, 那我们换个地方吃饭。 寻老爷子在乌州市得高望中, 站在了秦坤那一边, 其他人被当面羞辱, 愤怒无比, 又不能公然和低头蛇翻脸, 只好把猫头指向了秦坤。 姓秦的, 经你当浮渔山的家, 才给你几分薄面, 你不要狂妄。 小辈, 区区二十出头, 就敢口出狂言, 你是羞辱谁啊? 秦坤的手掌重重拍在桌上, 快挽为这一阵。 瞬间, 所有人砍到包间里, 变成了一个公堂。 一个看不见面孔的判官, 重拍金堂木, 他们跪在堂下, 错愕而且惊慌。 身杰只出现了一瞬间, 就消失了, 好像是错觉一样。 再看秦坤, 秦坤的脸色仍旧是挂着笔尸的迹象。 问一下各位, 一个月前我请大家过来助权, 你们都去哪儿了? 黑魂教来乌州市地盘撒野, 你们都去哪儿了? 大自在教逐渐壮大, 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的时候, 你们都去哪儿了? 乱蝉寺被占据, 孤立无援的时候, 你们都去哪儿了? 灵真科被灭门, 你们都去哪儿了? 挨个儿给我说, 今天谁说不清楚, 我挑了你们的宗门。 秦坤抱吼一声, 环顾四周, 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 双目如刀似剑, 锐利不可知识, 凡是被扫到的人纷纷心中只挑, 莫说是回答问题了, 连沉默都觉得紧张。 听到清风开口, 挑他们的宗门, 这群人才意识到, 事情大条了。 你, 你有那个本事吗? 一个稍显年轻的小道士, 站在师父的后面, 低声顶嘴。 赵无眠黑魄两人大声说道, 他有, 白秋道长, 管好你的弟子, 请当家的挑你们宗门的时候, 我们定当马前卒。 赵无眠黑魄面带绿色, 他们被清昆打得是心服口服, 这群人看不起清昆, 那就是看不起自己。 这小道士算个什么东西? 就算他师父白秋道长敢站出来, 他们都是不屑一顾。 你们, 二位同道, 你们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白秋微怒, 当着这么多物周同道的面, 背负了面子, 谁能好受呢? 赵无眠披头散发, 一口酒喝下, 撒然说道, 白秋, 平道可没有你这样的同道, 念你是道门, 赵某劝一句, 赶紧滚蛋, 不要自讨没趣。 赵无眠, 我师兄曾经救过你的命, 你竟然和他, 航瀉一气。 白秋道长大声地骂着, 赵无眠心骂呀, 这就是个傻缺, 就因为你师兄救过我的命, 我才让你滚蛋呢。 你再留在这里, 你以为姓秦的, 真的不敢挑你的宗门吗? 到时候牌子被砸, 看你怎么对得起师祖。 白秋无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说了一句告辞, 拂袖而去了。 其他人想走, 秦坤却是开口说, 我让你们走了吗? 这群人不知如何是好, 秦坤继续说, 秦某不才, 愿上门讨交, 你们各出几个打车轮战也行, 打得过我, 扣手认错, 打不过的, 简单, 招牌赶紧卸了, 生死到, 没你们这种人。 天大地大, 道理最大, 秦坤占了大意, 说话底气十足。 同时, 白人是比起这群人来, 那更加是不在一个档子, 底气更足了。 一种威压, 由内而外, 运而立, 锋芒内敛, 杀其无形。 好了, 秦坤, 别这么逼他们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 忽然出现在包剑门口, 一个年轻道士, 随后走了进来, 背负双剑, 携媚入宾, 鹦鹉飞肠。 几人在疑惑那人是谁呢? 就听到对方, 畅念说道, 玄起毛山, 汽友方, 三清灵官坐神堂, 飞雷剑语灭邪, 梁袖乾坤, 平阴阳, 毛山, 徐法成。 徐法成来了, 坐在桌子对面, 与秦坤对面。 当代真传? 徐导有, 这性情的扰乱生死道的规矩, 在洋人面前乱用甚术招揽门客, 不知毛山曾经定下的规矩, 可否允许啊? 徐法成起身, 朝着他人供了供手。 各位, 我这次就是接到宗门的消息, 为这件事情来的。 秦坤所作, 皆不服毛山规矩。 众人放了心了, 绩笑地看向秦坤, 做主的人来了, 你能怎么办呢? 秦坤好几个月没捡到徐法成了, 他喝着茶也没有什么表示, 旁边的黑婆和赵无眠, 则是成了秦坤重视的拥顿。 在下飞水山赵无眠? 徐道友, 此事不妥, 秦当家的并无犯计之处啊。 婆婆觉得, 毛山旧规不合时宜, 如果毛山有严惩, 请先拿婆婆开刀。 一个面黄鸡兽的道士开口说道, 黑三姑啊, 你也别争了, 肯定先拿你们草头寨开刀啊。 呵呵, 至于浮渝山, 那可是大地方, 当家黑狗要是落难了, 中纪盼, 竹斗斧那几个老家伙, 可是要吃人呢。 你, 过千, 有本事, 先跟婆婆斗一场。 老太婆, 真以为草头寨那点微末伎俩能横行物周吗? 许法成, 制止了两人的争吵, 温和开口。 所以我这次过来, 奉师们法御多好踢人的。 因为你们虽然符合毛山规矩, 但不配为生死道同道。 众人一振, 许法成笑道。 除了寻老前辈, 藏医道长, 黄骨和尚, 黑三姑, 赵道长和物周门客之外, 其余闲杂人等, 即日起不再是生死道一员。 除了正统道术之外, 有关生死道道术不允许传承, 否则视为邪教诸命。 同时, 这些宗门前辈在毛山倾斜的嗤号, 统统剥夺, 如有擅传生死道道术者, 毛山亲自上门, 砸牌匾, 毁神乡。 你, 你凭什么乱传毛山法阅? 一鸣道士是难以置信, 徐法成笑着回道, 不幸, 欢迎来毛山请盼。 随后, 徐法成声音提高霸度, 而等不作为者, 可有不服? 刚刚还在侥幸的一大群人, 面若死灰, 这下子, 再大了。 在乌州市待了一个多月, 秦坤终于回到了临江。 从二月初到三月初, 一个月的忙活, 冯枪再次派人过去坐镇, 秦坤这才算是清静了下来。 回到临江, 秦坤去看望了葛镇, 浮渝山的面子, 现在一大半都靠葛镇撑着。 这次在外, 第一次利用身份便利, 确实省了不少的麻烦, 让秦坤也明白, 石门传承的重要性。 聂胡子回东北了, 景三生接了个当保镖的私活, 去了国外, 还没有回来。 魁山老宅里, 旧李虫和小师妹苏林还在呢。 可大爷, 你这帽子挺好看的。 新年过完, 老头穿着红甲袄, 一脸的老年般, 戴了一个毛线帽子, 造型就和个地雷一样, 上面还有一撮影线呢, 看起来是傻乎乎的, 老龙的龙威衣是一日不如一日, 不过看起来很是开心。 昆, 这是柴丫头给织的, 好看吧? 秦坤给葛镇推进了屋子, 擦了擦他流出来的口水。 柴子月嫁给李虫之后, 看样子深得老头的喜欢, 所以秦坤觉得, 葛大爷打着南宗北派河流的幌子联姻, 根本就是假的, 本质上是看上了柴子月那个丫头了。 好看得很呢, 柴妹子呢, 我看李虫刚才出去了, 柴子月没和她一起啊。 忠家有点事, 会丧鱼了, 你这次去到乌州怎样啊? 一老一小聊了起来, 秦坤向葛大爷说了, 这次到乌州似的情况了。 葛大爷听得也是十分的耐心, 知道黑魂教出没, 知道他们的目的, 知道秦坤把他们赶走, 知道同道助权者聊聊, 又听说秦坤处理那一群愚昧的邪棍教徒时, 葛湛满意的表情终于收起来, 摇了摇头。 秦坤搓着手, 干咳了一声, 没经过您的允许, 就把斗宋的强身术给传了出去, 是我不对。 我是这个。 葛湛的眉毛又浓又长, 看向秦坤时, 眉毛向两边张开, 就好似龙眉发怒一般。 他的表情十分认真地说, 太仁慈了, 这群蠢货, 投效外部蛮夷, 直接杀了就好。 小狗和小军, 自会帮你处理尸体。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索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秦坤毛骨悟然, 这是人命呢。 虽说, 见到那一群人仇台摆除, 秦坤却不认为这群人该死, 况且一百多好人呢, 这是和平法治的时代, 不是你们当年的民国好不好啊。 格栈骂了一句干不了大事, 就不再多说什么。 不过, 秦坤看到,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 在记录是什么东西呢? 雾州鱼楼, 玉须罐, 苦卓寺, 飞水山, 草头寨, 这些曾经帮助过秦坤的宗门, 格栈寄好了揣进口袋里。 秦坤好奇地打听了一下, 格栈指数时, 开春暖点去雾州里面走走, 谢一下这些同岛们商联, 也顺便拜访一下其他同岛, 多走动走动, 免得宗门后生们力量在外, 有个急事没人帮忙。 秦坤苦笑, 人老了心眼也小了, 这哪里是去雾州走动关系啊, 明显是去打击报复了。 哪一尊庙能容得下你呀? 他爷, 你九十六了呀, 消停点行吗? 中午, 秦坤陪葛站吃了一顿饭, 这才返程回家。 住了一个月的招待所, 来到阔别已久的家, 太惬意了。 留下看家的徐陶, 笑命鬼他们, 见到秦坤回来, 格外的激动。 坤哥, 我想死你了, 等等。 秦坤嘴角一抽, 屋子里烟味未散, 插机上的烟头堆积, 垃圾桶里面也是脏兮兮的, 厨房里全都是泡面, 一股怪味弥漫在屋子, 让秦坤是无比的火大。 徐陶, 会得多呀, 现在还学会抽烟了。 秦坤眼角在抽搐, 徐陶眨着眼睛, 看到秦坤捏起了 沙包大的拳头, 急忙说, 不是我, 不是我呀。 那是谁? 小面鬼和十六阿哥 迅速摇着脑袋, 表示不是自己。 施舍机从没见过 秦坤杀气那么重, 脑袋洞里那些 钻来钻去的小蛇 似乎在迫于微压 也都钻了回去。 锦衣老鬼发现 自己被盯上了, 甘笑了一声, 不, 不是啊, 不是我, 老汉我就是个重货儿的。 秦坤眯起了眼睛, 留下看家的鬼差 似乎少了一个呀。 石灵魔呢? 嗨, 鬼仔了。 徐陶有些惋惜, 不过并没有表现出 多么的悲痛。 那个赌眼怪 其实人也挺好的, 赌博还输给自己 很多名币呢。 唯一惋惜的就是, 以后没有傻子 可以赢钱了。 被宰了? 谁啊? 徐陶偷偷指向 清空的我师。 坤哥, 你自己去看吧, 反正和把家里面 弄乱的人有关系。 我, 我有些困, 我先去睡了啊。 徐陶带头, 其他鬼差, 坐鸟受散。 秦坤表情糊疑地 打开卧室门, 忽然, 心脏急跳, 眼睛圆睁。 好白的一条腿呀。 床上躺着一个人, 蒙着脸, 看不清楚是谁。 一条玉腿伸出, 揭摆无下, 旁边散落着女尸内衣, 卧室的烟味更重。 卧槽, 这是谁啊? 秦坤那手捏脚地 走了过去, 觉得有些奇怪啊。 这女人感觉不到 一定点的阳气, 似乎是个尸体, 但是脚趾在动, 证明她还活着, 而且轻微的憨声 也表示, 她不是一个死人。 乌黑的绣发散落在枕头上, 秦坤掀开被子, 发现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杜清函? 许久未见的杜清函 已经让秦坤觉得十分意外了, 而且还跑到了我的床上。 喂, 醒醒。 秦坤拍了拍对方的脸蛋, 对方睡得还挺死的。 秦坤甜甜嘴唇, 低眉撇了一眼对方, 兴奋地打了个哈去。 哎呀, 老子忙了一个月了, 还没睡几次好觉呢, 你不行, 我可进去了。 秦坤衣服脱得飞快, 转瞬间就只剩了一个 睡觉穿的T恤, 还有宽裤了, 心热地往被窝里面钻。 我你妈, 这事可不能怪我呀, 你自己睡在了我的床上, 大家都是成年人, 睡觉不犯法吧。 秦坤自流一下子 钻进了被窝, 杜清涵的体温传过来, 闹得秦坤心仰不已。 抬手故作尸手往屁股上摸, 忽然, 下巴上抵上了一把匕首。 你准备干什么? 平静的口气, 锐利的刀尖, 让秦坤浑身僵住, 这刀可是开过热的呀。 杜清涵睁着眼睛, 瞳孔漆黑如同宝石一样, 十厘米的距离, 他静静地看着对方的脸庞, 半声才说, 你, 就是秦坤? 什么叫我就是秦坤? 你来我家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竟然不记得我是谁? 谁? 大姐, 翻脸不忍人不是你这样的呀? 刀尖扎进了肉里, 秦坤指的是一脸无奈的老实说道。 是。 古顺子认识吗? 黑山贼, 乔林谷, 这不是你们盗墓圈里面的谢灵力士吗? 三十年前, 还有过一面之缘的呀。 认识。 我伯父死了, 家里掌柜也快死了。 古顺子说, 除了他, 这个世界只剩你记得我是谁了。 不知为何, 他语气平淡, 但是秦坤却听到了一种孤独。 对, 所以呢? 我困了, 睡会儿, 你别吵。 匕首狠狠地扎在两人中间, 直透床板, 杜秦还说完, 闭上了眼睛了。 秦坤脑后一凉, 这地方不能呆了, 想走, 却发现胳膊被抱住了。 秦坤呼啸, 没一会儿, 又听到了杜秦寒的清憨声。 秦坤也累了, 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灯再次醒来, 天已经黑了。 卧室里面的烟味不见了, 旁边多了一个滴了香精的加湿器, 稀柚味的烟雾似乎和柚子皮一样, 有净化异味的功效。 秦坤疑惑地走出屋子, 客厅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包括墙上, 秦坤从来没有理睬过的几幅地狱精便图, 也被胆去了灰尺。 家里什么时候多了个扫地机器人, 秦坤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了个鸡毛胆子, 他也不知道。 至于沙发上忽然出现的大蝎子抱枕, 客厅里面一坐下去, 就陷入里面的懒人沙发, 秦坤就更加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了。 衣服已经洗了, 秦坤臂弯提着洗干净的睡衣, 虽然不如自己的居家T恤那么的闷, 但是似乎多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喂, 看到厨房有身影在忙碌, 秦坤叫道, 那是一个女人, 头发盘在脑后, 嘴巴里面挑着一根棒棒糖, 锅颤在锅里面乱戳着。 啊? 女人转过头来, 黑宝石一样的毛子, 疑惑地看向秦坤。 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加上身上穿的围裙, 秦坤惊恶了一下, 杜清涵这一回头, 看到她的心中, 不知为何有了一些荡漾。 嗯, 我衣柜里面的T恤呢? 都洗了, 你手里的睡衣是给你新买的, 喜欢吗? 女人的态度特别冷淡, 轻快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她想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又疏离于感情之外。 这里是我家呀。 嗯, 你想说点什么? 你现在不认识我了?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记忆不见了。 你不认识我, 给我打扫屋子, 又洗衣服, 现在还在厨房里面做饭? 为什么呀? 杜清涵咬碎嘴巴里面的泡泡汤, 小柜一谈, 准确无误地丢进了垃圾桶里。 之前记得我说过, 我伯父死了, 家里掌柜的死了, 现在古顺子也快死了, 我想让你记住我, 起码让我觉得自己活着, 就这样。 你神经病啊。 杜清涵把一锅乱炖的菜, 倒进大碗里面, 端着碗回到客厅里, 一边走一边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只要能被情绪左右的, 都是神经病, 圣人才无动于衷, 我不是圣人, 很在乎别人是否记住我, 不可以吗? 让别人记住你的办法有很多。 但是我不想让不相干的人记住我,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秦坤记得, 杜清涵曾经说过, 他盗墓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 现在看起来探索得差不多了, 整个人记忆断片了不说, 说话还这么的哲学, 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费劲地 跟人讨论过事情, 他说的什么自己大致能够明白, 但是一点都不理解。 好吧, 费心去理解一个探索生命意义的人, 是很可笑的, 而且显得自己很是无知, 还不如填饱肚子来得实在呢。 碗里面是晦菜乱炖, 杜清涵又搬出一个蒸锅来, 锅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馒头, 小碟里面还有咸菜, 辣子酱, 另外的一个锅里是稀饭, 杜清涵是北方人, 这一桌菜也是北方的做法, 上次来杜清涵连面条都不会煮呢, 这次不知从哪里学会的做饭, 还挺合胃口的。 清昆在吃饭, 鬼差们也都出来了, 好奇者, 比如常公公, 茶仙鬼之流都在悄悄地打听呢。 那个女人是谁啊? 杜姑娘, 现在看来八成是主母了。 薄皮鬼叼着草汁, 看到一桌香奔奔的饭菜, 咽了口口水, 她也想吃啊。 主母? 常公公一证, 这可是大事啊, 看向薄皮说的, 要不要合一下八字, 咱家虽然不能娶妻, 但是在宫中也听说过, 家务天成四个字, 八字不合是要出事的。 薄皮鬼撇了撇嘴巴, 拉倒吧, 你那是迷信。 咱们都变成鬼了, 还不能迷信呢。 你说得好像挺有道理, 不过我得去修炼了。 开热闹的鬼差, 纷纷散去, 客厅还是先留给主子的好, 万一一会儿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被嫉妒,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牛蒙也看了眼吃饭的两人, 拍了拍常公公的肩膀, 闷声说, 老常啊, 闲事少管, 小心被扣了供奉。 这是闲事吗? 这可是咱们主子的终身大事啊。 老牛觉得结婚这种事, 除了他们两个人, 其他人都是闲人, 闲人管的那就是闲事, 这道理没错吧? 况且啊, 你连个人都不是, 你是鬼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常公公看到牛蒙离开, 神情作恶, 半上无言以对。 吃完饭, 秦昆看到杜清涵在刷锅洗碗, 自己则是一脸懵逼的坐在沙发上。 怒掐自己几下, 觉得这不是在做梦。 出去干了一个月的苦活累活, 上天见我操劳过度, 降下了福报吗? 白送了个妹子, 会收拾家务, 洗衣做饭, 这也太爽了呀。 不过杜清涵并不喜欢和秦昆交流, 一直是冷冰冰的, 忙完自己干的事情之后, 看自己的电视, 玩自己的手机, 甚至自己出去溜玩, 到睡觉, 也只是睡在主窝, 而且还给秦昆留了门。 秦昆好奇地进去, 还以为有什么惊喜呢? 结果迎头就是几把飞刀, 急忙又缩了回来, 听见飞刀扎在门上, 秦昆心中一叹呢, 秦昆一叹, 自己还是回书房去睡吧, 万一豆腐没有吃到, 小兄弟再被割了, 那可就悲剧了。 以杜清涵陷在的状态, 这种事还真有可能发生呢。 多了个人, 没了交流, 秦昆也只能是干自己的事了,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洗了个澡轻松了一下, 他觉得, 食死城应该是个好地方。 金霞, 焦土, 雪雾, 秦昆自半空中落下, 矫健地调整好身形, 稳稳落地。 无名街区变成了耿山玉, 熟悉的一切变成了陌生, 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物, 也是不见了踪影。 几次进来, 秦昆已经习惯了新的食死城了。 昆仑墓有些冷清, 这里却是鬼差门最为自在的地方, 来到这里, 理论上是不受约束的。 秦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薄皮, 正在和吊丝鬼切磋的薄皮一正, 听到秦昆叫自己急忙跑了过来, 坤哥, 有事啊。 秦昆手掌一翻, 弹性空间里掏出了一个骨灰坛来, 诺, 赏你的。 薄皮鬼把骨灰坛打开, 一缕青烟冒出来, 变成了一个女人。 殡仪馆小宫的崛起季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薄皮瞪大了眼睛, 嘴巴里面的草汁掉在地上, 其他鬼差也都是惊恶异常, 毕竟那女鬼不畏着寸侣。 大大大大人。 女鬼很柔弱, 又有些胆怯, 第一眼看到一个剥皮而死的血尸, 血尸微微张着嘴巴, 模样有些吓人。 赏你的鬼妾, 记得要善待。 秦昆嘱咐了一声, 便招呼鬼差们离开了。 剥皮大了个机灵, 急忙是把人皮抖出来, 给女鬼披上。 阿弥陀佛, 昆歌大善啊, 和尚观薄皮, 血力盈天, 长子依王必度阿皮。 今日多了一只鬼妾, 为其华丽平气, 日后成就, 还能精进一番呢。 秦昆没有说话, 朝着恋恋不舍的水河上屁股, 踹了一脚。 费什么话呢, 你偷看人家鬼妾, 你不怕长真眼啊。 诶, 和尚四大皆空, 眼中皆是虚妄。 那你吞口水干什么呀? 我是水和尚啊, 水和尚不吞口水, 还能吞什么呀。 水和尚一派高僧的模样, 同时装傻充愣的回应。 我靠, 这种物质之徒, 都有佛光护持, 这是老天无眼呢。 秦昆懒得听他们狡辩, 看到剥皮鬼一脸的意外, 再加上兴奋, 知道, 这女鬼是送对敌王了。 手下几个鬼差, 要不就是生前已经成家, 比如无头鬼, 吊死鬼之类, 要不就是未到称家的年龄, 比如笑面鬼, 石榴阿杆, 要么就是深暗男女之事, 比如虚陶, 嫁衣鬼, 要不就是成不了家的, 比如长公公, 石舍鸡, 水和尚, 特殊的就两个, 一个牛蒙, 一个薄皮。 牛蒙以前还有阿丑, 可以撩骚, 但明显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阿丑跑到地狱岛收吐之后, 秦坤给牛蒙找不到 合适的小母牛, 只能是暂时搁置, 薄皮则是生前未曾娶鸡, 就战死沙场, 赏他一个鬼鸡, 纯属是照顾他的情绪呢。 不过, 上次来十四城的时间, 有些久了, 那鬼妻的存在, 秦坤都快忘了。 这次被放出来, 鬼妻稀薄, 明显支撑不住幻化衣物, 被其他鬼差给看了个惊光。 秦坤对此有些汗眼。 坤哥, 干嘛去啊? 徐涛贼头贼脑地 叫住了秦坤一脸的产眉。 出去转转, 怎么了? 没怎么, 那什么, 那鬼妞长得挺漂亮啊。 你觉得和薄皮配不? 薄皮是个粗胚, 是不是给那姑娘给糟蹋了呀? 你看我这相貌, 能配得上那姑娘不? 徐涛抖了抖敞开的衣服, 两排肋骨很是明显, 瘦不拉几的模样, 看着都虚。 本来仪表堂堂, 但咽口水的动作实在是猥琐。 我还没问过你, 你是怎么死的呀? 呃, 这, 这个, 这不重要。 徐涛一正, 脸色尴尬, 死前就穿着一条蟹裤, 衣衫还是大肠。 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见到这样子的人, 心中都是有书的。 这种扶不上墙的烂泥, 作为鬼都虚成这样, 还想着泡妹子。 滚蛋, 什么时候把鬼术给练出来了, 再考虑给你找个鬼妾的事。 真的呀, 这可是你说的。 徐涛眼前一亮, 精神大振。 十舍鸡, 生前为乌角活急, 身体被摧残, 长了一副女人模样, 但是没有男女之情。 徐涛使出了无数的解数, 发现泡妹不成, 只能是另寻他法。 今天, 看到秦坤赏给薄皮一位鬼妾, 实在是心仰男人, 这才厚着脸皮, 请秦坤赐窃。 得到回答的徐涛, 心情很好, 撸起袖子就朝墓里面跑。 诶, 离开自己底盘, 秦坤出去溜弯, 没了以前那只狗儿子, 街上也都是物是人非, 不少没见过的寻尘卫都在走动, 旁边也没有一个熟悉的邻居。 秦坤叹了口气, 走过街区, 在一处巨大风车磨坊下, 见到了唯一的朋友。 臭魁, 昆仑魔。 弹性空间里, 一瓶碳酸饮料拿出来, 丢给对方。 浑身恶臭的屠夫, 在碎尸呢, 风车磨坊把一具具尸体, 嚼烂变成肉泥, 流入草里。 臭魁的鬼差, 名叫臭豪的血胖子, 手指沾着肉泥, 吃得很香。 你这些尸体, 都是从哪来的呀? 秦坤闻之余偶, 他每次来, 都能看到尸体, 吃死成有那么多人吗? 臭魁把双手洗干净, 小心地捧着碳酸饮料扭开, 喝了一口, 才折舌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的血沫房里, 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尸体, 只是我的底盘的铲除, 你可能也不太喜欢这种东西。 废话, 这么恶心的肉泥, 谁会喜欢呢? 臭魁品尝完了秦坤送来的饮料, 今天呢, 他没什么好东西送给秦坤, 于是, 就请秦坤在血沫房里面参观。 如果说, 沫房外面不是人呆的, 那沫房里面, 简直是无法形容。 墙上挂着无数的尸骸, 被剥得是干干净净的, 满屋子一股真实的臭味, 冲到鼻子里, 能把人给熏死。 墨房里面的尸骸上, 不带一死的皮肉, 一些骨骼似乎作为收藏品, 被摆放在那里, 有些还累出了造型, 这些骨头的骨质和普通的都不一样, 除了尸骸, 还有不少完好的头颅白放在架子上面。 这里蒸气很足, 一点都不阴冷, 但堆积了太多的尸体, 让血磨坊有种天然的死气。 架子上这些脑袋的主人, 尸骸很奇怪, 磨坊摸不动, 也不会腐烂, 我只好把他们给蒸了, 然后才一刀一刀地把他们织解。 他们生前应该是很厉害的一群人呢。 脑袋满满地摆了一架子, 大概有六十多个, 秦昆目光扫过, 有几个刻意地停顿之后, 脸上闪过了叹息。 怎么了? 昆仑母, 是不是不喜欢我的职业? 我其实也只会干这个呀。 虽然忘了家乡的事情, 但是依稀记得, 在我的家乡, 我就是一个处理尸体的。 抽筷有些紧张, 秦昆是他在狮子城里面唯一的朋友了, 他十分珍惜这一段友谊, 因为只有秦昆不会嫌弃自己, 他手足无措, 甚至有些后悔带秦昆进来。 没有, 只是看到了几个熟人罢了, 架子上几个脑袋里面, 有黄金王的, 黑鞋公爵的, 沙江的, 森燃的, 曹官的, 吴鬼的。 秦昆记得, 十四城那一场大战开始前, 他们都站好了阵营, 黄金王几个偏向于十四城的势力, 曹官, 吴鬼, 是攀向明河要塞的。 然而最终胜利的是神伐天成, 于是, 十死成一处, 这些人都是烟消云散, 没想到再次相见会是这样的方式。 啊, 我, 我不是故意的呀, 他们是你以前的朋友吗? 抽亏有些慌乱, 秦昆却是摆了摆手。 不算是, 只能算是旧石吧。 初魁, 我们家乡讲究入土为安, 你要不把他们的尸骸还有头颅都送给我, 我挑个地方给他们葬了吧。 这, 好, 好的。 在十四城待了一天的时间, 秦昆都在挖坑埋人, 人活在那里就该死在那里, 落叶归根, 入土为安。 秦昆不清楚这些尸体是怎么到了丑葵的末房的, 但是现在, 他们分别被秦昆埋在了不同的地方。 黄金王的公寓, 他最喜欢的房间, 秦昆数次见到黄金王在这里和别人翻云覆雨。 这里没有土地, 他的骸骨被秦昆放在了衣柜里面, 污秦腐烂的脑袋则放在了堆积满灰尘的沙发上。 黑蟹尸底, 蟹子的尸体已经风干成渣了, 拉一副工具的尸骇埋在蟹尸堆里, 他的脑袋放在了已经没有屋顶的酒馆里面, 一片沙漠, 沙江很好下葬, 黄沙就是他的归宿。 周围的沙底已经渐渐被浇土侵蚀, 但属于中心的沙漠地带, 还有一片可以安葬的绿洲。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森燃应当是天际都雾的导师, 那个白毛蛮子当时加入神伐天城可能还活着, 也有可能死了很久了。 森燃底盘秦昆没有去过, 便把他葬在了天际都雾的白神森林里, 反正蛇人应当喜欢森林。 草官, 吴魁两个老同席和秦昆以前都算是有过节的, 秦昆找了一个离自己地盘最远的焦土, 把他们埋下, 各自烧了几他纸钱, 这也算得上是人之一惊了。 几个老同席的时代已经过去, 秦昆胆了胆身上的土, 无论自己睡了多久, 死争的新时代, 终究是该融入进去的。 王辉走的路上, 秦昆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街上的巡城卫时不时偷瞄向自己, 手按在箭上, 仿佛随时会出手攻击一样。 走过一个路口, 终于发现了不对, 他回头, 看着空无一人的路口说道, 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 还不现身? 哼, 让我现身, 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一到剑光子来, 秦昆根本就没有看清持剑者是何人, 按马一声该死, 手臂轮圆了, 砸了下来。 砸向剑光之前, 手中忽然多了一根降魔杵, 带着浩瀚的巨力, 势不可挡, 一力破万法。 天, 天为利器? 原本普通的杀招, 自持剑者看到秦昆的降魔杵之后, 忽然改变了剑招。 玄灵秦光出白刃, 六戒寒光成法身, 黄骨剑魂, 开! 那一剑刺来, 出现了一尊古魂, 持重剑, 以积天之势, 朝着降魔杵迎了过来。 而降魔杵出现了抖动汪名, 也出现了一尊古魂, 魁梧威严, 身着佛甲, 血带飘扬在身后, 一尊覆没金刚吃楚, 与那一尊重剑古魂, 斗在一处。 等等等等, 焦急声几乎是震破人。 秦昆大怒, 十四城的治安越来越不好了。 自从十四城的法则被削减, 现在大街上也会出现刺客吗? 心怀不轨, 死! 刚刚那一击, 是降魔杵本身的意境, 秦昆随后化作红袍打盼, 眼印万语, 手中降魔杵, 意境化为解冰形态, 再次朝着对方打了过去。 什么人, 敢在十四城里面随意出手? 两队寻成为围笼而来, 秦昆抱贺一声, 滚! 怒气激荡, 呼啸震天, 以判官身施展斗宗胡合, 围压击中。 围守的两个队长, 瞬间蹊跷流血, 精神受到重创。 秦昆化作判官之后, 那剑光再也不是对手, 迅速逃窜, 秦昆虽然看不清持剑者的模样, 也知道, 这次绝对不会是来和自己交朋友的。 破须涌出, 一脚踏出奋起之锥, 感觉在这里, 使用这破须, 简直如同是顺衣一样, 刹那剑出现在剑光的旁边。 想跑步, 又是一棍子砸了下来, 降魔杵乃是木质, 本被金壳, 但是成熟千年香火, 其间又诛灭万鬼, 重于千金。 每次裂开, 都会有魂魄溃散, 修补本身, 这已经是超脱五星之外的比拼了, 发起达到一定的境界, 无视五星属性。 该死, 我放你一马, 你还敢追过来? 秦昆眼神冷漠, 回镜头。 你放我一马, 也不帮我同意, 有本事别放过我, 来呀! 持剑者几乎要吐血, 来你姥姥个腿啊, 你那可是天威利器呀! 幸亏你是判官之身使者, 如果是佛神, 一个处抖下来, 能把九界十地的护法金刚全都招来, 你拿那玩意儿, 是暴天天物, 你知道吗?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秦昆看到, 两棍子打的那个刺客, 连屁都不敢放, 急忙趁势坠机。 自从得到降魔杵, 一直没有机会用, 今天才第一次出手,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而且握在手中时, 还有一种黄中大缕的空灵佛音, 回荡在耳畔, 感觉无比的奇怪, 超过自己每一把法器。 持剑者在逃, 秦昆紧随其后, 或许几次用出, 都没能彻底把对方给拿下。 持剑者身法刁钻不说, 他那把剑, 也像是锁定了香魔杵一样。 只要香魔杵一动, 他便会画出持剑古魂, 奋起反击, 仿佛是维护他的尊严一样。 而人一追一逃, 前面就是街区外围的五墙了, 那人一旦跑进雾里, 再找到, 那可就难了。 秦昆见到拦不住对方, 只能是用尽全力, 一个破须用处, 接着隔空一拳砸响。 临近雾里的前一秒, 那人挨了秦昆一拳, 吐鞋残叫, 听声音, 骨骼似乎碎了一样。 秦昆看到他消失在雾里, 于是在边缘收住了脚。 算你跑得快。 身后一群巡城卫追了过来, 他们战战兢兢的, 因为这个宿主的气势太过吓人。 秦昆看到自己被围, 对方也不说话, 于是冷着脸, 先行问道, 银符是你们的队长是吧? 他人呢? 他竟然还认识银符队长? 他, 他的地盘被刺到驯风域了, 就离开了。 驯风域? 除了中心街区和旁边的街区, 秦昆也没有到过别的什么地方。 更别说这种以八卦划分的区域分配了, 根本就不知道驯风域是什么地方。 你们跟着我有何事啊? 我等寻尘尉有纠察之旨, 你违反禁令, 自然, 自然要跟着你。 回答的寻尘尉被秦昆瞪了一眼, 说到最后有些底气不足了。 你们没有看到刚刚有人刺杀我吗? 胡, 胡说八道, 我们就看到你提着法器杀气冲冲, 两个队长还被你给伤了。 闲得无聊就去修炼, 再多管闲事, 和你们队长一样的下场。 没看到别人偷袭我就算了, 还把锅扣在我的头上。 秦昆非常的不爽。 你敢威胁寻尘尉? 那说话之人话音刚落, 被一棍子给抽碎了, 身形变形, 直接是暴毙倒地。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不要惹我。 秦昆最后一次警告道, 这地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熟悉的人都不在了不说。 最关键的是, 攒了那么多的阴草血腔还贬值了, 这样的世界他一点都不喜欢。 那群寻尘尉身形一阵, 彻底地怂了。 毒辣, 残酷, 暴力, 寻尘尉都傻呀。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在更山域的存在呢? 以前这一片区域有很多黄泉鲜秀, 施死成一主之后, 这片区域的宿主几乎全部被清洗掉了。 按理说, 这荒芜的地方曾经被清洗过一次, 不应该有很强的宿主才对呀。 你, 你敢留下名字吗? 秦昆看到那个寻尘尉惊恐的表情, 就算自己不留名字, 他们挨个地盘排查, 也能找到自己。 秦昆拍了拍那人脸蛋, 说道, 记住, 我叫昆仑摩, 想报复就过来。 忽神庙, 坐落在中仙区域, 这个地盘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 而是一个宗族。 曾经神发天成的忽祖入主十四城之后, 就扎根在此。 一路上, 两旁密联丛生, 媚态幻境比比皆是, 堆积如山的宝藏, 成群结队的美人, 气势如虹的阁楼, 或真或假。 一个古朴的石垫, 一位红唇虎女, 耳朵动了动, 看向旁边的空气。 云叔叔, 你受伤了? 空气中, 一个虚弱的声音传了过来。 喂? 有意思, 谁伤了你? 是那个白猫蛮子吗? 不是。 那只母虫? 不是。 木老头吗? 也不是。 那只蝙蝠? 以你的身法, 那只蝙蝠也不可能伤到你。 空气中出现了一个狐美男, 狐求之上是点点血迹, 他在咳嗽, 脸色很差。 至于是谁把他给伤了, 他并不打算告诉虎女, 别乱猜了, 我无碍的, 只是不小心受伤而已。 虎女拖着腮, 眼神有些惆怅。 真好, 你还能出去? 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妄女, 白猫蛮子, 那只蝙蝠, 那只虫母, 他们都在提升自己的实力, 要利用这个地方, 斩断因果线。 这样, 未来才能有无数种可能。 你应该潜行修行才是啊。 狐女耳朵动了动, 摇了摇头。 不对, 很久以前老师说过, 人要认命, 要知足, 要脚踏实地。 胡说八道, 而且, 你不是人。 确实, 老师最喜欢胡说八道, 但他有说得对的地方, 我要认命, 死死成法则被打破了, 生死试炼再也不会存在。 我的命数已经定型, 无法扭转了。 所以, 云狐一族的命数也已经定型了, 这里是鬼城, 我们是一群被驱逐被流放的狐狸, 只能待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 终生与鬼作伴。 妄女, 你想得太多了, 命是能改的, 我们入主了死死城, 这就是改命啊。 云叔叔, 你才想得太多了, 说不定, 这也是命中注定呢。 狐美难一争, 揪揪不语。 随后, 她轻轻叹道, 云露啊, 她回来了。 狐女一正, 有些难以相信, 又有些记住, 但似乎强行按捺自己的心情。 你是说, 谁? 狐女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所以, 狐美男就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眼神。 你的老师, 她回来了, 她睡了十年呢, 被那个意志降临竟然没有崩溃, 她的体质太不可思议了。 今天我试探了一下她, 发现她比以前更加厉害了。 狐美男看到狐女没有太大反应, 好奇地说道, 你不打算去看她吗? 狐女忽然笑了。 我是狐神, 黄泉宿主, 自然不能去看她。 不过, 老师总有一天会来找我的, 不是吗? 失死成义主之后, 带来很多的变化。 最明显的, 蒙鬼PK台的名称变成了死工。 秦昆也刚刚拿到了一柄银河旗之后, 才出现了提示。 青铜大门高耸, 这里危言庄重, 秦昆拿着名和旗, 眨着眼睛站在门口, 好奇地说道, 给了旗子, 怎么不让人进呢? 来到失死成两天了, 今天刚好调整好了状态, 打算过来找人起诉, 确实被拦在了门口, 他有些费解。 这位朋友, 母神在父亲, 无听弦外之音, 对你并不好。 门口站着一大堆人, 说话的是数批人, 他只敢站在门槛之外, 并不敢前进一步。 秦昆搞不懂他在说什么, 伸着脖子往里面看了看。 那里面不是有好几十个人吗? 既然今天不能打架, 进去听个琴又怎么了? 人活着还不能附用个风雅吗? 那是黄泉级的宿主, 母神的琴是给他们谈的, 你长明和邦帝四十四起, 还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听琴, 不过你想进去也不是不行, 死了可没有人管。 数批人说着摆出了一个首诗, 秦昆却有些愁愁了。 该死的, 听个曲而已, 有必要说得这么吓人吗? 未知即是恐惧, 人往往对陌生的东西 都会产生恐惧的心理。 但数批人的警告明显带着嘲弄, 秦昆直呼面子骇人, 冷横一声, 抬脚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门槛的距离, 秦昆进去以后立即发现, 这里的声音和外面听起来完全不一样。 不是听觉上的不同, 而是听觉上附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好想无数的信息流通过耳朵 要助理一个世界。 秦昆的意识又片刻停顿, 流着冷汗急忙甩甩脑袋, 后背已经湿透了。 刚刚那一刹那, 意识竟然变成了空白, 再看宫殿里面那一位老者, 膝上摆着鼓琴, 拨弄着琴弦。 我事! 秦昆定情一看, 琴上根本就不是琴弦, 而是晶莹剔透的因果线。 在城外, 秦昆仰望天际时, 曾看过漫天的因果线, 交织成大网, 灵甲天际, 而此刻, 竟然有人拿因果线当琴弦。 老者的脸十分的熟悉, 正是上次来死宫时的那一位老裁判。 老裁判朝着秦昆笑了笑, 乱石咸阴, 赠君共赏。 清显不动, 秦昆的面前, 整座宫殿开始难堂, 分解, 周围闭眼听琴的宿主化为飞回掩命, 自己又一种被扯烂的感觉。 随着周围的坍塌, 在意识消失的最后一刻, 变成了一道白光, 宿主陷入不明圣界, 系统开始童话供应, 童话成功, 宿主进入本位圣界, 生存任务, 法兰西共和国开启, 任务目的寻找封印的圣灵, 通关奖励, 银河水, 失败惩罚, 任务时间不低。 无数声音从秦昆的脑海响过, 仿佛虚空之中的警告, 声音不断地冲叠, 阴气而鸣, 白光散去, 清昆气喘吁吁, 发现自己坐在了一个长条的座椅上。 脑子里面的声音慢慢地安静, 正前方的墙上, 巨大的十字架上盯着一个人, 象征着使人赎罪的圣人, 只剩下了裹尸布遮住下身。 狮子向前, 烛火悠悠, 白放着饼干还有圣水, 似乎是供品。 教堂? 秦昆大脑出于挡机状态。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要干什么? 缓了好一会儿, 记忆才慢慢地浮现, 自己似乎是去死宫, 刚刚听到琴声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不会进了别人的因果线吧? 记忆涌出, 秦昆想起刚刚看到那个老头秦璇时, 分明是别人断掉的因果线所致。 太太酿奇怪了, 这个任务想起了生存任务和生存实链, 但是却又被区别开来。 这是石子称的新任务吗? 秦昆口干舌燥, 端着圣杯喝了几口, 明显是自来水的味道, 又捏起饼干塞进嘴巴。 一般在陌生场合受到惊吓, 唯一能够快速稳定心神的方法, 就是赶紧吃点东西。 饼干味道一般, 剩水也不好喝。 秦昆拿了耶稣的供品, 给他上了三处箱, 这才从教堂里面走了出来。 外面很大, 走廊恐恐, 夜色油暗, 显然是在晚上。 秦昆发现墙上有很多蚊子, 自己却并不认识。 法语? 我去。 秦昆很想知道 那老头弹的是谁的因果线, 怎么又给自己弄到法国来了? 难道石子称里, 除了黄金王之外, 还有很多的欧洲宿主吗? 惆怅的心情难以滑解, 教堂门还关了, 自己没办法出去, 只能是到高处吹吹风, 辽以为己。 冷风萧索, 旁边是钟, 秦昆站在钟楼, 背影更加的萧索。 城市的繁华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放眼望去, 没有几栋高楼大厦。 秦昆对法国不熟, 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此时有人踩着楼梯走了上来, 木板的摩擦声格外的明显。 秦昆回头, 一个驼背的丑鬼出现在了视野。 逆尘不隐你气息, 那虚影看到秦昆时, 也是吓了一跳, 嘴巴里面几里呱啦的在说些什么, 神情非常的激动。 老茶,出来。 茶仙鬼被秦昆叫了出来, 秦昆指指那个驼背丑鬼, 说道, 让他去茶。 好的主子。 这是一个恶鬼, 虽然神情激动,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茶仙鬼拿出茶具, 朝他说道, 去茶。 恶鬼听不懂, 茶仙鬼清澈熟路, 给他暴揍了一度, 那只恶鬼被打得是鼻睛脸肿, 终于知道对方让自己做什么。 一杯不语茶起好, 秦昆眼下, 表情有些懵逼。 老茶, 这杯不语茶, 它没用啊。 秦昆仍旧说不出法语来, 疑惑地看向茶仙鬼。 不应该啊。 茶仙鬼喝了一杯, 忽然尴尬地说道, 哎, 主子, 这是个哑巴, 刚刚是狭喊呐。 秦昆气得不轻, 那, 为他喝一杯不语茶, 能有用吗? 哎, 这我还真没试过, 灌。 秦昆亲自气了一杯茶, 茶仙鬼捏开驼背仇鬼的嘴巴, 给他灌了下去。 没一会儿, 自争强远的普通话, 从他的嘴巴里面说了出来。 闭义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呀? 放开我。 反正不是毒药, 少给我挣扎, 问你点事。 你, 你能听到我说话? 不对, 我怎么能说话了? 驼背仇鬼无比的惊恶, 又哭又笑, 好像是疯癫一样。 茶仙鬼比喻地说, 你是鬼, 这是鬼与交流, 鬼与不一定是语言, 你看成阴气波动就好了。 驼背仇鬼没有听懂, 茶仙鬼也懒得和他解释。 驼背捏着他的下巴说道, 别给我装疯, 你叫什么名字? 卡, 卡西莫多啊? 这是哪儿? 巴, 巴黎? 法兰西首都? 不对啊, 巴黎这么穷吗? 秦坤反应过来, 放眼望去, 周围高层建筑太少了, 感觉还不如临江市的高兴区呢。 今年是哪一年? 1983年啊, 你, 你不会是驱魔人吧? 1983年, 秦坤弟子从三十年前离开时, 不就是1983年吗? 时间节点又给串到这里来了。 驼背鬼可怜地望向秦坤, 看到他在发呆, 久久没有开口回复, 心虚地求饶道, 驱魔人先生, 我是被允许游荡在教堂里的, 请不要伤害我。 秦坤回过神来, 从弹性空间里摸出一包烟, 惆怅地吸了一口。 好了, 别烦我, 你既然是鬼, 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圣灵吗? 驼背仇鬼哭笑了一声, 那你得去教廷找啊。 听了个曲子, 莫名跑到1983年, 接了个狗屁任务, 秦坤也是够了。 好在忽然出现的任务, 并没有失败的惩罚, 就当作是来捋个友好了。 驼背臭鬼, 卡莫西多, 非常熟悉教堂的地形, 听说秦坤要离开, 很是热情地带秦坤抄了个小刀, 从这里顺利离开了。 不懂法语又没有钱, 长夜漫漫, 总不能和桥下巷尾的流浪汉一样, 露宿街头啊。 秦坤走在街上, 在弹性空间里面, 找了一件T恤, 撕掉了, 蒙住脸, 朝着一个灯光昏暗的巷子走去。 法国人天性浪漫, 红墨房夜总会, 是霸里最大的红灯区, 诸位街区, 还有不少同样以泥浪漫的场子, 似乎要带给整个世界温暖。 巷子里灯光昏暗, 游妓女的地方就有黑帮存在, 几个酒色虚浮的混混揉着裤裆, 抽着烟, 扣在墙上, 似乎在敲弹着自己的风流运势。 秦坤鬼一样地出现在他们的旁边, 几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秦坤的存在, 便发现自己其中一个同伴忽然消失在原地了。 言语不通时, 拳头比什么都管用, 被秦坤无嘴撸走得混混, 被一拳打出鼻血来, 接下来, 气茶的事儿那就好办多了。 秦坤喝了不语茶, 在那混混的包里摸出一千法郎, 这才扬长而去。 你是谁? 我们是马赛之光的门徒, 你会受到报复的。 圣魂叫你知道吗? 欢迎你来报复。 自证强远的法语蹦出, 秦坤拍拍屁股离开了。 1983年的法国, 作为时尚之都, 潮流成都绝对不会输几十年后的世界的。 眉眼的女人性感热情, 加钱公道, 没什么地方比温柔香果也更加舒服了。 有一排法郎消费开路, 秦坤在这种小巷子里, 一下子被当成了人傻钱多的游客了。 几个法国女郎站成一排, 又主动地直接过来挽住秦坤的胳膊。 秦坤挑了一个稍显冷漠的女郎, 她抽着烟, 把秦坤带去了自己的房间里。 这时候的网袜远比几十年之后的劣质, 但是也更加让人心痒。 女人冷漠地洗了个澡, 适宜清婚也洗一下。 不了, 我睡床不睡你, 房子留给我就行了。 五百法郎掏出来, 女人稍稍一震, 觉得这个人很是奇怪。 不过, 奇怪的客人她见得多了, 男人都是狼, 身实只是表象。 女子轻笑了一声, 坐在秦坤的旁边看起书来, 她想看看秦坤能忍多久。 到时睡觉, 妓女看书, 这种场合很是奇葩。 秦坤洗了澡, 躺在床上, 打量着这公寓一样的房间。 或许阴气染得多了, 秦坤没什么冲动, 又有些失眠, 毕竟周围的隔音太差了。 晚上一点, 秦坤打了个大大的哈气, 那冷漠的妓女, 在看一本时尚杂志呢, 她兴致勃勃, 今夜有人包她, 又不用操拢。 说实话, 这种日子, 她天天都想过呢。 此时, 一阵桥门声响起, 秦坤飘去, 发现一个一头金发的小男孩, 跑了过来。 梅子脸, 今天又有人跟我抢你吗? 秦坤闭着眼睛, 小男孩五六岁, 敌视地看向自己, 秦坤哭笑不得。 小男孩拱进了妓女怀里, 妓女无奈地揉揉她的脑袋。 你将来是马赛雄狮, 怎么可以来这种地方? 我不管, 你是谁, 出去, 否则马赛之光的门徒 不会放过你的。 金发小子忽视眈眈地看向自己, 秦坤两指一夹, 指间出现了一张黄纸, 被他捏成团, 屈指一弹, 砸在金发男孩的眼睛上。 小男孩捂着流泪的眼睛, 看向秦坤。 秦坤说道, 小朋友, 疑点了, 偷偷跑出来瞟戏, 你家里没人不管你吗? 金发小子大怒, 却看到梅子脸已经扳起了眼泪, 可怜地求饶道。 梅子脸, 你说过将来要嫁给我的。 梅子脸冷漠的表情被融化了, 无奈地说道, 你爸爸会杀了我的, 回去吧。 他把小孩推出门去, 狠心地关上门, 情绪有些低落。 这一幕, 秦坤从头看到尾, 嘖嘖一叹, 不无伦之恋呢, 不愧是浪漫之都, 这种戏码都有。 你也走吧, 他刚看清了你的面孔, 你会惹他生气的。 梅子脸将五百法郎又推了回来, 秦坤并没有接, 微微地笑道, 我要是被一个小孩子给吓住, 那就太丢人了。 相信我, 他绝对不是小孩子那么简单, 你去打听一下他们家族的姓氏, 就不会笑得出来了。 他姓什么? 罗伯特? 纳兰德罗伯特? 他的父亲就是马赛雄狮, 维恩罗伯特。 梅子脸看到秦坤变得一声不吭, 实话了一样, 表情又十分的奇怪, 梅子脸无比地疑惑, 这是被吓到了吗? 晚上, 秦坤忽然下床, 拽住梅子脸问道, 你是说, 这小子是纳兰德劳伯? 秦坤看着公寓, 就说这里为什么那么熟悉呢? 公寓外面的装饰, 如果提出掉霓虹灯招牌, 和黄金王的公寓有什么区别? 公寓里相比黄金王的公寓, 虽然老旧了一些, 但是结构是一模一样。 刚刚那个小子, 竟然是黄金王? 也就是说, 死工老头弹的琴弦, 是黄金王的因果线? 哇塞, 上次记得曾在英国遇到黄金王, 谁知道, 他幼年的经历竟然是在这里。 梅子脸呆滞, 这个东方男子到底是怎么了? 魔证了吗? 房门被一脚踹开, 一个金发小子, 稚气地叫道, 就是里面那个男人, 给我带走。 六七个混混涌了进来, 其中还有秦昆刚刚敲诈的那个。 是你? 那混混看到秦昆火冒三丈, 小少爷, 他抢了我的钱, 自称是圣魂教的, 你要为我做主啊。 秦昆舒了口气, 看在黄金王的份儿上, 今天不已大开杀戒。 一手推在为首的混混胸前, 秦昆忽然熠立, 六七个混混被距离推出, 直接撞进了对面的房里, 对面的房子里传出了尖叫来。 金发小子直愣愣地看着秦昆, 他有些恐惧, 自己带来的人, 怎么一个照面就被掀得人羊马翻了? 秦昆蹲下摸了摸他的脑袋, 难怪你长大以后那么耗色, 今晚不要打扰我, 回去吧。 小男孩的脑袋被秦昆扭转, 屁股上挨了一脚, 两脚离开。 看到秦昆把房门闭上, 里面的妹子里忽然传出娇喘, 小男孩大怒地走过来, 秦昆的警告声从门里面传出来, 再不走, 马赛之光都保护不了你, 你以为这里没人敢杀你吗? 我…… 难受的眼泪流下了, 小男孩捏拳发誓, 自己一定要把秦昆打些八块。 听到小男孩走远, 秦昆打了个哈欠, 再次躺倒在床上。 帮了你一把, 你要怎么歇我呀? 看到秦昆再次恢复了绅士的模样, 妹子里一正, 他一度以为秦昆终于要忍不住向自己下手了, 谁能想到是在劳博面前演戏呢? 你…… 凭什么觉得帮了我? 有个小狮子天天晚上打扰你生意, 谁敢嫖你啊? 今天我给了他一个警告, 以后他父亲应当会看好他的, 不是吗? 梅森林无比的意外, 这东方男子像是能看透一切一样, 他猜得完全没错。 自从几个月前碰到了小罗伯特, 他已经好久都没有接过生意了, 他总是有办法从家里跑出来, 晚上过来找自己, 自己几个常客也被他父亲的手下给揍过好几回了。 刚刚挑你的时候我就纳闷, 这么好看的姑娘竟然没有人挑, 原来是没人敢挑啊。 梅森林脸颊一红, 秦坤继续说, 这样吧, 我应该还有一笔钱存放在香港, 可以资助你去学服装设计。 你怎么知道我想学这个? 他刚刚看书的内容, 秦坤透过天眼书全都看到了。 除了几本时尚杂志, 都是涉及入门的书籍,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只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告诉那个小狮子, 我是圣魂教的人, 让他尽可能地找圣魂教的麻烦。 白天街道宽阔, 事业宽阔, 心情有时候会随着视野而开朗起来。 巴黎街区的建筑敌眼, 因为明文规定, 建筑不得高于五十米。 这里广长不大, 但是人少, 显得更加宽阔了。 青石路, 随处可见的白鸽, 伴随着被风霜打磨的老城建筑, 形成了一幅岳墓的画卷。 这次的任务是寻找封印的圣灵。 对于封印的圣灵, 秦昆完全是一头雾水。 首先, 圣灵这种东西是极其寒险的, 有大功德在身的鬼同时被人供奉,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烟消云散的, 才具备成为圣灵的条件呢。 所有条件加起来, 磕磕的不像话。 就算是一系统的尿形, 自己出现的地方, 可能是与圣灵有必然联系的。 就算是这样, 要寻找圣灵, 也是如同大海捞针的。 还有, 圣灵绝不是鬼的某种等级, 而是一种境界。 理论上讲, 游魂级的波动, 也可能成为圣灵。 当然了, 圣灵兽香火那么多, 定然不会是游魂级的。 所以目前为止, 秦昆只见过两个圣灵, 一个是第一次见到杜青寒时, 罐子里面的老头, 另外一个就是韦陀了。 韦陀? 街角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秦昆手掌一番, 出现了一个骨灰坛, 看到周围没人, 一个神僻金甲的魁梧圣灵 被召唤出来。 几天前, 韦陀天被砸, 韦陀即将烟消云散, 秦昆灵机一动, 把他装进骨灰坛里。 骨灰坛这个东西的神奇之处, 就是任何鬼在里面, 只消耗鬼气, 维持生存, 但是却不会魂飞魄散。 这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的牢笼。 当初牛猛的族长, 吊丝鬼等都被关在这里, 哪怕那么想死, 都是做不到的。 韦陀自然也没有死, 但是鬼气被耗得差不多, 几天不见, 加上曾经的重伤, 实力已经降到了恶鬼。 被秦昆唤出来, 韦陀打量了一下周围, 虽然在阴影里, 阳光仍旧刺眼。 他低声说道, 道门的小子, 找我干什么呀, 赶紧把我装回去, 我会魂飞魄散的。 秦昆见过很多不喜欢骨灰潭的鬼, 喜欢在里面的, 这还是头一个呢。 韦陀兄, 打听个事啊, 快说快说, 我的鬼气都快泡光了。 足为妙龄, 离开妙宇就和气球差不多, 鬼气漏完了, 差不多就要魂飞魄散了。 韦陀十分着急, 那骨灰潭里面胎着挺好的, 你把我弄出来, 要干什么呀? 别急, 就一件事, 你能不能感知到你同类的鬼呀? 我同类? 佛门的鬼? 不, 是圣灵。 圣, 圣灵, 那是什么呀? 你不知道圣灵? 你就是圣灵啊, 秦昆无奈? 魏陀一正, 思考了一会儿说, 嘻, 我想起来了, 我的打档似乎确实被奉为圣灵, 这么说, 我也应该是个圣灵。 你还有搭档啊? 秦昆只听过, 牛头有搭档马面, 白无常有搭档黑无常, 还没听说过, 魏陀也有搭档的。 你搭档谁呀? 秦兰菩萨呀, 哦, 就是关羽。 你搭档是官二爷? 秦昆听说过, 道门封关羽为官圣帝君, 秦兰菩萨的封号, 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不过, 现在可没有功夫说这些。 毕业馆小宫的崛起忌实,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大柱, 二爷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你到底能干这道圣灵吗? 如果是秦兰那种诡气波动, 应该是可以。 白天, 秦昆在巴黎旅游, 八十年代的巴黎, 战乱平息, 市场复兴, 欧洲经济兴起, 一片欣欣相容。 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晚上则是操起了老本行, 秦昆寻找隐藏在市里面的毒瘤混混, 是一找一个准。 挤了钱, 潇洒一晚, 一利用晚上的时间, 放鬼柴出去, 带着韦托一起寻找圣灵的线索。 韦托鬼旗消耗很大, 一晚上要几十摊的明币功夫, 才可以勉强保证鬼祭不流失, 就好像是个屋底洞一样。 秦昆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待了一个礼拜, 秦昆算是把巴黎市内, 大大小小的帮派, 给得罪光了。 地下社会流言四起, 说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专挑黑帮下手抢劫, 那些被抢劫的帮派分子, 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 只知道是一个东方面孔。 一时间, 秦昆的身份被蒙上了一层迷雾。 第九天, 秦昆坐在一个餐馆里面, 这里用餐礼节非常的繁琐, 尤其是稍微高档的餐厅, 服务生会滋滋不倦地提醒你, 秦昆也算是熟客了, 将餐巾塞进了衣服里面, 自顾自地品尝着美食。 松露, 握牛, 鹅干酱, 没一个能吃的习惯的。 秦昆插着一面, 甜辣味道的一面格外的难吃, 这里的吃食对人而言, 简直就是折磨。 付了钱给了小飞, 秦昆抬头, 角落里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在打量自己。 秦昆插起最后一块培根, 塞进嘴巴, 朝着他们笑了笑, 付账离开, 出门。 天眼所及, 那几个西装男子果然在尾随自己呢。 有墙啊。 秦昆摇了头, 多大愁多大愿啊, 我就是来旅游的, 借你们点钱啊, 犯不着摆这么大阵势吧。 拐入一个老街的巷子, 前面也有几个人朝这边走了过来。 秦昆点燃烟草, 夹在手上, 即将走到路口的时候, 被拦了下来。 抱歉, 先生, 你走得太从容了, 看来并不把我们高炉之剑放在眼里啊。 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 侧身从路口走了出来, 把握着手指上面的戒指。 前几天是马赛之光, 现在又来了一群高炉之剑, 帮派纵横的欧罗巴大陆, 让秦昆的印象颇为深刻。 这里的种族主义非常的严重, 毕竟欧洲是一个拼血统的地方, 连带着地狱主义信仰矛盾, 让这一个大陆变得异常的复杂。 反正秦昆惹了一个是非, 惹了一群也是惹, 狮子多了不痒。 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我并不是针对你们。 哦, 你也知道害怕嘛。 呵呵, 三天时间, 高炉门徒已经有四个遭遇过你的抢劫了, 甚至杜文先生也受到了你的羞辱, 你的挑衅会收获到成敦的回报。 怕, 秦昆觉得对方是会错意了。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这群垃圾, 我只是随便挑几个下手而已, 你们根本就不值得我针对。 墨井男子不然大怒, 不等他下令, 那些西装革履的帮派成员, 就朝着秦昆冲了过来。 箱子两头, 十几个人冲过来, 个别人身上佩戴着枪支, 但如果不掏墙, 谁是一盒之地呢? 拳头捏起, 第一个冲过来的高炉人, 被一拳打在墙上, 昏死过去。 也许几十年之后, 墨井男子都不愿意回忆这一天, 十几个高炉之剑的帮派精英, 对上一个黄种人, 竟然没有一个, 撑过一个回合的。 从开始, 到最后一个高炉之剑的精英, 失去战斗力, 也不过是半分钟而已。 他们甚至, 连枪都来不及掏出来, 就被对手KO倒地, 这是非常罕见的。 那些枪, 秦昆没碰, 也来不及碰。 看到墨井男子伸手墨枪, 秦昆踏出一脚, 或许用出, 出现在了墨井男子的身后。 风魂枪掏出来, 抵在墨井男的后脑勺上, 举手投降。 墨井男子浑身僵直, 汗流浃背, 甚至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称呼啊? 秦昆的声音依旧没有起伏。 贝特朗? 秦昆伸手摸出对方的钱包, 里面金额不小, 秦昆十分满意。 一摊法郎被秦昆拿在手里, 枪口拍了拍对方的脸蛋。 贝特朗, 下次不要冲动, 你找我麻烦, 是要付出代价的。 裤子脱了, 把钱全都交出来。 一群东倒西外的黑帮分子, 在秦昆的立鹤之下浑身一阵。 抢劫吗? 那脱裤子是什么意思? 五颜六色的裤衩出现在秦昆的面前, 秦昆是怕这里有不识好歹的亡命图, 要死磕。 刚刚没有没收他们的枪, 可能会有危险。 但这群人着实是没有反抗的血性, 那个被打得最惨的正打算脱裤衩呢? 秦昆勒令道, 停, 我他妈又不是变态, 裤衩提起来。 贝特朗此时的心情特别复杂, 这才多少钱呢? 为了这么点钱, 得罪高炉之剑, 值吗? 先生, 我可不是你的先生。 贝特朗廉家降红, 看着秦昆是快的数钱呢, 有好几次想逃强反制对方, 但是他没有那个勇气, 太快了, 对手的强大超出自己的想象, 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让对方嗅到一丝敌, 恐怕自己没命走出这个巷子。 尊敬的东方先生, 你很厉害。 过奖, 你难道真的是为了钱, 而不是别的目的? 其他目的? 国仇家恨? 如果要把八国联军的账给算上, 我应当去火烧陆副宫, 血战凯旋门才对吧, 对你们有个毛的目的。 不然呢? 这些钱十分的微薄, 如果你需要的话, 以你的能力能得到更多的, 如果你相信我, 我可以把你引荐给教父伯诺啊, 他会给你数不完的金钱, 和无数的漂亮女人, 前提是你加入我们, 为我们高炉之剑效力。 不必了, 秦坤拍了拍贝特朗的脸蛋, 自着牙说道, 这些人的脸我都记住了, 吓死谁再敢跟着我, 死。 秦坤划了划自己的脖子, 所有人感觉自己后颈都是凉嗖嗖的。 那东方人抽着烟消失在了箱子尽头, 贝朗特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 变得哭笑不得。 晚上, 贝朗特回去交差, 事情原封不动地告诉教父之后, 一个白发老头沉思半赏, 就给出了答案。 既然是劫财, 让大家少带些钱出门吧。 一个无奈的回答, 让贝特朗错愕。 铁血教父伯伯努瓦竟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实在是难以相信的。 白发老头喝了口酒, 淡淡地说, 很意外嘛, 其实不只是我们遇到了那个人, 马赛之光, 生日尔曼, 哥特战锤, 都碰见过那个家伙。 听说还没人能拿得怎么样呢。 而且那古怪的东方人, 真的是来劫财的。 伯努瓦也是气得不轻, 这是神经病吧, 五发狼他也抢, 五百发狼他也抢, 钱包里不管装多少钱, 都会被他全部拿走。 有几个兜里面没钱的门徒, 皮鞋会被勒令脱下来扔进河里,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最惨的是心腹杜文, 因为羞辱了对方几句, 衣服裤子被扒掉了丢进水里, 额头上被按了一个烟巴, 就好像是个印度的和尚一样。 当时杜文去撕毁情妇, 还没有到了目的地呢, 最后硬是穿着裤衩走回来的, 让他们高卢之剑大丢颜面。 波努瓦揉着额头, 不知该怎么说那个人的好啊。 也罢, 只要不影响最近巴黎的帮派格局, 他怎么做就随得去吧。 十五天, 高卢之剑找过事情之后, 马赛之光, 搁得战锤的人, 也来找过秦坤的麻烦。 这群不信邪的人, 被秦坤以同样的手段, 给胖揍一顿, 谁都受不了无休止的麻烦。 于是秦坤拿出了法器夺野刀来, 准备要动手了。 乌云阴沉, 仿佛巴黎酝酿着一场暴雨, 地下社会的矛盾 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为利益争斗的黑帮分子 在巴黎纷纷抢占, 划坟地盘。 他们始终觉得 秦坤的存在是一个隐患。 彼此争斗时, 占据主导权的戈特战锤, 为了不出现变数, 首先亲力对秦坤出手。 带来的结果就是, 33个精英在市区开枪, 连对方的一脚都摸不到。 回来之后, 33个鼻青脸肿的人, 头发都被剃光了。 马赛之光的成员, 听说秦坤对戈特战锤出手了, 也不愿意坐以待毙。 高炉之剑, 整日恍恍不安, 已参与到了对秦坤的围剿当中。 最后, 巴黎三大帮派精英, 全都变成了光头。 黑帮争斗那一天, 三大帮派将近200个精英, 一水明亮的光头在临阵指挥, 场面是异常的尴尬。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三个帮派除了教父和底层其他人员, 都皈依了佛门呢。 那一场原本准备好惊天血战的泄斗, 打得是毫无激情可言。 剃光头并非是秦坤的医院, 但是明枪易躲暗简难防啊。 给这群喜欢尾随丁梢的家伙剃了光头, 天眼就可以很方便地发现潜在的危机了。 秦坤也没有想到, 原本这一场腥风血雨的泄斗, 会因为自己而变成佛系火拼。 一个月之后, 香港转来的资金到达账户了。 继续梅瑟琳的房间, 秦坤躺在床上, 无聊地看着电视。 听说, 你最近惹到了很多人。 梅瑟琳得到秦坤的赞助, 开始自学服装设计, 这些天都在学习画画呢。 她的房间里面多了个缝纫机, 同时, 秦坤收到了自己在这里的第一份礼物, 一身西装。 你的天赋这么高啊? 西装料子虽然有些土, 但是十分的合身, 有些出乎意料。 梅瑟琳耸了耸肩膀。 我父亲以前是裁缝, 可惜病死了, 不然, 我也不会来这里。 大晚上的房门被敲, 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 一头拱进了梅瑟琳的怀里。 金发小男孩仍旧敌视地看着秦坤, 同时, 眼中带着畏惧。 门口站了几个光头, 偷偷地挑见秦坤之后, 咽着口水, 尴尬地在笑呢。 我是纳兰德·罗伯特, 梅瑟琳是我的。 小男孩一如既往地在宣誓主权。 秦坤敲了敲他的脑袋, 你毛都没长齐呢, 懂什么叫亲爱吗? 你这是缺少母爱? 小男孩还想说些什么, 发现门口的光头挤着笑容, 吵他使劲地摇头呢。 看来是建议小男孩不要招惹这个人。 小男孩咽了口口水, 仰着头说, 反正梅瑟琳是我的。 秦坤朝着梅瑟琳说道, 给他做一个开单裤, 我闻到尿骚味了, 他肯定是尿在裤子上了。 我没有。 小男孩瘦了气质大乳, 红着脸跑了出去。 梅瑟琳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东方男子太有意思了, 未来马赛雄狮都被他吃的是死死的, 而这才过了多久啊。 殡仪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维, 感谢您的收听。 三个月过去了, 秦坤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面喝咖啡, 一个替了原寸的白人男子, 递给了秦坤一个公文包。 秦先生, 这是您这周的保护费, 请笑纳。 十万法郎堆在公文包里, 秦坤点了钱, 抽出十张来递给那个原寸男人。 那白人受肿若惊地收下, 舔着脸说, 大师啊,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 没有, 就是单纯地想给你一点小费。 白人男子一针地无语, 离开之后, 秦坤喝完咖啡, 也离开了这里。 几个礼拜前, 巴黎三个帮派进入白热化的争斗, 曾经堵戒过秦坤的墨井男贝特朗, 忽然造访了秦坤的住处, 说愿意花大价钱, 请秦坤给高炉之鉴的教父当保镖。 秦坤非常的无语, 这些人绝对是神经病, 被自己念到这个份上, 现在竟然还要拉拢自己。 给一个随时可能会挨枪子, 或者死于非免的黑帮教父当保镖, 那和炮灰有什么区别呢? 秦坤当即拒绝。 隔天, 高炉之鉴的教父伯努努瓦亲自上门拜访。 真正的黑帮大佬, 永远不会把打打杀杀挂在嘴边的, 文质彬彬的态度, 比任何一个血统纯正的贵族都是不逊下诚。 伯努瓦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感觉脱下那一身西装和街上拉手风琴的艺人, 或者修剪草坪的园丁差不了多少。 他态度温和, 极力妖精。 秦坤依旧没有答应, 不过秦坤好像是看出来, 这家伙是中了邪术了。 原本伯努瓦花三万法郎的周星聘请秦坤当保镖的, 在秦坤以一种玄妙的东方道术去除体内黑魔法之后, 改称周星十万, 聘请秦坤担任类似于供奉的角色。 这个请求, 秦坤欣然同意了。 今天是伯努瓦孙女十岁的生日, 秦坤没什么礼物可送的, 不过他有室友梅瑟琳合租的两层公寓 在法国Ismael的服装设计学院的附近。 原先预想的大学南进需要考试, 但是伯努瓦凭着高炉之剑的关系, 很容易把梅瑟琳塞了进去。 同时秦坤也顺便被塞进去了。 Ismael的号称时装界的哈佛, 秦坤进大学纯属是过把影, 身份差不多是高等的旁听生, 作业爱交不交的那种。 回到公寓, 梅瑟琳在剪裁一块布料, 缝纫机已经用得十分熟练了, 见到秦坤过来, 梅瑟琳剥了剥额签的头发。 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黑帮教父孙女过生日, 秦坤才开始想着 兑换个玉或者扶植打发得了, 但是并不确定这里的时间线 和自己的本位世界有没有联系, 还是觉得将自己存在的影响 降低到最低才好。 所以, 有关自己的一切尽可能地不要留下。 旁边是几个木雕的娃娃, 木头是无头鬼雕的, 芭比娃娃的造型。 秦坤不知无头鬼是怎么感知到 欧洲女性的模样的。 总之, 这芭比娃娃造型栩栩如生, 就是关节不能动而已。 这几天, 梅瑟琳将娃娃的衣服做了好几套, 用上了最近所学的 服装设计的全部理论。 她很费解, 秦坤要这么多衣服做什么, 小小的一点, 也没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啊。 秦, 伯诺瓦先生的孙女, 会喜欢这些烂玩意儿吗? 烂? 你不知道啊, 将来的小姑娘 对这些娃娃有多么的疯狂。 秦坤没有搭理对方, 收拾好那些娃娃, 梅瑟琳给精致的木盒 也缠上了不已的包装, 显得非常的有档次。 走, 秦坤招呼道, 梅瑟琳摇了摇头, 朝着秦坤笑了笑。 我就不去了。 秦坤也不会问为什么, 有时候刨根问底, 去提问会刺伤别人的自尊心的。 梅瑟琳可能觉得, 妓女这个身份, 没办法去那种场合, 秦坤也就不再勉强了。 我会说, 这东西是出自于你之手。 不行, 你说过这些玩意儿来自美国, 我只是仿照他们的概念。 那不重要。 骑着自行车, 半个小时时间, 秦坤到了一座庄园一样的地方, 巴黎三大黑帮之一的高鲁兄弟会就在这里, 这些人也被称之为高鲁之剑。 我亲爱的秦, 欢迎你的到来。 伯努瓦大笑着给了秦坤一个拥抱, 今年55岁的伯努瓦, 头发已经全摆, 身体却是十分的健康。 用力地拍了拍秦坤的后背, 这才把秦坤引进屋里。 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打扮得如同小公主一样, 站在大蛋糕的前面, 甜甜地笑了笑, 朝着秦坤伸出手来。 英俊的先生, 有我的礼物吗? 当然了, 给可爱的小公主。 伯努瓦的孙女长得十分漂亮, 秦坤把小礼物放在她的手里, 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姑娘拿着礼物十分的开心, 迫不及待地就拆开。 一个木雕的娃娃, 还有一堆小衣服。 小姑娘眨着眼睛, 很想玩, 又撅起嘴来。 爷爷说, 玩娃娃的小女孩很幼稚。 哦, 秦坤转头, 伯努瓦微笑的脸顿时一僵。 哦, 朱利亚, 你记错了, 那是你爸爸说的。 伯努瓦的儿子, 惊恐地看向秦坤, 没错, 他也是曾经被剃过光头的精英之一。 看到秦坤表情不善, 他非常地紧张。 我, 我没说过呀。 伯努瓦干咳了一声, 赶紧把秦坤请到一边。 秦坤没有生气, 伯努瓦月人无数, 心中是有数的。 这年轻人本事大, 瞎手轻, 有分寸, 适合当作伙伴。 而且这次的礼物, 明显是带着对小孩子的关心的。 伯努瓦确定, 秦坤不是讨好自己, 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去讨好自己。 自己中的黑魔法对方也会解, 简直是有大本事在身的, 他的厉害之处有目龙度。 秦大师, 刚刚你生气的表情是开玩笑的吧? 伯努瓦不太确定地问道, 秦坤怂怂肩膀, 外国人就是有些矫针的。 结果他递过来的雪茄给自己点上。 当然, 别介意, 身体好点了吗? 无论伯努瓦对自己的态度是好是坏, 秦坤的态度永远是不相不担。 老头身上的血腥味太重了, 跟这种人走得近了, 会伤人和的。 哼, 上帝保佑, 已经康复了。 上次问你, 身上的黑魔法是怎么来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秦坤专门来伯努瓦孙女的生日晚宴, 完全不是冲着高卢兄弟会的名头, 而是他捕捉到了一丝线索。 鬼差在巴黎游荡了那么久, 没有任何圣灵的下路, 但是伯努瓦身上的黑魔法, 则给了秦坤另外一个歧视。 是不是可以从其他地方寻找圣灵呢? 比如从欧洲的驱魔人入手, 既然是圣灵, 那定然和驱魔人有关的, 自己只身一人去窍庭寻找圣灵不太现实, 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而驱魔人就不一样了, 驱魔人有好有坏, 后世都为圣灵不惜把手万里, 跑到华下来, 那么现在这些圣灵对他们肯定也是大有作用的。 听到秦坤发问, 伯努瓦想了一下, 回答道, 那是在大巴列颠遇到的怪人, 其因还是三年前, 我去大巴列颠谈的一个生意。 三年前, 高卢兄弟会风头正升, 现在的哥的战俘马赛之光, 完全没有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资格, 高卢兄弟会甚至可以插手别国帮派的事务, 甚至关系网已经进入了议会的领域了。 那时的伯努瓦是高卢兄弟会的副手, 跟着当时老大前往大巴列颠, 谈了一次十分古怪的生意。 伯努瓦清晰地记得, 自己当时老大见的人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 那个斯文的人跟他们做的生意却是非比寻常, 是人命的生意。 他们需要人, 很多人, 需要通过高卢兄弟会卖一些人口给他们, 而且点名要活的。 这种生意高卢兄弟会也做过, 所以谈得十分的愉快。 不过对方点名说, 交货那一天, 高卢兄弟会的老大要亲自带人过来给他们验货。 因为是天家的生意, 所以豪森先生为了组织利益带了人寿前往, 但是之后豪森先生就销声匿迹了, 他的家人也从人间蒸发, 另外一起消失的还要去的高级骨干们。 买主是谁啊? 不知道啊, 我后来派人打听过他们用的是假名, 而且这个生意从一开始就是豪森先生谈的, 我并不知道这生意的内容还要经过。 那你身上的黑魔法呢? 大概是豪森先生消失的半个月之后, 组织需要再次选择领袖。 我和另外一个竞争者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不过高卢兄弟会并不像因为我们两人而分裂。 所以一些资历高的高级干部提议, 我们谁能带回豪森先生的确切死亡消息, 或者仇人的消息, 给大家一个交代, 谁就能坐在这个位置。 于是我带了一些人去了大波列颠。 豪森先生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出事, 临走前曾经提过, 那个人是东萨塞克斯郡的人, 于是我们直奔那里。 那你找到豪森先生的下落了吗? 怎么可能啊? 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森林, 里面全是死人。 风有些冷, 伯努瓦即便是浑身血沙浓郁, 提起这事儿也是不忧地打了个寒碜。 那个森林恐怖至极, 许多死人都是头颅断掉而死, 看样子大多数是自杀的。 那是一个魔鬼的森林, 是我见过的第二个恐怖的地方。 第二个恐怖的地方? 对, 第一恐怖的地方是那一片森林的尽头, 一处精神病院, 烟灰落在酒杯里, 秦坤把酒倒掉。 伯努瓦表情惊苦, 似乎在回忆着一个不愿意回忆的事情。 秦坤见到这个有气质的大佬之后,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失态。 而且这个地方, 自己知道。 断头森林, 禁闭医院, 魂宝。 欧洲魂宝超越了三分山的存在, 那些买卖的人口, 竟然是拿来做实验的。 秦坤的脑子一下子就痛了, 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伯努瓦曾经的老大, 那个豪森先生被摆了一刀。 交易者让他们亲自带人过来, 其实目的绝对不会是他们旁来的那些普通人, 而是高卢兄弟会的精英。 真正要被当成实验对象的, 是这些体魄健壮的黑帮分子。 一来, 可以顺势杀掉这些人, 削弱黑帮势力, 稳定治安。 二来, 可以解救那些被绑来的, 提高当权者的权威。 三来, 那些科研人员, 做起实验的时候, 可以抛开大多数的心理负担。 毕竟实验对象是一群渣子, 再多的秦坤就想不到了, 但是一想起这种手段, 秦坤的驳梗就有些发疗。 真正的实验对象是没有人权的, 自己非常庆幸, 三分善那些疯子没有把自己当成小白鼠, 还让他活了下来。 你知道那精神病院有多么的恐怖吗? 走廊里面的病号和形势走肉无异, 他们疯狂, 天职, 甚至同类相识。 而且最关键的地方, 他们有黑魔法。 布努瓦发现秦坤不说话, 自嘲地笑了笑。 哼, 算了, 太过离奇的事, 你可能也不信, 我身上的黑魔法 就是那时候中的, 当时偷偷潜入那个精神病院, 发现古怪之后立刻跑了回来。 起初身上还起了怪异的水泡, 后来大幅度地溃了, 这些年一直没有治好。 意外得到了魂饱的消息, 清昆无奈, 还是没有圣灵的消息。 你是说, 那些行尸走肉一样的精神病人, 已经会鬼术了? 既然布努瓦也没有圣灵的下落, 秦坤索性就问一些魂饱的问题。 对, 黑魔法十分的厉害, 我们去了六个人, 只回来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贝特朗。 布努瓦的保镖, 墨庆男贝特朗被叫了过来, 秦坤早就发现贝特朗的身上隐隐地有黑色轨迹。 贝特朗被叫过来之后, 伯努瓦说道, 贝特朗当时在外面接应, 所以没有中什么黑魔法, 但他是唯一证明我被黑魔法袭击的人。 你们还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呀? 没了, 那时候我们连也离开, 后来回到本部, 得知我那个竞争对手和他带的人全都死了。 于是高罗兄弟会实力锐见, 戈特战俘, 马赛之光两个帮派, 那些年就有了崛起的机会。 黑帮跌宕起伏的历史, 没让秦坤产生太大的兴趣。 但这里面牵扯到魂暴, 以及伯努瓦竞争者的消失, 这里面的文章很大, 台杂论的关系, 即便是丑丝剥剑, 也没办法看清乱成一锅粥的事件深处, 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 殡仪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 秦坤带着一律回到住处, 纳兰德劳伯依旧每天骚扰梅斯林, 五岁的小男孩确实不懂男欢女爱, 他缺的可能是母爱, 所以才会赖在梅斯林这里。 纳兰德劳伯还没有成长成未来的黄金王, 毕竟气质太嫩了, 和未来的饮食差别太大。 秦坤在客厅里面冲了一杯咖啡, 发现黄金王供在梅斯林的怀里, 才对梅斯林告别呢。 梅斯林, 我可能要离开你了。 你要去哪儿呢? 梅斯林从不认为自己在和小男生谈恋爱, 可能是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弟弟。 大不列颠, 这次争斗, 马赛之光已经率先出局, 我们要离开法兰西, 去大不列颠休养生息。 梅斯林笑着摸了摸黄金王的脑袋。 你是未来的马赛雄狮, 无论在哪儿, 都能称王的。 黄金王得到了莫大的鼓励, 重重地点点头, 对秦坤说道, 我走之后, 你要好好照顾梅斯林, 不许让他被别人欺负。 黄金王说得异常地认真, 秦坤朝他脸上吐了口烟。 你的女人, 你去管, 别烦我。 黄金王被怼得小脸通红, 可是又放心不下梅斯林, 格外地可爱。 他十分讨厌秦坤, 但是秦坤是周围唯一一个将自己视为男子汉的人, 虽然他劣习满满, 为人卑鄙, 还非常贪财, 以及有把人剃成光头的恶趣味。 那我走了, 梅斯林, 你记得我要娶你。 小男孩的告别也带着一种幼稚的伤感, 秦坤无奈地摇摇头, 听到梅斯林问道, 如果我有机会去大不列颠, 该去哪儿找你? 东萨克赛斯? 秦坤一证, 这不是魂饱的所在地吗? 马赛之光, 难不成也要成为实验对象了吗? 喂? 秦坤朝着门口的黄金王开口, 那个地方是谁给你们选的, 知道吗? 黄金王瞅着秦坤, 虽然很不爽秦坤打扰了自己和梅斯林的告别, 但是依旧说道, 当然知道, 是安德烈男爵。 他在哪儿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秦坤捏起了拳头, 腹幼松开, 微微笑道。 梅斯林, 这么可爱的小男孩正当离别, 不值得亲一口吗? 梅斯林瞪了秦坤一眼, 他其实也想亲一口对方的, 毕竟自己是一个妓女, 除了小罗伯特, 他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地重视过。 但是, 对方是未来的马赛雄狮, 他没有资格亲吻对方。 有了秦坤开口, 梅斯林则是多了一个理由, 捧起黄金王的小脸蛋, 轻轻地左了一下。 黄金王激动不已, 简直是太感谢秦坤了。 他一脸傻笑地看向秦坤说, 安德烈男爵在圣心大教堂, 以前我们马赛之光的地盘, 你去见他的时候, 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 他一定会见你的。 巴黎北圣心大教堂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景点,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代表着法兰西的民族信仰, 这里就代表着法兰西的民族精神。 华夏里明朝初期, 世界殖民战争开始, 英法百年战争也进入了胶着的局势。 一名名叫贞德的女子曾经化为男子参与其中, 后来掌握兵权, 率领法兰西人抗击大波列电的侵略。 英法百年战争时上, 那个女子的出现打破了法兰西人持续败政的魔咒。 只可惜后来仍旧被英当局逮捕出死。 宗教裁判所以巫女和义端罪判处火刑。 五百年后被梵蒂冈封圣女贞德。 秦坤念者教堂前一个女骑士的介绍不禁一笑。 驱魔人牵扯到圣女义端, 又有梵蒂冈平反和成人身份。 这个圣女贞德定然是法兰西驱魔人的一员。 原来欧罗巴大陆的历史上, 驱魔人也是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天色已晚, 秦坤没空去关心法兰西的民族英雄, 迈步走进教堂。 教堂这个概念如果太过生僻, 那么换成庙来代替, 就好理解很多了。 巴黎圣母院作为主教祖堂, 黎明供奉着耶稣, 好比许多庙里面供奉的三清一样, 属于是天主教的至高信仰。 而圣心大教堂就好比其他, 诸如官帝庙、二郎庙之流。 虽然也有三清像, 但主要供奉的是民族精神。 教堂里诸货通明, 神官西手, 秦坤进去, 一名修女朝着秦坤说道, 神父已经休息, 请明天来祷告。 我不是来祷告的, 请问安德烈男爵在这里吗? 秦坤没穿袭装, 一身飘云衫, 衬托着黄金比例的身材, 修女看着他着装奇怪, 却也是和气地说。 尊敬的先生, 您是男爵的朋友吗? 请告知一下姓名, 我去询问一下男爵是否有时间。 一个男爵能让修女当上级一样对待, 这本来就有些奇怪了, 那男爵定然是和教廷有关系的。 秦坤想说些什么, 忽然眼皮一跳, 感觉到一阵的灵力波动, 说道, 不用了, 我亲自去找他, 秦坤静止往里面走, 修女急了。 先生, 这里不能随便走动。 修女跟在后面急忙全告, 发现秦坤根本就听不进去, 于是出手抓住秦坤, 但是抓了好几次, 修女连一脚都没有摸的。 看着秦坤闲停信步地走了进去, 仿佛是见了鬼一样。 教堂不大不小, 除了埃菲尔铁塔, 这里是巴黎的第二高的建筑了, 但秦坤并没有往上走, 绕过一个回廊, 地面上有一块木板。 秦坤顺手打开, 下面竟然是个地下室。 先生, 你不可以去那里。 修女着急大叫, 秦坤却是屏住呼吸, 走了下去。 好浓郁的鬼气啊。 秦坤第一感觉就是阴森, 来了巴黎那么久, 小鬼见到不少, 但是大鬼从来没有见过, 恐怕和欧罗巴大陆的教廷是有关系的, 但是刚刚的一刹那, 这里爆发的灵力波动, 让秦坤一下子感觉到了, 这教堂底下藏着一只了不得的大鬼。 修女站在上面干着急, 忽然一拍脑袋。 赶快报告安德烈男爵。 地下室的道路复杂狭小, 而且一片的漆黑, 但是再往深处就出现了光亮。 不知道存在了几个世界的砖墙, 已经重如花了, 这里超市阴森, 同时冷风击荡。 有人在斗发? 秦坤逆沉不视着, 绕过地下回廊, 终于看到了正处。 几个篮球场大小的十点之内, 三个形态各异的怪物, 正在和两个浑身金光的亡灵, 在打斗了。 竟敢反抗三死星人, 星辰锁链。 一个浑身健痕的三连怪物, 左右两旁的嘴巴打成, 口中喷涂出了湛蓝色的星灰, 凝成一条锁链, 向着其中一个亡灵缠了过去。 另外, 一个蜥蜴人张开大嘴, 吸光周围一米的空气, 喷出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音波。 第三个怪物被剁成肉泥, 但是正在逐渐地愈合, 液体一样地留在了一个石柱的后面, 暗暗行进。 这两个圣灵好像很强啊。 不远处, 两个亡灵身貌金光, 一名女子身着银色盔甲, 把金光收敛成马尾, 素于脑后。 一张阴起逼人的面孔, 手指大剑, 砍向锁链。 一个男子圣灵, 诡计虚弱, 但是目光坚毅, 持剑纵马, 朝着蜥蜴人杀了过去。 两百俱伤的打法, 战狂焦灼, 又接近尾声。 那皮肉人恢复完毕, 打算出手偷袭, 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 他抬头一看, 秦坤正站在他的后面, 津津有味地看着争斗呢。 是你? 皮肉人低声轻呼, 秦坤微微地笑了笑。 嘘, 这三人正是曾经在大不列颠郊外的奥列文古堡 遇到的三人组。 太有缘了呀, 没想到这次又遇到了他们。 你,你,你,你。 皮肉人压关大颤, 变成一滩烂泥再次留在地上, 只剩了一张惊恐的脸, 看向秦坤。 这个丧门星啊, 怎么每次都能遇到他呢? 皮肉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给两个同伴通风报信, 不过秦坤抬脚踩了下来, 刚好踩在了他的嘴巴上。 别说话, 一会儿放你活命, 敢多说一句, 死。 皮肉人苦着个脸, 受伤的他心里也是没底的, 不敢反抗。 不远处, 那亡灵女妻是浑身都是伤口, 那锁链擦在身上, 立即割破鬼体, 让鬼气一出, 她的肩膀上多了一张脸, 每次看向对方时, 自己都要受到同等的伤害。 女子眉目间, 删陷出了一次愤怒。 为了法兰西, 我誓死如归。 马尾上的金光被吸入体内, 在注入那把大剑之上, 她提剑向着三连人狠狠地看向。 你不让我们好过, 自己也别想好过, 三四星的诅咒会永世禁锢你的圣体, 一起死吧。 三连人的表情是狂热地誓死如归, 自己被砍碎, 那女人身上的金光也变得暗淡, 甚至出现了崩碎的声音。 另外一边, 生灵男子一半的身体被蜥蜴蜴咬碎, 自己的剑也插到了蜥蜴蜴蜴的胸口, 金光如火星迸射四方, 两百俱伤。 从头到尾, 青昆都在砍戏, 系统适时的提示, 也让他松了口气了。 四周已经找到解封的声铃, 听见他们再次收回封印, 开启极多人物。 终于找到线索了,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一个挂着流氓性的年轻人, 匆匆地跑了过来, 身后跟着六个同样挂着流氓性的随从, 秦昆的脚从皮肉人的嘴巴上面移开。 看到了吧, 你两个同伴已经半残半死了, 对方的帮手也来了, 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我合作, 第二, 你去送死。 你怎么不去送死? 皮肉人说完, 看见秦昆退后两步, 忽然间, 事业当中, 已经没法注意到秦昆的存在了。 他确定秦昆就在自己面前, 但是如果不用尽全力, 根本就感觉不到秦昆的半点气息。 你信不信, 他们发现不了我。 别走, 我信。 皮肉人紧张地压低了声音, 我和你合作。 一个带着六芒星挂尸的年轻人, 胸口秀着暗银色的狮子纹, 跟着随从来到地下室里, 看到满地狼藉的情形, 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怪物, 立即说道, 火猪。 一道六芒星针自天空降下, 捆住那个蜥蜴人, 接着连续三道六芒星降下, 与第一道重合。 四个随从在念着发觉, 年轻人也是不堪示弱, 拳头擦在胸前。 以上帝的名义, 禁锢。 一个十字架凭空擦下, 附在了蜥蜴人的背上。 无形的力量将蜥蜴人压制得无法动弹。 蜥蜴人在挣扎, 四个随从不看动, 年轻人则来到两个亡魂的面前, 毕宫地弯腰。 两位圣灵大人, 受惊了。 两个圣灵状态非常不好, 女骑士的鬼气忽明忽暗, 仿佛随时都会崩散一样。 男子则是拖着残去了一半的身子, 虚弱地说, 我们还撑得住, 这地方还藏着一个恶魔, 快点把他找到, 不能让他离开。 安德烈男爵, 我以国王圣路易的名义, 赐予你王者之剑的支配权。 男子把剑递给年轻人, 年轻人受众若惊的结果。 尊敬的圣灵陛下, 我必不辱您的圣名。 安德烈男爵手握王者之剑, 浑身气息不断在提高, 双眼泛出了银色的光辉, 竟然是渐渐地出现了点点金光。 清昆天眼看到这一幕无比的惊讶, 什么情况啊, 竟然是这个家伙? 今天是老友聚会吗? 老朋友怎么都来了? 这个安德烈男爵, 正是当年给他心夺法器的年轻人。 抵御未免来的恶魔, 显身受死。 清昆看到这次手中那把剑仿佛被供奉了多年, 和自己的强魔处有一句同工之妙。 上面的锐气和霸道的王者之气, 竟然能够让他感觉到一种渺小的错觉。 王者之剑而已, 那是杀不死个魔的。 呵呵, 原来你在这里啊, 很好, 我们可以试试。 安德烈男爵, 转向了秦昆堵藏的方向。 哦, 你就这么有自信吗? 当然了, 你呢, 你怕了吗? 怕, 就凭你。 秦昆大笑三声, 一脚把皮肉人踢了出去。 殡仪馆小宫的崛起技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皮肉人完全听不懂这群人在说什么, 作为食死争的宿主, 他只能听懂秦昆的话。 秦昆说完, 他还想大声附和两句, 忽然被剧力给踢飞了。 安德烈看到施主后, 飞出了一团肉团, 那肉团逐渐凝成人形, 一看就是个怪物。 他表情冷漠, 举起王者之剑, 朝着皮肉人砍过去。 皮肉人此时此刻很想诅咒秦昆的十八代祖宗, 刚刚就是这把剑把自己砍成揉泥的, 要不是自己体质特殊, 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还来。 一剑下来, 割累的疼痛从肩膀蔓延, 哪怕体质特殊, 整个人被一分为二的痛处也得经历一遍。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 皮肉人的意志力简直就要崩溃了, 这把剑明显和普通剑不一样, 把自己斩断之后, 一股腐蚀的感觉, 还会随着伤口蔓延到体内。 我要杀了你! 皮肉人如同烂泥一样合并, 朝着安德烈劈了上去, 大声说道, 我都替你挡箭了, 你还不出手! 出手? 秦坤摇了头, 不急于一时。 四个随从压制着半餐的蜥蜴人, 亡灵男子徐若地坐在一边。 那亡灵女其实已经重赏得消失不见, 只剩了一个铠甲了。 秦坤走到石石旁边, 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收拾残局呢? 毕竟他好像不会封印圣灵啊。 皮肉人和安德烈男爵厮杀整汉, 安德烈男爵的实力其实是一般的, 但是得到那把剑之后实力暴涨。 皮肉人之前受过伤, 所以现在完全是压着对方打。 整个局面看起来像是一盘死骑, 活子只有勤坤一个。 算了, 不妨再乱一点。 秦坤五指张开, 手中出现忧虑的冰烟, 朝着四个压制蜥蜴人的随从, 甩了过去。 手掌轻轻一推, 冰烟化成寒气, 仿佛是洪流一样扑面而去。 四个随从忽然浑身一冷往后面一看, 一道虚幻如电火一般的大浪, 若隐若现, 朝着自己过心而来。 未知的东西都是恐怖的,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但是那股令人灵魂打产的寒冷, 绝对不会陌生。 压制蜥蜴人的六道星王被收了回去, 各自施加在自己的身上, 四人如同蛛石一样, 屹立在红霜之中。 原来这六芒星还能防御啊? 秦坤点点头, 又多了一份了解。 没了六芒星的压制, 归道在地的蜥蜴人, 背着银色石子渐渐站起身来, 动作吃力吃缓, 但是刚刚的压制彻底把他激怒了。 蜥蜴人看到皮肉人和那年轻人站在一起, 自己咆哮一声, 顶着银色石子的压力, 朝着亡灵男子冲了过去。 该死。 亡灵男子一惊, 没了亡者之剑, 自己又是残渠, 对方竟然还有战力, 而且这地下室里似乎还藏了一个人呢。 亡灵男子毛骨悚然, 看到蜥蜴男子冲过来, 他有些绝望。 以愤怒的名义, 请战神听从我的周欢, 发蓝锡之毛。 原本已经化作铠甲的女骑士, 忽然再次活动起来, 角落里面一根烂袖的长毛握在手里, 在蜥蜴人即将痛下杀手的一刻, 从得身体穿过, 钉在了石柱上。 女骑士的铠甲四三倒地, 再也不见踪影, 铠甲上出现了三张脸的絮影, 诅咒一样的咆哮道。 行尘锁链的诅咒爆发吧! 扑的一声, 湛蓝色的锁链, 深深勒紧的铠甲里, 将铠甲化作蓝色, 三张脸的絮影顺势钻入其中。 女骑士的铠甲上, 最后一点金光彻底消失。 沈德! 亡灵男子大叫, 安德烈男爵也是格外的震惊。 圣女大人! 安德烈把愤怒彻底发泄在皮肉人的身上。 皮肉人乱喊乱骂, 安德烈一点都听不懂, 就在对方要被砍死的时候, 十世之内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好了, 把他放开。 安德烈回头, 发现虚弱的亡灵男子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 他瞳孔聚焦, 难以置信地望向秦坤。 是, 是你? 秦坤无奈地笑了笑,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流, 两人一年之前才刚刚见过。 又见面了? 放开那个家伙, 否则你的圣灵殿下就要死了。 秦坤的手搭在亡灵男子的肩膀上, 一把柴刀递在他的后头, 静静地看着安德烈。 你是君者不会有好下场, 圣路易陛下是法兰西最伟大的圣灵之一, 你敢于整个法兰西为敌。 这帽子扣得有点大呀, 我就是来做个任务, 别让我有这么大压力好吗? 秦坤也知道, 圣灵可是有大福宝在身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绝对不会碰圣灵的一根毫毛的。 他的生死其实取决于你的态度, 安德烈, 拿着别人的王者之剑, 你想篡威吗? 你护士什么? 我先杀了这个怪物, 然后再杀你? 哦? 你其实是想借我的手杀了你的圣灵陛下, 对吧? 你直说呀, 有足够的好处, 这买卖我也能借。 安德烈的廉价掌红, 被秦坤一句话戳到了心窝里, 心态崩了。 我, 我没有。 那, 那你觉得你该怎么做呢? 安德烈不甘心地看着秦坤, 手上一松, 王者之剑掉在地上。 刚刚身上强横的气息消失不见了。 从一开始, 秦坤就没有出功出力, 到最后理所当然地减在收场, 对自己的表现勉强打个82分。 阁下贵姓啊。 安德烈既然放下了王者之剑, 秦坤也收起柴刀, 冰冰有礼地对面前的亡灵男子询问。 男子苦笑了一声, 路易九世, 哼, 路易阁下, 请你再次回到你的封印里面去, 好吗? 秦坤之间, 有力地转动着手上的柴刀, 表情似笑非笑, 安德烈愤怒地说道, 那是圣路易陛下, 法兰西的王, 你敢亵渎王者的威严? 闭嘴, 手下败将, 没了王者之剑, 你谁也打不过。 你…… 安德烈愤愤不平。 为什么, 为什么一年而已, 你就强成了这样? 安德烈惊喜地记得, 他去香港追查黑魂骑士的下落, 和秦坤打过照面, 还被秦坤夺走了法奇兴夺, 当时自己和秦坤实力相差不多, 迫于威胁才落了下风的。 可这才过了多久啊, 转眼间, 秦坤的实力竟然可以威胁圣灵了。 要知道, 洛伊陛下可是实力堪比教宗的圣灵啊, 稍微弱一点的驱魔人站在他的面前, 连站都站不稳。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勤勉吧。 秦坤唏嘘地一叹, 安德烈撇撇嘴巴, 鬼才相信。 忽然, 他又想到了什么, 震惊地说, 莫非你找到了开启星毒的方法? 告诉我, 你是不是去了坊主之地? 听说坊主之地是魔鬼的故乡, 在那里历练, 能够事半功倍的。 这你都知道。 秦坤一愣, 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反正当年, 从盼家左疯子手中割下失死印, 靠的就是那个法器, 总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秦坤没有解释, 旁边被砍成烂腻的皮肉人凝聚起身来, 听到秦坤掌控, 大输了口气。 那把剑实在是太恐怖了, 自己引以为傲的体质, 原本完全不具锐物, 但那把剑的剑光, 几乎能破坏自己的聚合力一样。 皮肉人站在了秦坤的旁边, 安德烈捏着拳头, 忽然抬脚一踢, 地上的王者之剑, 打着转, 朝着亡灵男子飞去。 陛下,接剑! 安德烈明显是不甘心的, 这种情况下, 还被别人渔翁得利, 说出去, 简直就是教廷的耻辱。 王者之剑飞来, 秦坤不屑冷哼, 手臂用力, 柴刀挥出, 当的一声, 火星死剑, 王者之剑被打飞了, 插进了旁边的石柱里面。 找死吗? 声音震耳欲聋, 石垫速速落灰, 安德烈, 王灵男都是愣住了, 这是什么法器啊? 竟然可以丝毫无损地击飞王者之剑? 他们看到秦坤手中的柴刀, 难以置信, 秦坤杀气弥漫, 原本的耐性被摸得一干二净。 王灵男子苦涩地弹了口气, 等等, 阁下, 请不要伤害他们, 我听你的就是。 说吧, 他坐在身后的石柱上, 把上面的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 金色的魂魄几次闪动, 钻进了王冠里面, 王冠落下, 被秦坤抄入手中, 插入石柱里面那把王者之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实化。 不一会儿, 就和石柱融为一体。 恭喜宿主获得风影的胜利。 宿主可以随时选择完成任务, 也可以继续完成阶段任务。 阶段任务一, 地狱门徒。 任务介绍, 收下驱魔人作为门徒, 数量不能超过三人。 任务条件, 门徒必须心甘情愿地拜师。 任务奖励, 昏仑谷, 口诀。 秦坤把王冠拿在手上时, 微微一正, 主线任务已经完成了, 后续任务竟然是, 类似于石死导师的任务嘛, 而且还有体质口诀的奖励。 王冠被秦坤当成铁环, 挂在了手指上转动, 他的心思电转。 到现在自己的体质, 还没有摸索出个大概呢, 就感觉是越来越强, 扬起越来越足而已, 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任务既然给口诀, 看来是非作不可了。 皮肉人也没有闲着, 填着脸, 兴奋地捡起地上的铠甲。 这铠甲是刚刚那个女骑士的, 这也是她的封印。 皮肉人身在多变, 将自己塞进铠甲里, 杠杠合身, 这玩意儿穿起来还真是不赖呢。 昆仑魔, 这次多谢你了, 我叫赤术, 我欠你一个人情。 诶, 等等啊, 这就要走。 皮肉人喝起骑士盔甲的面具, 朝着秦坤挥了挥手。 我可不想再被你利用当炮灰了, 拜拜。 三秒钟之后, 皮肉人仍旧站在原地, 表情有些僵。 秦坤手掌一番, 多了一个骑士盾牌。 这玩意儿是刚刚自己偷摸收起来的, 想当个战利品, 但是发现不能用, 因为这是那女骑士封印的一部分。 怎么不走了? 秦坤淡定地反问, 皮肉人打开面具, 怒斥道, 把盾还给我? 致术是吧, 你觉得凭你和你那两个同伙, 能干掉这两个圣灵吗? 你, 什么意思? 就算干掉了, 你实力最弱, 毫无竞争力可言, 能分到封印的圣灵吗? 这, 皮肉人仔细地想了一下, 发现似乎不可能。 跟着我, 你白得了一个圣灵, 没错吧? 皮肉人点点头, 秦坤双手一摊说道, 这不就得了, 你既然得到了回报, 还没有被弄死, 你自己说, 你算是炮灰吗? 皮肉人已经是哑口无言, 跟我走, 下一个阶段任务, 我并不需要冒险, 这个世界很危险, 而且我不需要提之口诀, 我有, 但是我需要啊, 皮肉人没辙, 盾牌还在清坤的手里, 除非自己再找到一只封印的圣灵, 否则是别想回去了, 他塌了个脑袋, 只能听从了清坤的话。 王冠, 盾牌被清坤收起来, 清坤经过安德烈男爵的身边, 看到他那急于喷火的眼睛, 笑着擦肩而过, 安德烈一个圣灵而已, 有那么重要吗? 你说呢? 不如你背弃信仰拜我为师, 我可以教你开启星朵的方法。 看到清坤大步走远, 安德烈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猛然转头, 大声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了, 不过你需要再拿两颗星朵来换, 不可能, 星朵只有一颗, 有六颗, 你别想骗我, 安德烈一脸的乌语,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当然是, 黑魂叫了。 殡仪馆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搜容系统。 我是主播穆斯韦, 感谢您的收听。 卢走两个圣灵, 那可是大事, 相当于西方居墨人 在华夏卢走两个委托一样。 供奉了几百年, 庙里的石狮子被卢走, 都会生气的, 那就更别说是生灵了。 离开盛兴大教堂, 秦官和皮柔人没有停留, 鸡猛赶到了高卢兄弟会那里, 告诉教父伯诺瓦, 自己要离开巴黎。 秦, 为什么呢? 是我给的薪金不够吗? 布诺瓦先生, 我惹了一些人, 必须要离开。 有高卢兄弟会照着你, 你怕什么呀? 哦, 对了, 这铠甲怎么那么熟悉啊? 圣心大教堂地下室里, 藏着一具骑士铠甲, 那我知道, 以前那里也是高卢兄弟会的地盘, 里面的铠甲, 我有幸见过, 据说是圣女贞德的铠甲。 伯诺瓦说完, 咽了口口水, 不可能啊, 我记得那铠甲不是蓝色的呀。 伯诺瓦说完了, 见秦坤不再说话, 索性就不再提了。 那, 你准备去哪里? 现在的秦坤拿着圣女铠甲, 看样子还惹了教廷的人, 这等于是烫手的山芸。 西方教廷势力太大, 几乎人人都是教徒, 高卢兄弟会收留他, 动辄会有覆灭的危险。 伯诺瓦觉得还是把他送走得好。 香港, 有办法送我过去吗? 飞机不行, 既然你惹了脚亭的人, 飞机是上不去的。 轮船过去也不行。 秦, 我觉得你无路可走, 不如把铠甲还回去吧。 还肯定是不可能, 要还铠甲, 皮肉人估计第一个就要和自己拼命了。 看到伯努瓦为难的样子, 而且在考虑什么, 清空拍拍他的肩膀。 这样吧, 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 与我为敌, 把我送给教廷。 第二, 是继续和我为友, 作为回报, 我会帮你杀个恶贯满赢的对手。 三, 是既然香港回不去了, 你把我送到大不列颠,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承诺。 三十年后, 你如果能找到我, 可以提三个条件。 伯努瓦人老成精, 第一个条件是试探自己, 自己绝对不会同意的。 第二个很现实, 是秦坤抛来的橄榄枝, 接了以后, 他和秦坤的恩怨一笔勾销。 第三条, 属于极其不现实的, 三十年后三个条件, 这代表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嘛。 不过, 伯努瓦斯律班上, 看到秦坤说得一脸认真, 于是, 鬼使神差地说道, 高炉之剑, 有恩必报, 你贤有恩于我, 替我解了黑魔法。 作为回报, 我该帮你兜住这件事的。 今晚, 我就安排你去大巴列颠。 秦坤笑了笑, 摸出一张金刚符来。 这张符, 待在身上, 能救你的命。 如果三十年后符还在, 让你后人拿着它, 过来找我。 一辆跨越英吉利海峡的飞机, 自巴黎起航之后十分钟, 一群教廷成员来到机场。 一位红衣主教静静地看向夜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的旁边, 安德烈男爵, 询问道, 主教大人, 不追吗? 红衣主教倒扣了一番, 才看見道。 追上了有什么用呢? 既然圣路易陛下和圣女铠甲 都已经被带走, 那他的实力, 恐怕就算是我, 也没把握胜过呀。 现在头疼的, 应该是坐镇大巴列颠的 纽曼主教才对。 安德烈沉默了, 红衣主教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快味道。 安德烈, 你是天选之子, 上帝会给你启示, 不要在迷雾中惆怅, 这种情绪是没有用的。 记住, 跟着自己的心走。 红衣主教说完, 表情轻松地离开了。 至于圣路易和圣女 贞德贝掳走的事, 反正他祖上是日耳曼人, 关心高卢人的事做什么呢? 秦坤不知高卢兄弟会的势力有多大。 总之, 皮肉人穿着铠甲, 竟然能上飞机, 还陪着打箭呢, 他也是佩服。 飞机上, 皮肉人感叹了这个世界的工具伟大, 才定心说, 库勒摩,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啊? 那地方既然已经没有了圣灵, 应该很安全的。 安全? 屁。 一些实力强大的驱魔人, 你恐怕都惹不起啊? 不可能, 即便他们很强大, 我们也能用猛鬼连身呢。 秦坤摇摇头, 不做回答。 华夏生死到, 当年没被杨申烙下夜火印的, 都有好几个超一流猪鬼事。 就拿花皮箱来说, 老头那太寂寞用出来, 简直是人猪力一样的存在, 你能打得过吗? 那种老怪我, 秦坤不相信, 西方会没有。 以自己的水平, 自一点的倒是可以对付一两个, 但性质和铜勒马蜂窝差不多, 这次来, 好好完成任务就行了。 乱出风头这种事情, 关键时候, 怂恿披露人就好了。 下了飞机, 两辆捷豹停在机场门口。 鄙视的捷豹, 深受英国皇室喜安, 许多大不列天人, 也把捷豹当成作家为荣。 高卢兄弟会英国坟部, 几个绅士打扮的男子, 把车送给秦坤, 又送了一部打格纳, 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 手里, 砖块一样的大哥大握着有些不太习惯, 摩托罗拉Denitech, 1983年出品, 摩托罗拉生产的第一部手机, 秦坤小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 当时县城里面, 是要拿着一部大哥大, 去喝豆腐脑, 老板都不敢收钱的。 这是身份的象征, 秦坤也十分意外, 自己并没有跟伯诺瓦提这个要求啊, 但是对方还是送了人情了, 电话本上是几个应急号码, 梅斯林的住宅号码也贴心地写在上面, 可能老伯诺瓦以为自己和对方有不承当的关系呢。 欧洲这个地方, 秦坤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给梅斯林打了个电话, 梅斯林很意外, 秦坤竟然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希望你学有所成。 你以后也不来旁听了吗? 去顶级服装学院旁听, 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大学梦了。 梦醒了, 该干嘛还是得干嘛的。 况且可弄自己天赋特别优秀, 闲得无聊设计的兽衣被教授看中了, 似乎要推荐他去参加时装秀呢。 秦坤实在是不忍心看到, 哪个模特穿着鞋着电子的衣服, 去踢台, 早早就结束了大学梦, 对模特们也是一种救赎。 我到大不列店了, 可能比你的小亲人捞不还快呢, 以后如果我见到他, 需要帮你带什么话吗? 电话那边, 梅斯林织舞片刻, 洒然笑道。 别去叫我, 不过, 替我谢谢他。 梅斯林主动挂断电话了, 秦坤笑了笑, 把梅斯林的号码撕掉, 丢出了窗外。 皮肉人从铠甲里面流出来, 到了后座, 又把铠甲一件一件地搬到后面去。 昆仑摩, 这次我是陪你做任务的, 有事叫我就行了, 我要休息了。 皮肉人说罢, 忽然一个急刹车, 自己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一滩烂肉被秦坤拨开。 皮肉人大怒, 刚刚自己差点散架了, 想喷秦坤两句的。 秦坤顺手, 拿大哥大, 把他嘴巴给塞出来。 前方不远处, 一个石桥旁边, 一辆车子忽然停下, 司机眼面哭泣, 从桥上跳了下去。 然后, 一位老者施了魔法一样, 叫来一个路人, 路人浑浑噩噩噩地走了过去, 替老者开启车子。 这个画面放在晚上格外的诡异, 秦坤眯着眼, 踩下油门, 迅速跟上。 汽车骑驰, 秦坤驱车追赶, 经过几条街道之后, 人还是丢了。 该死。 秦坤重重拍了一下方向盘, 刚刚那辆车停在前面, 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坐着一个双目失交的司机。 天眼一直关注着这一辆车子, 但是竟然还让人给跑了。 忽然, 秦坤肉眼聚焦, 看到一个老头的身影, 从容地进入街对面的楼里。 秦坤大声说道, 老家伙, 站住! 晚上三点, 寂静的街区只剩下了流浪猫的哀嚎, 秦坤的声音十分突兀, 用的是中文。 对面街道二楼, 一盏灯亮了, 一个儒雅老者, 微微地笑了笑。 呵呵, 鸽匹夫救了你一命, 非得圆跨重阳, 过来送死吗? 左近尘, 你居然在这里。 老者微微一笑, 二楼窗边, 忽然出现了一个穿着睡衣的男子, 拿着短管猎枪对向老者。 秦坤错恶, 下意识地说道, 小心! 老者收起了微笑, 转头呵斥, 暴徒! 男子耳中感觉有魔音乍响, 一个奇怪的声音管入双耳, 似乎是直接给他一声定了性了。 男子双目失交, 他的老婆小心地跟在他的后面, 忽然看到老公一脸的宁晓, 把枪管一转, 塞进自己嘴巴里。 中年妇女已经瞎蒙了, 本能地举起双手, 眼泪立刻涌了出来。 不要, 拜托! 哼的一声呛响, 大半可脑袋炸掉, 雪花似箭, 响彻了整条街道。 男子血液扑灭, 他笑容一僵, 这才反应过来。 他看到自己老婆 被自己亲手抱头, 痛苦无比地捂着脑袋, 继而失去理智一样抱着粗口, 把枪口吊转。 左近尘又冷笑了一声, 你有罪, 又是一阵奇怪的声音灌入双耳, 男子再次失神, 撞破玻璃, 大头朝下, 摔碎在地上。 血腥弥漫, 两条人命就这么转眼消失了。 左近尘站在窗口上, 抄着秦昆解释, 他们的身上恶业太多, 你看, 死了多好。 这就是叛家一如既往的作风, 只要他们觉得该死之人, 就一定有该死的理由。 轻滚静静地站在楼下, 看到那个男人脑袋像西瓜一样裂开, 他不知该说些什么。 左近尘给自己找了几条红衣服穿上, 这才慢慢悠悠地走下楼来。 小家伙, 你应该不是来杀我的, 对吧? 潘家家主玄如左近尘, 和大卫天龙各战, 齐名存在, 杨慎的左膀右臂, 一个在生死到后辈看来, 邪气十足的前辈, 因为和杨慎的死有直接关系, 整个浮渝山都无人与其交好。 第一次回到三十年前, 让他跑了, 再往后他就销声匿迹, 三十年后才得知他有一个徒弟崔无命, 一个徒孙崔红狐。 在聊天群里, 众人才知道左近尘隐居国外。 谁能想到啊, 当年他就已经去了国外了, 秦坤也觉得一切都太巧了, 冥冥之中好像是注定一样, 让他在这里遇到左近尘。 有仇吗? 左近尘逼得福宗彭霄, 跳入黄浦江, 朱宗的红椅也被他逼得自尽。 这可是曾经福宗朱宗的首座, 而且上代裴天狗的死, 也和他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秦坤觉得, 自己与他面对面的时候, 总是仇恨不起来。 应该不是来杀你的,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杀你。 秦坤说完, 左近尘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和杨神果然很像啊, 都是成不了大事的人。 哼, 秦坤被鄙视, 脸颊一黑。 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找了一年, 终于找到你夺走十四阴的方法, 所以来到欧洲寻找法器兴夺, 然后准备回国杀你, 夺回十四阴。 逻辑清晰, 叙述直白, 但是没有敌意, 而且左近尘还做了补充。 你这种人, 拥有天狱倒阴, 就是浪费。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左近尘的情绪, 才有了一点点的波动。 秦坤大怒, 这老头也太看不起人了。 我有天狱倒阴是浪费, 给你就不浪费吗? 自己的倒阴都保不住, 活该。 哼, 老夫只是收你算计, 还有鸽皮肤在旁边搅浑水, 才被你得逞。 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 能把十四阴夺走? 看到左近尘吃瘪, 秦坤这才舒服了一点。 那是天命载我? 不服, 来试试。 不了, 感觉你比一年前强了不少, 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载了你, 而且杀了你, 十四阴可能就没了, 不合适。 暂时休战, 如何呀? 人老成精这句话不假, 哪怕是打嘴炮, 秦坤都感觉自己很是被动, 对方对自己没有敌, 是为了十四阴。 而不是自己的命比较矜贵。 自己已经抓了两个圣灵, 惹了叫停了, 如果此刻再和左近尘起了争执, 恐怕输敌太多。 他也想试试, 自己现在全力出手, 和超一流猪鬼师差了多少。 但是秦坤他也明白, 现在并不合适。 好吧, 秦坤爽快地同意了, 老头今年七十, 比葛湛还大几岁呢, 没了敌意的左疯子, 还算是有些儒雅。 先离开这里吧, 同属浮于山, 既然一国他乡相逢, 那老夫做东, 保你食宿。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地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台湖市河畔, 希尔顿酒店。 左近尘如同是一个妖鼠师一样, 带着秦坤披露人走了进去。 酒店接待好像重鞋一样, 帮三个人办理入珠。 从头到尾, 秦坤除了震惊, 没有多余的感受了。 能把倒数用成一种便利,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可能是每一个超一流捉鬼师的特权。 在华夏, 左近尘有所顾忌, 到了国外, 别说什么规矩了, 普通人的死活他都不会管的。 老头心安理得地住在了酒店里面, 说是人老了, 需要多多休息, 就进屋去睡了。 左近尘一走, 皮肉人这才敢开口说话。 昆了吗? 那家伙是谁啊? 皮肉人推开了头盔面具, 表情是无比震惊。 从见到左近尘开始, 到一路并行, 时间越长, 那老头给他的压力就越大。 如果不是穿着铠甲, 刚刚在车里面, 自己就变成一滩流体了。 这到底是什么尾压呀? 一个不熟悉的前辈, 杀人成性的那种, 他想杀你, 你差不多就死了。 秦坤不介意为言耸听一下, 他和左近尘可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虽然左近尘说暂时休战, 但是谁能保证他能随时友好的。 一个人防备着, 总比不上两个人都防备得好啊。 皮肉人一听, 表情苦涩, 这个世界, 还有这种恐怖的人物啊。 那种威压, 都已经让人精神战力了, 他还没有任何法术呢。 昏了吗? 打个商量, 我能不能和你睡一个地方啊? 不能。 谢尔顿酒店, 秦坤是没有住过的, 即便是八十年代, 这里的服务都超过几十年后, 秦坤去过的任何一家酒店了。 餐点清智, 服务周到, 环境整洁。 左近尘的生活十分规律, 每天中午十二点出门, 晚上三点回来, 连续一周, 都是这样。 他八成是找到了心夺的线索, 在忙着他的夺硬打击。 所以, 待在这里越久, 秦坤就越是不安。 所以, 秦坤每天下午也会出去。 他拥有多少鬼差, 左近尘并不清楚, 这是自己的筹码。 这也是左近尘不敢对自己动手的因素。 鬼差们知道秦坤碰见一个极有威胁的家伙, 纷纷请鹰, 愿意为秦坤守夜。 而秦坤只留下了牛蒙。 又是一天晚上, 秦坤没有找到合适的门徒, 郁闷地回来了。 这里的信仰色彩特别重, 包括伦敦老鼠揭取的许多混混。 听到秦坤, 秦坤寻寻善幼, 也不愿意成为什么地狱门徒, 而且还有好几个把他当成神经病了。 不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地狱门徒, 任务是完不成的。 为此, 秦坤还冒险施展过几个倒数, 全都以失败告终了。 秦坤回来没多久, 凌晨三点, 左近尘也准时从外面回来。 在楼道里, 似乎能感受到秦坤屋子里面的诡气, 不禁笑道。 熟了这么多天的夜, 也不出来见见老夫吗? 牛蒙的身体不受控制一样, 鬼使神差地打开门走了出来。 他牛眼远征, 惊愕地看向左近尘。 而对方也在打量牛蒙, 看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还不错, 挂风都拍的, 身份上比杨神的鹏头鬼要高一些。 你叫什么呀? 牛蒙冷汗直流, 感觉一股强大的威压自头顶上照相, 左近尘呵呵地笑道。 再问你一次, 叫什么? 杨虎自双肩交织而下, 变成着长袍罩在体外, 巨大的威压让牛蒙支撑不住, 颤颤巍巍地单膝跪道。 在, 在下法厄司, 随卢狱, 鬼族牛蒙, 见, 见过盘官大人。 面前的老头杨虎透涕而出, 交织成夜火袍, 牛蒙只在秦宫的身上见过, 这怎么阳视还有一个盘官呢? 夜火喷涌, 左近尘冷面默认。 像你这样的鬼差, 你家竹子还养了几只? 左近尘能看得出来, 牛蒙是鬼匠级别, 所以才是诧异。 这种随身鬼差, 可是临身鬼眼, 他的精神能受得了吗? 一股奇怪的音波, 灌入双耳, 牛蒙下意识地就要回答, 但是咬破舌尖, 闲邪失焦的双眼, 回过身来, 两道粗气, 从鼻孔里面喷出, 无可奋高。 屋子里, 秦宫走了出来, 依在门框上, 同样的夜火袍, 秦贵眼神里的冷漠, 不属于左近尘。 怎么了? 说好的休战, 还要打听我的情况啊? 不如找个地方试试。 左近尘眯着眼睛, 轻笑道, 好你个黑狗, 竟敢欠我叛家道书。 欠你? 睁大双眼看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判官。 两股围压, 把牛猛夹在中间, 他非常难受, 但先前只是, 在抵抗左近尘的围压。 自勤困的围压腾起, 慢慢形成了一股平衡感, 牛猛竟然慢慢地站起身来。 牛眼, 从震惊变成疑惑, 他看到自己身上的锁链, 出现了变化。 这是夜火。 他身缠七条锁链, 此刻受到夜火炙烤, 发红发烫, 没有温度, 可是又炙烤灵魂那种灼烧感。 牛猛非常痛苦, 几乎要哀号, 但是紧咬着牙关, 在寻找最为平衡的点。 因为他似乎觉得自己身上的铁链 似乎出现了一丝变化。 七条锁链的阴寒冷力, 在夜火的炙烤之下, 渐渐变成了纯粹的烟气, 而且驱使得越来越顺, 好像两股判官维亚 把他的锁链链化 融入自己的鬼体一样。 呵呵呵呵, 聪明的牛头啊, 懂得借是修炼, 你的蜂魔链是谁赐下的? 左近尘忽然询问, 牛猛一愣。 大人, 知道这是蜂魔链? 自然了, 老夫曾经随着那个人 下过蜂毒, 开过眼界。 这铁链, 是怕尔等鬼族修为不够, 沾染阴灰恶念太多, 而迷失本我。 但一般鬼族可没有资格得到。 牛猛听罢, 扶手说道, 阿邦冥王说辞, 阿邦冥王是封都皇城实力最强的牛头, 和十点阎王的差距只有地位上的区别, 并没有实力上面的差别。 这些长期驻守地狱之人, 甚至在某些程度上, 比鬼王更加能争善斗。 原来如此是九灭呀, 九灭? 牛猛一愣, 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至于秦昆, 那就更是一头雾水。 左近尘呵呵一笑, 说道, 这缝魔脸共有九条, 当初被那人打断两条, 成了参词品, 你倒是幸运得到它了。 可惜呀, 哪个人的捧头鬼有狐雷骨, 要不然, 你成长到鬼王, 应该是历代裴田狗手下最强的鬼差了。 左近尘说罢, 收起为压, 再次变成了原来的模样。 老头进屋, 依旧是说自己老了, 该早早睡了, 再也没有理会秦昆和牛猛。 秦昆进屋, 看到牛猛在沉思, 好奇地说, 风魔脸是什么呀? 风魔脸, 古真索, 都是稳固心神, 不知堕入六道虚妄的鬼气。 风都皇城, 地域分多, 一些鬼族受不了里面的虚妄, 会泯灭本我, 这些鬼气能保持我等鬼族的意识。 哦, 秦昆大致听懂了, 这还是头一次听起风都鬼城的事呢。 那, 救命又是什么呀? 可能, 是这几条风魔脸的名字吧。 刀有刀名, 剑有剑名, 风魔脸, 亦有风魔脸的名字。 牛猛给秦昆解释了一番, 秦昆才意识到还有这样的说法。 阿榜冥王真的很强吗? 黑白相聚, 前军臂, 牛马出行万寿题。 昆哥, 你的逻辑不对, 并不是阿榜冥王很强, 而是最强的牛头, 才有资格被称为阿榜冥王。 阿榜冥王啊, 听起来就很带感呢。 牛猛, 你会不会有一天成为阿榜冥王啊? 秦昆在歪歪, 牛猛一愣, 哭笑道, 不可能的, 我和阿榜冥王的差距, 那可不是一点点啊。 这未来的事, 谁能说得准呢?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牛猛的牛眼里充满了期待, 也不知将来到了那一天, 自己会成为怎么样的存在呢? 应该能让黑石城的牛魔以他为荣吧。 有道是,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这段时间, 秦昆住在豪华酒店里面, 蹭吃蹭喝, 对左近辰的印象有了极大改观。 最终, 定格在一个自以为是心狠手辣, 但是出手阔绰的坏老头。 左近辰的目的很简单, 先搞到心狠, 再搞掉自己。 自己的目的也很简单, 赶紧收起个地狱门徒, 好完成这个阶段任务, 早早离开。 所以, 每天中午, 两人出行, 出奇的一致。 智叔啊, 我怎么觉得, 这两天左老头几乎在争分夺秒, 现在不到中午十二点, 就已经出门了,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来意啊? 秦昆问向了皮肉人, 纸, 纸写, 朔纸约, 皮肉人说, 他们族人叫做圣月族, 又被称为嗜血怪, 这是皮肉人绰号的游来。 听罢秦昆的话, 皮肉人摇了摇头, 不会, 我什么话都没说。 好吧, 秦昆放下心来, 早早出门, 白天洋装游客彩点, 晚上挑目标传道。 秦昆觉得, 自己和邪教没什么区别, 收个心甘情愿, 成为地狱门徒的人, 怎么那么不容易呢? 伦敦的治安上课, 圣保罗大教堂, 作为大伯列天最大的教堂, 听说, 有红衣主教坐镇, 这里的驱魔人, 恐怕也不少的。 秦昆尽量和其避开, 游走在地下社会, 也就是城市边缘。 晚上九点, 伦敦夜生活的场合很是固定, 大多数地下人员, 都会聚集在平民区, 也就是所谓的老鼠街区了。 干了一天工作的人, 或者一天都无所事事的人, 到了晚上, 总会来到这里喝上一杯, 或者撩个牛, 切磋切磋, 生活上的记忆。 浑暗潮湿的巷子, 这是一个脱衣物场所的后街, 秦昆尾随一个穿帽衫的年轻人, 来到这里。 年轻人打着哈欠, 偷偷卷了打麻, 在踢神呢, 看到秦昆尾随过来, 有些警惕, 不过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嘿, 秦昆点了根烟, 蹲在年轻人的旁边。 你是教徒吗? 似乎教徒不能碰这种东西。 年轻人痴笑了一声, 露出一口白牙来。 黄皮狼儿, 你喜欢多管闲事吗? 这里是老鼠街, 老鼠街的教徒, 上帝是无法眷顾的, 你懂吗? 秦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丝应该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教徒。 那你想获得堕落的力量吗? 你诚心诚意拜我为师, 我可以收你当地狱门客。 啊? 年轻人哑然失笑, 这黄皮老的脑子有病吧? 你是邪教还是地下帮派啊? 都不是, 你听说过驱魔人吗? 秦昆静静地看向对方, 这些天秦昆碰比多, 脑子有些灵魂, 一些正常人没有经历过灵异事件的, 对世界的看法绝对是非常正常的, 幽灵, 火狮, 鬼怪, 那都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东西。 秦昆觉得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帮自己完成这个任务, 比如面前这个年轻人。 在脱衣屋酒吧里, 这年轻人一直在留意角落, 显得有些紧张, 而秦昆看到, 角落里是一个惨死的女人, 而且还衣衫不整, 似乎遭到过身体上面的虐待致死, 而且力气是很重的, 所以他今晚才照顾上了对方。 徐某人, 好蠢的故事, 你想骗大麻戏吧, 可惜啊, 我没什么多余的了。 年轻人说完, 悠然地写了最后一口, 这才大了个机灵, 精神充沛地站起身来。 不过, 秦昆也是站起来, 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把他压了下来,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别急, 这样, 你刚刚在酒吧里, 是不是见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比如, 那个惨死的女人? 年轻人本来想粗暴地打开秦昆的手, 却忽然讲住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向秦昆。 你,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支持者,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无知者, 把灵魂和恶魔交换, 才能够换来看清世界的能力。 年轻人咽了口口水, 忽然看到秦昆走了进去, 他也鬼使神差地跟上。 独一无酒吧, 豪放的酒客把啤酒喷在五娘的身上, 五娘更加地豪放, 做出了一系列大胆惹火的动作, 引得这一群酒客们口哨不断。 角落里, 秦昆拿了大杯黑皮坐下, 没有在乎热闹的表演。 他对面的椅子是空的, 似乎来往的许多酒客被一股特殊的魔力驱赶, 都不愿意坐在这里。 桌子对面, 那惨死的女人看到秦昆在喝啤酒, 刺出了焦黑的牙齿, 食指长出长长的指甲, 慢慢地往秦昆的脖子抓过来。 女鬼在不断释放自己的轨迹, 戏谑地看向秦昆。 指甲已经放在秦昆的后头, 秦昆打了个酒格, 嘲笑地说道, 你要来一杯吗? 女鬼一正, 手指悬停在半空里, 秦昆拿着桌上的一个空杯子, 倒了半杯, 推了过去。 女鬼意外地看向那杯酒, 又看看自己的身后, 根本就没人呢。 女鬼不信邪, 鬼爪又抓了过来。 忽然, 秦昆一口烟喷在她的脸上, 模糊了视线。 接下来, 发现头发被抓住, 被提了起来。 可怜不要脸。 女鬼惊恐无比大声尖叫, 但是被当成抹布一样, 被丢在地上, 一脚也被踩碎。 魂飞魄散, 黑眼扎起, 尖叫却被震耳于聋的声音给淹没了。 这女鬼是惨死的, 但是身上太臭了, 恐怕害过不少人, 吸了不少杂魄的氧气倒汁的。 秦昆手上骨灰潭出现, 把其收入其中, 这才转过头说。 看到了吗? 从头到尾, 刚刚的年轻人一直跟在秦昆的后面, 亲眼看到秦昆把这女鬼打得魂飞魄散, 又用一个奇怪的容器给收了。 年轻人是牡丹口呆。 这, 你刚才把她消灭了? 年轻人已经语无论次了, 秦昆微微地笑了笑。 你亲眼看到她, 你说呢? 年轻人的世界观有些崩塌, 她咽了口口水。 这,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把灵魂卖给恶魔所换取的力量。 那,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好啊, 那你拜我为师。 请你成为我的导师, 教会我使用恶魔赐予的力量。 下一刻, 秦昆的脑海中出现了提示。 很遗憾, 招收目标并非心甘情愿成为你的门徒。 秦昆的笑容讲住了, 年轻人舔着脸继续说, 黄皮, 不, 先生, 请您把您的本事交给我好吗? 秦昆轮圆了巴掌啪的一声, 整个脱衣屋酒吧都是为之一惊。 许多酒客都看到, 一个穿着帽衫的年轻人被一巴掌抽飞, 旋转着, 坠入了五娘旁边的酒池里面。 然后, 一个黄皮肤的酒客黑着脸, 满身煞气地离开了。 唉, 又失败了, 这帮人就不能出现一个心甘情愿的吗? 哇靠, 谁成天说老外单纯又好骗的, 一个比一个的贼心思多呀。 秦昆觉得自己已经施展出了最大的诚意了, 头不知道这群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除了脱衣屋酒吧, 秦昆叹息了一声, 前往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扯鲁市街区的一个夜店, 一群朋克青年在里面死骇。 中间数的摇滚乐, 听得秦昆的耳膜都要爆了。 不过, 除了这死骇的场所, 其他隔出来喝酒跳舞的地方倒是安静得不少。 秦昆看到一个穿着皮夹克, 浑身柳定的机关头男子, 在惶恐不安地喝酒。 酒桌上放着撕碎的神经, 此时此刻, 男子才把那些撕碎的职业消心地粘合呢。 男子贼头贼脑地看向周围, 似乎没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 不过不远处的秦昆则发现, 在这个大厅里, 一个提着碎酒瓶, 表情凶恶的大胡子, 在冷眼地注视着其他人。 而且啊, 还是个厉鬼, 愿天生的父保佑, 愿天生的父保佑。 喂, 秦昆坐在男子对面, 机关头吓了一跳, 微怒说道, 黄皮老二, 你是谁啊? 我允许你坐在这儿了吗? 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 滚! 机关头说着, 头发被秦昆抓住, 整张脸砸在桌上, 鼻血横流。 机关头捂着鼻子, 朝着秦昆挥拳打过来, 又一次被抓住头发, 整张脸砸在桌上。 机关头痛苦流涕地喊人, 几个流里流气的家伙, 把秦昆围住, 秦昆叹息了一声, 你贴上的父保护不了你, 那个贴着酒瓶的醉死鬼, 会成为你的梦魇。 秦昆说完, 不耐烦地推开了拦路的混混, 率先离开。 身后一个混混掏出小刀来, 打算刺过来, 被机关头给拽住了。 你们先离开, 我有话和他说。 机关头的表情是少有的正确, 机关头喝腿这帮家伙, 诚惶诚恐地跟在秦昆的后面。 黄毕老二, 你到底是谁啊? 那个踢着酒瓶的家伙, 你也能看见, 对不对? 对不对? 机关头鼻血横流, 疯癫一样地摇着秦昆的肩膀。 秦昆一把把他的手给剥开, 你觉得呢? 机关头很是激动, 想要给秦昆一个拥抱, 却被秦昆给推开了。 滚远点说话, Oh my God, 我都以为自己要疯了, 原来真的有人能看到他。 这几个月, 那个踢着酒瓶的家伙 一直出现在这里, 我还以为是表演时候撕的圣经太多导致的。 死亡摇滚, 表演风格就是一种亵渎, 亵渎信仰, 亵渎世界, 亵渎一切。 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撕圣经, 这群人也是自命撒旦的使徒, 所以秦昆才把这个家伙立为目标。 你知道害怕了? 你既然能看到他, 那你, 难道是东方的神秘法师? 我听过东方有一只非常厉害的猴子, 能千变万化, 你难道是他的化身吗? 鸡罐头说完, 被秦昆一巴掌给扇在墙上。 你是不是傻呀? 本来看你知道大圣爷, 我还对你有点好感, 但是我并不想当猴子, 东方猴子这样的称呼, 总感觉是在骂人呢。 鸡罐头突出了一颗松动的牙齿, 精神上的恐惧, 远比身体上的疼痛更加折磨人。 好厉害呀, 神秘的东方法师, 你既然能看到他, 一定能驱除恶灵, 对不对呀? 看到鸡罐头搏几脚挨打, 终于问在了点子上, 秦昆点点头说, 那当然, 能不能帮我解决掉这个家伙, 我总感觉他随时会对我不利。 鸡罐头的话, 已经几乎是在恳求了, 秦昆顺利成章地说道, 其实你的做法是对的, 撕毁圣经, 信仰撒旦, 成为地狱门徒, 就能够得到救赎, 让你获得来自于地狱的力量。 我, 我能获得来自于地狱的力量? 秦昆点点头, 机关头一正, 喃喃地说道, 需要, 需要什么代价吗? 你只要诚心诚意, 认我为导师就好。 好, 我认, 我知道你们东方的礼节。 机关头拔下了鼻环和耳钉, 拖下了布满柳钉的皮夹壳, 还有皮靴, 跪倒在地上。 很遗憾, 招收目标并非心甘情愿地成为您的地狱。 机关头还在磕头呢, 可秦昆的心脏已经在抽出了。 我他妈的, 这都下跪磕头了, 还不是心甘情愿, 这次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 秦昆深吸口气说道, 你不诚心, 没办法成为地狱门徒, 机关头一愣, 好像是被耍了。 黄皮老二, 你竟敢戏耍我, 我让你今晚走不出这里。 机关头大怒, 秦昆更怒, 拎起对方的脖子, 吼道, 你以为我不想收你们杀绝, 你告诉我, 你的猪脑子里面刚刚在想什么, 完全就没有做到心甘情愿好不好。 秦昆的心子快被磨得差不多了, 光光两拳, 打在机关头的眼眶上。 机关头愤怒委屈, 无畏杂陈地浮上心头, 跪也跪了, 头也磕了, 和自己知道的东方礼节一样啊。 对方不收自己就算了, 竟然还揍他。 机关头奋起反击, 鼻子上又挨了一圈, 头发被青棍抓住。 你告诉我, 你刚刚在想什么, 为什么没有做到心甘情愿? 这种事情谁会心甘情愿呢? 机关头的心中在咆哮, 他当时想的肯定是, 从秦昆这里获得恶魔力量, 然后称霸老鼠接了。 至于什么导师不导师的, 自己有了恶魔的力量, 还有什么值得尊敬呢? 机关头的伙伴围了过来, 拿刀那个直接被秦昆踹晕在了墙角, 其他人见到秦昆一脚就能秒杀一个, 单寒的后退了。 苍天哪, 秦昆几乎是扬天咆哮, 都已经一周了。 左近尘筹备着搞到星夺要杀自己, 自己这个破任务却是没办法完成, 这有这么难吗? 杀气腾腾地走了出去, 临走前秦昆瞪了酒鬼一眼, 一肃清光从眼中射出, 直接把酒鬼瞪抱在了当场。 也罢, 这机关头今天贵了我, 我就帮你聊个心结, 因果账就这么结了。 今天踩着点选的人又作废了, 秦昆觉得有些无力, 外面为秦昆看车的皮肉人, 发现秦昆脸色不对, 好奇地问, 骷髅膜又失败了呀? 皮肉人见到秦昆心情不好, 也不敢招惹, 骑车漫无目的地转悠在街道上, 秦昆枯竭到了绝望,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呢? 我是招门徒还是供祖宗啊, 难不正让我舔着脸去求他们吗? 老鼠街的晚上经常会有帮派斗欧, 一群提刀厮杀的黑帮正在火拼呢, 秦昆开着车从两拨人中间穿过, 后车窗还被一个飞来的酒瓶子给砸碎了, 皮肉人愤怒地要下车载掉那群人, 秦昆则是一言不发, 还得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啊, 这帮混子自己已经不想见了, 真怕忍不住打开杀戒呢, 只是忽然, 秦昆听到了一声呛响, 接下来是一个孩子在哭, 声音嘹两, 响彻街道, 停车出门, 一帮穿着骷髅皮衣的混混残忍地, 把刀插在了一个金发中年人的后背上, 马赛猪, 滚住伦敦, 这里是骷髅骑士的地盘, 骷髅皮衣的混混里, 一个满脸都是纹身的光头大汉, 穿着西装, 叼着雪茄, 从一个家常林肯车上走了下来, 哦, 这不是打鸣鼎鼎的马赛雄狮吗, 听说你们想搞掉骷髅骑士, 光头大喊抓着一个中年人的头发, 把气拎起来, 咧嘴宁笑, 看到奄奄一息的中年人, 他透了口唾沫, 把视线一转, 看向了不远处的对面, 一个金发的孩子, 哭泣又愤怒地蹬向他, 模样十分好笑, 马赛猪, 你们的教父已经死了, 你还要反抗吗, 马赛之光只剩下十几个帮外的分子了, 围着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惊恐地看着身穿骷髅衣服的那群人, 看着他倒在雪坡中的父亲, 悲痛而又无力, 光头大脑摊了摊雪茄, 声音浑厚, 夏儿, 你做得很好, 过来吧, 在小孩子错愕之中, 身边一个高级骨干, 缓缓地站起身来, 朝着对面去了, 夏儿, 你背叛了维恩罗伯特, 夏儿, 这次教父的行踪, 是你出卖的, 夏儿, 为什么呀? 马赛之光的兄弟们, 难以置信地看着一个寸头的青年, 寸头青年, 肩膀被骷髅骑士大佬狠狠地搂住, 结果对方递过来的雪茄点声, 眉头紧缩, 小父, 那次的火拼, 维恩罗伯特害死了我唯一的弟弟, 他是一个冷血的野蛮人, 他只知道和哥特战俘, 高卢兄弟会抢地盘, 根本就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你们醒醒吧, 我们已经被赶出法兰西了, 我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遗鬼啊, 夏儿表情争鸣, 眼圈泛红, 双眼在流泪,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继续跟着这套疯狮子, 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的, 夏儿不停地在重复, 其他人在沉默, 小男孩在哭, 咕噜提示的人十分地开心, 马赛之光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偷尸罗伯特已死, 今夜受到的埋伏, 是击垮马赛之光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了夏儿, 这是一群愚蠢的人, 欢迎加入骷髅骑士, 至于你们嘛, 光头大佬扶着夏儿, 走进了作家, 朝其他人咧嘴笑道, 骷髅骑士也可以收留你们, 只要你们把那个爱哭的小鬼杀掉, 家常临跟车就停在路边, 光头大佬有的都是耐心, 骷髅骑士的混混们, 颠着绑球棍, 钢筋, 酒瓶子将其他人围着, 这群马赛猪, 今晚是跑不掉了, 小男孩有些惊恐, 哭声一收, 对面所有人的眼光都带着细血, 再没有人拦他, 小男孩浑身颤抖, 似乎唯一能给他安全感的, 就是他的父亲尸首, 他慢慢地挪去, 擒着眼泪, 摇着尸体已经冰冷的父亲, 看到这一幕, 马赛之光的其他人, 心中也带着悲凉, 或死或惨, 或继续吃香喝辣, 就看他们的态度了, 杀了他们, 杀了他吧, 一个人朝着小男孩走去了, 其他十几个人也都是跟上, 不知是谁抬起脚, 把小男孩踹倒, 摔倒在泥地里, 其他人看到小男孩起来, 也是各自补上一项, 艾米尔叔叔, 拉扎尔叔叔, 欧莱叔叔, 西莫叔叔, 别提我呀, 小男孩一次又一次地起身, 一次又一次被揣入泥地里, 混合着泥巴和血水, 可怜地看向其他人, 车里, 光头大佬煽风点火地说道, 不忍心吗? 甘调心骷髅骑士, 不付出一些代价怎么行? 今天晚上, 这个矮哭鬼不死, 你们都陪着那只狮子下地狱去吧! 天空有小雨滴落, 想出了这么久, 他们是亲眼看到纳兰德罗布特长大的, 这小家伙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但是今天, 要亲手杀死他们! 我, 我做不到! 一个人刚刚说完, 身后穿着骷髅皮的混混, 把钢筋砸在他脑袋上, 干脆利落地朝着后心插了一道火, 西莫叔叔! 做不到吗? 还有谁做不到? 骷髅皮的混混, 捏出嘴巴里面的泡泡糖来, 粘在死者的头发上, 朝着其他人笑道, 海密尔, 来哦, 马赛人不惧死亡, 我们和他们拼了! 另外一个人冲了出来, 和骷髅皮的混混扭打在一起, 放倒两个就中了一棍, 倒在地上, 拉扎尔叔叔! 喜欢挑衅的马赛猪, 还死! 那人下一个就被大断四肢, 牙齿瞧了, 如同捶死的野兽一样发出哀号, 两次杀鸡儆猴, 已经让其他人生不出反抗的情绪了, 小男孩发现, 这群朝夕相处的叔叔们, 抓着自己的手脚, 把刀递给那位, 与父亲最为要好的, 埃尔米叔叔! 小罗伯特, 去陪你的父亲吧, 我们都想活下来, 要拐就拐得太过不自两立! 不, 埃尔米叔叔, 你不会杀我的! 小男孩双目充血, 眼泪滚滚, 一股腥瘦的味道弥漫开来, 埃尔米尔握着刀的手在发动, 其他人都在看向自己, 他知道, 如果这一刀不插下去, 那下一个死的, 就是自己了! 车里, 光头大佬感觉马上要到兴奋点了, 亲眼看到对手的孩子, 死在对手的兄弟手里, 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 今晚如果不是有人通风报信, 骷髅骑士能不能绝地翻盘, 他不知道, 反正他一定会死在那只疯狮子的手里! 快味, 这种感觉太爽了! 埃尼尔闭着眼睛, 马赛直光的其他人也闭上了眼睛, 小男孩的哭声戛然而止, 刀神带着死神的光芒, 让小男孩的眼神从恐惧变得无知, 寄而远渡, 仿佛瞬间过了一声一样, 这群令人憎恶的面孔, 他多么想有能力将时间定格, 把这群人一个个全都杀掉, 过刀尖停在他胸口上的时候, 却停了, 寂静, 小男孩一阵, 他看到了一个人, 稳稳地抓住了埃尼尔的手腕, 视角的眼神渐渐回复, 那个年轻人是他的轻敌, 真不幸啊, 又见到你了, 看来今天的我非常的倒霉啊, 秦宫送了送肩膀, 嘴巴不屑地说道, 切, 小男孩的心情大喜大悲, 已经不能熟练地运用表情了, 总之, 他的脸颊僵硬, 情绪却是十分激动, 埃尼尔看到秦昆时, 他非常惊讶, 居然是他, 这个人的名字, 他是听过的, 马赛之光里, 除了几个仅词于罗伯特的元老, 其他骨干, 都被这个家伙剃了光头, 埃尼尔情绪激动地说道, Oh my God, 你就是秦吗, 是上帝派你来, 拯救马赛之光的吗, 埃尼尔刚刚说完,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黑腕被踢, 跪倒在地上, 当然不是了, 是恶魔派我来拯救小罗伯特一个人的, 归好了, 秦昆礼貌地笑了一下, 去指弹在埃尼尔的手腕, 埃尼尔的手腕如同是电机一样, 疼痛男人, 匕首飞出, 被秦昆捏住刀尖, 递给了小男孩, 想活命吗, 把他杀了, 埃尼尔从惊喜忽然变到绝望, 自己的刀子落在小罗伯特的手里, 他笑容僵硬, 想挣扎起身, 但秦昆的手, 如同是钢铁胶筑一般, 压得他动都动不了, 埃尼尔忽然发现, 小罗伯特的目光变得非常的凶狠, 这个眼神他十分了解, 刚刚死去的马赛雄尸, 处理叛徒的时候, 就是这副表情, 不不不, 孩子, 我是你的叔叔, 我曾经和你的父亲并肩作战, 埃尼尔跪在中间, 擦着冷汗, 朝着其他人使着眼色, 这群人大多数见识过清昆的厉害, 当初对方只是戏弄自己, 自己都没办法反抗, 现在竟然出面来帮小罗伯特, 这怎么打呢? 好吧, 把这个家伙留给骷髅骑士的人对付吧, 一群马赛人坐鸟收散, 骷髅骑士的昏昏奋起直追, 不少人看到秦昆举止怪, 冷笑着围了过来, 一个穿着铠甲的怪人, 忽然出现, 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愚蠢的家伙们, 是些怪会教你们做人, 神镯铠甲的怪人拔出长剑, 这群混混却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屋里挖了的话十分刺耳, 让他十分恼火, 干掉他们, 周围乱作了一团, 小男孩发现艾米尔的目光非常的诚恳, 带着愧疚, 带着悔恨, 握着刀的手, 在犹豫, 秦昆附在他的耳畔轻轻地说, 不按照我说着做, 连恶魔都没办法救你, 小罗伯特瞬间清醒, 看着周围凶神恶傻的一群混混, 咬着牙, 把刀尖刺进了艾米尔的喉头, 艾米尔死不瞑目地倒下, 嘴中不停地涌出血墨子, 小罗伯特跪在地上, 脱了一样地开始呕吐, 只是刚刚吐了几下, 头皮疼, 整个人被秦昆抓着头发给贴起来, 哭什么, 未来的马赛雄狮, 疼, 你放开我, 秦昆松开手, 接续说, 我不喜欢没种的人, 你父亲没有教过你, 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吗? 我,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那你等死吧, 秦昆推开小男孩, 小男孩哭泣地抓着秦昆的裤子, 脸上挨了一巴掌, 你的母亲呢, 几年前病逝了, 所以啊, 你看, 你的母亲也早早病逝, 你的父亲也死了, 你只有拿着武器战斗, 才能保住性命, 哭是最没用的情人, 要怪就怪你生在这个环境里, 有些事避免不了, 秦, 你会保护我的, 对不对? 我是恶魔, 我只会庇护我的门徒, 我可以成为你的门徒吗? 当然不行了, 恶魔的门徒, 只能是恶魔, 你毛都没长气的小男孩, 我要你做什么? 我可以杀人? 你能杀谁? 艾米尔叔叔, 就是我杀的, 我还能杀很多人, 不, 你弄错了, 这家伙已经没有反抗能力, 随便换个谁, 都能轻易杀死, 我要成为恶魔的门徒? 这里是教廷的底盘, 所有城市的天空, 都会笼罩着教廷的圣火, 教廷是不会管我们的死活的, 上帝也不会管我们的死活, 我们生来有罪, 我不要当来生有罪的人, 我来这里, 不是赎罪的, 街道为之一静, 就连车里面的光头大佬都沉默下来, 他抽着烟, 不得不羡慕维恩罗伯特生了一个好儿子, 这何尝不是他们的新生呢? 可惜, 这一只幼石不能留。 愚蠢的东方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车里面的光头大佬一脸肃荣地走了下来, 清坤微微一笑, 看向小男孩,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答得好, 你可以成为我的门徒, 心安情愿地侍奉于我, 我会赐予你力量。 他是谁? 清坤说着, 只想光头大佬, 这个问题, 哲学色彩太浓了, 正常的青年恐怕都是答不出来, 五岁的小男孩更没办法猜到, 清坤想要的答案了。 不过小男孩鬼使神差地拔出艾米尔猴头的匕首, 朝着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刀。 他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以你的门徒之名发誓, 他即将成为一个死人。 哦? 五岁的黄金王走在前面, 清坤一脸笑意地跟在后面, 周围的混混一拥而上, 清坤双肩红袍交织, 身形化作牛膜, 闷恨如丽。 跪下! 鬼神之威, 言出发随。 一帮混混脑中激荡意识溃散, 如同闷雷的乍响, 下意识地软倒在地上。 头大佬目光惊恐, 他看着清坤的变化。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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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面前, 刚刚那个东方人, 竟然变成了一只恶魔。 牛手人身, 跟在满身杀气的小男孩的身后, 成了小男孩真正的靠山。 光头大佬表情紧张, 爬出枪来。 跪下! 鼓的一声, 光头大佬口头鲜血, 自己这是怎么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枪支掉在地上, 被面前的小男孩踢在了一边。 小男孩转头, 他的身后是一尊牛膜, 威严病了, 不惊人情。 满身杀气, 动得人发抖, 但是, 也让他激动地发抖。 他没有骗自己, 他真的是个恶魔。 你杀了我的父亲! 这是光头大佬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 一把匕首插入猴头, 急而拔出。 旁边的小浑浑看到大佬已经死了, 又看到这恶魔的模样, 感叹剧烈。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是一场对马赛之光的腹击呀, 为什么会引来恶魔呢? 马赛之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旁派? 为什么呀? 他们想跑, 但是无力逃走, 外围的浑浑被皮肉人一个又一个地吞下。 他的身体已经不再是流体, 渐渐地有了支撑, 而且身材越来越大, 已经超过三米, 比秦宫还高呢。 皮肉人脱去了铠甲, 杀气冲天。 这群浑浑傻眼了, 谁都不知道这次的事情, 怎么会眨眼变成了这样? 任务完成, 获得昆龙骨口诀。 人物终于完成了, 秦宫心脉一族, 皮肉人在打扫战场, 未来的黄鸡王强忍着没有呕吐, 也没有倒下。 只是不远处的天色出现了一场, 一道金光出现在伦敦的上空, 伴随着金光而来的是一个人影。 很远的地方, 秦宫就看到那个人了, 一个老者, 身穿红衣, 披着金光, 表情慈祥, 他慢慢地朝这里走过来, 步伐稳健。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不能说红衣老者很老, 所以没办法用精神绝术来形容, 也不能说对方年轻, 毕竟他的外貌已经不如暮年了。 看起来他精神头很足, 不仅身上带着光, 眼睛里面也带着光, 锐直而又慈祥。 晚上十一点, 伦敦郊区, 血腥弥漫的街, 不见物质的夜, 充斥着颓匪而又堕落的角落, 可随着老者的出现, 似乎整片天空都亮了起来。 东方曲莫人, 很荣幸见到你, 你可以称我为纽曼。 相比于曾经听到的诸如迷途的羔羊的称呼, 秦坤觉得这种不怎么亲戚, 甚至略带一些区分性质的称呼听起来更加顺耳。 纽曼主教, 新会。 纽曼主教看着遍地的尸体略微一叹, 真轻流露之下, 眼底那一抹慈祥隐去, 有些遗憾。 其实, 他们不该死。 嗯, 你说得对啊, 但是你却杀了他们。 哼, 纽曼主教, 你恐怕误会了, 我一个人都没杀。 纽曼主教已经憋好的后面的话, 被秦坤一句给堵住了。 秦坤心中叹息啊, 这位主教的眼神, 恐怕不怎么好啊。 如果是我杀的, 会怎么样呢? 你会被送到宗教裁判所, 接受制裁。 哼, 秦坤恍然大悟, 那一张牛魔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幸亏啊, 我没有杀人。 你。 牛曼主教不相信, 双手摊开和法术一样, 每一名死者身上出现了狮子墓碑。 金光闪闪的墓碑冲散了血气, 甚至还带着圣洁。 这怎么可能? 弹查了一番, 牛曼主教的脸色有些沉重了。 这些人都是死于锐气或者顿气, 即便是沾染鬼气和对方身上的气息, 也没有半点的关系。 自己刚才修到了一股强横的鬼气波动, 这才亲自过来。 可是结果只是遇到两帮人火拼。 他的表情有些奇怪, 似乎憋着怒火又无处发泄。 那牛魔的笑容非常可憎, 更可憎的是, 他还补充了一句, 我不仅没有杀人啊, 还救下了这个孩子。 牛曼主教的笑容已经僵住了, 所以你教唆这个孩子杀人吗? 牛曼主教能够感受到, 有两名死者的冤魂正在向他哭诉, 缠绕在那孩子的旁边。 不不不, 即便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这也叫做正当防卫。 这群家伙想杀一个手无寸体的孩子, 我当然要帮帮他了。 你可以感化他们, 放下争执, 放下仇恨, 而不是叫做一个孩子, 堕落到深渊。 尊敬的主教大人, 请你用脚这头猜一下, 如果我不出现, 那这孩子的死相得有多惨呢? 牛曼主教浑身颤抖, 只向秦昆气得说不出话来。 是你打赏了圣女贞德和圣洛伊陛下吧, 还把他们从法兰西给掳走? 牛曼主教一字一顿地说着, 秦昆心中冷笑, 终于说出来意了。 之前那些话, 分明是想用道意压我一头, 幸亏老子有分寸, 不然还真就被你们给得逞了。 对, 是我掳走的, 生女贞德铠甲在他那里, 有恩怨, 你找他。 秦昆指向了一旁, 一个三米高的怪物, 从牛曼主教出现之后, 皮肉人就停止杀戮了, 因为他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十分危险, 不过他在一旁待命, 如果秦昆要对对方出手, 他相信两人合计之下, 这红衣老头绝对不可能逃出生田的。 只是, 秦昆把矛头引向自己, 皮肉人也没觉得有什么, 是血怪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人恐惧的。 皮肉人朝着牛曼主教咆哮了一声, 对方的话他虽然听不懂, 但是秦昆的话他听懂了, 那老头是来抢铠甲的, 他绝对不能给啊。 牛曼主教汉毛树立, 无论是面前的牛魔还是那个血巨人, 他都觉得有些棘手, 两股强横的力量外加杀气, 血气的加持, 如果打起来, 真的不一定有胜算呢。 请把圣凯和沈王之官还给我, 今天的事, 教廷可以容忍。 牛曼主教忍气吞声, 终于退让了一步。 牛曼主教, 你是老糊涂了吧, 今天我可没杀人呢。 可是那怪物杀了, 所以说你是帮熊, 能留你们一条命, 这是教廷的底线。 那好, 你听清楚了, 这盆脏水扣在我的头上我忍了, 不过你们敢碰得怪我一根寒毛, 那就别怪我打开啥计。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 让我见识见识, 堂堂红衣主教的厉害, 第二, 闭上嘴巴, 马上离开。 不讲道理啊, 牛曼主教几乎要气炸了, 你们掳走两位圣灵, 抢夺圣灵封印, 那个怪物还杀了这么多人, 竟然还威胁我。 从头到尾, 秦坤身边的小男孩都看着发生的一切, 表情都是非常的意外。 红衣主教什么身份, 他怎么能不了解? 一个红衣主教, 竟然被秦坤逼到这个份上, 而且连语气交战的勇气都没有, 这还是高高在上的矫婷吗? 他对秦坤的崇拜, 还有信心, 又多了几分了。 气氛僵持, 牛曼主教表情怪异, 似乎周围形成了一个火药桶, 大战, 一触即发。 天眼俯瞰, 秦坤发现老远, 有两个中年人朝这边走了过来, 身上的清光, 让他们在黑夜中非常的耀眼。 秦坤回过神来, 淡淡地说道, 不打啊, 也不走, 在等帮手吗? 牛曼主教沉默, 似乎不屑意撒谎, 也算是默认了秦坤的提问。 两个中年人来到这边的速度很快, 赶到这里时, 周围的小混混连滚带爬, 已经坐鸟收散了。 空旷的街道, 对面是三个人, 秦坤这边也是三个。 老伯, 退后, 我要和你并肩作战, 你别添乱就好了。 秦坤打开光头大佬的车门, 发现里面是一个瑟瑟发抖的女人, 抱着婴儿, 还有那一位叛徒夏儿。 罗伯特? 夏儿干巴巴地叫着, 秦坤发现小罗伯特眼神一变, 狮子一样扑了上去, 一刀插在对方的胸口上, 快, 准, 狠。 夏儿目瞪口呆, 无力地倒下, 秦坤把他的尸体给拎了出来。 哼, 这黄金王上道的速度有些快呀, 杀第一个人的时候还在呜吐, 第二个人已经麻木了, 这第三个人, 虽说因为夏儿的叛变, 导致他父亲的死亡, 也不至于一言不合, 就给人宰了呀。 黄金王坐进车子, 把车厂的鲜血擦了擦, 泪流满面。 他听到背后的女人在抽气, 却是冷着脸安慰道, 别吵, 我不杀女人。 女人怀中的婴儿伸着小碰手, 忽然窜出来, 跳进了黄金王的怀里。 黄金王有一些呆滞, 他发现婴儿似乎很喜欢自己, 拍打着他的脸颊, 似乎在帮着擦眼泪的。 黄金王搂住那个同样长着金发的婴儿, 沉默不语。 看到这一幕, 秦坤叹息一声, 关上车门。 你居然以为我会杀了那个孩子? 牛曼主教表情生气, 显然是动了真火了。 秦坤笑了笑, 当然不是了, 仁慈的主教怎么会做这样的暴行呢? 只是, 你该出现的时候没有出现呢, 我怕这孩子将来对教廷有什么偏见, 你看,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牛曼主教李旭慈穹, 气势溃散, 旁边两个金光缠神的中年人笑了笑, 都说恶魔是狡猾的, 善于玩弄人心, 果然如此啊, 今天我以生其事之命, 与儿等誓死一战。 该来的麻烦总是会来的, 牛曼主教身前是两个魁梧的中年人, 一个盯着皮肘人, 一个盯向秦坤。 秦坤浏览了一下脑海, 刚刚任务完成, 昆仑谷的口诀已经出现了, 而后续的任务也出现了。 极端任务二, 此下十四应, 任务目的, 对地狱蒙徒此下十四应, 云无提示, 在此期间, 可以继续招收门徒, 最度三日。 云无将力, 十四坛开启新功名, 献灵。 献灵, 将十四坛收容的鬼魂, 掀起于当地鬼神, 可以戒掉当地鬼神主意。 十二魂为一线。 十四坛中, 除了委托, 就没有多余的灵魂了。 也就是说, 这任务即便是完成了, 暂时也不能提高个人实力。 秦昆回过神了, 并没有给予去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两个中年人自称圣骑士, 这名号, 秦昆在无数小说电影里面听到过的。 与想象中不同的是, 这两位圣骑士并非身处铠甲, 手持铁锤或者巨剑的造型, 反倒更像是两个有气质的中年大叔。 伦敦的夜, 气温带着超冷, 两个中年大叔穿着紧身的皮夹壳, 金发梳在脑后, 勾勒出了强健的身材。 来自东方的恶魔, 我, 折罗姆, 愿与你公平一战。 生气时折罗姆, 一位金发碧眼的帅大叔, 拉下了皮夹克的拉链, 朝着秦昆走了过来。 皮夹克被脱掉, 里面是白色背心。 折罗姆拿出两条布条来, 缠在手上。 这的娘的就是圣骑士人。 秦昆看到对方发达的公二投机, 这和打黑拳有什么区别? 而且胳膊上的纹身, 感觉不比那群黑帮分子那要少啊。 秦昆也脱下外套了, 身材比起折罗姆要小了一号, 但身上的压迫力, 不逊与折罗姆半分。 可怜的怪物, 记住我的名字, 路易斯, 今天你将被我亲手送进地狱。 另外一个圣骑士人, 年纪稍微长了一些, 朝着皮肉人走去了。 虽然看起来恐无有力, 举止, 却不乏身世离书。 那个路易斯, 比前面的哲罗姆, 灵力波动还要强。 勤困无语啊, 可能是皮肉人看起来更难对付吧。 哲罗姆, 幸会, 叫我勤就好。 这只是两个圣骑士, 后面还有个红衣主教呢, 秦坤从没有和教廷的人交过手, 决定先发之人。 秦, 可爱的名字。 哲罗姆一笑, 发现秦坤向前踏步, 消失在空气里。 紧握的拳头张开, 一肋金光变成金甲冲飞出, 振斥即行。 哲罗姆一拳打在空气上, 消失的秦坤险行, 双手护在身前挡下那一拳。 力道惊人, 秦坤的两只手掌有些麻痹。 雕虫小鸡, 没有人能逃过上帝的注视。 哲罗姆嘴角扬起, 发现秦坤又消失, 空中那一粒金甲虫被捏碎。 哲罗姆笑了笑, 后背出现了一个巨型石子。 这道金光让用珠破削的秦坤 暴露无意。 哲罗姆的腿同柱一样扫过来, 带着进风。 秦坤再次防护, 飞出三米之后, 稳稳落地。 看到秦坤甩了甩手, 哲罗姆微微地笑了笑。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秦坤笑着没有说话, 身后的牛曼主教, 沉上说, 哲罗姆, 不要轻敌, 他刚刚是在试探你。 哲罗姆一愣, 发现秦坤再次冲了过来, 这次并没有消失, 直冲冲地朝自己跑过来。 速度带起地皮, 胆拳一收, 发力打出。 哲罗姆惊恶地地倒, 拳头入肉的声音震得他浑身发骂。 秦坤一击之后, 胆腿阻地, 横死了哲罗姆的腰间。 正面波及,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爽快了, 秦坤后招不断, 这个哲罗姆非常耐当。 秦坤涌出八成力道, 拳头狂风暴雨一样的, 清晰而下。 肘肌, 鞭腿, 弓下三路, 击吼, 拖掌, 寸拳, 依次涌出来。 哲罗姆根本就没有思考在余地, 凭着本能在被动的防御。 这是什么情况啊? 虽然哲罗姆不懂东方拳术, 但只要是体术, 总得以呼吸迎合攻击节奏啊。 高手过招, 就是在寻找对方呼吸节奏当中的破绽。 这种破绽, 一般发生在变招的时候, 但对方变招的节奏太诡异了, 而且一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 完全以纯粹的蛮礼驾驭招式, 强行变招。 这样莽撞, 就不怕身体吃不消吗? 感谢您的收听。 腹部挨了一圈, 哲罗姆发现, 自己有些跟不上对方的攻势, 索性咬牙, 以伤换伤。 哼, 这点疼痛就想击倒我。 又挨了一圈, 折罗姆双手朝着秦昆抓去, 秦昆朝对方肚子上踹了一脚, 接力弹开。 折罗姆认真了, 他抱和一声, 以上帝的名义, 紧固。 秦昆后背忽然一沉, 一个金色石子把他死死地压住, 折罗姆凌孔一跃, 怪兽一样地砸下来。 金色石子把秦昆禁锢, 折罗姆双手虚我, 一柄大锤出现, 瞄准秦昆的脑袋, 刚刚那场没头没脑的脚力, 马上进入尾声。 随着那一声吟唱, 金色石子崩裂, 秦昆五指张开, 更是拖住了大锤。 盘力, 我也会。 整座城市忽然一下子变得暗淡, 这条地面上所有的灵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秦昆的体内。 折罗姆青海, 大锤再次抡起, 砸了过去。 秦昆心裂生灵脉, 鬼神青海一束光, 太虚事先有芒谷, 讨其兴斗, 拜神皇。 这正是秦昆的昆仑谷, 骨骼抱斗一样在作响, 秦昆感觉灵魂都要被压包了, 纯粹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凌理, 让他的瞳孔缩成了针尖, 烟球变成纯白。 周天兴斗助量, 威额虚影的山脉绵延万里, 其大体之威汇聚, 形成了万钧之势灌入。 秦昆针尖似的瞳孔, 想要张开, 留住最后一点意识, 整个人形式走肉一样, 抓住哲罗姆的脑袋, 直接摁在了胸腔里面。 哇靠, 血污弥漫, 旁边的皮肉人下巴都快要惊掉了, 这是他的体质吗? 这什么体质? 能够抽空周围的地下灵力, 让人变成一个蛮力的怪物? 秦昆杀掉周罗姆, 转头扑向了牛曼主角, 牛曼打惊, 誓死松葬! 一个狮子墓碑自天空砸下, 又有许多狮子墓碑接着砸下来, 好像是暴雨一样, 每个墓碑都是纯粹的石头, 秦昆一时混沌, 受到重创, 整个人被砸进了土里, 将近三十多个石子墓碑组成的墓地, 转身金光大掌织网一样, 大大地进口。 路易斯, 我撑不了多久了, 墓葬下面那个东方驱魔人还没死, 你现在迅速杀掉另一个怪物。 路易斯文言, 又看到哲罗姆惨死, 悲从中来, 金光大圣朝着皮肉人冲去, 皮肉人一震, 秦昆刚刚还变得无比的强横, 可是忽然间被反制, 局势转变得太快了, 滚! 昏入体内的骨头, 机关枪一样地射出来, 路易斯连连重担, 身上被擦出了无数的伤口。 该死! 皮肉人将路易斯逼退, 身形也从三米多缩成了不到两米, 他抓住机会钻进车子里, 模样变成了一个刚刚死的混混, 发动轰油, 车里面的黄金王看向皮肉人, 啪声说, 你要干什么? 秦还在那里? 一打一, 我根本就踏不过, 我们先走。 皮肉人丝毫不理会黄金王的叫喊, 扬长而去, 夜幕之下, 水泥露面在涌动, 那一片金色木地如同是波浪一样在祈福。 皮肉人跑了, 生气是路易斯看到秦坤被压在地上, 悲痛地抱起周罗姆的尸体。 主角大人, 我要和他死战。 路易斯, 别被仇恨帮逼了双眼, 快去给盛听发布消息, 请求支援。 我压制不了多久了。 好的, 主角大人, 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回来帮你。 生路易斯急忙离开, 牛曼主角看到起伏的大地, 微微一叹, 这下面的恶魔如果出来, 是不是就轮到自己死了? 老鼠街上, 一个四层楼的楼顶, 一位儒雅的东方老者, 静静地看着下面的一切。 他心中也是意外, 当代黑狗竟然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虽然他走的不是阳神的路子, 但是即便是葛湛朝鎮这种擅长体术的, 对上圣骑士, 也不至于一招秒掉啊。 看来他应该不会有事。 老者自言自语地说完, 想要离开, 却鬼使神差地坐在了楼顶。 毕竟, 这是浮于山的面子, 秦昆无论如何, 也不能死在西方驱魔人的手里。 秦昆的脸埋在泥土里面, 感觉整个人都被砸蒙了, 看了这么多年的综合格斗, 第一次被墓碑打头, 酸爽地要死。 刚刚昆仑谷的口诀念出来, 仿佛大地灵力, 无休止地灌入体内, 灵魂都有一种膨胀感。 好在纽曼老头给自己狠狠地赖了一下, 抵消了那一股恐怖的灵力。 不过脑袋埋在土里, 自己几次起身又起不来, 有些难受。 长时间地闷在土里, 秦昆挣扎地活动着四肢, 欲想的窒息和痛苦并没有出现。 这是什么情况啊? 秦昆试着呼吸了一下, 除了吸入一些泥土有些呛, 呼吸却是十分的顺畅。 我尼玛, 老子成仙了? 曾经无头鬼上身时, 秦昆感受到过被活埋在土地里面的痛苦, 那股挤压感会让心肺胸强炸力, 使大脑严肿冲血, 但现在在土里一点奇怪的感觉都没有。 同时还可以呼吸。 这是什么情况啊? 秦昆不得而知, 是昆仑谷物改变了自己吗? 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小, 秦昆肌肉用力, 挣扎地踢开了头上的泥土和墓碑, 从土地里面爬出来。 怎么, 怎么会这么快呢? 牛曼吃惊地看向秦昆, 秦昆胆胆胆胆身上的泥土狼狈地说道, 今天算我赢了吧? 对方的眼神已经恢复清明, 扭曼望向地上折罗抹的尸体, 表情悲凉。 还不算完, 你已堕入深渊, 我继承上帝的意志, 绝不能让你活着离开。 祖敬臣, 你还想看戏啊? 秦昆刚刚用出昆仑谷, 和第一次是盏拆山刀, 一火炮一样, 强大的灵力自己根本就驾驭不了, 秦昆再也不想用了, 万一斗法没斗过, 自己先爆了, 那得丢人丢死。 秦昆早就发现一股熟悉的气息在窥视自己, 不用猜, 这地方熟悉的气息肯定是左倾尘无意了。 这一位一正一席的老头在一旁窥死, 秦昆也收起了猛鬼铃声的想法, 先点破他的存在才行。 街角, 一个老者和和笑了笑, 轻盈地从楼上跳下来。 这是福宗的飘语服务。 老者从黑暗当中露出身影, 淡淡说道, 老夫只是想看看, 你是否会堕入六道米间, 变成阳神的鬼样子, 到时候老夫刚好顺手把你杀了。 左近尘一头白发, 轻描淡写地说完, 之后, 严寒深意地看向了牛曼主角, 生死不杀短命鬼, 阴阳瓷里长生悲, 盘家左近尘。 秦昆一叹, 果然是前辈呀, 到哪儿都不忘保住名号来, 不过, 人家根本就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左近尘发现牛曼, 一头雾水地看向自己, 有些尴尬, 对着秦昆立声说, 老夫今日帮你助权, 你还不帮老夫翻译。 助权呢, 如果没有你心怀不轨地在旁边窥视, 我还能怕他吗? 不过这样也好, 左近尘愿意扛雷, 自己就不用出手。 秦昆客客气气地翻译了一番, 同时拍上了一群马匹。 牛曼主教, 这位是天师级的道士, 道门地位虽然不如毛山名头大, 但是差不多是最能打的存在了,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左近尘疑惑地看向旁边, 发现对面的红衣主教, 腰杆渐渐地挺直, 目光素然, 也知道秦昆是在夸自己的, 不由得和和笑了笑, 摆出了洒然的高手风范。 呵呵呵, 屈屈虚名, 喝足挂齿, 秦昆, 你告诉他, 交出兴夺可免一死, 我这些天查到兴夺在那个教堂里面。 好, 秦昆才不会翻译这些呢, 你拿了兴夺就要来对付我了, 我傻吗? 他转过头, 对着纽曼主教, 淡淡地说道, 祖天师说了, 圣女贞德的账, 圣路一的账, 全都算在他的头上, 有什么本事, 冲着他来。 纽曼眯着眼睛说道, rely, 秦昆小心翼着看向左近尘, 左大爷, 他问你是真的吗? 哼, 还算老实, 一些帆帮满语, 老夫也曾经研究过。 左近尘淡淡点头说道, yes, 秦昆心花怒放啊, 刚刚差点就要露馅儿了, 谁知道左近尘还会外语, 不过, 这词汇亮实在是感人的。 纽曼主教沉着脸, 冷声说道, 上帝的使徒不惧死亡。 思想的老头终于变了脸色了, 如果说秦昆皮肉人, 在他看来是麻烦, 那么新出现的老头, 那就是劲敌了。 交听的神术偏向于加持禁锢, 灵魂干扰, 和服宗的服术, 中间的幻术是差不多的。 但是却是博杂不惊, 这老头身上有股浑然天成的信念, 那股信念化为威食, 水火不清, 仿佛是一尊只掌生杀的神奇, 一些灵魂干扰的神术, 恐怕是一点用都没有。 看来, 只能是等待致远了呀, 抵水火风光暗, 伟大的创世纪之神, 我等信徒继承了您光明的意志, 以上帝的名义, 请赐予我力量吧, 大狮子正。 巨大的狮子出现, 把这里死裂, 从阳间到阴间的转变, 猝不及防, 周围一片的死迹变成了中世纪, 鄙视欧洲的黑死病爆发, 教徒们卯着生命的危险, 誓要救人。 大狮子章是功德信仰之音, 记载着教会的兴衰过程, 一印下去, 方若时光流转, 当年人间惨壮, 再次浮现。 周围百里大帝, 无数金光的骷髅战绩, 成为了纽曼的狮子军。 这些都是曾经为了救人而牺牲的英灵, 这狮子章是纽曼的信念。 左近臣一正, 有些棘手啊, 英灵, 而且这么多, 杀戮英灵, 伤天和, 折人寿啊。 左近臣表情愁愁, 这些英灵, 真真假假难以区分, 如果使用杀生令, 对自己很是不利, 万一里面有一个真的, 那自己恐怕就要中奖了。 看到左近臣表情凝肿, 秦坤则是偷偷摆起了真旗了, 六杆真旗百姓, 以南斗六星的阵势, 派列出来, 凝碎阴阳臂, 不留未亡人。 说吧, 秦坤抬起脚来, 踹烂甚洁, 一处借壁玻璃一样破碎, 秦坤顺势钻了进去, 左老头, 这里交给你了, 我就先走一步了。 左近臣惊恶回头, 秦坤竟然出去了。 秦坤, 临阵逃脱, 不思正道所为。 秦坤走不走, 左近臣一点都不在乎, 他出手的目的就是那颗星毒, 没了翻译, 他怎么和纽曼聊天呢? 是正是邪, 岂能由他人分说, 再者了, 以你的判官身, 对付一个红衣主教,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 秦坤踏出神剑, 发现外面竟然是皮肉人。 你, 你刚才不是跑了吗? 施邪怪从来不会切战, 我只是把那金发的孩子, 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放屁, 你和那三张脸的伙伴, 还有那个蜥蜴人搭档的时候, 没少偷跑啊。 皮肉人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老头呢, 我们可以连手弄死他呀。 他和左老头在斗法, 咱们现在赶紧走。 去哪儿啊? 他的教堂, 那里面有好东西, 说不定还能碰到几只圣灵呢。 殡衣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地捉回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伦敦的夜太冷清了, 一股踏性的日子在以前可以当作是旅游, 充满了新气感, 现在则只是看作做任务, 来了, 走了, 中间发生的一切毫无意义。 圣保罗大教堂有欧洲最大的地下室, 比起巴黎的圣兴大教堂还要大得多呢。 地下室里面全都是王宫贵族的坟墓, 晚上的地下室格外地热闹, 亡魂宰歌宰舞饮酒作乐, 棺材板当成酒桌, 名媛周旋其上。 当然了, 还有一些无法知识的场景, 毕竟生前开放的鬼族们死后更加的无所顾忌。 苏格兰小舞步很有节奏, 华尔兹也不慌多肉, 谨慎的直筒蛙非但没有娘炮的感觉, 倒让男鬼气质脱俗。 一些穿着紧身裤的男鬼格外受到欢迎, 女鬼邀请跳一会儿舞, 就会把他们拉到不受大家注意的地方, 自顾自地掀起裙子。 秦坤走在其中, 隐匿的气息不禁择舌。 外国人果然是会玩啊。 这里有亡灵, 自然也有阴影, 那些泛着金光的鬼格外地耀眼, 而且有一种区别于其他鬼的优越感。 这些金光毕竟代表着他们的荣耀, 秦坤是没想到, 这教堂的地下室这么大, 而且周围似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磁场, 似乎地下室连通着伦敦的鬼城。 鼻肉人在外面放手, 这里是教廷的地盘, 红衣主教被左老头牵纸, 保不齐还有别的什么老东西呢? 还是需要小心一些的。 在许多英灵当中, 秦坤闭着眼睛,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了。 一个戴着中世纪海军帽子的金色汪陵, 他的金光含蓄而又纯粹, 比起水河上的佛光还要纯粹呢。 你好, 先生, 鬼星啊。 那男子只有一条左臂, 他喝着酒, 除了金色的光辉, 身上挂着满满的功勋章。 那身衣服是海军之士, 和漫画当中的海军大将差不多的。 哦, 东方人, 你从哪里来啊? 秦坤抬手, 拙拙对方提问, 温和地笑了笑。 纽曼主教既然能让我来这里, 自然有我来的道理, 生骑士哲罗姆·路易斯, 让我带他们向你问好。 哦, 你认识纽曼还有哲罗姆他们? 哈哈, 那些小子把我们关照得很好。 来, 坐下来喝一杯吧。 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啊? 叫我纳尔逊就行了。 哈哈哈哈。 秦坤天眼迅速地扫尸整个地下室, 找到了纳尔逊的目的。 海军皇家之魂霍雷霄纳尔逊, 看了目指名, 秦坤一证, 这次来头这么大, 曾经打败过法国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入侵。 秦坤从小对船只就很感兴趣, 他记得当时西班牙舰队是最强的, 号称是无敌舰队。 秦坤一叹, 难怪说杀英灵, 损天河伤人兽, 更别说是圣灵了。 这种民族之魂, 果然是不敢乱惹呀。 不过为了任务, 只能是抱歉了, 毕竟, I am Chinese。 纳尔逊先生, 英吉列海峡出现幽灵舰队, 跳艇需要你的支援。 纳尔逊一证, 随后军人那种狂热的眼神出现了, 他肃然起身说道, 义不容辞, 这里还有其他的圣灵在吗? 有的, 韦灵顿将军格雷尔主教, 不过如果对上幽灵舰队, 他们恐怕帮不了什么忙。 好, 那我们先走。 纳尔逊脱下帽子, 瞬间消失, 那顶海军帽子被秦昆收下。 恭喜宿主获得封印的圣灵。 有了纳尔逊的帮助, 秦昆很轻松地找到其他两个圣灵的所在地。 维灵顿将军的封印是一把战刀, 格雷尔主教的封印是一个银丝的罐子。 今天这一场舞会, 他们都没有出来, 被秦昆顺利地给带走了。 秦昆吹着口哨从地下室里面出来的时候, 皮肉人鬼鬼祟祟地出现。 枯伦摩, 事情搞定了吗? 我嗅到了一股强横的气息, 朝着刚刚斩斗的那条街区去了, 这个地方也不安全。 搞定了, 大货封收啊。 一日秦昆醒来时已经是下午, 昨夜没有回到西尔顿酒店, 而是随便找了一个小地方。 小黄金王早就起来了, 除了他, 屋子里还有一个婴儿, 一个女婴。 那个女人呢? 见到这里只剩下黄金王和金法女婴, 秦昆有些好奇。 可能逃走了。 昨夜睡前那个女人还在, 情绪很不稳定。 光头大佬杀了黄金王的父亲, 又被黄金王给弄死。 老鼠街最大的帮牌, 骷髅骑士垮台, 女人没有了依靠, 惶恐不安。 她是光头大佬的情妇, 走时既然没有把女婴一起抱走, 恐怕这女婴并不是她的孩子。 秦昆沉默, 一个五岁的孩子, 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女婴, 两个仇人的孩子, 竟然相依为命。 女婴很是活泼, 一天也不怕生, 开心地拍着小黄金王的脑袋。 小黄金王无奈, 温和地看向她。 姐, 那个女人说她叫摩丽莎, 以后摩丽莎就是我的妹妹了。 黄金王摸了摸女婴悉数的金发, 和自己的颜色一模一样。 摩丽莎啊, 清昆无奈地笑了。 她还很小, 她的父亲很可能是杀了你父亲的光头,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摩丽莎是无辜的, 她什么都不知道。 那好吧, 我看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能不能让我妹妹也成为你的门徒? 她需要自保的能力, 她很弱小, 我不能保护她一辈子, 将来我会告诉她事实, 哪怕她将来会记恨我, 也需要找我复仇的实力。 疯了, 都疯了, 昨天入魔, 今日成佛。 悉心地培养一个敌人, 已经不可理喻, 可能这是小孩子的偏执, 也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以前将十四印赐给别人, 必须要在地狱道里, 秦坤一直怀疑, 地狱道是以灵魂为本地的方式存在的, 所以才能把烙印施加在别人的身上。 秦坤伸出手势了一下, 手如烙铁, 印在黄金王的头顶字字作响。 果然呢, 这个任务当中不用去地狱道, 也可以落下十四印。 小黄金王的头皮要炸掉, 感觉发根在燃烧, 头皮上滚烫的炙热感让他难以忍受, 又不敢乱动。 眼泪鼻涕流出来, 痛苦的感觉绝非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所能够忍受的。 终于, 系统出现了提示。 任务完成, 所住自下十四印, 十四坛开启新功能现环, 开启极端任务三, 极端任务三, 一望火铭记。 任务目的, 选择是否存在于门徒的记忆之间。 任务奖励, 天眼术蜕变。 任务提示, 选择存在门徒的记忆之间, 所住将于门徒产生因果, 将来息息相关, 同时无法得到奖励, 选择不存在, 则得到奖励, 天眼术, 蜕变。 黄金王忍着疼痛, 终于结束了烙印, 他使劲睁开双眼, 拨开了头发照着镜子, 镜子里, 头皮上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六芒性纹身。 这, 这是什么? 黄金王说完了, 两颗眼珠子乱飘, 速度极快, 超复合的心血流灌入脑海, 他大叫一声, 痛苦地跪倒在地上。 好痛啊, 秦, 我脑子里钻进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恶魔的力量, 如你所愿, 你的妹妹, 我也将此下恶魔烙印。 不过, 从此以后, 我与你再无关联, 你要好好地活着。 女婴的后背, 秦坤大手摁下, 婴儿在啼哭, 骨灰碳纹身并没有出现, 和黄金王一样, 是一个流氓性卫生, 渗入皮肤, 落紧灵魂, 那模样和星夺一模一样。 该离开了, 谁知道黄金王与自己的牵绊, 竟然这么深。 秦坤摇了头, 既然位于对方的时间线内, 那么把该给的东西都留给他吧。 秦坤抵住黄金王的额头, 脑海里, 黄金王曾经传给自己的狮子法相, 秦坤从来没有用过, 此刻全部还给了对方。 赤叔, 把你的盔甲脱下来。 为什么? 你用其他的圣灵来完成任务。 哦, 那可以。 一把战刀交给了皮轴人, 皮轴人脱下了战蓝色的盔甲, 秦坤从弹性空间里拿出盾牌来, 摸了摸黄金王的脑袋。 这些东西你将来都能用到, 今日一别后悔无期。 且, 可是, 其他的东西凭自己去争取, 我与你再无瓜葛。 说吧, 在女婴的啼哭当中, 黄金王的注视之下, 秦坤和皮轴人变成虚影, 消失在原地。 十四城, 死宫, 再次睁眼, 秦坤发现自己靠在一个柱子上, 死宫, 那老头的秦, 弹到最后一个阴节, 秦弦断掉。 一下子杂音贯耳, 很多人都醒了, 也有很多人再也醒不过来。 老头收起秦来, 对着人群说道, 好了, 今日扶秦至此, 各位想必都要收获, 老秀也累了, 都散了吧。 这是黄金王的因果仙, 最后一个阴节, 可能代表黄金王彻底消失, 也可能代表他跳出因果。 总之, 秦弦断, 仍消失, 再见, 遥遥无期。 临江时的四月, 气温一人, 清坤家里, 杜青涵叼着一根棒棒糖, 在削苹果。 蝴蝶刀, 刀尖锐利, 指尖在翻转, 苹果和皮球一样, 被削尖挑起, 果皮, 凌孔落下。 光溜嫩滑的苹果, 滴溜大砖, 最后插在杜青涵的刀尖上, 被他递给了清坤。 这个月你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好, 这些水果。 秦坤横落在沙发上, 对于杜青涵的玄机, 他早已细以为常, 他看着满是刀眼的果子, 一点胃口都没有。 不吃。 杜青涵松松肩膀, 爱吃不吃。 秦坤撑着脑袋, 这个月精神状态确实不好, 老是无精打采的。 他专门问了南宗的几位手作, 楚老仙, 紧老虎, 鱼黑脸, 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大致猜测, 秦坤的鬼可能养得多了。 不过幸亏, 葛大爷给出了答案。 葛大爷说, 自己入虚太深, 精神, 虚不受不。 以前葛大爷和杨慎去夜火悬浮, 再从夜火悬浮去其他地方, 等于是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虚境, 对于精神有极大的损伤。 秦坤不怎么明白, 葛大爷就给秦坤打了个比方。 老头文化水平不高, 却是很有智慧。 他在地上抓了一把土, 放进筛子里。 大颗粒的土割了流血, 小一点的都被筛了下去, 然后用更加细米的筛子, 继续筛筒。 三次下来, 留到最后的, 只剩下了极小的尘灰。 这就是入虚, 也叫奏音。 自古道家典籍之中写的 云有天外, 可能就是这样。 从一个地方, 能去很多地方, 一层一层地去, 钻入因果秘境六道迷奸之中。 天地光阴皆不可思复, 逼端就是, 回来不怎么完整。 葛大爷的措辞不怎么明白, 但老头又把刚刚筛掉的土再次举隆起来。 最细的尘土, 第二层的小颗粒, 第一层的大颗粒, 又去整一把土。 混, 你看, 一些土会留在筛子上。 这个比喻, 青棍一下子就通了。 葛大爷继续说, 这一大把土就好比生死窦的人, 精神力强, 普通洋人呢, 就是这一小把。 一点点土被葛大爷三根手指给捏起来, 筛了一遍, 再次聚拢时, 一下子就少了三分之一了。 所以呢, 普通洋人不易走音, 青则打病一场, 重则会痴呆, 魂魄不全。 青棍目前精神不济, 可能就是筛得多了, 金花粘在筛子上, 葛大爷告诉他, 各把月就回来了, 没什么事的。 冰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有时候, 一些老者坐镇到门, 确实有他们存在的理由, 可以解惑, 安心, 宁神, 这个道理, 带入生活之中, 也是能用的。 要么怎么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呢? 没精神吃苹果, 秦坤看到杜清涵外出, 自己也出门散心。 人间四月天, 可能是文人眼中, 最好的季节了。 万物复苏, 着急蓬勃, 一派的心心相容。 开车, 在室里面兜了一圈, 秦坤听着广播电台, 难得地吵到了偷德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欢迎收听交通广播FM91.6,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下面为大家插播一条消息。 这日凌晨, 临江市高新区娱乐会所预先亭发生火灾, 目前无人员伤亡, 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预先亭? 李虫的场子? 秦坤哭笑不得, 这一则广播消息就两句, 明显是广播给老司机们听的。 现在的广播电台也是够细致的呀, 前方路口, 秦坤转弯, 前往御仙亭。 这一个月, 老去魁城老宅, 和李虫见面也不少, 这在几天没见, 他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到了高新区进竹路, 秦坤看到了衣服惨壮。 金碧辉煌的御仙亭, 墙上到处都是黑灰, 招牌被烧掉了一半。 从四楼开始, 连续三层都差不多烧干了。 秦坤心中喊言, 御仙亭什么档次, 秦坤知道, 李虫从临江底层发迹, 一步步成为这个场子的大老板。 虽然没怎么表现出 对这里的重视, 但这个场子, 凝结着李虫的心血。 眨眼间, 一场大火将御仙亭烧成这样, 少数上千万没了。 秦坤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都觉得自己有些肉疼。 哎呀, 好端端的, 海皇去年听说出了大事, 整改到现在还没有开业呢, 现在御仙亭也成了这样, 这怎么搞的呀? 是啊, 就这里还算是正经, 也没听说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传闻, 是不是这里的大老板得罪了什么人呢? 恐怕是一下子烧了三层, 那得多少钱呢? 谁知道啊, 不过听说这边的大老板很厉害, 御仙亭开了那么多年, 感觉没什么仇人吧? 没? 上次听说樱花一翻挺, 就派人过来抢地盘, 都溅血了。 是什么? 日本人啊? 不知道, 那群日本人的管子, 似乎被这里的大老板给砸过, 应该没那个胆量吧? 小道消息众说纷纭, 秦坤停好了车子, 走了进去。 你好先生, 暂停营业。 哦, 秦梁在吗? 哦, 您找秦总吗? 秦坤一正, 三梁子混得这么开啊, 都成了总了。 是啊, 带我去吧。 秦坤算是一个粗中有戏的人, 朋友出事一般不直接打听, 从朋友身边人那里获取消息, 一方面算是对朋友的尊重, 一方面能考虑自己能否尽力帮助对方留给余地, 要不然就是赤裸裸的借人伤疤, 还无能为力了。 秦坤被带到秦亮的办公室, 秦亮从保安队长现在独领一间的办公室算得上是阔气, 比起最开始低下车库那个办公室要敞亮得多了。 见到秦坤进来, 秦亮急忙起身, 憨笑道, 哥, 嗯, 亮子, 什么情况? 秦亮收起了笑容, 叹了口气, 眉头皱成了穿子。 哎呀, 不知道呢, 大老板去打听了, 联系不上啊。 昨天晚上我巡逻的时候发现他, 嗨, 没保住场子都是我的错呀。 秦亮有些懊悔, 李冲对他起予厚望, 他竟然连这种事情都没有提前察觉。 亮子, 没死伤你就是有打工的, 火势既然没了, 带我转转吧。 今天凌晨的大火, 到现在火势烟尘已消, 御仙厅烧得一片狼藉, 鬼是玩不了火的。 李冲在灵斩总局也没有认知, 这一场大火和生死道有没有关系, 他不知道, 反正和鬼的关系应该是不大的。 秦坤, 秦亮戴着口罩, 扫尸了一圈, 要离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熟人, 景三生来了。 老爷子来了, 这里乱糟糟的, 我给您找个地方去吧。 李冲的婚礼上, 秦亮是见过景三生的, 态度积极的恭敬, 景三生挥了挥手说, 不用了, 你先走, 我和秦坤聊聊。 秦亮离开, 秦坤和景三生并肩前行, 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景老虎目光锐利, 扫尸着废墟, 平素这一对父子极其不对眼, 一见到儿子肠子被烧, 景老虎还是忍不住来了。 葛大爷提过, 景三生前几个月, 为了让孽胡子在东北扎稳脚跟, 专门跑了一趟。 秦坤一探, 景老虎天生就是一个老苦命, 这个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定性了。 从废墟里面出来, 两人看了看御仙庭的监控, 视频里面是个无人的角落, 大火忽然窜起来, 火势熊熊, 蔓延得很快, 而且许多地方同时着火。 更加奇怪的是, 监控里面, 火势还没有起来, 客人就已经大乱, 四下逃命了, 这就更加不动了。 火势蔓延得飞快, 可刚刚蔓延的时候, 人几乎都已经逃光了, 似乎是有人当场警示一样。 一些特殊的法术, 能规避摄像头的捕捉, 恐怕放火的不是一个人, 只是这个梁子, 不知是谁结下的。 这句话很好理解, 规避摄像头的法术, 鬼上身就可以做到, 日本的隐盾, 东南亚的鬼杖术, 听说都是不差的, 欧洲并不了解, 想必也是有的, 这些法术, 都是用密法, 将自己的气息, 还有波动, 改成非阴非阳的形态, 拍照, 摄像, 都不会留下踪迹的。 不过, 似乎有高人在场, 提前惊视了大家。 经三生匪夷所思, 秦坤问道, 放火的, 会是樱花一番亭那些人吗? 应该不会, 初始的第一时间, 他们就派人来魁山老宅解释了, 不是他们。 阴阴果果, 是是非非, 最怕的就是这一点的。 狄暗我明, 李虫的对手, 很可能是自己的筹奖, 锦老虎的筹奖, 阁大爷的筹奖, 或者是身边人的筹奖, 以及他们的后人, 门徒, 弟子。 这种结, 几代人都难以解开, 一般将其称之为夙愿。 锦老虎看到秦坤在出神, 呵呵地笑了笑。 所以啊, 这一条道不好混呢, 你太特别了, 历代配舔狗都是急染一身, 到了你这儿, 竟然还有家人, 所以你有关爱。 秦坤没有说话, 正正出神, 两人走出御仙庭, 今天是查不出什么结果了。 秦坤跟秦达道别, 开车载着锦老虎, 前往窥山老宅。 下车的时候, 锦老虎问道, 不进去坐坐吗? 不了。 最近精神状态好一点没有, 好多了。 秦坤忧心忡忡, 临走时, 惊三声敲了敲车拨, 这辆车呀, 可比你当年的下力要好多了。 锦老虎很少开玩笑的, 对方在找话题给自己宽心的。 秦坤笑了笑, 哼, 那是, 当年呀, 都后悔把那车送给你了。 呵呵呵, 也多亏你那辆车呀, 我才能养活魁山一大架子的人。 秦黑狗, 你没有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吗? 秦坤不理解, 魁山老宅里, 几个小孩子放学回来, 蹦蹦跳跳地围着秦三声, 师公, 师公, 嗯, 快点回去吃饭, 吃完以后赶紧写作业。 好。 小孩子看到车子里面的秦坤, 羞涩地叫道, 秦爷爷好。 秦坤捂着额头, 呼啸不得, 快, 快回去吧。 他在看秦三声时, 秦三声的气质似乎有了变化, 好像从一个莽夫, 变成了一个睿智的老者。 你看, 我也有挂爱啊, 这群孩子, 从三十年前开始, 就是我的挂爱。 秦坤收起了笑容, 好似捕捉到了什么灵光, 意识半会儿, 却又想不通。 秦三声笑得更加温和了, 哥师叔说我苦命一生, 没虎威倒有犬相, 看家的老虎和狗有何一样? 不过老夫知道, 我是能画龙的, 这群孩子, 就是我的逆鳞。 秦三声说完, 大小姐们, 留下了秦坤一个人, 错愕地坐在车里。 这一坐不知多久, 直到月亮高悬, 正在泡脚的秦三声, 才听到魁山老寨的门口, 秦坤开车离开。 三声, 啊, 施工, 葛湛推着轮椅, 走了进来。 难道杨慎也看走眼了吗? 吴雄, 楚道和你三个人, 以你最为愚钝。 当年吴雄天之错月, 堪比超一流, 楚道不慌多让, 紧随其后, 你守宅多年, 不光是杨慎, 就连我也以为你是终人之子。 谁能料到啊, 你会大起晚成。 葛湛的情绪有些激动, 荆三声则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荆三声道去洗脚水, 为葛湛倒了一盆, 将葛湛的双脚放入盆中, 为他搓洗起来。 施数严重了, 可有命数, 弟子只是一只手摘虎, 谈不上大气。 哼, 老夫以前跟随杨慎, 出生入死, 才换了一个能枕摘的棺材板。 你的命, 好啊, 是是非非, 阴阴古古, 你和秦坤的牵板, 比那几个弟子都深, 世间真有命中贵人一说吗? 自然是有的, 吃得苦中苦, 方得福中福, 命中贵人之说只是转机, 不过也是弟子赢得的。 葛湛抬起脚来, 将景三生给踹翻的, 屋子里面沉寂片刻, 爆发出了一阵的大哮声。 屋外, 斗宗小师妹苏林进来, 看到师公和师父笑颜开怀, 又看到师父有些狼狈, 接过景三生的活, 为葛湛洗起脚来。 师公, 师父都多大了, 你还随意打吗? 你让别的中门看到, 会笑话我们的。 葛湛乐得不好意思, 说道, 哈哈, 习惯了, 今天啊, 你师父给我上了一课呀。 上了一课? 苏林看向葛湛, 又看了看景三生, 有些不解。 一个大老粗, 一个老糊涂, 上什么课呀? 四月初, 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 秦坤在临枪时都接不到人物了。 这并不代表鬼越来越少, 但是可以代表当地的鬼越来越受规矩了。 秦坤看到, 自己卡在四十九级已经很久, 一连的无语。 再往前半步就是黄泉级的宿主, 也就是所谓的超一流猪鬼师。 根据生死道的规矩, 在毛山请号之后, 意味着成为天师。 那可是天师啊, 超一流猪鬼师, 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力划分。 天师则是地位的人可, 即使不明华夏, 四海传送。 家中, 秦坤手中拿着一个铭铁, 送铁的是个道士, 消息传过来, 关秦坤要了三根大箱之后, 就离开了。 秦坤一头雾水, 打开之后, 发现是鱼龙山送过来的, 以老太岁的名义。 内容拽文, 大致意思是, 经过鱼龙太岁见证, 浮鱼山斗宗, 聂宇玄, 有潜力禁忌天师, 提前赐下, 硬是龙的赤号云云。 以后, 聂宇玄不仅是斗宗弟子, 和鱼龙山也有了瓜哥, 请大家看在面子上, 多加照顾。 秦坤哭笑不得, 拍了个照片, 在QQ群里面询问, 这什么情况啊, 派人发个短信就好了, 大老远的过来, 就为了给我送个帖子, 还管我要了三更大箱, 而且还不能不给。 结果, 被葛湛等老一辈, 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臭吗。 秦黑狗, 你还懂不懂规矩, 自顾都是这样, 与龙山老不死的亲自赐好, 盗狱要送不天下, 发短信, 亏你想得出来。 而且啊, 这帖子只能送给有名有姓的猪鬼师, 一般小门小派的掌门还得不到呢, 知足吧你。 秦坤黑这个脸, 自己以前可能名声实力不够, 再加上没人请号的缘故, 这玩意儿从来没见过, 第一次见, 就被讹了三根大箱, 那可是好几万呢, 鱼龙山也忒能赚钱了, 一张黄纸就值好几万, 印钞票呢呀。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助波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QQ群里, 聂胡子非常高兴, 鱼龙山老太岁, 那可是施工葛战, 同一级别的前辈也, 亲自赐号, 自己以后与鱼龙山就结上了因果支援, 等于老太岁是他的第二个靠山一样了。 有鱼龙山这种情报系统在, 这为他扎根东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关了群, 王前的电话打了过来, 口气当中, 净是羡慕。 青黑狗啊, 你胡子那丝竟然有了赤号了, 真是早晕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啊。 许久没有见到胖子, 听说他最近的事业发展遇到瓶颈, 灵异电影太多, 堆积着审核不让上映, 胖子他也是苦恼的。 你都是在影视圈有咖位的人了, 还在乎这个呀? A咖和C咖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好吗? 况且我这种是F咖呀, 这总得谋生虎口吧? 拍不了电影啊, 我还得找路子猪鬼呢。 到时候南宗北派关系缓和了, 得给我师父借回来, 在临江买个房子。 好吧, 福宗家大也大, 青竹山庄豪彻无数, 多少有钱人眼巴巴地跟你们攀关系, 天字堂弟子还在为买房发愁。 不愧为是福于山四雄之一。 四雄里面, 秦桂已经开上了豪车, 聂宇璇混了个硬是龙的志豪, 风头无量。 土娃接受了临江市闭义馆, 又交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 算得上是人生赢家。 胖子虽然事业进入了平静期, 但F咖那也是咖呀, 生活终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对了, 黑狗啊, 大小姐最近你见了吗? 没呢, 听说钻研竹笼算入迷了, 闭关的。 我明天啊, 戏就赶完了, 暂时就没事了, 回去找你们啊, 咱们出来吃个饭。 行啊。 老友相聚总是开心的, 杜秦涵跟着秦桂去了, 跟楚千许往前打了个招呼, 又走了。 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露个面表示尊重, 对于吃饭这样没有意义的是, 他不想浪费时间。 周瑜生贤馆, 柴火于冒泡, 相及扑鼻, 王前带着大金链子, 穿着皮夹壳, 手指上是明表增量。 除了丸子头还没变, 气质是焕然一新, 看起来好像是时尚界精心包装过的土锤。 楚千许倒是比以前寡言很多, 秦桂印象当中, 那个运动型的大小姐, 眼圈漆黑, 沉着头巾, 一身低调昂贵的素色搭配, 瞅着王前的土样,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道尔秦桑中规中矩, 披了一件戴帽子的长袖外套, 头发有些长, 到处在脑后, 有些时间一顾不上理发了, 再长一点就能扎辫子了。 哎,哎, 好久没聚了, 喝酒喝酒。 即便穿着, 比以前好了不少, 王前的衣服也是有些油腻的, 好在呀, 皮夹克沾了油也看不出来。 楚千寻举起杯子, 秦桑也举杯捧去。 哎, 爽啊。 狗哥, 几个月不见, 家里藏忧了? 楚千寻看向秦桑, 调侃他说道, 秦桑摸了摸鼻子, 八风不动。 这都是意外, 跟你们啊, 也说不清。 楚师妹, 一见面就问这个, 你吃醋, 哎, 别瞧, 别瞧了啊。 王前流着冷汗, 杀猪一样的打叫, 楚千寻瞪了他一眼, 冷横头。 我吃他的醋, 我要是当年看得上秦桑, 早把他睡了, 还轮得到什么银凤摇, 齐红妆之流。 果然呢, 这才是楚千寻的风格, 秦桑黑着脸说道, 看板你给能的, 我是想睡就能睡的吗? 楚千寻的舌头填着嘴唇, 刚刚喝了酒, 脸颊有些唾红, 手指挂在领口往下倾拉, 一对胸脊呼之欲出。 不过, 楚千寻手指松开, 领口弹了上去, 秦桑往前急忙收起了邓侄的眼光, 飘向了一边。 秦, 就你这顶礼, 以为自己多情形寡欲。 被楚千寻鄙试, 秦桑也是认了, 三个人扯了一会儿, 撩起了近况了。 八家都是同伴, 也是同道, 问的大多数是道门的情况。 修炼了, 课业了, 鬼差了等等。 楚千寻的诗灯鬼, 四行鬼都到了鬼匠级别, 大小姐能养得起, 但是养起有些吃不消。 烛龙蒜本来就消耗养起的, 再养两只鬼, 黑眼圈就是最直白的写照了。 往前还好, 就一只斐雷江, 听说前段时间去深山拍戏, 斐雷江偷看村民打麻将, 结果迷路了, 吵了三天才找回来, 这也是操碎了心呢。 不过一只鬼差的好处就是, 斐雷江实力很强, 离鬼王只剩一步之遥。 秦桑的修炼也讲了讲, 破墟、树谷、 红霜之类的道数, 比起踢出道数要更高一层的。 王前和楚千寻听的是云里雾里, 但是鬼差的近况, 他们是能听得懂的。 八只鬼匠啊, 这数字那是极其的吓人。 这两位是秦桑的朋友, 秦桑也没有隐瞒, 对方替秦桑高兴, 也有些担心。 你能受得了吗? 自古洋鬼是要遭反噬的, 上代黑狗当年洋气虽不如你, 但精神力傲视滑下, 最后还是受不了那么多鬼差爱。 秦桑, 你得幽稚点啊。 秦桑也渐渐地明白了 养鬼太多的弊端, 首当其中的就是这性欲方面。 以前养己过剩, 性生活还正常, 最近就连冲动都没了, 这么下去它也不是个事啊。 而且鬼连身的时候, 随着鬼差们越发强大, 四只鬼死前的痛苦夹在身上, 精神有些受不了。 那股洪荒, 失落, 颓摆消极的负面情绪, 特别影响人的斗志, 还有意识, 是极有可能走火入魔的。 我知道。 对了, 胖子, 先别说我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呢? 王前暂时也不拍电影, 肯定是要留下来的。 作为朋友, 秦坤知道, 吴半仙不让王前和福宗走得太近, 但是总得找个事情做呀。 打算? 没有, 我也攒了点钱, 先混混日子。 对了, 秦黑狗啊, 今天回来, 我可是截然一身呢, 去你家住上几天, 没问题吧? 当然有问题了, 你, 你不仗意啊? 胖子, 我家里面有女人, 肯定不方便你住啊。 这跟仗不仗也没关系, 不过, 可以给你提供个地方, 跟青竹山还挺近的。 我不会服送, 师父可是专门提醒过的。 不让你回, 白湖镇老街, 我和大小姐开了一家店, 生意也不怎么好, 不过, 这店盘下来也不能控制呀, 你去那儿住, 感觉这几天还能扩张个生意呢。 秦坤说着, 朝楚千寻眨了眨眼, 楚千寻立即回应, 是啊, 胖子, 老搭档啊, 咱不如合伙经营那家店吧。 四月, 草长应飞的季节, 临江市的天气早早回暖, 时至周末, 北郊白湖镇老街, 一个特别的小店, 门口做了一个画幅的胖子。 秦坤啊, 这风筝节是谁想出来的呀? 不远处就是白湖, 白湖镇, 白湖游乐场, 因为这片湖而繁荣, 连带着最早在附近立宗的青柱山, 地皮也是贬得寸土寸金。 湖畔放风筝的人很多, 欢声笑语一片, 大人带着小孩, 有的则是在夜餐, 欢快而又惬意。 秦坤蹲在门槛上, 双目出神, 去年白湖镇游客喜喜拉拉, 今年开春竟然这么多, 连带着老街的生意都变得好了, 这转变得有点快呀。 这鱼手做和我爷爷的主意。 屋子里楚千寻走出来, 代替秦坤解他了。 难怪呀, 这风筝飞得很奇怪, 不为了贴了飘语符吧? 今天风不大, 风筝很高, 就好像是飘着一样。 往前老早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了, 听到楚千寻的解释,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这哪是什么风筝节呀? 这是借着放风筝的名义, 福宗在做生意呀。 飘语符? 秦坤和楚千寻还没想到这茬呢, 秦坤竖划额头天眼洞开, 视线飘到五百米之外, 果然看到风筝上贴着一张符纸, 那幅画得很烂, 根本就比不上往前的符纸, 但是让风筝飞起来这样的小事, 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的。 白虎虎盘好像是急事一样, 小摊位临慈笔节, 还有不少道士的身影, 秦坤收回了目光, 哭笑不得。 大小姐, 天鹤灯给我。 楚千寻一震, 摸出一盏灯来, 秦坤握住, 往前一道遮光符飞过来, 楚千寻看到灯影上的景象, 脸颊一僵。 我爷爷? 楚老仙带着几个族中弟子, 安排妥当地坐在各个摊位前面, 这才朝天眼看了一眼, 微笑着摇摇头。 楚师妹, 你竹宗的算命生影, 怎么坐到这儿来了? 胖子, 旁边麦福的道士比竹宗的少吗? 这毕竟是青竹山的地盘啊。 秦坤宫离这里也不远。 两人争执, 原因就是流俗, 生死到的室外高人, 抛头露面做生意, 让这些核心弟子脸上挂不住了。 秦坤打断两人, 说道, 走吧, 咱们也去凑个热闹。 三个人关了店铺, 前往了白湖湖畔。 到老远就看到楚老仙和于黑脸站在那里, 似乎是在迎接他们。 秦小游, 浅浅小胖子。 初老仙今年七十, 先锋倒鼓一样的人物, 头发胡子保养得很好, 这逼格一看就是世外高人。 爷爷, 你怎么在这儿? 呵呵呵, 凑凑热闹。 于黑脸愣横了一声, 往前作为天字堂的师兄, 也不督促师弟师妹功课, 整天地抛头露面拍电影, 成何体统? 王前听了, 老大的不乐意。 我若师叔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得养活自己啊。 那你这些不成奇的师弟师妹, 就不能养活自己了。 王前听了一阵, 难以置信地看向楚老仙。 楚前辈, 您算出我们的来意了。 刚刚于月轩的话, 明显是先发之人, 堵住王前的嘴巴。 楚老仙呵呵地笑了笑。 呵呵, 随便猜猜, 看来老夫是猜中了呀。 于月轩的话, 既是对王前说的, 也是对楚前寻说的。 风筝节而已, 道门中人抛头露面, 不偷不巧, 都是凭手艺混饭时。 赚一些温饱钱, 有何不可能? 秦昆看到两个伙伴吃别, 无奈地笑了笑。 我说你们两个呀, 赚钱就赚钱, 又不丢人, 既要先锋盗鼓, 又要填饱肚子, 矛盾不矛盾, 都是自己人, 不用说的乖面堂皇的。 于黑脸听了当即大怒, 哼, 整个浮渝山就你最俗, 大白话说的, 没有一点倒门的威严, 我们是为了赚钱, 这点小钱倒也还看不上呢。 于黑脸和初老先办风筝节, 一来是活人气, 二来, 彰显一下室外高人的本事, 扩大影响力。 被秦坤说的和街头神棍一样, 大杀风景。 秦坤撇了撇嘴巴, 拉倒吧, 浮渝山里, 我可是第一个去香港的, 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到最后还不是为了赚钱呢? 这种培养潜在客户的手段, 还是三十年前秦坤交给他们的, 只不过当时的脑子没想出里面的诀窍罢了, 一些小手段帮人辟邪除孽, 那帮人定然会感恩戴德, 口口相传之下, 总会有大生意召上门来。 看来啊, 服宗的生意要往内地发展了, 于黑莲起的手头, 只是秦坤捏捏捏的叫了好几句, 拂袖离开。 哼, 贫道, 修与你为伍。 喂, 于老头, 你别急眼呢, 你记不记得, 我还给过你一台收音机呢? 我, 贫道当年真是猪油蒙了心, 就不该收你的收音机。 于黑莲生着闷气, 被楚老贤给拉了回来, 楚老贤哭笑不得, 秦坤着实有些可憎。 像秦坤, 窦宗, 汉家, 寄家, 丰都门客这种, 有其他社会身份的, 不必在乎道明的包装。 他们, 朱宗, 福宗, 北派中家, 不是道士就是神婆, 还是要道士这一层皮的, 一下子被秦坤给戳破了, 世外高人的形象就崩塌了, 这以后还怎么混呢?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助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秦小友, 看在平道的面子上, 你就少说点。 朱老先当何时老, 清昆黑黑笑道, 可以可以, 玉道长, 别生气了, 是我言中的, 都是自己人嘛。 哼, 跟你生气, 反不上, 这点修养, 平道还是有的。 鱼黑脸的脸色缓和过来, 当代黑狗向自己道歉了, 也算是有面子了。 清风眼睛一转, 想了想。 不如这样, 咱们福宗在沿海堂口颇多, 像你说的, 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呢。 以后, 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麻烦, 请那些苦主来我们店里如何呀? 王前在我们店里面作证, 小夫化不了的灾恶, 天子堂高足的福祉, 肯定没问题呀。 鱼黑脸当即就睁大了眼睛。 秦昆, 你可能要点脸。 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别人, 秦昆他们比福宗的手段高明吗? 这是为他人作假一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 哪些道士能代表福宗啊? 王前肯定能啊。 崇老仙, 你也一样, 你孙女都是我们的合伙人, 有生意呀, 多多照顾, 行不行? 秦昆还大言不惭地举出了例子, 你们拿名, 我们拿力, 刚好楚千勋和王前, 是竹宗和福宗的弟子, 道士会啊, 告诉那些苦主, 感谢竹宗还有福宗就行了, 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于黑脸非常反对个人主义, 这馊主义分明是凸显个人实力, 但是于黑脸和楚老仙也是无奈, 就像秦昆说的, 那些在外堂口的弟子, 能代表竹宗和福宗, 楚千勋和王前怎么就不能呢? 一扯上宗门的规矩, 王前还是胆子小, 缩头缩脑地说道, 秦昆狗啊, 这合适吗? 合适? 秦昆当即就打下包票了, 还不赶紧感谢你师叔啊? 王前看到秦昆朝自己眨着眼, 没等于黑脸想出其他反对的话呢, 联盟是一一到底, 王前谢过师叔台爱, 于道长, 上一, 秦昆还给了于黑脸一个雄抱, 于黑脸是死活也推不开, 委屈地被抱住了。 这么大个风筝节, 结果就白白地送给他们撒了。 楚老仙更加郁闷, 连个熊抱都没混到, 孙女还被别人给拐跑去打工了。 楚师兄, 这, 哎, 算漏了呀。 从兵驿馆离职已经好几个月了, 秦昆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每天下午五点起床, 驱车前往白湖镇老街, 晚上駭石开工, 银石三克收工, 非常的规律。 风筝节持续了一个礼拜, 朱宗和副宗倒是守约, 几少来了不少的苦主。 晚上九点多, 一个中年男子擦着汗, 感恩戴德地说道, 哎呀, 几位上师太感谢了, 这三十万是钉下的因果账, 务必收下呀。 小店之内, 晚上只有油灯, 格外地昏暗, 不远的门口倒是挂着两个大红灯了, 视线没怎么变好, 气氛倒更加阴森了。 小店在水渠旁边, 瞧对面黑漆漆的一片, 是一个荒村。 中年人冒着冷汗, 如果不是这几个上师, 真把自己麻烦给解决了, 自己是打死, 也不会过来。 烟雾缭绕, 秦坤抽着烟, 垫起了一袋钱, 拨弄着。 嗯, 知道了, 请回吧。 中年男子如猛大蛇, 快不离开。 到了晚上, 白狐镇老七只剩下一家店开门了, 中年男子走得远了, 往前才不满地开口。 秦坤, 这都什么人呢? 一个矿场老板, 矿区里面挖出了一个墓, 自己把墓里面的家伙事都给灭了, 活该走没云, 你还帮他。 民国时期的地主墓, 两行的话也犯不上吧, 我觉得嘴不至死, 人家花钱, 咱们小灾, 你秋千那么多干嘛呀。 中年男子因为贪恋, 惹伤了一只野鬼, 要了他三十万的因果账, 秦坤是心安理得, 三个人, 一人分了十万。 秦坤的身后, 锦衣老鬼, 作为废柴柴柴之一, 平时低调的可以, 今天则是长了胆子, 对着秦坤说, 主子呀, 王财柴, 在地下睡得好好的, 被人挖木绝尸, 这可不公平啊。 锦衣老鬼身边, 站着一个身着绸缎的小老头, 表情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 等待着发落的, 他看到周围一帮牛鬼蛇神, 有些被吓坏了, 听到锦衣老鬼的话, 再看看, 那两人差不多的他吧。 秦坤心道啊, 得, 都是地主, 这俩八成是一个阶级的。 锦衣老鬼给自己看花重造, 还算是勤勉, 秦坤索性也给他点面子, 行了, 死后偷摸地躲着不下阴槽, 当守财奴一样, 呆在那墓里面, 活该给自己添毒, 今天不收你, 你自己上鬼城去吧。 啊, 上师啊, 鬼城是什么呀, 我, 我不知道啊。 秦坤老鬼拱着拱手, 笑道, 主子, 要不你姑且收了王财主, 供奉方面, 我出行吗? 放肆, 长公公当即是历声喝斗, 秦坤, 你的供奉都是主子给的, 非但不感恩戴德, 你还敢和主子讨价还价? 长公公开口, 阴历之气蹦射, 眼睛一瞪, 王财主浑身举痛连忙跪下, 锦衣老鬼也是吓得不轻, 跟着也跪在一边。 公公息怒,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看得可怜。 好了, 长公公都是自己人, 王赏师和楚赏师都还在呢, 不要乱斗威风啊。 薄皮鬼几个人, 在旁边吹了桌子玩麻将, 一边磕着瓜子, 斥以长公公稍安无躁。 秦坤沉默半上, 看到锦衣老鬼神色恳切, 就开口说道。 好吧, 让他过来认主。 锦衣老鬼当即大喜, 走了王财主两下, 坏磕头, 柱子要收你。 王财主能够看得出来, 锦衣老鬼是为自己好的, 连忙给秦坤行了三鬼九寇, 极大的大礼。 书财鬼认你为主, 是否接受? 秦坤选择了事, 下一刻, 王财主感觉浑身打了个激励, 似乎体内多了一些东西。 在看秦坤的时候, 有种发自于内心的屈服。 一个白板鬼差, 资料惨不忍睹, 好歹没有干过什么坏事。 秦坤淡淡地说道, 王守财, 以后你跟着锦衣鬼,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的规矩他会跟你讲的, 你明白吗? 小的明白。 秦坤老鬼拉着王财主, 连连行礼, 退了下去。 屋子里, 初千寻端了一杯蜂蜜水出来, 坐在桌上。 我刚算了一下, 这几天收入很可观, 看起来还有后续生意。 秦坤, 我还是觉得收入细化一下比较合理, 说不定啊, 以后还能投资个什么。 王财拿着手机看电影呢, 头也不抬的说, 大小姐都是房外人, 秦坤的建议本来就留俗, 你就别一俗再俗了行吗? 黑社会一样的,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服踪的, 给祖师爷蒙羞啊。 秦坤坐在虎皮椅子上, 两腿搭在桌上, 收场一番, 钱被收入弹性空间里, 开口说道,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大乘分筋, 人生快意不过如此, 别做什么戏话了, 大小姐, 有功夫, 多吃点补品, 痒痒头发。 哼, 狗嘴没好话。 初千寻腰之一百,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这几天, 收入有多有少, 最大的单子, 就是刚刚那个开矿的老板, 其他的, 小到三千, 甚至免费的业用。 受灾的苦主呢, 如果是普通人, 误惹了邪髓, 被鬼缠身, 闹得精神不济, 心神不宁, 作为捉鬼师, 那也不能袖手旁观呢, 万一被吓到精神病院去, 还得花钱治病呢? 不一会儿, 又来了一个中学生, 小女孩背着书包, 眼圈发黑, 讲述的事情经过, 往前听完了, 画了张符纸, 丢了过去, 不耐烦地说, 三十块钱, 拿走。 三十块? 小女孩眼角抽搐, 还是现画的, 这胖哥下笔肥快, 用时不过七秒, 这, 这就敢收三十? 小女孩当即, 干干巴巴地说, 哥哥, 这符管用吗? 小女孩身上没有阴气, 分明是鬼故事看多了, 把自己给吓着了, 产生意志, 这是定神符最为有用的。 哼, 拿回去试试不就得了, 胖姨的店还在这儿呢, 你还怕我坑你呀, 我反得着吗? 小女孩翻了翻口袋, 只剩下二十, 和一张红票子, 弱弱地问, 二十行吗? 不行啊, 到家讲究三六九, 一个字都不能收。 小女孩撇着嘴巴, 给了一张红票子, 往前找了七十, 小女孩这才离开。 三十你也说啊, 胖子, 你好歹也是个咖呀。 哼, 这是因果账, 我才不想免费帮她, 小丫头夜路都敢走, 胆子也不小, 还会被自己给吓到, 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往前把票子放进钱家里, 钱家刚刚打开, 十块钱就被秦框给拿走了。 诶, 秦海狗, 十块钱你也分一杯羹啊。 废话, 你都说了是因果账, 咱们三个可是定过规矩的, 因果账要平分。 卧槽。 楼上, 楚千许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又是, 还有我的十块, 我记着呢。 王前顿时无语, 这俩人, 啥时候抠到这种程度了呀。 晚上十二点, 一个摩托车的轰鸣声传过来, 一位女子穿着皮皮裤, 卸下头盔了, 拎着三个保温盒走了过来。 哎呦, 杜姑娘来得可真准时啊, 我就等着你的饭呢。 杜秦涵来了, 自从得知, 秦昆在外面开店, 杜秦涵也给自己找到定位了。 每天下午, 给秦昆做顿饭, 晚上, 再送一个三人份的宵夜。 就像他自己知道的那样, 秦昆是唯一一个 知道他身份的人, 他却是没有了那一段记忆。 乔林骨家的骨顺子也快死了, 很可能将来只剩下秦昆一个人 记着自己。 秦昆的存在, 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饭菜是普通的包骨针小菜馒头, 杜秦涵按照自己的口味做的。 好在秦昆往前并不挑食, 杜秦涵也知道这玩意儿养胃, 三个人都没什么意见。 杜秦涵吊着棒棒糖, 虽然他对秦昆十分重视, 但是也没什么话聊, 看了一会儿剥皮他们打麻将, 就板着酷脸离开了。 保温盒被收走, 桌子也收拾得是干干净净, 王前喝着茶, 佩服地朝秦昆竖了个大拇指。 秦黑狗啊, 论炮妞你是这个, 杜姑娘对你可真是服服帖帖啊, 佩服。 秦昆哼哼两声, 得意地说道, 哼, 那你以为呢。 风筝节持续七天, 福宗的飘语福大卖, 那些普通弟子画的残词品, 下场原本就是丢入垃圾桶的, 但风筝节这几天呢, 让他们转了一个盆满, 拨满, 一张福三十, 保证风筝飞上天, 但老婆小孩放风筝的男士们, 最好面子, 也是买得最多的。 顺带, 就连其他福纸的小路都变得好起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 买些福就是图个好运吉利, 没有多少人会觉得, 铁张福纸, 风筝就能飞得更高, 但是也确实给了他们一些信念, 而这也是福宗的初衷。 竹宗的挂滩生意也是十分火爆, 风筝节的概念一出来, 扩展了春游, 野餐, 踏青等等的元素。 对于临江市的市民们来说, 新鲜的生活就是他们忙碌后, 惬意地写照。 有带小孩的, 就有带老人的, 老人比较迷信, 算这个算那个, 算挂得倒是说上几句吉利话, 再多说一下自己制作的蚕刺法纪血连灯, 说是可以延年益寿的, 子女们见他们算得是真准, 也会尽孝为父母买下。 这是一个南宗盛会, 以楚老心的逼格, 于黑脸的商业目光, 潜移默化地把道门文化融入普通生活之中, 后续潜力是非常大的, 竹宗、福宗的普通弟子, 一开始也是有些战战兢兢的, 担心福祉花不好了, 算瓜算不准了等等, 不过听到师门传来的消息, 一下子就安心了。 因为师门说过, 竹宗真传楚师姐, 服宗天子堂师兄王师兄坐镇后方, 有解决不了的客人介绍给他们, 这些普通弟子一时间都是胆气十足, 会吹牛的几个生意更是爆棚的好啊。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尽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嫌我算得不准, 说话含糊, 还敢说频道是骗子? 哼, 咱到门最讲的就是诚信, 我收多少钱, 算多少挂, 贵的有啊, 你愿意花哪些个钱吗? 白湖镇老界有一个捉鬼客栈, 能把你祖宗十八代都给算出来, 你敢去吗? 一个山羊湖的道士白了客人一眼, 伏秀说道, 慢走, 不送。 不仅诸宗弟子如此, 伏宗更是硬气。 怎么得, 三十块钱一张符嫌贵, 没逼你买啊? 什么, 不嫌贵, 就想要那种最好的? 行啊, 白湖镇老街, 有一个捉鬼客栈, 我大师兄在那坐镇呢, 你张符, 你买得起吗? 有些市民会贪小便宜, 斤斤计较, 有些市民则喜欢寻找真正的室外高人, 这一段时间, 捉鬼客栈的名头很是响亮, 这些难对付的客户, 都被一股脑地轰到了秦昆三个人的小店来, 这种情况, 秦昆自然是欢迎的, 十一点半, 一个看起来是故意来刁难的客户, 在店里面嚷嚷着, 我什么都不为, 久违见那室外高人一面, 没料到是三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 还敢给我从什么大头算, 果然倒是都是骗子, 秦昆无奈, 这爆棚的自信心是从哪来的, 开门做生意, 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秦昆三个人这一段时间, 赚得是有多有少, 大多数是为了尽一个捉鬼师的本分, 替人消灾解恶的, 碰到这种理智气壮, 专门找茬的, 这也算是服了, 兄弟, 鬼姓啊, 啥, 你们不是有什么算卦高人吗, 你算的, 男人嗓门红了, 身后还跟着两个捧场子的, 面色不善, 秦昆真想约出去单挑啊, 但是装高手了, 打架这种粗活, 能不干就不干了, 大小姐, 给你出场了, 楚谦逊扭着腰枝就走了出来, 握着一盏油灯, 速手在灯心上面一弹, 油灯一下子就点燃那个男子的全身, 咦, 纵火杀人了, 另外两个伙伴见到他的朋友, 变成火人, 大声呼叫, 抓紧旁边的酒坛子, 就要灭火, 哼, 慌什么, 再说, 那坛子里是酒, 能灭火吗, 初千询油灯靠近, 那男的全身火焰, 迅速消失, 似乎被油灯给吸进去了, 再次变成了灯心上的一点明火, 那男子一震, 头发被烧掉了一些, 除此之外, 倒是也没什么大碍, 管力国, 男, 三十六, 就职临江市纺织场, 长途司机, 儿子管平平, 初一, 三年前离异, 平时好赌, 欠占两万, 父亲被寨主堵在家门口, 高绪啊复发正在抢救, 需要开炉手术, 还要继续说吗? 才开始, 那男子只是不信, 到后来目光凝肿, 再变成了就是惊恐了, 男子听到楚千询质问, 双腿颤抖忽然跪下了, 这真是大事啊, 女婆子, 我永远不是泰山, 七年前来, 求你发芳慈悲, 求我爸一命啊。 男子身后的两个人, 似乎是家里面的亲戚, 也跟着跪在地上, 王前秦昆对视一眼, 你这是何必呢? 楚千询淡胆地说道, 我又不是神仙, 有病就去看病, 让我们做什么? 男子不依不饶, 流着眼泪说, 女菩萨, 你心情好啊。 楚千询无奈, 看了看王前, 王前提起笔来, 几秒钟之内, 一张符纸画了出来。 别哭哭啼啼的, 符纸拿着, 保证你爸气不旺盛, 手术不挂, 其他的, 给我好好听医生的。 男子咬着嘴唇, 急忙白歇, 完事以后摸出了一堂票子。 谢谢大师,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王前冷笑, 拿钱搭在男子的脸颊上。 自己欠着外债, 儿子在上学, 父亲要做手术, 你拿钱笑起你胖爷, 亏你做得出来。 亲肥狗啊, 送客。 青坤手乖, 在三个人身上贴了残刺品的金刚符, 一人一脚踹出小店。 砰砰砰, 三个男子摔得是灰头土领, 差点滚到水渠里面, 浑身的狼领, 但是啊, 是一点伤都没有。 福纸爆掉, 店里面那袋人民币被丢了出来, 准确地砸在男子的脸上。 沉默片刻, 男子鼻子一酸, 擦掉眼泪, 朝着小店深深地鞠了一躬, 带着两个亲戚离开了。 唉,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朱千寻凑了过来, 打了一下往前头顶的倒计。 胖子, 你刚才挺帅的啊。 相当帅。 青坤也是胖子, 胖子的装逼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已经有了高人的风范了。 王前经不住夸, 冷哼了一声, 心中得意是一语言表, 嘴上却是谦虚地说, 唉, 那都是我师父教得好。 十二点, 杜青汉准时送来宵夜, 杨卫的饭菜可口, 杜青汉这次带了四份, 他坐在一边, 陪着秦昆三个人一起吃。 吃完饭, 王前去华府, 杜千勋上楼去帮忙收拾。 秦昆桌上摆了个棋盘, 自己在下棋呢。 根据楚老仙的建议, 棋道是最为直接的正法。 秦昆是个新手, 像棋还可以, 围棋就是一头雾水了。 摸出一根烟来, 打算点上, 烟被杜青汉给拿走, 一根棒棒糖塞进了手里。 可乐味道, 我最喜欢的味道。 杜青汉叼着棒棒糖, 给秦昆指点头。 围棋落子, 对于新手而言, 是关于选择, 判断, 先后手, 和大局关的游戏。 说他是兵法也不为过, 围点打圆听过吗? 手自落子很关键, 是彻轴, 还是功法, 全在你的布局里。 你还会这个呀? 杜青汉眨巴着眼睛, 思考了一下。 有印象? 与杜青汉手摊了一句, 秦昆发现, 杜青汉落子有序, 思考极快, 眨眼间, 连接秦昆大龙。 秦昆自己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 杜青汉, 见秦昆被打击得不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去看剥皮几人玩麻将来。 王前刚刚在旁边观察, 嘖嘖赞叹。 羚羊挂脚, 无疾可循, 听我师父说, 浮于山里, 楚老仙的奇力惊人, 不知道和杜姑娘相比, 谁胜谁负啊。 我爷爷无敌很多年了, 不过下去一半靠算, 都是耍赖的。 楚千寻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秦昆和王前有些无语, 有这么坑爷爷的吗? 小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打断了两个人的思路。 一个其貌不扬的妇女抱了个包裹, 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 敢问, 秦上士在不在这儿? 秦昆一证, 找自己的? 在和主宗服宗商量的过程里面, 秦昆可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名字呀。 你是…… 秦昆疑惑, 怎么看自己都不认识对方了? 视线从棋盘之上一看, 秦昆打量起了那个妇女, 村姑的打扮风尘仆仆, 想必是圆道而来的。 妇女正了正衣衫, 敢笑道, 你就是秦上士吧? 我是阴川县白石沟的…… 妇女见到秦昆几人更加疑惑了, 连忙说道。 是…… 是蒋神婆让我来的。 蒋神婆, 好遥远的名字呀。 去年过年的时候, 唐叔秦平远一家惹了黄皮子, 当时蒋神婆为唐妹出手, 驱邪八都。 后来, 李家沟有只大鬼, 蒋神婆解决不了, 请秦昆帮忙解决。 那老太婆是鱼龙山的外门, 算得上是故人们, 也是同道。 这位大姐竟然是蒋神婆派来的。 秦昆沏了一杯茶递了过来。 蒋神婆让你来找我做什么呀? 妇女牛尹而下, 润润嗓子, 把怀里面的补包放在桌上, 一层层地揭开, 里面是一个瓷坛子。 说是骨灰坛有些大了, 倒像是古代贵族们用的花盆, 但上面的花纹又有些恐怖。 此坛子四周是五个小鬼杀人的模样, 全都是人头落地的景象, 花的逼真, 伤了又踩, 雪淋淋的, 看起来不怎么舒服。 秦上师真年轻啊, 蒋神婆托我前来, 给上师带一样东西, 想请教一下, 这坛子是啥? 妇女把坛子推了过来, 秦昆忽疑地拿起来。 普通的瓷坛脏兮兮地, 上面有几道裂纹, 入手冰凉, 空气当中残留着淡淡的霉味。 秦昆看向王前, 王前摇了头, 把玩了一会儿说, 这看起来挺邪门啊, 但是我没见过, 有阴气的味道, 不过没见到邪葬啊。 秦昆看向楚千寻, 大小姐油灯一甩, 妇女身上冒火, 把她吓了一跳。 火势瞬间被油灯吸回来, 楚千寻睁开双眼, 说道, 只看见一个老太婆 把这玩意儿交给她, 其余的, 没了。 妇女清婚未定, 刚刚楚千寻那一下子, 可是把自己吓得不轻啊, 她变得更加拒劲了。 对对对, 蒋神婆给了我两千元路费, 只是托江这玩意儿, 带给秦上师看看, 其他的, 什么都没说。 秦昆自己看不出眉目, 王前和大小姐 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 于是说道, 那你回去告诉她, 我也不清楚。 妇女有些为难了, 蒋神婆说了, 得到确切的消息, 再给她一签。 秦上师不知这摊子来路, 那等于她少了一千块的收入啊。 秦上师啊, 你要不再看看, 这是三百块钱, 当作报处行不? 秦昆哭笑不得, 大姐, 你这是来建宝来了? 屋子后面, 杜青函走了出来, 咬碎棒棒糖, 把小棍弹进垃圾桶里面, 两只一夹, 把三百块钱收下来。 记住, 这玩意儿叫烟头瓮, 你回去告诉什么神婆, 她现在下的墓, 不能往里面走了, 再进一道门, 定有来无回。 墓? 妇女一惊。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没错, 前几天白头给我一个老头死了, 几个村民挖坟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座墓, 专门请蒋神婆过来把关的, 她丈夫就是挖坟的村民之一。 这事知道的不会超过十个人, 这位姑娘是怎么知道的呀? 杜青函悄悄词谈, 继续说, 这东西是名气, 装脑袋用的, 你也不用带回去了, 走吧。 可是…… 妇女抽出, 装脑袋用的瓷坛子, 这是不是太过匪夷所思啊? 没有可是, 贪则死, 不贪能活。 如果你家丈夫也在墓里, 不想守寡的话, 就赶紧回去。 妇女吓了一跳, 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妇女被吓到了, 辞别几人匆匆离开, 秦坤看向杜青函, 把坛子给包好, 挂在身上, 好奇地问,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吕良渡家支锅下斗, 好多消息都是从村民那里买的, 也不奇怪。 有些村民下地, 经常会挖到墓葬, 大多数信滩, 以为里面有宝贝, 这事儿多了去了, 那个神婆既然派她来一趟, 还带着名气, 她家肯定有人参与其中。 这玩意儿, 就是普通的烟头坛子, 从五代十国到明朝, 兵权被截制得厉害, 一些将领受到猜忌, 哪怕莫须有的罪名, 大多都会被砍头, 不留全尸。 有些将领是被诬陷的, 查清后, 会将城脑袋的坛子厚葬墓中。 这些都是冤死的武将, 力气很重, 许多墓里都有。 那个神婆, 应该是娶了个将军墓, 太贪的话, 要见喜啊。 秦官三人恍然大悟, 楚千寻之所以没有算到, 因为这个妇女和那个墓 并没有直接关系, 没想到杜清涵居然看出了眉目。 见到杜清涵收拾一番打算离开, 秦坤说道, 你打算把这玩意儿带到哪儿去啊? 找个地方蛮了, 一些名气不宜留在阳间。 说吧, 杜清涵带上摩托头盔, 扬长而去了。 晚上, 秦坤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四点了, 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白石沟怎么这么熟呢? 猛然间秦坤想了起来, 白石沟, 这不就是王前那次拍电影取景的地方吗? 当时拍摄龙虎天使斗僵尸, 还是自己第一次赏镜, 那就是那个地方。 我靠, 那么多丹阳死士已经很恐怖了, 蒋神婆他们现在挖到的, 不会是那里的将军吧? 披了衣服来到客厅里面, 秦坤拿起电话, 拨了一个号码, 临江市, 阴川县老庙镇, 秦建村。 二弟秦明睡得正香的, 被电话给吵醒了, 揪着眉头, 一看屏幕上是秦坤, 急忙打起了精神。 喂, 哥, 大晚上的出什么事了呀? 二明, 你现在去村里面东雷书家, 买些香火纸钱, 最好带些贡品, 去果园走上一趟, 马上。 哈? 我的哥呀, 现在可是凌晨四点呀, 买香火纸钱还去果园, 你搞我呀。 秦明当即, 苦着脸说道, 哥, 你干嘛呀, 他晚上都怪吓人的。 少废话, 赶紧去。 秦明一头雾水, 媳妇儿蒸蒸被吵醒了, 看向秦明说道, 不睡觉, 准备去干嘛? 秦明深吸口气, 哎, 蒸蒸,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哥让我去买香火纸钱, 往果园走上一趟。 蒸蒸嘴角抽搐, 半声, 悠悠地说, 你是不是中邪了? 我没有啊。 你哥是不是中邪了? 那就说不准了。 蒸蒸也是无语啊, 嫁入秦明当媳妇, 一家人对秦昆都是十分重视, 秦家村为数不多的体面人还够义气, 对兄弟长辈都很好, 去年在城里还帮秦明找了个工作呢, 要不是因为自己, 说不定秦明和三亮子一样, 都已经当了总监了。 那, 那你就去一趟吧, 大哥挺重视你的。 得到媳妇的认可, 秦明裹了裹衣服, 这才出门。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即便冬去春来, 村子里面的晚上还是很冷, 秦东雷家是秦村唯一一个买花圈值钱的, 十里八项的白市生意, 他几乎都能操持得上。 晚上四点半, 秦明费了好大力气, 才敲开了秦东雷家的大门。 秦东雷打着哈欠, 看到来者不耐烦地说, 二明啊, 大晚上都不睡觉, 敲我家门干嘛, 谁家死人的呀? 东雷说, 不是, 我哥让我来买点香煮纸钱, 还有供品。 秦东雷听后一愣, 你哥, 秦坤让你来的? 是啊, 秦东雷不敢怠慢, 把秦明迎进来, 倒了一杯热茶。 二明啊, 这都是好纸好煮好香, 算你三千块钱, 输不赚你的。 三千? 秦明差点跳起来, 火气窜起来忍不住, 拎住了秦东雷的衣领, 压低声音说, 东雷说, 你是被猪妖蒙了心了吧? 秦东雷歪着嘴巴, 把他手给打掉, 你懂个屁眼, 让秦坤给你报销, 他懂行。 你。 秦明还想再说什么, 被秦东雷给推丧出来, 怀里面塞了一只半角的烧鸡。 赶紧去, 秦坤打扮也让你办事, 这肯定是急事。 秦明一脸的吾语, 给秦坤拨了一个电话。 哥, 东西我买着了, 现在去果园呢, 东雷说要了我三千, 也太黑了呀。 秦坤这下倒是放心了, 看来秦东雷拿的真的是好货呀。 哼, 不贵不贵。 不贵? 秦明嘴角一抽, 哥呀, 你现在已经奢侈到这种地步了吗? 秦坤吩咐道, 钱的事你不要操心, 我给你打过去。 另外你要记住, 去到果园之后, 西北半山腰是陡峭的地方, 有个五仙庙。 你爬进去的时候要小心, 把相处点了, 供饼放上, 就说是我让你来的, 让柳仙去白石沟一趟, 找蒋神婆。 秦坤嘱咐完了, 却发现对方不说话了。 冷风嗖嗖的, 秦明咽了口口水。 哥, 我刚才查了一下日历, 与人结过了。 秦坤启诈, 差点把手机给捏爆了。 二明, 你很欠揍啊。 哥, 你老实说, 你最近是不是碰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秦坤环视了周围, 一屋子的鬼晃晃悠悠的。 我这种不喜欢撒谎的, 你, 你让我怎么回答呀? 二明, 我最后提醒你一次, 再看废话, 我回去揍你。 电话被挂掉, 秦明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他打着手电, 从秦家村徒步到果园, 需要二十多分钟呢。 一路上多树多树, 风一吹, 叶子是沙沙作小。 秦明掩着唾沫, 总感觉有什么人在偷看他, 身体有些僵硬。 山里面虽然冷, 后背却已经湿透了。 今天的事情, 处处都透着邪乎啊。 秦明没有继续纠结, 再纠结也不过是自己吓唬自己。 看见果园快到了, 秦明硬着头皮, 步伐又是加快了气氛。 果园四周都是铁炸了, 村委会没有披下果园看护房了, 说是违法, 这片园子到了晚上, 是一个人都没有。 走到果园, 刚刚心中那慌慌的感觉, 稍稍减轻了。 不过, 秦昆想起过年的时候, 这里挖出了三个棺材。 神仙爷爷, 徒弟爷爷, 保佑保佑啊, 人有人路, 鬼有鬼路。 我就是受兄长所托, 来找个大仙的。 可别蹦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缠上我啊, 家里面还会小。 秦明一边念念叨叨的, 一边按照秦昆的嘱咐, 前往果园西北。 等等, 到了地方, 秦明才把地形给看清楚, 这鬼地方, 不就是埋那三个棺材的地方吗? 大哥, 不会是让我来给那三个棺材烧纸的吧? 秦明有些紧张, 完全忘了什么五仙庙, 把黄纸香煮给摆好, 开始点火了。 此时此刻, 半山腰一个石窟窿里面, 一道树眼睁开, 吐着杏子嗅了嗅, 抑惑不已。 香火? 谁大半夜跑到我的庙附近上香祭祀的? 黑暗中, 一个三娇脸的男子走了出来, 居高临下, 看到峭壁不远处, 有一个精壮的男子正在烧纸。 刘仙啊刘仙, 快快显灵, 我有事要拜托, 求你给点面子。 秦明自言自语的念头, 感觉周围阴森的可以, 汗毛直树, 这什么破事啊, 这是要吓死人呢。 一边付费着秦昆所交代的事情, 一边还在祷告, 秦明几次感觉脖子后门又鼻息喷过来, 回头看看有什么都没有。 原先不怎么怕鬼的他, 精神紧崩到了极点了。 刘仙, 你快快显灵啊。 秦明忍不住大声叫道, 翘臂之上, 三角脸的男子眼角一抽, 忧愿地说, 那边那个叫我名字的, 你败错地方了。 啊? 秦明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呀, 大晚上的空旷无一人的山沟旷野, 一个带着不满的声音飘入耳中。 秦明抬头, 手电寻声照去, 发现峭壁上有个石洞, 石洞门口已给虚影若隐若现。 那虚影一步踏出, 从峭壁落地, 再一步走到了秦明的深前来。 妈妈妈妈, 鬼啊! 这种从未见过的视觉冲击力, 让秦明一屁股坐在地上, 惊慌失措。 吵什么吵? 你来找本仙, 还怕本仙把你吃了呀。 三角脸拎起秦明来, 朝空中一夕, 香火如肤, 非常的舒服。 看见旁边还有一只鸡, 三角脸甜甜嘴唇, 一口把那鸡给吞了。 味道不错, 小子, 找本仙合适啊。 秦明浑身发抖, 源自于被未知事物的可怕。 抖了一会儿, 看到面前的三角脸, 好像没有害自己的意思, 好奇地摸了摸的。 放肆! 三角脸把他手给打开, 秦明缩着脑袋说道, 你, 你是柳仙? 自然了, 秦明难以相信, 自言自语地说, 大哥没骗我, 这鬼地方真有大仙呢。 三角脸看到秦明那一副 少见多怪的模样, 傲了一旁, 不过也是有些沾沾仔细, 自己声明远播, 这种凡夫俗子竟然也都知道, 不枉费我百年的修行啊。 秦明好奇心过去, 这才开口, 见过大仙, 我就是来拜托个事, 我大哥秦昆让我找你, 说请你去一趟阴川县白石沟, 找蒋深婆, 其余的话没多说了。 三角脸正在沾沾仔细, 听见秦明的来意, 微微一正, 谁? 秦坤? 呃, 你认识我大哥? 三角脸的脸颊一抽, 高高在上的表情, 立即缓和下来, 他舔着脸说, 咦呀, 原来是秦姐兄弟, 来来来, 快到小庙里面坐坐。 秦明只觉得对方抓住他的手腕, 他整个人飘起来, 三两下飞进了峭壁上面的石垫里, 洞中漆黑一片, 三角脸一挥手, 烛火亮起, 秦明愕然地发现, 这里面有个塑像, 一个铺团, 周围还有很多的瓜果供品, 旁边的烛火, 彰显着周围的气氛, 优森神秘, 阴森却并不恐怖。 秦明惊魂未定, 看到三角脸端出了一盘果子说道, 秦姐兄弟, 我与你的兄长可是故交, 敢问兄弟大名啊? 哦,秦明。 三角脸打起精神, 和秦明谈谈了一会儿。 秦明的世界观被击碎成渣, 一个小时前自己疑神疑鬼地 买了香火纸钱来到这个鬼地方, 一个小时之后, 又和一名大仙聊得十分的融洽, 秦明回过神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在埋棺的地方坐着, 香火纸钱早就烧完了。 冷风一吹, 身上有些凉, 秦明以为自己是做了个梦。 拒绝着嘴巴, 忽然感觉嘴巴里面酸酸的, 一股果香呼之欲出。 秦明一呆, 朝着峭壁上的石洞又看了一眼, 这才起身离开。 此刻的柳仙已经趁着夜色离开了秦家村, 刚刚聊天得知, 秦尚师让自己去一趟白石沟, 还专门让自家兄弟烧了香火供奉, 这事于情于理没办法拒绝。 找蒋神婆吗? 柳仙觉得应该是那个蒋神婆遇到了麻烦, 秦尚师让自己去帮陈一下。 临江市, 秦昆下午五点才睡醒, 给秦明打了电话, 秦明说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事都办好了。 哥, 这世上真的有大仙吗? 哼, 信则有, 不信则无, 瞎想什么呀, 柳仙为难你了? 那倒是没有, 他对我挺客气的, 就是我老感觉自己做了个梦。 是个正常人, 世界观被击碎的时候都会恍惚上好几天的, 这也没什么。 秦昆安慰几句, 就把电话挂了。 流仙差不多是恶鬼实力, 有些本事在身的, 又是大忙成精, 淡鬼吞尸不成问题。 让他去白石沟一方面给蒋神婆主权, 一方面是给蒋神婆放出信号。 如果那墓里连流仙都觉得不安全, 那蒋神婆和村民再贪婪也会及时收手的。 但愿事情如自己所想的那么顺利吧。 吃完了饭, 秦昆驱车前往白湖镇老街。 晚上七点, 小店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呢, 秦昆看到屋子里, 一群人正在和王钱说着什么。 店里面热闹无比, 秦昆定睛一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面前一个老头还是熟人呢。 之前, 拍龙虎天使斗僵尸的时候, 副导演叫张平, 导演姓陆, 除了拍戏, 平时都不爱搭理人的一个老头, 正是面前的这一位。 小王, 这是最年轻的考古专家沈博士, 他就是想请你一起去一趟白湿沟,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难的呀? 路导略微有些不满, 路导对玄学也是有研究的, 国内为数不多的零一篇导演, 对题材的把握, 尺度, 剧情都有独到的简单, 这种人物, 王前如果想在圈里面混, 一般是不会得罪的。 不过王前很生气, 经不住路导, 絮絮叨叨地, 他大声说, 路导, 这人是个斗士啊, 斗士, 那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能去。 瞎说什么呀? 沈博士, 估计小王入戏太深了, 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看, 要不我陪你去吧。 那位沈博士三十多岁, 非常的年轻, 文言呵呵地笑了笑, 路导, 专程请你过来一趟, 辛苦了, 要不我和小王聊聊。 哦, 那也好。 路导和助理离开, 沈博士和几个助手留在店里, 那些助手人高马大的, 此刻把王前给围了起来。 干什么, 想打架呀? 哼, 福宗天子堂的真传也不过如此, 要打架,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沈博士哈哈地笑着, 王前警惕不已, 忽然间, 眼睛费力地朝一个方向望去, 注意力高度其中, 一个被忽视的人出现在王前的视线里。 王前一看, 顿是乐乐。 哼, 不是你的对手,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 石都给你打出来。 沈博士再好的修养, 也抵御不了王前的粗俗, 闻言之后拉下脸来说道, 是吗? 是啊。 一个声音突兀地传过来, 小店大门啪的一声, 被合上了。 角落的木桌上, 一个年轻人抬起手来, 数了数人数。 一二三四五, 加上你一共六个人, 谁醒来? 声音震耳欲聋, 打架这事儿, 最讲究的就是先生夺人。 沈博士那群保镖一样的助手,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给秦坤, 给拍倒一个了。 探子真大, 你知道我们是哪儿来的吗? 你敢袭击我们? 一名助手看到铜板昏厥, 愤怒地说道, 哼, 自己不亮证件, 不报家门, 就敢闯进来。 鬼门关, 也是你能闯的吗? 条凳扛在肩上, 虽说威力可能还不如拳头打呢, 但是震慑力却是够了。 秦坤回枪, 那助手吃饼, 依旧是没有报家门的意思。 秦坤这才觉得, 今天的事情有些蹊跷, 不过, 名号都不敢亮, 那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呢。 这种家伙奏起来, 最是没有顾虑。 沈博士, 吸眯着眼睛, 打亮向秦坤, 从容的表情一收, 有些严肃。 你就是秦坤? 回应他的, 是一条飞过来的凳子。 今儿幸亏是干巧啊, 要不然这群人把胖子给揍了, 那自己的面子可就挂不住了。 沈博士三十多岁, 金丝眼睛并没有显得他十分的斯文, 肌肉撑起白色衬衫, 太阳雪也是高高鼓起, 身形强壮而稳健,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考研究的博士。 反倒像是一个健身教练, 看到条灯飞过来, 他单手稳稳接住, 住在地上。 沈博士手掌扎的砝码, 大声说, 都给我上, 试试秦赏试的精良。 一声令下, 其余四个助手迅速违向秦坤。 秦坤观察几个人的站位, 恰好封死了自己腾挪的余地, 这是何机之术啊? 如果要细算的话, 属于是阵法的一种。 何机之术以秦坤的站位方向发起进攻, 秦坤右侧的助手率先扑了过来, 接着前方后方, 然后左侧都是讲究。 大多数人右侧力气最大, 右侧那人来的时候, 前后两人紧随其后, 迫使力气最大的手只能是被动防御, 一旦主要发力的手被动防御之后, 局面就会失控一半的, 不过, 破阵倒是也简单。 其他三个人秦坤完全不用管, 率先朝着左侧, 最后进攻的人打去, 上部一拳打在肚子上面, 那人胆汁差点被打出来, 秦坤脚紧点地, 指出确实以腿为轴, 提向后方的人。 一拳一脚, 快到不可思议, 瞬间放倒两人, 剩下两人, 一人被拽入胳膊一拉, 膝盖顶到胸口倒飞, 一个人好像是拍苍蝇一样, 被打掉拳头, 五指画掌摁在对方鼻子上, 两管鼻鞋被打出来, 那人仰面跌倒。 打得好啊, 打得好啊, 王前兴奋地拍手, 沈博士眯着眼睛, 嘴角冷笑。 秦上师原来是炫寂的, 刚刚一挑撕, 对方死人连秦坤的衣角都没有摸到, 背后发致人, 依此几百, 秦坤显然是留有后手的, 这和自己得到的资料, 完全不一样。 不是说这人只有一身的蛮力吗? 巧劲儿是哪来的呀? 被打倒在地的助手, 惊恶地看向秦坤, 沈博士则是后退两步, 沈胜说道, 既然秦上师出眠, 一些事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沈博士华阴刚落, 肚子上挨了一拳, 眼珠子突出, 凌空飞起, 狗肯尼一样, 趴在地上。 王前也看这次太不顺眼了, 身上有灵力波动, 却无道门的规矩, 就算是庙堂规矩, 那都是没有的。 不量正俭, 不保家门, 一开口就和掳人一样, 让自己跟他们走上一趟, 这算是什么事儿了? 一张厚屠服拿出来, 拍在沈博士的脑袋上面, 看到王前还要打, 沈博士哀嚎了一声, 哎, 齐组长, 雷组长, 再不出来我可就死了。 小店的门被洞开, 一个暗红皮的女子走入店内, 一个黑色致服的魁梧男子, 也是走了进来。 秦坤, 请住手, 都是误会。 秦坤眼睛一眯, 骑红妆, 雷尘。 王前唯唯错了, 这是庙堂的人。 店里面的气氛忽然变得微妙, 这沈博士怎么和他们有关系呢? 秦坤看向两人, 等着他们的解释。 秦坤。 许久未见, 秦红妆仍旧是英姿萨爽, 皮裤把腿形绷得很紧, 整个人的气质和冷面有物一样。 只有看向秦坤的时候, 微笑才会露出来, 眼睛里也会闪烁着雀跃。 旁边的大个子看到秦红妆的表情, 心中无奈。 他实在是看不出, 面前的年轻人到底有什么迷人的地方, 能把齐红妆给迷成这样。 秦坤啊, 这是三分山的沈博士, 黄克诚黄博士的学生。 雷尘开口了, 三分山, 原来如此啊, 刚刚被打趴下的博士, 竟然是西山实验基地的。 秦坤不动声色, 坐在虎皮衣裳。 地上的沈博士爬起来, 擦掉嘴角的血墨子, 地上说, 能俩引流50%, 也还不如秦上师的一拳。 果然和老师说的一样, 你才是三分山最成功的实验体啊。 实验体? 秦坤想起了第二次去三十年前 三分山的那一幕了。 这群疯子科学家 想寻找人体的极限, 进行活体实验, 很不巧和自己有牵连。 不过, 我才不是你们的实验体, 那次相遇只不过是意外罢了。 哼, 手中一个警号挂在胸口, 神博士看到秦坤的举动 十分费劫。 倒是齐红庄, 雷尘两人, 眼睛睁圆了, 立刻立正, 朝着秦坤敬礼。 眼间酒局特别行动科 四组组长齐红庄, 见过举座。 严谨总局特别行动科, 齐号组组长雷尘, 见过举座。 麒麟警号啊, 比风枪只是低了半计, 两人一年多时间 驻守三分山, 没想到秦坤 一跃成了自己的上司。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怎么就没人通知自己呢? 王前本来想留后的忽然一震, 发现这群家伙竟然对秦坤行礼, 心话怒放, 只向沈博士大声说道, 这个人想袭击秦坤, 按照你们的规矩该怎么处置? 雷尘肃然说道, 以刺杀罪论处, 可以立即执行枪壁, 请问局作是否执行? 雷尘拔出枪来, 抵在沈博士的头上, 静静地看向秦坤。 沈博士吓傻了, 王前也吓傻了, 秦坤则是面色冷漠。 天眼术破障涌出来, 发现秦坤手中只是风魂枪, 里面是风魂针, 并不是子弹, 这能护得了谁呢? 王前紧张了, 磕磕巴巴地说,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走我一顿就行了, 墙壁就算了啊。 王前拽着秦坤的袖子, 焦急地说, 狗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可不想背上孽寨呀。 墙壁, 风魂枪如果真能枪毙他的话。 秦坤忽然琢磨出了一种可能, 他捏起沈博士的脸颊, 浑身一针。 难道他是实验体? 雷尘不说话, 七红妆也没有说话, 根据宝媚协议, 一些东西就算被别人猜出来, 也是不能承认的。 王前不知道实验体是什么意思, 但想到三分山那个瞎眼老头, 一个老瞎子偏偏什么都能看到, 这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莫非, 这沈博士和那老瞎子是一类人? 我靠, 生命科学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吗? 沈博士被秦坤当动物一样捏住下额, 很是憋屈, 但是他没有不甘。 老师说过, 秦坤是三分山最为成功的实验体, 他们是一类人。 秦坤尽可能地不想和庙堂扯上关系, 不想和三分山实验基地拉上关系, 脑海里总有不愉快的记忆片段蹦出来, 都与三分山有关, 但越是疏离, 牵扯就是越深。 秦坤松开沈博士, 看向齐红庄, 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接到总局任务来的, 这是护送沈博士。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秦坤看向沈博士, 沈博士亮枪起身, 咧嘴一笑, 神经质一样地说。 既然你和灵斩总局有关系, 那我就告诉你吧, 老师让我去白石沟, 构建第二个实验基地。 秦坤深吸口气, 建立第二个实验基地? 宣克成的实验已经突破, 老师借过齐修远博士的旗帜, 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这还不够啊, 可惜资金不足, 我们要以民间机构为外衣, 继续研究。 秦少师, 一起来帮帮我们选址吧。 你们疯了吧, 人有人道, 唯有鬼道, 你们所研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普世性的。 呵呵呵, 那又怎么样? 量子研究永无止境, 你以为这是研究鬼神? 那是本我的研究啊? 沈博士滔滔不绝, 像你们道门提到的那单, 那些都是修炼意识不灭的法术, 自古就有人追求, 意识你知道吗? 表意识, 潜意识, 原意识, 人要永生不灭, 变成永恒, 实意识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保住本我。 哎,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 很简单, 表意识, 就是日常思维, 你的脑袋通过眼睛, 看到这个三维的世界, 以及对世界的所见, 所想, 所念的一切, 都是表意识。 潜意识, 就是非理性的记忆, 还有欲望, 包括梦, 圣洁, 幻觉, 潜意识的你, 这些都是阴神。 至于原意识, 阳神啊, 那是你们道门, 毕生都追求的阳神, 原意识, 就是层层外衣里面的你, 那就是你的本我, 你的核心。 太复杂了, 太深奥了, 但是, 在沈博士的形容之下, 却让人有些触徒, 本我。 以前和杜青汉聊天的时候, 杜青汉说过, 他盗墓, 一直是在追求生命的意义, 他说过, 自己其实该追求的, 是存在的意义, 从何来, 去何方, 能改变什么? 三个大白话的概念, 神奥典形容, 就是起源, 归宿, 背负着, 怎么样的命运。 秦坤的呼吸急促, 脑中空白一片, 但是感觉快要炸了, 沈博士的摩音, 比叛家的叛言还要可怕呢,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够多想, 所有的哲学家, 就是因为想得太深, 疯掉的。 停, 别说了, 我说停, 沈博士意犹未尽地闭上了嘴巴, 他狂热地看向秦坤, 等待着答复, 好吧, 我帮你宣指。 西方有一句个言,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见识太少的人, 会让见识广播的人, 一笑大方, 这倒是也无可厚非的, 但是对于人类终极的追求上, 历代科学家, 总是会为后人, 一节一节地铺号提示, 因为总有一天, 后人会亲自登顶, 见证人类的终极, 几个助手一辆车子, 雷辰, 正整出神, 问向王谦, 胖子, 狗哥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着啊, 被自己的无知给伤到了, 刚刚你没在啊, 那沈博士给秦坤抢了什么表意识, 潜意识, 原意识, 秦黑狗听了, 就变成这样了。 楚千寻文言错了, 细细问了一下, 听到王谦形容刚刚的对话, 楚千寻有些折舌, 这沈博士, 见解好透彻。 这种深奥的见识, 男纵之中, 楚老先是最爱研究的, 但是, 楚千寻在他爷爷的耳濡目染之下, 都不觉得爷爷的见解, 会比沈博士更加的透彻。 见解透彻有个什么用啊, 行神力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不一样, 非得划分到量子理论去, 越研究啊, 越是复杂。 王谦撇撇嘴巴, 强大的精神力多得去了, 鬼王还不是很屌吗, 但是华夏地界存了几个呢? 人能接受的存在, 都是有人性的存在, 没有人性的, 早就被抹杀了。 实验体, 那他们都是笑话, 活人迷失自我的都多了去了, 还实验体, 我呸, 膨胀就意味着毁灭好吗? 王谦一点都不看好什么沈博士, 拍了拍秦昆的肩膀说, 秦黑狗, 胖爷我有句话, 你得听进去了。 秦昆没有说话, 王谦富尔说道, 人哪, 得有自知之明, 不该你考虑的东西, 千万别陷进去。 宾与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轨故事, 均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汽车开出北郊, 进入了殷山县的地界。 白石沟除千巡是去过的, 那地方六条殷龙, 以山为主, 人为火, 镇压供奉殷龙, 风水差的和三分山有的一拼呢, 这果然是个好地方。 晚上九点, 三辆车子驶入白石沟停下, 一些干完活回来的村民们都在好奇呢。 往前下车, 熟门熟路地到了一家农户家里, 彭大爷, 我是王前。 门被打开, 彭大爷和尔卑的老伴看到了王前来了, 热情地说, 哎呀, 小王你咋来了? 快坐快坐。 拍摄龙虎天使斗江诗史, 整个剧组都住在村民家里, 王前就是住在彭大爷家的, 被蝎子遮过几次了, 对这个小院是刻骨铭心。 彭大爷, 给乡亲们打个招呼, 我一些朋友要来村子里面住几天, 看能不能腾出点房间呢。 彭大爷一喜开心地说, 哦, 咋了, 咱们又要拍戏了? 住宿的事情是沈博士提的, 要选址就得考察几天。 彭大爷看到一个带着眼睛的男子走了过来, 那男人说道, 对, 就是拍戏选址呢, 到时候再不在这儿拍也不一定, 但是啊, 得麻烦乡亲们给腾起间屋子, 让我们住几天呢。 沈博士是黄博士派来选址的, 不光是科研疯子, 出了一些小事也是得心应手。 一塌钱拿出来, 沈博士说道, 十一个人腾上五到七间房, 要好一点的, 一天五十块钱就算。 一天五十, 沈博士把握的机器细致, 价钱对村民们来说也是非常合适, 彭大爷乐呵道, 哎呀, 这么多呀, 乡亲们肯定愿意, 不过我得找村长商量商量, 你看行吗? 行, 那我们在这儿等你啊。 沈博士笑着着着了着手, 彭大爷披上外衣, 立即离开了。 月明星系的白石沟, 心灰洒下, 夜景极好, 村子也是十分的安静, 谁家的狗屋咽两声, 似乎全村都能听到。 这里地势, 说来也是奇特, 六条旱沟, 盘耿四方, 以前想必是有水的, 不知干涸了多少年了。 村子位于一个孤山上, 孤山如竹, 直面北斗, 有阴龙贤竹之相。 沈博士和一群助手, 晚上要下沟, 插探玄志。 雷辰, 吉洪庄, 有任务在身, 必须要跟着, 一方面是保护, 另一方面可能是监视。 真要下去啊, 沈博士邀请秦坤一起, 秦坤没有着急答复, 而是看向沈博士, 十分认真地问。 沈博士和和地笑了笑, 那当然了, 我看过你们的电影, 下面真的和电影里面一样吗? 秦坤点点头, 沈博士虽然之前被揍过, 但是并没有怀恨在心。 秦坤却不觉得这次大赌, 是个正常人, 挨走之后总会有情绪表现出来, 沈博士只关心玄志, 不关心别的, 感觉难以用常理揣度。 看到秦坤点头了, 沈博士眼神露出了向往还有狂热。 不可思议, 炼尸之地啊。 秦坤, 你猜猜, 过去的炼尸和我们所研究的能量引流, 是不是同一种对生命升华的构想啊? 秦坤现在脑子已经清醒多了, 非自然现象研究和超生命研究之类的东西, 跟自己这种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正如王前所说, 不该考虑的千万不要陷进去。 自己脑子里面的系统, 食死因, 历代天鱼倒影都没办法解释呢, 我怎么和你探讨科学? 哗, 可能吧。 秦坤的回复不显不淡, 沈博士被泼了一盆冷水, 倒是也并不恼怒。 总有一天, 你们生死到的忧悦感会荡然无存的。 沈博士收起表情, 宣告一样地放出话来, 带头出门。 下沟有一条小路, 秦坤往前楚千寻, 走在最后面。 还没到一半呢, 温度就骤然降低了。 沟里面的风很大, 也很冷, 不仅甚人, 还有一些刺骨。 已经开春了, 却冻的人是牙关大颤。 秦黑狗啊, 咱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狗狗小秦人在这儿呢, 现在又是他的属下, 咱来照顾一下。 楚千寻大道, 往前打了个哈欠, 浑身是一阵的哆嗦。 大部队下了沟, 沈博士看到沟底, 有村落一样的茅屋, 大为惊养。 这些茅屋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 已经荒废, 却是带着致命的戏眼里。 沈博士相继电影里面那些大锤死士, 心中一热, 带着助手前去查探了。 秦坤三个人在村落外围, 看着他们开始忙活, 秦坤点了根烟, 叫住了王前, 还有楚千寻。 胖子, 大小姐, 其实这次我来还有别的事, 还记得那天那个带着明起的村妇吗? 两人一愣, 自然是急的, 王前一拍额头说, 对了, 那个村妇也是白石沟的。 秦坤点点头说, 刚才我向彭大爷打听过了, 村子里最近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恐怕那个村妇一会儿掘墓的事, 做得很隐秘啊。 你难道想找那个墓? 秦坤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楚千寻回, 低声说, 你想找太阴行军阵? 秦坤咧嘴笑了, 上次在沟底那些棺谷上, 秦坤看了好几天的文字, 却是没看出什么名的。 楚千寻这也是知道的, 秦坤说过, 那些诗果虽然记载着太阴行军阵, 以及一些练兵的心得,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并没有记录。 太阴行军阵是阵术的一种, 却是练师起师, 控师的阵术。 相传逐鹿之斩, 赤油大败, 以巫术起师, 取数万袍色归乡, 用的就是太阴行军阵。 出具传说, 唐初辅国诱, 在雀跃城摆下阵法, 驱使丹阳死士, 抗拒唐军, 用的也是这样的阵法。 镇子卷对于启示有记载, 练师控师却是没有的, 秦坤想要把这阵术给补全了。 王谦眯着眼, 看向秦坤, 这种时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万一失控波及平民, 浮渝山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江湖之中道义最大, 这种阵术已经是邪术了, 一旦失控, 对普通人会造成威胁。 师们首先就要派人清理门户的, 以此给江湖同道们一个交代。 即便秦坤是当家黑狗, 恐怕到时候, 葛湛、左敬臣以及几位守作 也得痛下杀手。 我知道啊, 但是我在林省见过黑魂教那些人, 他们似乎也在炼尸呢, 或者是寻找炼尸之地。 我想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尸体能被炼制, 需要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条件, 说不定能摸到黑魂教的下落呢。 秦坤如实地回答, 王前和楚千寻恍然大悟, 点点头说,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一起找。 沟底荒尊外, 秦坤的身后, 一个又一个的虚影出现了, 数来数去, 足有八只。 牛猛剥皮, 无头假衣, 水河上吊死鬼, 长公公, 茶仙鬼。 阴急骇人, 突浪击荡, 让人的呼吸, 为之一致。 王前汗毛直立, 急忙贴上了一张圆阳符, 给楚千寻也贴了一张, 两个人这才缓过劲了。 王前随手一招, 一个瞪着死于眼的僵尸被招了出来, 飞来江。 楚千寻也把一个浑身铁刺的女鬼给招了出来, 使灯老鬼死刑鬼。 楚三, 有何吩咐? 长公公自从加入秦坤的麾下, 已经代替剥皮, 成为了第一号狗腿子。 周围是个深沟, 秦坤大半夜的把他们叫出来, 一定是有事的。 我要找一个墓, 现在墓里面可能还有洋人在, 你们得收敛鬼气, 现在分散帮忙寻找。 得令。 长公公舔着脸, 朝大家拱了拱手。 各位兄弟本领高强, 咱们分头而行, 老查, 你跟咱家一起。 这八个鬼将各有本事, 资历也老。 长公公虽然有心帮秦坤张禄, 也知道自己说不上话的, 索性拉着最弱的茶仙鬼一起, 也算是照顾他。 牛猛说道。 你们去, 两两一族, 我留下来护着主子。 牛猛作为头号鬼差, 说话是最有分量的, 其他鬼差各自领命。 假衣鬼拉着刺行鬼一起, 吊死鬼和无头鬼同行, 水河上微微笑了笑, 与师征老鬼一族。 剥皮鬼叼着草枝, 勾住了菲勒江的肩膀, 朝在胸口, 垂了一圈。 老雷啊, 你可终于被放出来了。 菲勒江瞪着紫玉眼, 看到剥皮塞给他一把瓜子, 有些感动。 剥皮, 我现在可厉害了。 这么尿逼啊, 那以后你照着我啊, 一定一定。 鬼差们四下散开, 往前幽怨地看着菲勒江 被剥皮给拐走, 开口说道。 秦黑狗啊,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一会儿拿天眼盯着点, 别让肥雷被拉去打麻将啊。 秦坤一听, 顿时黑下脸来, 我的鬼差在你的眼里, 就那么不堪呢? 哼, 除了牛猛, 我不觉得有几个正经的。 牛猛听了, 鼻子里面喷出粗气来, 偷偷地给往前比了一个大拇指。 楚千寻听后, 打了个哈气。 哇, 外面有些冷, 我们也找个房间避避风吧。 神狗荒野, 找个墓是很难的, 虽然主子说过, 墓里可能有洋人, 但是周围阴气太重了, 洋人那点味道早就被冲散了。 吊丝鬼飘在空中, 无头鬼跟在旁边。 大家都是分头行动的, 两鬼走的方向是另外一条深沟。 无头啊, 主子怎么想起下木了? 飘在路上, 吊丝鬼有些疑惑, 他的声音好像被绳子给勒住脖子, 沙哑而又低沉。 无头鬼的胸腔里面传出声音。 不知道, 可能是有事吧? 两只鬼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前面灌木从旁, 一个脑袋被砍烂的虚影靠在树上, 怀里面抱着一把开山刀, 见到无头鬼和吊丝鬼, 现实一正, 然后有些兴奋。 哼, 六龙道也敢闯, 小的们出来, 又生意上门了。 那虚影是个强盗的模样, 衣着风格也有几百年了, 一记口哨, 灌木从他后面, 三四个虚影先后跳了出来。 哪来的野鬼, 敢闯六龙道, 跪下磕头, 饶你不死。 吊丝鬼是确实没想到, 好端端地走个夜路, 还能碰见劫匪。 看这一群土鸡挖狗的衣着, 怕是几百年前落草为寇的流民。 他们按照勤困的吩咐收敛了诡计, 对方察觉不到他们的修为, 吊丝鬼升起了捉弄之心, 刚打算开口逗他们玩玩, 无头鬼的声音传了过来。 主则交代的事情要紧。 说吧, 为首的烂头鬼发现, 那没脑袋的家伙竟然走了过来, 一只手按在自己额头上, 躲都躲不开呢。 这…… 烂头鬼的脑袋爆掉, 阴魂四散, 带着腥臭的味道, 那三四个手下顿身懵了, 无头鬼说道, 这附近有个墓, 听说过吗? 三四个手下看到老大一招被灭, 爆成了一团瑟瑟发抖。 大爷, 大爷饶命, 我们可是善良鬼。 又是扑的一声, 那个说自己是善良鬼的家伙, 脑袋爆开, 彻底魂飞魄散。 这么臭的味道混合了不少的氧气, 还敢说自己善良。 我不爱说话, 所以我的耐心有限。 无头鬼沉闷的声音传来, 剩下几个鬼吓傻了, 跪地磕头。 大爷, 这里面的墓多了去了, 这里是六龙道啊, 孤山鬼城就在这里, 你要找的是哪个墓啊? 六龙道, 孤山鬼城。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尽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哪个墓有洋人在啊? 这个, 这我们真不清楚啊。 无头鬼没有兴趣了, 吊死鬼做了一个拉蹬的动作, 几只鬼脖子勒紧, 被吊在了树上。 下次抢劫, 找次放亮点。 吊死鬼瞪了几只鬼一眼, 与无头鬼并肩离开。 假衣鬼和此行鬼上了钩, 绕过村子, 朝着山烟走去。 此行鬼是女鬼, 受酷刑而死, 头发凌乱而憔悴, 尸指插着钢针, 几股也被打折, 模样是勾搂害人。 假衣姐姐, 听主子说, 琴上是手下鬼差, 输你生法最好, 是吗? 此行鬼和假衣鬼不熟, 但是假衣鬼主动选择他作为搭档, 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假衣鬼温和地笑了笑, 主上是过欲了, 只有一身逃跑的本事, 不知一提。 对了, 妹妹怎么不演去死相? 行死鬼, 灿然笑道。 死都死了, 没什么值得演示的, 跟主子在一起时, 注意点就行啊。 假衣鬼说, 那不一样, 女人,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爱美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家里有个色鬼叫徐桃, 可能因为鬼气太弱, 没被放出来, 那家伙是个浪荡子, 只要是女鬼都不会放过。 你想想看, 如果某天徐桃见了你, 都不愿搭理你, 你的鬼声得多失败。 刺行鬼一阵, 感觉好有道理, 于是摇身一变, 一个瘦弱清秀的女子出现, 还带着一些羞涩。 嘉衣鬼, 碰着刺行鬼的脸说道, 妹妹这么漂亮, 生前肯定招人喜欢吧。 姐姐取笑了, 还没有。 水河上带着佛光和石灯老鬼, 走在一起, 两个人也算是旧时了, 石灯老鬼, 见到水河上的光圈, 摇摇头说, 和尚, 走一路就不能低调点啊。 阿弥陀佛, 老师啊, 不是和尚我说你, 你也太无趣了, 这死都死了, 干嘛那么无趣啊? 你不觉得和尚的佛光照在你的身上很舒服吗? 死都死了, 干嘛那么有趣啊? 老夫也不觉得你有多有趣, 你那佛光会引来拦路鬼的。 哼, 那岂不是更好, 他们拦路我们就问路, 多方便啊。 石灯老鬼替着灯, 蹲在地上照了照, 表情凝重。 这个地方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哼, 水河上最喜欢打疾风, 最不喜欢别人打疾风了。 以前认识石灯老鬼的时候, 这丝就不爱和大家打成一片, 感觉城府很深的样子。 现在又是预言又止的, 水河上有些无语。 有什么话你就不能痛快点说吗? 你先收了佛光。 水河上觉得对方是在嫉妒自己, 佛光收起来, 下一刻忽然看到石灯老鬼的灯, 亮起了忧虑的火焰。 火焰照相, 地上竟然出现了很多脚印。 水河上瞪大了眼睛, 这来来回回这么多行的脚印, 被忧虑的灯光照得发亮, 非常的诡异。 普通的路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脚印呢? 石灯老鬼间的错额站着了身子, 忧虑火焰一收, 眉头紧皱到。 和尚, 这附近恐怕有一座鬼城啊。 鬼城? 那岂不是代表这里有鬼王坐镇吗? 薄皮鬼叼着草枝, 披着人皮和菲磊姜是有说有笑的。 菲磊姜和薄皮的关系最好, 得知薄皮竟然纳了一房鬼妾, 从身上摸出一把链锤递给薄皮。 送给我的? 薄皮嘴巴里面的草汁掉在地上, 这可是鬼妻啊。 这太珍贵了, 拿回去拿回去啊。 薄皮有些感动, 但是表示拒绝了, 他的鬼妻是一把瓢刀, 明显比不上链锤的灵力波动, 这种好东西应当是王上是赐给他的, 这可不能乱收啊。 菲磊姜瞪着死欲眼, 执拗地看向薄皮。 我的肢体僵硬, 用着不趁手, 那我也不能要啊。 要不你瞎死大麻将, 给我放糊, 让我赢点, 否则主子老是骂我呀。 薄皮鬼是哭笑不得, 链锤被硬塞在了手里。 得, 我也不交情, 收下你的鬼妻, 咱们以后就是兄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薄皮像个老游子一样拍了拍胸脯, 将来哥哥给你找一房鬼妻, 让你滋润滋润。 菲磊姜的头摇得好像是波浪鼓, 我的钱都被你们给赢光了, 剩下的还得修炼, 我可养护不起。 哇靠, 你怎么说话呢? 有机会去阴槽, 哥哥带你去抢, 那还不行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长公公哼着小曲儿和茶仙鬼 朝着沟的身处去了。 这条路野坟乱葬, 比比皆是, 不少野鬼坐在坟头上, 打量着两鬼, 眼神当中充满了好奇。 不光是他们好奇, 长长和茶仙鬼也是好奇。 在临江市接触鬼城不多, 也没有和秦昆去过阴槽, 投资见到鬼村, 竟然是在这里。 固定的坟营, 固定的居住生活鬼域。 他听过寺庙里面有鬼, 因为他以前就住在白龙寺里, 谁能想到在野外也有这么多, 他们都是怎么活的呀。 欲望深处去, 鬼城居然变得繁华起来, 一些古诗茶摊出现了, 前面竟然是一个小镇, 镇子口一个小鬼在招揽生意。 哟, 二位爷, 面生啊, 二位是来六龙道拜师的, 还是去孤山鬼城谋个官职啊? 小丝身材臃肿, 泡得发白, 一看就是溺斃而亡的, 还没有到达厉鬼的实力, 死相也隐藏不了, 看起来颇为的恶心。 六龙道孤山鬼城? 常公公听得是晕里无里, 不过对于小丝的话, 嗤之以鼻, 哼, 咱家生前乃是大内红人, 死后难道屈尊去当什么孤独野鬼的手下? 他们也配, 这至于拜师, 谁有本事收下咱家当徒弟? 常公公不怒自威, 阴力无比, 小丝泼于常公公的感慨, 只能是擦着汗在一边应挪。 常公公的名笔都是元宝的模样, 他从怀里摸出几块碎银子递了出来, 来壶茶, 两个馒头, 切半斤牛肉。 碎银灵力充沛, 小丝一喜, 虽然这太监看起来不好相处, 但是还是十分大方的。 好嘞, 这位爷, 小的这就去。 常公公鼻子冷横, 坐在桌子的前面, 回头发现茶仙鬼处在一边。 你干什么呀, 你坐呀。 公公, 你干嘛喝别人的茶? 小二, 茶不要了, 来壶酒。 你干嘛要喝酒? 公公换换口味不行吗? 酒有茶好喝吗? 我说老茶, 你有碗没碗呢。 常公公气急, 眼睛一瞪, 色力泵射。 周围这么多孤魂野鬼, 看热闹一样地看过来, 公公的面子都被你给丢尽了。 茶仙鬼看到常公公 把断头鱼都拿在手里, 他缩着脖子, 赶紧坐在了凳子上。 那, 那今天就换换口味, 谢谢招待啊。 常公公找茶滩小厮打听了一番, 得知这个地方叫做六龙道, 是由六条地脉阴龙组成的。 六龙道就是六条深沟, 鬼村鬼镇不少, 鱼龙混杂。 除了鬼镇, 这里还有一座鬼城, 名叫孤山鬼城。 居然有鬼城, 这消息倒是有些意外, 只是它并不是奔着鬼城来的。 小兄弟,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周围有什么墓啊? 消死一愣, 干渴道。 这位爷, 不瞒您说, 六龙道, 坟压坟呢, 那墓多的去了, 你要找什么墓啊? 常公公倒把这事给忘了, 刚刚来的时候, 看到野坟无数, 这地方本来就是阴地, 那墓葬赔坟肯定是不会烧的。 也不是什么墓, 最近有没有哪个墓被洋人给光顾的? 小丝在愁愁, 常公公带着微笑, 碎银子又跌了过来。 公公公看起来是会亏待你的吗? 小的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六龙道有六龙道的规矩啊, 咱本是低微, 爱与规矩一些话是不能说的, 还望公公见谅, 要不小的说个人, 劳烦公公您跑上一趟, 他肯定会给公公满意的答复的。 常公公心中暗骂了一句麻烦, 开口问清了那个人的名字还有地址。 小丝说的人就住在鬼镇上, 鬼镇最大的酒楼里, 一个驼背鬼喝得是五迷三道的, 搂着三个鬼鸡尽可能地卡油。 鬼鸡撒娇得淘酒淘赏, 托被老鬼开怀大笑, 撒出一塔名币了。 哎, 今晚好好地陪老子, 老子有的是钱。 包间门口, 常公公听到了醉醺醺的声音, 第一印象就不怎么好, 不过自己既然是来问事情的, 也不会在乎对方是什么样的鬼了。 包间门被推开, 两个看起来好像保镖一样的鬼, 守在门口, 发现有不速之客闯进来, 假刀拦下了常公公。 胆子不笑。 常公公把眼睛一瞪, 那保镖顿时浑身颤抖, 危险的感觉遍布全身, 手臂立即开始发抖。 有驼子在哪儿? 在里面。 包间分内外, 内间里面, 驼背鬼和两个鬼鸡玩得正开心呢, 忽然发现门口站了一个人。 虎狼行前驾, 小鬼故他乡, 在下有驼子, 是这片的丫头, 你是谁啊? 驼背鬼早就听到了门口的动静, 不过他没有任何的紧张, 依旧是调戏着怀中的轨迹。 不过, 却是率先爆出了家门, 阴草武行, 护郎商。 这是雅行, 私职消息的生意, 最为隐蔽低调, 也是最为投机取巧。 雅行是阴草武行当中, 最不被待见的行当了, 即便是鬼, 也不喜欢他们, 毕竟, 他们都是鬼贩子, 犯消息, 犯货, 有必要的时候, 还贩卖同类。 油托子, 给你打听个事。 一定好银放在桌上, 程公公看到油托子秀了秀, 表情带着不屑。 贵人哪, 出手阔重, 只是公公要打听的事, 这点供奉有点不够啊。 油托子亲了一口诡计, 嘻嘻地笑着。 哦? 公公从来都是先给人三分薄面的, 你的意思给得少了。 程公公也是泰然自若, 阴晴不定地鬼笑着, 看向油托子。 呦? 油托子嘴熏熏地笑了笑。 公公, 你生气了, 这里是六龙道, 阎王都进不来, 你生哪门子气? 程公公手掌一番, 把气断头鱼出现在手里, 朝着油托子就甩了过去。 阎王进不来, 咋家呢? 竟就不吃吃罚酒。 断头鱼高速旋转, 那时之中, 忽然刺出了一杆长枪, 击飞了断头鱼。 咋胆? 一声顿喝, 角落中虚影凝视, 一位冷面无视开口。 烟鬼, 柳龙岛, 岂是你能放死的地方? 烟鬼? 常公公气急, 江湖武夫有什么资格叫自己是烟鬼? 血和酒欢, 乱臣消首。 断头鱼又一次被摔出来, 嗡嗡作响, 在空中一分为九, 虚空待食, 照着冷面武士的脑袋, 飞了过去。 感受到那断头鱼分出的幻想, 和真的一样,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鬼术了, 以他的眼力, 居然分不清楚真假。 这鬼术的强大, 恐怕是超乎想象啊。 那冷面武士错额了一下, 深沉道, 原来是一只隐藏了修为的鬼匠。 小小鬼术而已, 还敢造词。 阴芒吐心, 虚龙抬头。 手中长枪摇身一变, 化为蟒蛇, 竟然和常公公缠斗起来。 编词官小公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军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常公公收起了轻松的表情, 鬼气化形,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鬼所能做得到的, 这人竟然也是鬼匠。 什么时候鬼匠沦落到, 给一个厉鬼当保镖了? 跨过桌子一掌印去, 那冷面武士不甘示弱, 一掌对来。 阴气震荡, 桌上煤酒被激化成烟, 气浪加上两个法器缠斗的交击声, 吓得诡计, 花容失色。 常公公近战不强, 仍有底子, 那冷面武士也差不多, 都是用兵器的, 擒拿对桌, 都不会特别的擅长的。 好胆! 常公公的胸口被抓出五道血痕, 拼着受伤, 抢下半招了, 逼腿冷面武士, 身心忽然转动, 抓起了一旁在看戏的游驼子, 提起倒退。 游驼子正在欣赏这一场鬼斗, 发现那太监鬼九宫不下, 已经没有了优势, 忽然把目标描向自己。 卑鄙! 游驼子大叫, 他被常公公提起来, 推到门口, 扣住喉咙, 似乎胆敢乱动, 他就会被打个魂飞魄散。 公公, 劝你别费力了, 六龙道就小的一个丫头, 你觉得小的的性命, 是想与六龙道为敌吗? 无山鬼王不会放过你的。 游驼子哈哈一笑, 忽然笑容僵住了, 一口鲜血磕了出来。 刚刚常公公两者用力, 直接捏碎了他的喉骨, 游驼子冒着冷汗, 急忙运转鬼气, 开始修补受伤的鬼体。 哼哼哼, 现在学乖了吗? 常公公看到游驼子面容惨淡, 拍来拍他的脸蛋, 阴阳怪气地说。 鬼脸五十一怒, 想要过来, 却被游驼子给拦住了。 游驼子的酒终于醒了, 看到旁边的公公, 真要杀自己, 整个人变得特别地冷静。 公公, 有话好商量, 小的的性命还比较金贵, 不值得白色。 游驼子虽然法力不高, 但是保镖厉害, 证明他是一个不缺供奉的主。 有钱能使鬼推目, 这道理在哪里都是好用的, 所以游驼子从来都是被人保护的。 不过, 今天他的头号保镖, 竟然疏忽了对方的攻势, 只是他怎么都想不到的。 现如今, 六龙道的名号唬不住他, 孤山鬼王的名号也唬不住他, 游驼子才觉得事情大条了。 这个太监是真的有背景, 还是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你知道服软了? 长公公阴阳怪气的问质, 却是一点都没有松手的意思。 自然, 自然, 公公高抬贵手, 想知道什么, 我游驼子什么消息都有。 驼背鬼立刻凸显出了自己的作用, 知不知道有一座木, 最近被挖了, 有洋人在。 这是自然了, 那些洋人可坏规矩了, 不过和白石垢的村民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 我们尽量不去动他们, 公公想知道那墓的位置吗? 你知道吗? 公公说笑了, 这片地方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鬼差这么一去, 就这一夜。 秦坤王前楚千寻, 待在茅屋里面, 只剩下牛蒙守卫, 沟底荒村, 每间茅屋里都有一个石果, 消灭鬼须陶, 几只实力低微的鬼差都被放了出来, 围坐在屋里。 周围阴森, 有股不舒服的寒气, 鬼差们看到秦坤三人各有心思, 也不敢打扰, 来到了牛蒙的旁边。 牛哥, 这什么鬼地方啊? 徐陶缩着脑袋, 打亮起了周围。 牛蒙在屋外, 不远处是沈博士一群人在进进出出的, 嘱咐他们收起鬼气来, 这才闷声开口。 具体我也不知道, 你看这里, 底荷构深, 焚盈灵力, 加上地势巨烧, 恐怕绝非是善敌。 连鬼都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自然不会是什么好地方。 消灭鬼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 对着月光, 发现纯白色的月花流入瓶中的速度非常快, 眨着眼睛说, 哎, 对月之地。 徐陶听后一震, 小鬼头, 啥意思啊? 消灭鬼的眼睛变成了诡异的弧度, 对着天上的月亮, 笃定地说, 就是没有阳气影响, 圆月直射之地, 大音。 玻璃瓶里面的月花一会儿就盼了, 消灭鬼喝了一口, 就好像是喝牛奶一样, 自顾自地陶醉着, 旁边的石榴瓦个扬起脑袋, 缠得咽了咽口水。 秦坤听到窗外的动静, 被王前说, 对月之地有什么说法吗? 王前想了想, 回忆起来, 对月之地是苗屋的教法, 那地方都是藏兄纳慧之所, 地脉孤阴, 养师养鬼, 终年不见天日, 也不过人烟, 而且还有蒙鬼盘踞, 普通人要是误入此地, 行则大病一场, 众则陷入无尽的龟大墙里, 直到生极枯竭, 是五大禁地之一。 楚千寻听后, 点点头说, 对, 我爷爷也说过, 上代裴天狗的老巢五卫山, 就是对月之地, 周围荒芜人烟, 鸟兽无踪。 禁地, 秦坤听着觉得那里有些不对, 仔细想了想才意识到, 既然这里是蒙鬼盘踞的禁地, 怎么没见几只鬼呢? 上次来碰见一个日本鬼, 是大阴阳师五柳川谷的后人, 来头不小, 相比随从也是有些本事的, 他们来这里寻找太阴兴军阵, 去被杀了, 那乌柳川谷能和阳慎相提并论, 他的后人被杀得太过莫名其妙啊。 自己当初实力不强, 猛鬼铃声都没用, 就把几个丹阳武士杀得是一干二净的, 一个大阴阳师的后人, 有那么的不堪吗? 后半夜, 沈博士一行人走了过来, 在茅屋门口, 沈博士看到牛猛, 心中躺头一跳, 咽着口水说, 秦上师好厉害的本事, 竟然能圈养阁下这样的幽灵? 对方能见到自己, 牛猛并没有表现出意外了, 鼻中喷着粗气, 为其让开了一条去路。 茅屋之中, 三个人见到沈博士进来, 问道, 查他完了吗? 今夜就到这儿吧, 还得待上几天呢, 秦上师啊, 你的幽灵可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沈博士对秦昆的态度有所改变, 因为不止门口的牛魔, 屋子里面还有一堆呢, 这群鬼死相隐藏, 非常的规矩。 秦昆的遇鬼手段, 沈博士早就听说过的, 但是根据传说, 即便厉害的道门天师, 养鬼的数量也不干太多的。 一旦供奉不够, 就会被反噬, 被迫用养器来供养, 长时间下去, 整个人就会疯掉。 秦昆现在养了这么多, 实在是夸张啊。 沈博士, 看来你这生死道很是了解, 竟然能看到他们。 牛猛他们都是隐匿了诡气的, 普通人从他们身上穿过, 和被冷风吹过的感觉没什么区别。 秦昆放出他们, 就是想试试沈博士的精神力, 不成想还真的挺强的。 沈博士谦虚地笑了笑, 对任何神秘的存在, 我都有兴趣, 况且我的能量引流已经超过了50%, 精神力是普通人的五倍, 看见这些东西不足为奇。 秦昆点点头, 他不想知道三分山的实验进展, 也不想和三分山扯上关系, 但是却已经是避免不了, 只能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以免这群疯子抓他去做研究。 那今日就请回吧,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 要稍等片刻。 沈博士听到对方不想多聊, 失去地离开了。 雷尘和齐鸿庄走了过来, 都是老朋友, 加上秦昆现在是他们的上司, 打个招呼是有必要的。 举座, 我们有任务, 保护沈博士, 寸步不能离的, 先走一步了。 雷尘是一如既往的军人形象, 他的身后跟着一只头脂抹粉的小太监, 眨着眼睛, 偷偷地向秦昆招手。 这是雷尘的鬼差, 逃腮鬼。 第二次南宗大会, 冯强带来齐鸿庄和雷尘, 被南宗几个手座默认参加了南宗道会。 这些人最后也被落下了十死因, 后来楚道向他解释, 自杨胜起, 为灵真总局培养一些猪鬼师, 是庙堂和江湖约定成俗的规矩, 那粉面鬼差不到恶鬼的实力, 见到一屋子的同类很是激动。 雷尘见他坐态丢人, 黑着脸说道, 头塞, 你既然喜欢这里, 就留下来和各位通道归佑他的招呼, 我先走了。 齐鸿庄的后面, 是一个踢着砍刀的男鬼, 烂骨鬼。 齐鸿庄对秦昆说道, 上面有任务, 我不能陪你, 得却保护沈博师。 烂骨鬼给你留在这里, 有什么事可以拆遣。 两人一走, 茅屋里面热闹起来, 徐鸿几个人在打牌呢, 突兀见到两只同道鬼友, 徐鸿上前, 挑着对方的下巴说道, 哼, 小太监, 陶塞鬼也面一笑, 挪家可不小, 没进宫之前, 那话可比你的大呢。 徐鸿勃然大怒, 走, 去后院比一比, 小太监已经娘到这种程度, 还敢挑衅自己, 徐鸿不能忍, 拽着陶塞鬼到了后院, 气氛一瞬间有些古怪, 往前眨着眼睛看向秦昆说, 我说, 秦黑狗啊, 我记得太监分为两种, 一种是奴才, 一种是男宠, 那个粉面陶塞的家伙, 恐怕是后者吧, 过去南风省行, 你是不是把徐鸿给叫回来啊, 避免他做出什么有辱门风的事啊, 秦昆一正, 还有这样的说法, 想起一个不堪的画面, 就说, 刚刚徐鸿的眼睛怎么忽然冒着荧光呢, 这他们也太恶心了呀, 秦昆正要开口, 一个阴厉的声音忽然出现了, 放肆, 徐斋桃, 公公平日里没有教过你规矩吗, 还有, 那边那个过来, 让公公瞅瞅你的眉目, 长公公回来了, 后院的徐桃和桃腮鬼一扇不整的被拎了回来, 一个娇羞, 一个埋怨, 徐桃搭了个脑袋, 看到秦昆在瞪自己, 摸了摸脖子, 急忙把视线转在了另外一边, 长公公捏着桃腮鬼的下巴, 看到他涂脂抹粉的脸, 厌恶地说道, 咱家以前在宫里, 最讨厌你这种奴才, 不懂规矩, 桃腮鬼也是不甘示弱地说, 哼, 奴家怎么说也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你又是内朝的老太监, 敢大放厥词? 红人? 长公公冷笑了一声, 看到桃腮鬼年纪不过二十, 说道, 死得这么早, 你红了多久, 为什么死, 你心里没谱吗? 两个太监针锋相对, 长公公也没有仗着鬼气充沛而出手, 秦昆有些头疼, 拒之说道, 够了, 一会儿再吵, 长长啊, 事情打谈好了吗? 处子, 就这么点小事, 自然是打谈清楚了, 哦, 这么快啊, 说说看吧, 柳龙道, 孤山鬼王的事情, 被长公公娓娓捣来, 刚刚鬼差四散探路, 通过鬼差天眼, 秦昆看到鬼子, 镇上那都是死后 没被带入阴槽的小鬼, 不成其后, 没想到啊, 这附近还有一座鬼城呢, 那岂不是代表有鬼王坐镇吗? 鬼王这种存在, 秦昆现在也是了解的差不多了, 九幽逆掌, 阴隆缠身, 杀人如麻, 受人供奉, 才算鬼王。 华夏自古以来, 受丰都认可的鬼王只有两位, 芒山鬼王曹操, 武道鬼王然敏, 除此两人再无丰都丰正之人, 也就是说, 其他的鬼王都不是正统, 诸如神都鬼王, 怀泽鬼王, 白山鬼王, 滇南鬼王, 龙淮鬼王, 吴威鬼王, 三苗王, 南陵鬼王等等之流, 形容都是他们的实力, 而并非地位。 这都是华夏各地的垫顶大鬼, 几乎是百无禁忌, 这群鬼王, 有的犯忌被镇压囚禁, 有的还活跃在各大鬼城, 过着阴间的生活。 这些存在, 丰都并没有鬼族干来捉囊, 但是在阳间有捉鬼师的限制, 所以他们向来低调, 窝聚以防, 不为人所知。 白石沟, 居然有鬼王? 是的, 咋家大厅啊, 那家伙自称是孤山鬼王。 秦坤忽然觉得, 这次和沈博士过来, 绝对是烫浑水啊, 不过, 冥冥之中, 似乎已经注定, 他不得不来这里, 难怪上次乌柳川谷的儿子都死在这里, 恐怕是惹到了那一尊鬼王呢。 墓地打听清楚了吗? 秦坤收起了没用的思绪, 问向重点, 打听到了, 那地方正是鬼城的入口之一。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一日清晨, 天刚蒙蒙亮, 王前楚千勋已经睡了, 秦坤却是睡不着, 因为手下鬼差, 走丢了三只, 薄皮, 乌头, 吊死鬼, 一夜未归。 乌头和吊死是一族的, 薄皮和肥磊江是一族, 结果肥磊江回来了, 薄皮却是不见了踪影。 秦坤问了费磊江, 他也说不上来薄皮去了哪里, 只说是薄皮赶到了无头鬼吊丝鬼有危险, 去主权了, 让自己回来保心。 秦坤有些不安, 鬼柴天眼完全看不到三只鬼柴的踪影, 就好像是贫孔消失了一样。 下午起床时, 王前, 楚贤逊已经不见了, 留了一张纸条, 说是趁着天亮去那个墓走一趟。 秦坤一个人走在村子里, 白石沟的村子人定不行, 却是长寿, 村子里七八十岁的老头有很多, 坐在村口大声地聊天, 而且还是一副中气十足的样子, 还有一些能帮家里面干农活。 这种景象在这样风水不佳的地方, 着实是罕见的, 可能在这个地方, 出生而又不夭折的人都是命硬之人。 村民知道最近来了一大批外地人, 听说又要拍电影了, 打去问秦坤是不是来选群演的。 秦坤嘻嘻哈哈地和他们聊了几句, 借口离开。 荒游到了村子西北, 一个普通的院子, 主人家里面吹烟鸟鸟鸟, 院中央木桩为桌, 木蹲为凳, 几个人坐在院子里面吃饭呢。 其中, 颇为显眼的是一个老太婆。 老太婆劈头散发, 神情有些憔悴, 一碗粥喝碗, 磨着嘴巴说道, 赵二佛, 你游手好闲, 命中无福无贵, 唯能得寿, 那座墓不该寄予。 神婆点香三天, 烧至七日, 助你过两道门, 法力已然耗尽, 下一道门, 你有命尽, 没命出啊。 一个黑脸的操汉子, 听到神婆的劝阻, 不肯地说, 江神婆, 你说好的能帮我, 就查一道门了, 里面肯定有财宝, 我爷爷的爷爷说过, 那个门可是个将军母, 里面有金银无数啊。 哼, 你不信婆婆, 婆婆指点你婆娘去城里见高人, 听见你婆娘带回来的答复了吗? 烟头嗡啊, 装脑袋的, 你以为那是什么好东西? 墓里东西大不响, 就算是将军, 也是个沙培, 你想死啊, 老太婆还不想死? 气愤失愤地糟糕, 曹汉子的身边是几个游手好险的村匹, 看到曹汉子使出眼色了, 纷纷围了过来, 江神婆来都来了, 你一定是有办法的, 曹汉子七分祈求, 三分威胁, 就差跪下来, 老太婆看到阵势, 笑了一声, 嘿嘿, 起头三尺有神明, 赵二夫, 你敢威胁婆婆, 不怕神明动怒, 降下报应吗? 曹汉子索性豁出去了, 恶狠狠地说, 江神婆, 你识相的, 就帮我把第三道门给打开, 我放你走, 得到的金银如约会给你一大笔, 不识相的, 你就别想走了, 江神婆丝毫不肯示弱, 曹汉子豁得又站起身来, 立声说, 想见神婆你吓唬谁啊, 小时候我遇到过算命先生, 说我的命, 简硬如铁, 争执持续发酵, 曹杂的气氛里面, 忽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让曹汉子和老太婆安静下来, 哦, 你的命有我应吗? 正在争执的小院里, 几个村民一正, 发现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那人坐在牧庄旁边, 给自己盛了一碗饭, 拿起一个馒头吃起来, 曹汉子好像是见了鬼一样, 他一直正对他们, 对方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竟然不知道, 你是谁? 曹汉子静意不定, 低声问着, 他们一群人可是在盗墓啊, 这样是被别人知道, 会吞橘子的。 几个村匹也是担心, 立刻围上来, 老太婆却是惊呼道, 都给我住手, 秦, 秦上师, 您什么时候来的啊? 秦上师? 村民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 但怎么也把这个年轻人和上师联系不到一起啊。 秦昆两三口一个馒头吃完, 饭菜不送, 又拿起一个吃起来, 含糊地说, 昨晚, 曹汉子听到蒋神婆的话, 惊疑不定地看向秦昆, 你就是神婆说的那个上师。 秦昆第二个馒头吃下, 西州灌丸, 胃里面舒畅, 看向曹汉子说道, 是啊, 不像吗? 曹汉子眼角一抽, 这气质是不像啊, 这年轻人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看起来气度沉稳, 确实和道门高人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曹汉子听蒋神婆说, 去年李家沟的李百万遭了鬼神报应, 他没办法解决, 幸好碰上秦上师指点一番, 这才解决的。 想象中的上师和面前的年轻人, 是一点都不一样啊。 啊, 这位小兄弟, 我赵二福, 咱白石沟一带都叫我斧头哥, 既然你来了, 想必有点本事, 帮我打开这个墓, 里面有金银万两, 我可以分你一半。 曹汉子穿着粗补衣服, 肌肉油黑发达, 许出金银诱惑, 随后有威胁数。 如果不是像, 我可知道, 你是秦家村人, 你小心我。 威胁的话还没说出来呢, 砰的一脚, 赵二福倒飞而出, 跌倒在地上, 啃了一嘴巴的头。 秦坤一手端着碗, 筷子上面夹着馒头, 收回踹出的脚, 好像是踹走了一条, 袖尸的野狗一样。 馒头被吃完, 秦坤放下筷子, 拒绝道, 小心你什么呀? 鸭雀无声, 赵二福的表情痛苦地捂着肚子, 半嗓喘不过气了, 周围的村匹也都被吓杀了。 二福可是白石沟罪恶的恶汉, 身体好像铁打的一样, 平时拽上两头牛溜丸, 那就好像是丸一样。 这年轻人一脚就给解决了, 而人没有说话, 就连蒋生婆都不敢吱声。 以前只知道, 秦赏诗的鬼差厉害, 倒数惊深, 谁能知道, 他一身满礼也是不慌多扰。 行了, 别这么瞪着我, 帮你开幕就是了。 李二福痛苦地表情隐居, 心中忽然有些得意, 你这么牛, 还不是斗不过狠吗? 不过忽然, 秦坤抬起脚, 勋猛地踩下来, 刚刚做的木桩子, 好像受到了液压器的重压一样, 寸寸碎裂, 变成了一个大木饼了。 扎裂声贯穿耳膜, 秦坤和善地表情转立, 拎起地上的赵二福, 抱贺头。 以后, 胆敢拿秦家村威胁我一句, 你的下场就是这样。 下午七点, 秦坤, 奖神婆赵二福, 带着一群村匹, 拿着铁签, 往沟下走去了。 那个木不禁, 需要三十分钟的教程呢。 世间气脉, 十字昆仑, 一分为五, 滑下, 斩起三。 北龙妖在桑鱼城以北捋粮, 南龙府在五威山一带, 不曾想, 银川县也有南龙的分支。 镇子卷, 地水火风四象之中, 秦坤仔细地看过风水两片, 发现他们带自己来的这条沟, 阴领充沛, 雾气隐约, 随着博物的流动, 好似是地脉游鱼一样, 其他几条沟, 一点都不一样。 趁着白天, 秦坤竖划华额头。 无量天眼, 无量天眼, 无量天眼看时间。 眉心天眼动开, 高悬天空, 俯瞰而下。 终于发现, 这六条沟, 如同六条小龙一样, 不同的是, 一生无死。 其他五条小龙, 竟然是死龙, 唯有他们面前的这一条沟, 是生龙之象。 所谓生龙火虎, 并非是一个成语, 而是形容风水的词语。 有道是, 生龙举气, 火虎闲尸。 生龙之地, 乃是风水宝地, 在此, 下葬之后浮阴后世, 火虎之地, 乃是阴灰煞地, 下葬于凶焚, 几乎就是魂飞魄散, 无法轮回, 甚至霍言三代。 三分山是火虎之地, 白虎蹲山侧, 玄武不低头, 而白石沟风水极音, 以人为主, 居然养出了一条生龙, 这简直就是福地啊。 难道, 许多年前, 再次见尊之人, 算到这一点了吗? 收鬼天眼, 秦昆嘖嘖嘖惊叹, 发现木洞口已经到了。 这一条生龙沟里, 一个陡峭的石壁上, 离地三米有个石洞, 赵尔福刚刚被揍得没了脾气了, 想起秦昆刚才一脚踩扁的木桩, 对这个年轻人再也不敢失礼。 提起秦上师, 这里就是我找到的木洞, 大概半个月以前还没有这个洞, 一次下雨给冲开了, 后来我好奇进去看了看, 才发现这里有个木。 木洞旁的峭壁, 赵尔福他们凿出了石阶, 秦昆当先走进去, 木洞得弯着腰往里走, 进去之后空间就大了, 将近一人半高, 离洞口不到十米的地方, 树立着一座石门, 石门已经被外力破开了, 一个村匹拿着火把, 照到石门两侧的字, 上书, 活死人, 练纯阳万法, 下书, 孤独山, 阳, 极阴六龙, 石门五批, 秦昆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拿着火把, 朝里面走, 木中常见的就是石海, 地上石海很多, 里面潮湿, 有的石海半埋在地上, 被泥浆侵蚀了一半, 有的则是靠在墙上, 双眼空洞, 气氛阴森, 江生婆向秦昆解释头, 这些应该是造墓的工匠, 一般藏着财宝的大墓, 工匠都怕被灭口, 会给自己凿一条隐蔽的生路, 只是不知为何, 没逃出去, 第一道门进来, 空间就很大了, 陪葬区虽然简陋, 依稀可见当初的规模, 这里有很多烂棺材, 尸骨被胡乱翻了一通, 应当是昭尔福一姓人做的, 秦昆看到, 很多棺材旁边摆放着兵器, 已经绣烂了, 感觉一碰就会碎的, 也没什么兴趣, 再往里面走, 绕了一大圈, 见到第二道门, 上书, 南阳铁石, 卷风烟战火, 下书, 孤山鬼王, 匹不死惊奇, 第二道门进去, 就是一个空旷的石室, 石室连通了好几处, 都摆放着棺果, 一个村匹举着火把走在前面, 忽然眼睛一花, 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棺果前面, 那黑影微胖的体型, 正在抚摸棺果, 嘖嘖惊叹, 那村匹喷出鼻涕泡来, 带着哭枪说, 这这这这炸湿了, 这一嗓子豪的墓室里面, 尘土速速落下, 其他几个人鱼管而出, 躲在蒋神婆的后面, 蒋神婆如临大敌, 二手夹着一张符纸甩出来, 口中念念有词, 符纸刷的一下飞出来, 贴在黑影的头上, 蒋神婆唱着神调, 手中一个浮尘一样的法篇, 琵琶打去, 像是在逮土一样, 没想到那个黑影, 同样是念念有词, 去去投几符就敢挑衅, 哼, 火温用碎, 成金刚, 昆宁厚土, 炼吉祥, 金刚斧, 厚土斧本为义斧, 贴身为虎, 离身成招, 一张厚土斧, 拍在蒋神婆的头上, 蒋神婆还在摇头晃脑, 忽然额头一疼, 鲜血流下来, 整个人被拍蒙了, 他捂着鲜血, 惊骇地说, 福宗道书, 你是谁, 火把的火光打在脸上, 显得那个人有些猙獰, 一个扎着丸子头的胖子, 出现在事业里, 胖子脸上的肉抖了两下, 这才说到, 鱼龙边被你用成这样, 老太岁估计得哭死过去, 清昆啊, 这些家伙都是谁啊, 黑影正是夏目的王前, 秦坤说道, 蒋神婆以及村民, 蒋神婆发现秦坤认识对方, 不敢怠慢, 忍着头疼, 起身失礼, 百里灰城一道心, 龙门飞渡化太极, 鱼龙山, 蒋月娥, 老太婆年纪比王前大了很多, 抱出家门, 抱出性命, 生死到的礼节, 做得很足, 王前这下子也不敢怠慢, 郑瑟说道, 沧海血雨化天福, 武术齐天法鬼竹, 福宗王前, 福宗高祖, 知道是同道中人, 江神婆叹息一声, 算是忍灾, 刚刚自己没看清楚人, 就主动出手, 等于是斗法挑衅, 一砖头, 那也是白爱了, 好在对方有分寸, 这只是皮外伤, 刚刚老婆子冒犯了, 上师见谅, 行得上师手下留情, 老太婆感激不尽, 两个人寒暄完了, 秦坤才说, 胖子, 大小姐呢, 在里面呢, 查探得怎么样了呀, 这, 这方便说嘛, 王前看了看那一群村民, 江神婆还好, 算是同道, 既然出自于于龙山, 规矩应该是懂的, 但是其他村民, 那就不一定了, 一些事情, 不能让普通人知道, 一面传出之后, 有人说自己谣言惑众, 这, 也是从古到今, 都有的担心呢, 秦坤拿出灵真总局的证件, 在赵尔夫的眼前晃了晃, 又摸出风魂枪来,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赵尔夫如遭累积, 一脸的惨然, 知道, 原来你是条子, 我要蹲大牢了, 秦坤一阵无语, 吹了赵尔夫一脚, 这才开口说, 意味着让你们保密, 让你的根本都管住嘴巴, 我可以放你一忙, 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 赵尔夫被踹得是灰头土脸, 爬起来不可思议地说, 你, 你不抓我呀, 把墓里面的东西交给我, 就放过你, 一些名气, 你碰不得, 赵尔夫如猛大射, 几个村匹, 也都是犹犹转喜, 急忙说, 一定, 一定, 王前看到这群人都老实了, 这才低声说, 幸亏, 这些尸果和荒村里面的不一样, 这上面有符文, 编语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竟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记着火把, 新鲜看到, 这十国上面有一些可文, 已经分化了, 摸起来却还有触感, 看来王前刚刚是在观察这些符文呢, 这些符文是符术当中最难消失的符, 需要符师以刀为笔, 以刀一刀的刻号, 笔画符要费力百倍,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秦坤摇摇头, 往前继续说, 这十国里面有大家伙需要镇压, 记得在第二道石门上面写过, 丹阳铁石卷封烟战火, 孤山鬼王, 皮不死惊奇, 秦坤顿时醒悟, 丹阳铁石? 没错, 我靠, 秦坤以前和葛湛闲聊节血道兵时, 偶尔听说过铁石的来历, 铁石炼制之难, 自古是罕见的, 需要在王者投其当晚, 招来大鬼, 投其鬼魂, 大鬼将王者的魂魄吃掉, 炼石到时, 此刻需要迅速将铁制以特殊手法灌入皮肉骨骼, 被招来的大鬼从此不能离开尸体, 同时需要承受铁制灌体之痛而不散, 成功炼制的话, 尸体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堪称是人间杀器, 三国时期, 大仙梁师张教曾经以黄金历史炼制过太平师, 黄金教中见到刀枪不入的太平师, 以为是聚灵神下凡, 知乎神迹, 这东西和普通的僵尸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石衣, 但僵尸毕竟是稍强一些的肉身, 比如上次见过的那一群聚垂势, 这铁尸却是石打石的高级护纹, 这石果上面刻的符纹是三进符, 每个石果各有八套, 共二十四银, 呼应四方二十四星宿, 这样才可以勉强透过铁尸将里面的大鬼给镇压住, 王前的心在跳, 甚至快跳到嗓子眼了, 他从没见过铁尸, 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事宜, 炼制之法有损天合, 师父说过, 若有朝一日碰到这类邪嗓, 立即就跑, 千万不要尝试做愚蠢的事情, 秦黑狗, 王前舔着肚子走了过来, 捏了捏秦坤的肌肉, 吹了两下秦坤的胸口, 挤眉弄眼地说, 最近修炼得不错呀, 秦坤莫名其妙, 还行吧, 哼, 那就好, 这里太闷了, 我出去透透气啊, 一会儿叫我, 王前吹着口哨就要往外走, 刚走两步, 后领被秦坤拽住, 给拎了回来, 哼, 胖子, 一会儿一起啊, 啊, 王前的笑容僵住, 看到秦坤表情巧暇, 王前忧怨道, 哼, 秦坤啊, 你变聪明了, 秦坤虽然不知, 王前刚刚为什么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但这胖子的秉心, 他是了解的, 遇到危险, 第一件事情, 绝对就是逃走, 而王前正是不可或缺的帮手, 千万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毕竟, 有难同当了, 王前苦着脸, 秦坤拽着王前往里面走, 这一片区域和外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是回子浪, 总共八口十果, 包裹着中间未开的第三道门, 走了一圈, 秦坤感觉第三道门里面的面积绝对不小, 十门前, 初千寻已经在那点了气盏灯了, 此刻正在端详着灯火, 那儿怎么还有个人呢, 还是个姑娘, 她在干什么呀, 嘘, 看样子, 秦赏是他们认识啊, 会不会是在做法, 讲神不做法, 差不多就是这样, 有可能啊, 秦坤一群人走进来, 村匹们稀稀缩缩地议论着, 秦坤没有打扰楚千寻, 静静地等着, 几个村匹好奇地探头, 伸长了脖子, 想看一下她在干什么, 赵二福现在才发现, 秦坤一群人有些深不可测啊, 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嘛, 刚刚那个胖子, 一张薄薄的符纸, 就砸得蒋神婆头破血流, 这早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认知了, 她的眼中带着憧憬, 朝着村匹们嘱咐道, 都老实点啊, 赏识在做法呢, 都别出声, 楚千寻的瞳孔扩散石胶, 与死者无异, 又渐渐地恢复, 直到正常, 这才看到秦坤他们来了, 楚千寻油灯甩在那些人的身上, 他们满身火焰被吓得双腿发软, 然后又把火焰给收回, 变戏发一样的举动, 看得人是目瞪口呆的, 楚千寻现在的行为, 比王前蒋身不直流, 还要胡人, 几个胆小的村匹已经跪倒在地上, 吓得是屁滚尿流, 仙姑饶命, 仙姑饶命啊, 您刚刚是不是射走了我们的阳气, 求求您大发慈悲, 还给我们吧, 秦坤顿时无语, 这群人的想象力是有点强啊, 以为刚刚的火焰, 是把自己阳气给射走了, 真是佩服你们的脑子是怎么整的, 秦坤发现, 初千寻自从道法突破之后, 现在越来越沉默寡言, 一些想知道的事情, 直接是丢一团火就行了, 逼格失足, 但是感觉长期下去这不是个事儿啊, 刚才在算什么呀, 秦坤开口问向初千寻, 初千寻如实地说道, 想知道这门里葬的是谁, 可惜信息太少, 算不到, 这不废话吗, 以前算卦, 还是别人握着你的邮灯, 最近呢, 铺团火就好了, 现在你连火都没铺, 不过, 这要是都能算到, 那你得拟舔呢, 不过, 我给自己算了一挂, 血光之灾, 有惊无险, 第三道门, 两旁分别写着八个大字, 阴阳有别, 此门没入, 根据昌公公带的消息, 这门里面, 恐怕就是进入鬼城的入口了, 秦坤在愁处, 他是来寻找太阴行军阵的, 只是想了解一下, 脸是之法, 顺便劝切一下, 这一群不知好歹的普通人, 不要再往前去了, 现在他可以断定, 只要自己说走, 这群洋人是可以劝住的, 往前觉得这里不安全, 楚千寻觉得这里不安全, 自己也觉得这里不安全, 他不关心什么孤山鬼城, 如果得不到太阴行军阵, 他也不怎么在乎, 秦坤下定了决心, 对众人说, 门不能进, 走吧, 江神婆松了口气, 招二福有些不敢, 但是他也不敢造死, 孙匹虽然都好奇里面是什么, 但今天听这些上师们的对话, 觉得里面肯定不是好东西, 众人都打算要离开了,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秦坤啊, 走什么呀, 这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沈博士忽然出现了, 带着助手, 旁边是雷晨还有齐洪庄,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呀, 一路查探过来的, 毕竟老师让我找的地方, 正是这里, 秦坤皱眉, 这里, 黄可诚黄博士让你们找的是这个门, 你记不记得, 三坟山地下实验室的正下方, 就是一处打不开的石门, 秦碎片不断被拼凑, 秦坤这才想起来, 的确是这样, 许多人都听人提到过, 西山实验基地的正下方, 就是一个石门, 实验所需要的能量, 以及他们说的能量引流, 据说就是源自于那里, 此时临近傍晚, 沈博士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地方, 秦坤也放弃了, 打探第三道石门里面内部的想法, 往前怂恿秦坤, 离开这种不祥之地, 楚千寻则想进去看看, 即使越是算不清里面是什么, 就越是好奇, 想一探究竟, 秦黑狗, 既然没事了, 咱们要不就先回吧, 往前再次追踪, 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秦坤点点头, 好, 话音刚落, 秦坤看到一阵的冷意, 从背后蔓延, 在迅速回头, 鼻子嗅了嗅, 表情凝重地说, 胖子, 可能暂时走不了了, 什么意思, 石墓之中, 忽然响起了隆隆的声音, 石板摩擦所发出的声音, 刺得压根发酸, 墓顶上的土灰速速下落, 往前惊道, 怎么会这样, 石符都镇压不住了, 那些铁石要失变了, 沈博士一针, 低声问道, 上尸, 铁石是什么, 砰的一声, 外面灰子狼, 一个石裹的盖子炸开, 一只魁梧的铁石跳出来, 朝着众人大声地吼着, 墓里面的精油, 早已经被点亮了, 再借着火把, 找出那铁石恐怖的样子, 烂甲披身, 肌肉囚解, 油黑牙光的皮肤, 某些角度反射出金属的质感, 他双眸空洞, 似乎太有意识, 或许当初练尸手法太过于残忍, 又或者, 尸体不同程度的腐烂, 导致他的声带受损, 只能是发出一些野兽一样的叫声, 沈博士咽着口水, 这下知道铁石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我, 你, 他们是, 怎么还活动啊, 沈博士就算知道了生死道, 知道道门秘书, 知道了一些不可知的存在, 但是铁石的出现, 依旧让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死物活物他是分得清的, 这铁石带着福臭不说, 浑身皮肤灌铁, 已经高度硬化, 行动却和常人无疑, 这是怎么弄的啊, 妈呀, 这都是什么呀, 村匹们惊恐大叫, 纷纷后退, 门口一只铁石已经起了过来, 他们难以相信, 自己这些天台的墓里面, 竟然有这玩意儿, 快跑啊, 跑哪儿去, 那该怎么办, 我就说不该盗墓吧, 你说怎么办, 我, 我有黑驴蹄子, 村匹们都是乱作一团, 赵尔夫蒋身婆也是惊骇不已, 第一个铁石已经朝他们走了过来, 只见秦坤恳吓了一声, 周围一圈起朗机等, 仿佛周身灵力, 高速运转一样, 乾坤心裂生灵脉, 鬼神惊骇一束光, 太须事先游芒骨, 傲齐星斗, 外神皇, 周身骨骼的关节, 同时发出了暴斗一样的响声, 周围灵气疯狂钻进清坤的体内, 肌肉囚结青筋突爆, 一脚蹬地, 地面军力, 一脚踏实, 尸体倒飞, 铁石重重地扎在墙上, 墙壁围着一阵, 几乎要踏方了, 秦军回过头, 对着众人说道, 都不要乱动, 刚刚那一脚, 是试探一下铁石的橙色, 秦军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极强, 此地乃是生龙之地, 昏轮鼓激发, 骨骼力道, 前军贯注于脚, 一脚下去, 一辆重型机车都要碎了, 那铁石却只是晃晃脑袋, 继续扑了过来, 这已经超出了秦军的理解凡仇, 这么强打的十一, 那也是人能炼制出来的吗? 没有人敢动, 灰子郎又走进来两只铁石, 秦军堵在门口, 拳头如同虫鸡钻一样, 打在他们的腹里, 两只铁石先后又被打飞了, 王前储千寻对视野, 丝毫不掩饰眼底的震惊, 秦军这肉搏倒数, 是从哪儿学的呀? 那可是铁石人, 级别还在节血道兵之上, 三拳两脚就给打飞了, 秦军, 小心哪, 这些家伙之前有尸毒, 千万别被抓到, 秦军的精神处于紧绷状态, 这事不用王前提醒他也知道, 这些都是下葬不知多少年的脏东西, 浑身都是细菌呢, 抓出一个小伤口, 那肯定会被感染的, 秦军出手很快, 根本就没有颤抖, 尸毒这种东西太过神秘, 他一点也不想尝试, 中了尸毒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铁石先后被打飞, 秦军的手臂也在颤抖, 这太耗力气了, 这些大家伙少说得有千斤, 走起路来地板都在震动, 要把他们打出去, 至少也得花三四倍的力气, 这对肌肉来说是一个超高的负荷, 别疼, 铁石在咆哮, 刮破砂锅一样的声音, 经过数次低后, 终于出现了能够听懂的印节了, 秦军点了根烟, 深吸一口, 恶狠狠地说, 大唐早就亡了, 灭唐, 灭你大爷, 回子郎通向第三道门的门口, 秦军以赴当官, 回头喊道, 还不赶紧想办法, 你刚才不是说让我们别乱动吗? 秦军气得真想给胖子丢到尸堆里面去, 楚千询看向沈博士说道, 这个门能打开吗? 另一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沈博士现在处于兴奋和恐惧当中, 兴奋的是, 见到这样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 恐惧的是, 他看到秦军似乎有些脱离, 那些怪物一样的家伙, 贫了命地朝这间石室运过来, 如果没有秦军挡住, 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 即将迎来一场屠杀的, 就在这时, 楚谦逊冷喝了一声, 这个门能打开吗? 沈博士脸上挨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 连忙回过时了, 我, 我需要时间。 金坤守在门口, 沈博士招过来助手, 拿出本子, 再测量数据, 计算时间。 赵尔福对村匹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点往下挖。 村匹们都带着铁钱, 这几天不是不想进着第三道门, 而是根本就打不开。 这个门的厚度, 用外力破开, 实在太难。 他们一直往下挖, 侧挖, 可是门不知有多厚, 根本就挖不到底。 沈博士口中念念有词, 听到铁钱叮当作响, 烦躁地说, 你们都给我滚。 滚? 赵尔福拎起了沈博士的衣领, 都命悬一线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写字? 沈博士打开了赵尔福的手, 你懂个屁, 虎可定律, 你懂吗? 别吵我, 呼你妈了个头。 赵尔福还想再说些什么, 雷尘站在他的身边说, 别吵吵, 让沈博士计算。 赵尔福狠狠地咄咄叫, 叫停了村匹们。 楚千寻和王前在旁边帮不上什么忙, 非常着急。 江神婆看到秦昆有一些支撑不住了, 口中一直念叨着神明保佑。 王前盯着沈博士还在计算测量, 擦着冷汗, 对楚千寻说, 大小姐, 就算这个门打开, 我们还有机会离开吗? 我爷爷说过, 秦昆是华夏顶级的灵媒, 阳气足够带我们所有人走音, 到时候只要进了鬼城, 想办法从鬼城其他出口出去, 就能活。 楚千寻笃定地说着, 同时他非常冷静。 王前停后, 这才是稍稍的安心, 但看到这群人还在写字, 秦昆已经是独木难知。 王前问向沈博士说, 还需要多久啊? 三分钟就够了。 王前给自己贴好了金刚符, 两者一年, 一张符纸出现在纸间上。 太阴鬼水生莲波, 使魂消果, 杀气魄。 杀魄服的灵力化作浪潮打向铁石, 铁石只是一致, 不疼不痒的。 恰好趁着对方停止的刹那, 秦昆一脚把闯入铁石给踹出连去。 胖子, 来这儿有用的! 秦昆大声地说着, 王前颇为恼火, 服侍杀鬼驱邪的, 这他妈是铁石, 浑藏湿衣, 坚硬如铁, 不像是肉身可以透露, 怎么给你有用的呀? 快死, 五星服我擅长土服火服, 这铁石不具钢铃, 不具火焰, 我怎么帮你呀? 这个时候如果有幕府,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可惜自己不会呀。 而且这些铁石的石衣, 坚韧无比, 方朱鬼差来都没用, 不打碎石衣, 里面的魂魄伤不到分毫。 狂疼! 往前大喝一声, 金丝之日如藤满缠绕, 卷住一只铁石的腿, 秦昆被打飞出去, 空中转了一圈, 勉强平稳住身子, 迅速又冲了回来。 胸强鼓起, 秦昆口中发出唬啸, 唬啸声震耳欲聋。 沈博石和几个正在计算的助手, 闻声之后喉头一甜, 差点震晕了, 往前捂住耳朵大声说, 这些家伙生前铁织灌了耳鼻口眼, 疯了蹊跷, 呼后根本就不起作用, 只会伤到自己人。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蛮力只能拼个平手, 其他倒数施展不开, 秦昆是非常的憋屈, 如果随便给他一把钢棍, 他有把握把这群家伙给打出屎枪来。 柴山刀, 叶火炮, 大眼缠鸣手, 红霜, 肾术都没用了。 这些家伙几乎对肾术是免疫的, 对稻术也是免疫的, 对压迫还是免疫, 这就是传说当中,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的顶级铁粽子。 灭疼! 又是一声集体大火, 秦昆渐渐地有些吃不消了, 昆仑骨的能量源源不断注入体内, 可肉体已经有丝力的投出了, 力量还在, 可如果再大, 自己这一副皮囊就快要散架子了。 双拳中起好像是馒头一样, 脸色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色, 胯骨强撑住强大的力头, 导致腿部有些抽筋, 王贤和其他人甘着急帮不上忙, 秦昆塞入几颗血网丹, 大汗湿透了后背, 仍旧没有放进一只铁石来。 散出来了, 散出来了! 沈博士兴奋地大叫着, 立即用铁凿标记出了几个点, 钻孔! 助手们和沈博士搭配默契, 手动拿出钻来, 开始疯狂地打孔。 赵尔福看到这一群人长得人高马大, 看起活儿来还不如自己, 强过一个人的手动钻, 脉力地摇动起来。 那个, 那个博士啊, 这石门有多厚, 你心里有点数啊, 踏着几个孔, 能把石门给打开? 你懂什么? 一会儿让你看看科学的力量。 几个孔, 构成了一个抽象的蝴蝶形状, 最后一个打透的时候, 沈博士大声叫道, 秦少神, 麻烦过来踹上一脚。 秦坤已经濒临极限了, 肉体的撕裂以及高强度, 没有尽头的搏击, 碰上这些仅凭肉体, 永远对付不了的铁石, 秦坤早就麻木了。 听到一个天类的声音, 秦坤想都没想, 揣走一只铁石踏步走了过来, 提气抬脚, 凶猛踏出, 轰弱一声石门坍塌, 石块乱飞。 灰尘当中, 秦坤率先走了进去, 这道门里地方很大, 中间对放着无数的铠甲, 拱位着一个大行使官。 楚千寻说道, 秦坤, 叫出嫁衣, 找鬼城入口。 嘉义鬼被召唤出来, 秦坤迅速嘱咐, 嘉义鬼瞬间明白, 在石石内探查起来, 而其他几个人逃命地钻入, 铁石也追了过来。 楚子, 找到了。 秦坤一脚踹飞了铁石, 怕生喝倒, 带路。 某一瞬间, 落在最后的村匹, 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结果下一刻发现, 自己在下落, 嗖嗖嗖嗖的, 半空之中, 下面是个池塘, 众人下饺子一样, 掉进水里。 不同不同的声响不绝于耳, 秦坤打着哆嗦, 从水里面冒出头来, 抹了一把脸, 迅速上岸。 这水冷得刺苦, 看样子是个人工的池塘, 周围有个雅园, 凋梁化洞, 气势恢弘。 这什么地方啊? 我们, 我们不是在牧师里面吗? 难道我在做梦? 村匹, 沈博士的助手们, 纷纷错愕, 空间转换得猝不及防, 让人是匪夷所思。 太离奇, 太诡异了呀。 沈博士狼狈地爬上岸来, 打着嘟嗦, 向秦坤问道, 这前上是啊, 这车又是哪儿啊? 秦坤看到, 前面不远处, 一个白衣素过的女子, 在护卫的簇拥之下围了过来, 对着沈博士说道, 鬼城, 沈博士浑身一颤, 不知是激动还是恐惧, 总之是半生说不出一句话来。 洋人? 那白衣女眼圈漆黑嘴角下斜, 盯着秦坤一行人, 立声说, 你们从哪里来的? 不知阴阳有别吗? 呦呵, 往前看到女子目中无人, 拍了拍秦坤的肩膀, 这个交给我。 她走上前去, 冷冷地笑了笑。 阴人鬼城而已, 能进来的是谁, 你心里面就没点数吗? 白衣女表情不善, 眯着眼又打算呵斥, 护卫中的头领忽然眯起了眼睛, 抢先说道, 你们是, 是盗门中人? 盗门? 白衣女一愣, 有些不可思议, 在阳间见鬼和在阴间见到阳人是一样的, 都是概率极低的事情, 而且这里是自家的鬼宅, 这些道业是怎么经来的? 人有人路, 鬼有鬼途, 一般情况下, 两者不会出现交集。 白衣女明白, 护卫头领是在提醒自己, 态度游历转温, 不动声色地说道, 啊, 原来是盗门的上师, 敢问闯入我孤山鬼城, 有何贵干? 解路? 王前甩出了一摊纸钱说道, 赏你的, 莫说道也小气。 白衣女愤怒, 这点供奉而已, 她家大业大稀罕嘛, 不过白衣女没敢多嘴, 接过纸钱, 朝着王前说道, 那上师请了? 对于鬼而言, 盗门上师就是一群瘟神, 谁都不想见到, 因为那是一准不会有好事的。 白衣女鬼根本不想和她们有更多的牵扯, 与其客气, 其实就是在送客呢。 一群人顺利离开了那座府邸, 赵二夫走在路上, 咽着口水, 看到满旗的白纸灯, 招魂帆, 鬼影绰绰, 那些人长相非常恐怖, 缺胳膊烧腿那都是常见的。 街上如吉士一样的热闹, 一些长相恐怖的摊贩, 还会拉着人强买强卖。 蒋神婆啊, 什么地方啊? 鬼城。 鬼城? 蒋神婆嘴巴发苦, 僵硬地点了点头, 他也是第一次来鬼城, 满街的鬼呀。 这些野鬼本是太弱, 隐藏不了死相, 有些走在路上还拖着血迹, 这太恐怖了。 好在几位上师走在前面, 威慑力是很足的。 王前开路, 秦坤走在王前的后面, 楚千寻在旁边。 街上的小鬼虽然讨厌, 但是兴不起风浪, 他们只是路过的, 并不想多生事端。 毕竟这城里是由鬼王坐镇的, 在野能找到去阳间的路吗? 秦坤现在渐渐缓过来, 但见到几个阳气稍弱的村匹, 有些撑不住了, 开口问道。 嘉义鬼抱歉地笑了笑。 楚子, 没那么容易, 这孤山鬼城, 我还从没有听说过, 恐怕坐镇的鬼王非常低调, 从没有和杨坚打过交道, 要不, 我去打听一下。 秦坤想了想, 觉得也好。 博庇乌头和吊死鬼他们都不见了, 我的天眼找不到他们, 你留意一下, 看看他们在不在城里。 好的。 需要叫人陪着你一起去吗? 不必了, 就算见到鬼王, 他只要不擅长身法, 一样奈何不了我。 晚上, 一条房古街道, 鬼影绰绰, 白纸灯悬挂在街上, 一条街的房古建筑, 夹上形形色色的鬼魅, 忽然, 有一群洋人走过, 显得有些突兀。 嘉义鬼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 秦坤一行人, 则还在鬼城里面转悠, 秦坤王前楚千巡是开开眼界, 看看孤山鬼城和龙槐鬼城有什么不一样的。 神伯是一行人, 是好奇, 这匪夷所思的地方, 彻底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赵二夫, 蒋神婆和村匹们则是想离开, 但是又没地方可去。 鬼城不大不小, 纵横六条街道, 鬼影如之, 比起龙槐鬼城少了一些繁华, 多了一些市井之气。 可以说这是一个鱼楼混杂的地方, 就算是鬼, 各地口音也是都有。 城内一处塔形建筑非常的谣言, 这塔的直径比起普通的塔要大上百倍布置, 处理在城中孤风一样, 想忽视那都不行。 城中一座九楼三层高, 门口插着巨大的招唤帆, 帆上的白纸沙沙作响, 二楼栏杆的位置是一个匾额, 写着石为天三个大字。 石为天造王谈, 秦昆念叨着扁鹅, 转过头来说, 肚子饿不饿呀, 去吃些东西吗? 吃东西? 沈博士嘴角一扯, 眨着眼睛笑道, 这这这个能吃吗? 可以。 沈博士看了看雷尘起红妆, 两人摇了摇头, 表示从来没有吃过。 沈博士就不说话了, 这怎么看这里的东西, 那都不是给人吃的呀。 倒是蒋身婆稍微懂得一些, 盯着扁鹅的眼睛, 眨了一掌, 勾搂着背, 凑到清昆的身边说, 秦上师, 这是阴草五行的造王谈? 是的, 江神婆已清, 以前在师门, 他是鱼龙山外门弟子, 只听说过阴草五行, 分别是车船垫脚崖, 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鬼店啊, 老婆子有心见到了, 愿意随上师进去, 密些吃屎。 江神婆的身份和秦昆王谦楚千玄一样, 乃是生死到道友, 不能剁了威风。 至于昭尔福还有村匹, 肚子早就饿了, 除了墓里那些铁石, 在街上还没有见到过什么危险, 上师说要做什么, 那就一起去呗。 冰鱼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银河小丝正在打盹, 忽然被掌柜的给拍醒, 抬头, 发现掌柜已经率先迎出门去。 三生十几三十天, 七窍七破过一年, 早亡谈见利, 敢问各位上师名号啊。 掌柜的微胖的身材, 厉鬼的程度, 口气客气, 但是不卑不亢。 一个掌柜, 还轮不到几位上师亲自回话, 江神婆自告奋勇, 爆出家门。 百里会成一道西, 龙门飞渡化太极。 哦, 原来是鱼龙山提起, 小店蓬壁生辉啊, 可谓上师请随我来, 特赦雅签, 仪表欢迎。 呃, 今天的吃食, 我请了。 掌柜的口气豪迈, 分寸拿捏得到,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众人被腰上楼, 掌柜点点人头, 先吩咐小厮去后厨准备吃食, 然后掌柜陪着笑容, 客气地说。 敢问上师, 此番来鬼城有什么钥匙吗? 需不需要使唤小的小牢啊? 阴草五行和阳间的关系最为暧昧, 这也是五个行业里面混得开的原因。 他们阴阳通吃日, 这是一群被默许游离规则之外的鬼。 即便是在阳间游荡, 只要抱出家门来, 普通捉鬼师都会放他们一骂。 掌柜发现, 这群人都是以一个年轻人马首式沾的, 他的目光也转向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给人的感觉很没有存在感, 仿佛很随意就能把他忽视一样。 但掌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年轻人长相特殊, 不是形貌, 而是明明刚刚见过的, 却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 掌柜有些悍眼, 看来今天是遇到高人了。 掌柜的客气了, 我们也是借路, 顺带进城一关, 没有什么钥匙。 不过既然是鬼城, 应当有此地的规矩, 掌柜的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年轻人姿态很低, 掌柜受宠若惊。 曾经见过无数捉鬼师, 只要有本事进来的, 哪个不是眼高于鼎的人呢? 掌柜得到尊重, 私存了一下, 闪笑开口。 哼, 上师说笑了, 谈不上嘱咐, 王上支撑严谨, 这里倒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只是城中几位大人, 对洋人不怎么友善, 小心就是了。 王上必成百年, 上次还是明朝崇祯年间开的城呢, 这对外事并不了解, 要是城中有什么不长眼的家伙, 冲撞了赏识, 还请高抬贵手。 秦坤点点头, 掌柜说完, 寒暄几句, 失去地退下了。 这个雅间, 是石为天的三层, 俯瞰鬼城, 事业很好, 只是, 这景色并不怎么美, 全城塑稿, 一片的白色。 空中飞扬的白色纸钱, 到处都是, 还有一些, 从床外飘进来的。 小厮上菜的时候, 秦坤问了一下, 得知这几日, 是孤山鬼王的忌日, 都在庆祝呢? 忌日? 在阴间的概念, 可能和生日是差不多的, 阴人十分重视这一天, 因为后人会捎来供奉。 孤山鬼王不知有没有后人, 不过全城鬼民都在为其祭奠, 上供者, 波及其数。 总觉得, 这鬼过忌日怪怪的呀。 神波是无语,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差一步就能成为科研疯子的人物, 出此非正常接触, 感觉有些啼笑皆非。 第一次领略未知的世界, 怎么看都有些古怪。 人过生日, 鬼过忌日, 有什么奇怪的? 姓沈的, 行业我可提醒你啊, 你看中的地方, 是鬼城的入口之一, 到时候别闹出什么幺蛾子, 招惹了鬼王, 没人能救得了你。 王前吃着一个白斩鸡, 蘸着酱油, 边吃边说。 沈博士顿时好奇道, 鬼王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王前还没见过鬼王呢, 说不上来, 看向楚千寻, 楚千寻也没有见过, 看向秦坤。 秦坤下午吃了很多, 暂时倒是还不饿。 他啄着小酒, 开口说道,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总之鬼王能影响你的意识, 让你不经意间做出一些事情来。 有些精神力不强的鬼王, 肉体特别强横, 只要和你有仇, 就会把你困在鬼大墙里, 想出各种法子来折磨你。 沈博士一证, 那这些鬼岂不是无敌了? 无敌? 王前撇了撇嘴, 人都是被鬼给吓死的, 你听说过谁被鬼杀死的吗? 就算是鬼王, 除非他借住诗衣的手把你给弄死, 否则只要是你意志力强横, 撑过他的百般折磨, 照样杀不死你。 可惜啊, 很多人没那份意志力罢了。 那这么说来, 鬼其实也不厉害嘛。 沈博士的这个逻辑, 让王前十分的无语。 何止, 我只是讲出了一个理想状态, 你以为是个人, 就能像我描述的那么屌吗? 哼, 不厉害, 还能有那么多人怕鬼? 沈博士的逻辑, 和王前形容的重点对不上, 也没有介意王前的鄙视。 所以, 鬼其实不可怕? 随便你怎么想啦, 总之, 你意志力强大, 就没有鬼能伤你。 这边在高谈火轮, 包家门口却传出了一阵不和谐的声音。 听说时为天来了一群盗门的牛鼻子, 哼, 大言不惭的臭道士, 一只强大就能忽视我们的存在吗? 雅间房门被踹开, 一个白脸轻瘦的文士带着高官走了进来。 他手摇折扇, 瞳孔针尖一样, 盯着刚刚说话的王前。 王前吃得满嘴油腻, 时为天的饭菜确实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营养, 但是可以极大的满足人的口腹之鱼, 像他这种需要减肥的胖子是最为合适的。 擦了擦嘴巴, 王前看向来者, 不懈地笑了笑。 哪来的土鸡蛙口, 今天胖爷不高兴, 不开杀戒, 你赶紧滚。 刚刚在牧室里, 王前吃了一肚子的瘪, 他的服输对铁石几乎是不起作用, 让他一直以来骄傲, 变成了一种挫斑。 对铁石无可奈何, 不代表对鬼是没办法呀。 面前这个家伙, 鬼匠的气息一散, 他是能够感受到的, 不过如果是单对单, 鬼匠又算得了什么。 正吃得好好的, 来了一个自命不凡的读书鬼, 你装给谁看呢? 王前没给什么好脸色, 那文是惨白的脸, 冷笑地继续看向他。 好大的口气, 真以为自己是道门中人, 就能来鬼城放肆吗? 我家王上那鬼术是纵横滑下, 连马永江都不是对手, 杀个洋人犹如砍瓜切菜, 你又算得上什么? 清玄海马永江, 明朝的裴天狗。 文氏看来是孤山鬼王身边的人物, 刚刚听到王前把鬼王说得一无是处的, 这才开口和王前理论高下。 王前见对方没有动手的意思, 就理论起来。 我? 你别管我算得上什么, 人有三盏阳灯护身, 你家鬼王再厉害, 他敢乱碰吗? 夜火缠身, 阳机灌体, 乱了他的唇阴, 我看他阴龙毁不会破掉。 杀阳人? 哼, 你见过哪只鬼王亲手杀过阳人呢? 秦坤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人对话, 别说呀, 鬼王不敢杀阳人这种事, 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难怪之前, 见到怀泽鬼王陈旺, 在一些事情上, 根本就不愿意亲自动手, 吩咐手下去干的。 原来还有这么一刹的原因在呀, 杀了阳人会导致阴气不纯吗? 一些思路在秦坤心中捋清楚了, 恐怕是会沾染夜火吧。 鬼杀人本来就是罪业, 借是夜火缠身, 阴龙不纯, 看来是无法成为鬼王。 就算没那么严重, 鬼气也肯定会大降。 闻事一致, 随后冷横头。 雅间最厉, 那些小事根本不需要王上出手, 本侯只是告诉你, 莫要小觑天下英雄。 闻事走了, 听脚步声, 外面还有一大群人呢, 他们是去了另外一个雅间了。 被这闻事这么一闹, 沈博士一行人, 村民一行人, 胆子倒是变大了, 似乎这鬼也不过如此吧。 哎呀, 王上师, 我敬你一杯, 您刚刚可真是厉害啊。 一般一般, 华下第三。 王上师, 刚刚这家伙也是鬼吗? 为什么长得和街上的不一样啊? 鬼分六几, 游魂野鬼, 厉鬼恶鬼鬼将鬼王, 打到厉鬼都能掩去死乡了。 原来如此啊, 王上师, 刚刚那个文士恐怕是个大人物吧? 哼, 追索的读书人, 死后也是个读书鬼, 这种吊脑袋的角色, 算得上什么大人物呀? 王前被灌了几杯酒, 喝得飘飘燃起来, 有道是酒壮怂人胆, 平素最为谨慎的他, 因为几杯小酒也赶在鬼城里面, 脏痞滑下英雄, 在村民面前, 只要不舍及密心, 王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反正这些话传出去, 别人也就是当个趣事厅厅, 没有几个会当真的。 沈博士也敬了几杯酒, 问了一些心底好奇的问题, 连忙记在本子上面。 楚千询, 走了走吃花生米的秦坤, 低声说, 哎, 王前这样乱说, 你也不拉一下。 大小姐, 你多虑了, 这是鬼城, 王前说的自然是鬼话, 鬼话连篇都当故事听, 谁会当真啊。 出去以后, 就算被传了, 别人也会以为是吹牛的, 随胖子说好了。 我看他在牧室里面, 没能对付得了铁石, 恳恳于怀呢, 让他说些话, 传议一下注意力。 楚千询心中一想, 也是啊, 王前虽然平日懒散, 胆小, 没什么原则, 但是, 自尊心是很强的, 骨子里是骄傲的。 福宗天赐堂真传, 无论如何, 也不能允许自己, 败在一群铁石的手里啊。 五行福往前还没有精通, 当时没办法对付这一群铁石, 估计是被刺激到了, 恐怕以后还会更加刻苦的。 酒足饭饱, 一个女鬼走了进来, 是假衣鬼回来了。 村匹们喝得有些多, 色眯眯地看向假衣鬼, 坐在青昆的旁边。 有胆子大的, 借酒调戏两句, 假衣鬼也不失礼, 只是端着酒, 走了过去, 两桌死相了。 一个枯高的女尸, 双眼空洞, 驱虫进进出出, 干酷的头发干瘪的肌肉, 只剩下牙齿, 没有嘴唇, 强烈出一个笑容, 给那些村匹一一敬酒。 那些村匹瞬间清醒, 有几个胆小的, 直接被吓晕了。 赵二福浑身僵直, 他刚刚喝得也有点多, 这女的姿色罕见, 是个男的都会多想, 但想的绝对不是这副鬼样子。 假衣鬼的手, 放在赵二福的肩膀上, 低声说, 这些是你的手下, 刚刚还不是色眯眯地看着我呢, 现在怎么不理人家了? 这, 胡奶奶, 小的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冒犯了。 假衣鬼挑起赵二福的下巴, 一股风干的湿臭味扑面过来。 赵二福看向假衣鬼, 口中白沫子泛出来, 强忍着, 没让自己晕倒。 秦昆倒是觉得, 这个赵二福有些意思。 刚刚听了王前关于意志力的话, 现在似乎在用意志力抵抗假衣鬼的精神恐吓呢, 都他们吓到兔白沫子了, 还能坐着不倒, 可以啊。 沈博士也是吓得不轻, 鬼这种生命行使, 见多识广的人很容易接受他们的存在, 但是死相就很难接受了。 那种让人浑身不适的视觉冲击, 对身体的伤害简直爆炸啊。 刚刚还焦滴滴的一个女鬼, 眨眼间变成这副模样, 沈博士面皮僵硬, 视线急忙转到一边去。 假衣鬼见到这一群人, 终于不敢再放肆了, 冷笑了一声, 再次依偎在秦昆的身边。 主子, 另一条出路打探出来了, 随时可以离开。 剥皮无头吊死也找到了, 他们三个在…… 秦昆正在吃饭呢, 听到家衣鬼后面的话, 面皮僵硬, 嘴角抽搐, 整个人呆入木鸡一样。 班上, 秦昆才呼出口气了, 呼啸着压低了声音说, 家衣, 这三个怎么去抢劫了? 家衣鬼干咳了一声, 不好意思地说, 你沉睡那段时间, 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们可能抢上瘾了, 今天是逢孤山鬼王祭日, 王府无人, 他们昨夜踩好了点, 今天已经进去了。 哇靠, 抢劫鬼王的府邸, 亏你们想得出来啊, 家衣鬼看到秦昆直接坐下, 筷子被捏断, 犹豫了一下, 又说道, 还有一件不好的消息, 要不要听? 你说, 今天是孤山鬼王祭日, 没有在府里设宴, 鬼城一些重要角色, 目前都在石为天, 家衣鬼顿了顿, 补充道, 也就是说, 孤山鬼王, 在我们对门的雅间。 宾衣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均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蓝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家衣鬼的声音很小, 能听到的不外护士秦昆, 王前, 楚千勋。 王前夹着一块肌肉, 咀嚼的动作逐渐变得僵硬, 楚千勋也是眯起眼睛, 笑容抽搐的, 很不自然。 作为当事人的秦昆, 听完家衣鬼的汇报, 身子一晃, 随后才勉强稳住。 家衣, 那三个二货, 真的去抢劫王府了? 王府啊, 鬼王的王府, 生死到尽地之一, 即便是天师, 为了避免一些麻烦, 都不会做出抢劫王府的事了。 那代表着撕破了脸皮, 能婚到现在的鬼王, 都是守规矩的, 算得上是顺民。 你忽然闯入别人老巢, 抢了别人的东西, 等于是明目张胆的打脸呢。 秦昆感觉, 这跟逼人造反根本没什么区别, 作为三只鬼差的主子, 自己扮演的角色, 更像是幕后黑手。 这事如果让孤山鬼王知道, 八成是要记仇的。 家医鬼继续说, 鼠子, 我劝了, 没劝住, 他们说要抢些东西孝敬你, 不会被发现的。 哎呦, 我去, 秦昆捂着额头, 孝敬我, 你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 没什么犹豫, 秦昆抹了一把脸, 对众人说道, 既然吃饱喝足了, 咱们该离开了。 听到秦昆的话, 众人还有一些意犹未尽呢, 除过这里恐怖气氛, 可以说, 这地方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在鬼城, 他们只是转了转, 还没有和这边的人打打交道, 一些胆大的, 其实并不想走。 刚才, 家衣鬼吓唬了他们一下, 酒也醒了一些, 现在又开始说胡话了。 秦昆脸色一黑, 不知好歹呀这是, 都不看看, 这里来来访往的都是什么货色, 这能是人呆的地方吗, 还舍不得走了。 想留下的, 随意。 秦昆说着率先起身, 这一走, 他们顿时慌了, 没了秦昆, 可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 其他两个上师, 对他们似乎是爱他不理的, 千万不能惹秦上师生气。 王前跟着下楼, 嬉皮笑脸地说道, 秦黑狗, 你急什么呀, 你家那几个胆子可真飞, 不登当结果吗? 假衣鬼在一旁插话说道, 王上师, 波皮本来准备带飞雷江一起去的, 又怕他拖后腿暴露大家, 你就别说风帘话了, 要不下次我让波皮把飞雷江带上。 我认, 王前浑身一僵, 被鄙视了一通, 气得是脸黑如水, 带他, 自己可不想家里面的傻子去干什么抢劫的勾搭。 而且, 波皮分析得很有道理, 飞雷江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楚千寻低声说, 我觉得得走快点, 刚刚下楼时, 先前露面那个文士发现了, 似乎要找我们麻烦。 找我们的麻烦不要紧。 秦军看了眼身后的一群人, 怕的是找他们的麻烦。 除了雷辰, 秦洪庄, 蒋神婆, 其他的没有一定点的战斗力, 能把人的后腿给拖到泥坑里面去了, 必须赶紧带他们离开。 一会儿万一斗切法来, 赢了还好说, 输了, 生死刀的脸可就被他们丢到姥姥家了。 而且那一群洋人如果伤到个一心半点, 自己也得担待一半的责任呢。 秦洪走得很快, 队伍也是迅速跟上, 路旁的鬼迷无比的好奇, 什么时候洋人敢来鬼城了呀? 有几个不长眼的鼻子嗅了嗅, 咽着口水想过来搭讪。 秦洪一拳一个, 全部都给轰走, 整个人如同煞神一样, 走在最前面。 城东一处鬼宅, 宅子里面种着一棵巨大的槐树, 木门被秦洪踹开, 屋子里面正在西乡火的小鬼一震, 脖子僵硬地转过头来, 恶狠狠地说, 你们, 你们干什么? 小鬼胸口插着一把刀, 应当是战死的, 表情胸利无比, 生前也不像是良善之辈, 秦洪拿出一堂名币来, 砸在他的脸上, 解路, 小鬼脸颊一疼, 表情转为正宁, 但一看洋人身上的表情, 比自己还要正宁, 气势顿时怂了, 低声说, 是, 这里是鬼城, 你们一群洋人, 乱闯鬼宅, 你就不怕被报复吗? 小鬼被秦洪看了一眼, 那年轻人眼中两道清光, 瞪得自己非常的难受, 眼神犹如是十指一样, 像两只银而不发的剑, 小鬼越看越轻, 这家伙看来不是普通的洋人呢, 而且那年轻人两侧, 一个胖子一个姑娘, 灯香自己的表情都很是不善, 根本不怕自己, 反倒还很凶一样, 小鬼咽了口口水, 不知该如何是好, 身后出现了一只假衣鬼, 假衣鬼拍了拍小鬼的肩膀, 轻声说, 先拿着, 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明白吗? 如此近的距离, 一股澎湃的威压, 自肩膀磅礴蔓延至体内, 小鬼浑身寒毛炸气, 流着冷汗, 望向那位嫁衣鬼, 双腿不自觉地打着柄子, 鬼鬼鬼鬼, 鬼鬼, 这样的大人, 小, 小的明白了, 秦宫看到那小鬼被搞定了, 对所有人说道, 找这棵树, 使劲撞, 这里就是出口, 沈博士一行人, 赵二佛一行人, 都是有些汗颜, 这老槐树一个人都抱不住啊, 使劲往上撞, 根本就是挂了呀, 你在开玩笑吧, 青棍天眼术俯瞰高空, 刚刚涌出来, 就见一个高贯文士男鬼, 朝着天空吐了口气, 黑烟如箭一般射来, 击碎了视线, 马特, 那高贯文士追上来了, 沈博士, 你不是自诩, 可以为科学献身吗, 从阳间到阴间, 我带你走了, 从阴间回阳间, 你给大家伙做个示范, 沈博士一脸便秘的表情, 怎么听秦宫这话, 怎么像是个坑啊, 我靠, 让我带头撞树, 还能想想别的, 什么靠谱的办法吗, 这秦上是, 沈博士干渴一声, 商量道, 其实不是不可以, 但是咱可以商量商量, 你起码得给我讲讲, 这其中的原理, 我好歹有个底啊, 没时间了, 别糟蹋了你的奉献精神, 秦坤摁住沈博士的脖子, 朝着屁股用力一揣, 沈博士整个人弹了出去, 声音拉出了一条线, 咚的一声撞在树上, 树叶速速落下, 众人捂着眼睛不敢直视, 慢慢地把眼睛睁开, 却发现沈博士不见了, 赵尔福, 该你了, 敢投阳的道理, 秦坤最是明白, 沈博士是他们一拨人的头, 赵尔福这是村匹一拨的头头, 赵尔福苦个脸, 屁股撅起来, 哀嚎地说道, 秦少师啊, 你轻点, 秦坤抬起脚来力道, 稳准狠地踹过去, 赵尔福怪脚着飞出, 咚的一声, 和槐树接触的一刹那, 整个人钻了进去, 彻底消失, 沈博士的助手, 和赵尔福的手下村匹, 发现头头都轻易地离开了, 也开始摩拳擦掌起来, 不用秦坤鞭策, 几个胆大的, 就带头开始试验了, 一个接一个地撞了出去, 只剩下了雷尘, 齐红装, 蒋神婆, 还有秦坤三人, 居作, 有什么指示吗? 雷尘依附军人的模样, 笔直地站在秦坤的面前, 等候号令, 秦坤说道, 没什么, 和一前一样, 你和齐红装, 看好沈博士就好了, 去吧, 齐红装不舍地看了一眼秦坤, 我店后, 可能会有不张眼的家伙追过来, 有什么事, 能在鬼城解决, 是最好, 齐红装点点头, 和雷尘先后撞了出去, 蒋神婆勾着腰, 朝着秦坤呵呵笑道, 秦上师, 老婆子能帮得上什么忙吗? 帮不到, 秦坤说话直白, 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本意就是告诉他, 你可以走了, 蒋神婆也有自知之明, 看了一眼秦坤三人, 笑了笑说, 华夏生死到后继有人, 老婆子以后死也死得明目了, 三位上师, 保重, 拖后腿的都走了, 秦坤在最后, 目的就是接应一下剥皮鬼他们三个, 一阵风吹过, 似乎某个重要的时刻就要到了, 整个鬼城之中, 万鬼气窟, 一篇道文回荡在上空里, 伍德甲深冬, 吴王藏于六龙道阴亭, 殿以文远, 巫护王少姑, 与吴王扶威相交文锦, 始于魏使几场, 被逼落草苟生, 生时江淮草莽, 为马首是瞻, 死后童年, 吴王, 道文写的是当即回城, 秦坤听了很多的呜呼哀塞, 半懂不懂, 随着道文的声音越大, 哭声也是越大, 随后, 城门的方向, 大批的鬼族涌上街头, 神独鬼城, 赐佛具一副, 祭大王殿, 寒关鬼城, 赠石果一副, 祭大王殿, 怀泽城, 赠王相一剧, 祭大王殿, 芒牙山, 祭血阳谷一副, 祭大王殿, 黑齿林, 献山霄一剧, 祭大王殿, 湖山将军, 显灵蟒一剧, 祭大王殿, 温司马, 先雪云图一副, 祭大王殿, 古山鬼王的忌人, 无数贡品, 被台上借来势众, 这也是鬼王宣赫实力的一种方式, 意在告诉鬼民, 我们很强, 并不惧怕丰都, 在我的余意之下, 安分守己, 就能够好好的过阴间的日子, 秦坤站在墙边, 许多游截鬼族抬着东西, 朝着王府里面走的, 声势浩大, 琳琅满目的鬼丸, 鬼气排成一大长串来, 走马灯似的晃过, 秦坤看得目不暇接, 这么多东西啊, 自己眼睛都花了, 三个鬼差还在王府里面等着抢货呢, 真不知道一会儿会带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啊, 哎呀呀呀呀, 秦坤啊, 你家鬼差可真会挑日子呀, 往前择折, 不得不说, 秦坤的鬼差下手的时间是太准了, 赠送贡品的地方, 有些东西自己听都没听过, 这鬼王看来在阴间名气不小啊, 只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 难不成他从来不和洋人打交道吗? 秦坤撇了撇嘴, 都准备要开抢了, 我还能把他们给叫回来吗? 岂不是显得我很怂吗? 王前楚千勋一想, 也对呀, 捉鬼师的天职就是捉鬼, 总不能因为对方厉害而弱了气场啊, 抢鬼王的贡品, 听听都觉得刺激啊, 天空中白色纸钱不断地飘落, 如雪一样的纸钱中, 一个高官文士覆手而来, 纸钱哗哗啦啦作响, 那文士冷笑了一声, 几位上师, 又见面了? 秦坤离开时, 就发现他追了过来, 此时此刻出现, 秦坤不知对方是何用意? 王前挺了, 哇哇鼻孔, 哼, 读死书的, 你过来干什么呀? 想找你胖爷我的麻烦? 哼哼哼, 道门中人在下生前就是十分讨厌, 可惜今天是王上的忌日, 在下还没那个闲工夫 和你们这些道门后生较劲。 王上得知几位上师来到城里, 让我要各位赏光, 喝杯酒水, 还望几位上师能给些薄面呢? 高官文士的字眼客气, 口气却并不怎么客气, 请喝酒, 王前没给他什么好脸。 不必了, 酒足饭饱不差你们这顿, 要打架, 胖爷我陪你玩两手, 喝酒嘛, 阴间的绿叶烂酒, 胖爷我还看不上呢。 高官文士也不意外, 惨白的脸, 瞳孔缩成了针尖一样, 瞪向三个人。 既然三位上师不喝酒, 又不离开, 处在这里干什么? 王前一致, 他和楚千尋肯定是陪着秦昆的, 秦昆三只鬼差去王府里面抢东西了, 秦昆一时半会儿是没办法走的, 自然是要留下来接应, 这事如果放在对方的眼里, 就有些古怪了。 王前答不上来, 秦昆却说道, 好奇转转, 不行吗? 高官文士刚想反击两句呢, 耳边忽然动了, 到嘴边的话, 收了回去。 那, 上师竟然到了城里, 我家王上总要见些地主之仪的。 高官文士已经两次邀请了, 如果自己还不去, 闲得有些不实抬举了, 秦昆不在乎对方, 但是也担心激怒对方啊, 这鬼王八成是想找几个道门小辈, 给自己蓬蓬唱, 顺便耍耍威风。 大致摸清了对方的心理, 秦昆说道, 好, 那就去吧。 宾游馆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主播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高官文士带路, 秦昆一行人没去石为天, 觉得很是奇怪。 高官文士解释说, 石为天是王上宴客吃饭的, 吃的都是心腹, 王府其实也设了宴, 那宴席, 纯粹是给鬼迷们做做样子看的, 一些在鬼城有分量的, 自然也会被请, 冲冲场面的, 也是见识见识王府的实力。 高官文士都这么说了, 秦昆就知道, 自己定然是哪些被请去冲冲场面的人之一呢? 属下跑去抢劫王府的愧疚心理, 瞬间消失了一大半。 王府的路, 依稀有些熟悉, 因为是走大门进的, 暂时还没有看清里面的样子。 等进去之后, 秦昆三个人发现, 这不正是来时的那个府邸豪宅吗? 有些意外的是, 一个气度威严的男鬼, 在重鬼的簇拥之下, 走出内院迎接自己。 太阴居竹, 丁六龙, 血迹阴沟, 有神风。 呵呵呵, 古王见过三位上师。 古王? 整个鬼城, 恐怕只有一个人, 有资格这么称呼自己。 男鬼五六十岁, 思想隐去, 脸色发青, 虚发近白, 脑袋被抱在怀里面, 安上之后, 朝着秦昆拱了拱手。 这位自称古王的, 正是孤山鬼王。 孤山鬼城的窃口, 秦昆王前三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 捉鬼时, 没必要和鬼客气。 假一鬼, 代替三人开口。 陈关定将压万魂, 与皇亲刺断红针, 孤山鬼王, 从未听过名号, 咕噜寡闻, 见谅。 家一鬼抱出窃口, 男鬼一正, 眯着眼睛说道, 定将鬼王白逼人, 故未曾凝聚阴龙之时, 听同道提起过你。 家一鬼露出了笑容。 鬼王, 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阴龙被人所斩, 只是一个普通的阴人。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主子秦尚师, 这二位是王尚师, 楚尚师。 家一鬼的话分量不轻, 唯一的重点就是告诉对方, 哪怕是鬼王, 阴龙都有可能被人斩掉, 打落境界的。 孤山鬼王瞅瞅, 露出了不自然的笑容来。 三个年轻的盗门弟子, 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挡着这么多鬼谷豪客, 自己叫破三位上师的身份, 自然是想抬高声望。 可暗中被这只女鬼给将了一群, 有些措手不及。 孤山鬼王保持微笑, 朝着三个人说道, 见过秦尚师, 孤王如约, 安稳引奸, 可没有做出过什么伤天骇礼之事啊, 上师不会想着斩了我的阴龙, 一惊笑游吧。 孤山鬼王现在, 有些看不清楚秦昆的实力, 曾经的定将鬼王, 竟然是对方麾下一员, 这是盗门哪一个高人的弟子啊, 自己实在是有些孤陋寡闻呢。 秦昆朝着鬼王拱了拱手, 说道, 按照规矩, 王上安稳一方, 不乱扬间, 那就是生死道的朋友, 对于朋友, 生死道从来不会做出违背道义之事, 曾遇一枚, 几大王殿。 生死道, 秦上师, 赠玉一枚, 几大王殿。 肠里的鬼拉长了嗓子, 立即开口。 孤山鬼王有些意外, 原想着是三个没见过世面的盗门后生, 现在发现对方气势完全不虚, 自己本来想借对方来显赫自己的实力, 现在局势虽然还在掌控之中, 但是似乎偏离了鬼道, 隐约坚决的对方的声望在暴涨。 秦昆赠礼完毕, 自顾自走了进来, 朗生对着周围说道, 生死道秦昆, 见过诸位, 是逢大王继日, 我等误入此地, 特来见礼。 声音红凉, 呼啸震耳, 秦昆身上的衣服, 来时已经变成了刘云山, 吼白一甩, 坐在次座。 腿上一只驾衣鬼一威, 旁边浮现了一尊牛膜, 身缠铁链, 手指响磨处, 腰间的腰牌刻着风都二字。 孤山鬼城, 白鬼烟, 捉鬼尸的出现, 让热闹的气氛有些奇怪, 尤其是鬼谷豪客们, 看到王上的表情不怎么自然, 气氛就有些更强了。 而且, 那上师后面占了一尊牛膜, 阴草牛头啊! 人死之后, 自有牛马黑白前来勾魂, 作为阴草鬼族, 勾魂使者, 牛马黑白, 在阴人的世界里面, 地位是格外显著的。 这是常见的风都鬼族, 代表着阴间最大的势力, 一切不入阴草逗留阳间的阴人, 见到牛马黑白, 气氛直接会弱上三分的。 高贯文士的脸颊有些不太自然, 眼角跳了跳, 他怎么有了牛头磅身呢? 这牛头看样子竟然是他的首相, 这怎么可能呢? 对方气血旺盛, 无帅无煞, 所修道数明显是正道。 正道养鬼, 只听说过毛山天师, 有资格圈养, 难道他是天师吗? 高贯文士压根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 能有曾经的定将鬼王座手下, 外加一只风都牛头, 身份地位, 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高呢? 牛猛腰间的风度腰牌格外的鲜艳, 牛眼扫视了一众鬼民, 鼻中冷横了一声, 再也不说话了。 鬼谷豪客们僵硬在一边, 有的想上前和牛猛滔滔近乎, 却没那个胆子, 一个个收足无措的。 哼, 都站着干什么呀, 坐呀。 秦坤的声音温和, 让人如沐春风, 说罢了, 那群鬼谷豪客, 才是如萌大赦, 纷纷落座。 别说是孤山鬼王了, 现在, 王前和楚千寻, 都是惊讶地说不出话了。 你家鬼差是来王府抢宝的, 你现在又在这里反客为主。 虽说, 那鬼王请咱们去喝酒没什么好心, 但毕竟还算是守规矩。 大哥, 你白谱能不能换个地方, 这可是鬼窝呀。 王前和楚千寻又是担心, 又觉得刺激, 还不想落了下车, 坐在秦坤的旁边, 故作冷漠。 孤山鬼王有些后悔呀,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想叫来几个道门厚生撑撑场子, 这怎么来了三个大家伙呀? 为首的实力如何, 他不知道, 但那只牛头是鬼匠级别, 而且是丰都鬼族。 还有一只曾经的鬼王当手下, 这来头绝对不小。 那胖子满身扶植, 灵机波动, 被符纸掩盖住了, 可是那符纸流光一彩, 必然不是什么好糊弄人的东西。 符啊, 正同道门的道士, 才会用符呢。 那女子年纪不大, 整个人包在头巾里面, 一双眼睛深邃而不见底, 仔细看去, 好似千万个画布碎片一样。 孤山鬼王甩了甩脑袋, 这洋人八成, 是修炼了什么剑术? 封闭得久了, 洋间的猪鬼师都太过陌生了。 孤山鬼王面色古怪地落座, 高贯文时, 见到对方有空场的去世了。 为了保住自家大王的面子, 狼声说道, 演习开始, 上菜上酒, 今日不醉不归。 高贯文时吩咐完了, 喧嚣不断, 氛围终于变得正常了一些了。 随后, 看到秦宫三人在次座里面谈笑自如, 高贯文时脸色一变, 叫来几只大鬼。 一个端然猛诗, 一个冷面青年, 一个独笔老者。 高贯文时吩咐道, 大王平日带我们如同手足, 今日事风忌日, 这三位猪鬼师, 也不知是为何前来。 我看他们不怀好意, 一会儿找个由头, 你们三个和他们比划比划, 杀杀他们的威风。 三只大鬼闻眼点头, 也对呀, 这里是鬼城, 他们抱团几百年, 从不犯计, 三个洋人忽然造访, 肯定是没安好心的。 大王心善, 又受规矩, 这些个家伙, 如果得尊尽尺, 就找个由头弄死他们, 到时候这恶念, 他们扛了就是了。 高管闻事稀稀缩缩地商量, 王前储千寻凑了过来, 对秦坤说, 哎, 谷哥, 今天玩大了, 我看他们对我们不怀好意啊。 秦坤也看出来, 这几个家伙, 怕是没安什么好心, 自己书读得不多, 但对于人的想法, 还是有些间接的。 自己现在越是怂, 这帮家伙就越是得寸尽尺, 那孤山鬼王以前就是一个安分的家伙, 那现在也不会和生死到为敌的。 只要是孤山鬼王不出手, 那帮手下不值一提。 胖子, 大小姐, 南宗北派老得老死得死, 你们两个也该站出来了, 鬼也是人变的, 怕他们做什么。 要想在生死道上立住脚, 不仅得受到人的尊敬, 还得受到鬼的敬祝, 这就得拿出点实力出来。 秦坤, 你说话怎么老气横秋的, 行业我不是站出来了吗? 你瞅瞅我们福宗, 能拎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了。 王前冷哼了一声, 对秦坤说的嗤嗤一鼻。 好样的胖子, 我刚才看到那个读书鬼叫了几个家伙在商量什么, 恐怕一会儿会有刁呢, 你低个上。 王前如若累积, 不是, 咱刚才说的不是这个呀, 那个, 青黑狗啊, 怎么了? 画到嘴边, 王前想找个理由躺嗓, 却发现自己再怂也难以启齿。 老想着逃避, 绝对不是个事。 秦坤说的没错, 他想受人尊敬, 受鬼尊敬, 受生死道尊敬, 那, 就不能靠着福宗天子堂的真传名头, 得自己去拨出面子。 没什么, 收拾这群家伙, 手道擒来。 那就好, 秦坤点点头, 转过头来说, 大小姐, 竹宗的道书不擅长和鬼斗法是吧? 楚千勋一听, 顿时急眼, 来。 看不起我是吧, 郭奶奶有七星夜罗, 黄旗竹将, 千百年来, 竹宗绝不是拖后腿的, 谁说我竹宗不擅长, 竹宗法。 好嘞, 你打第二针, 如果有什么变故, 我为你们压针。 小事一桩。 此时的王府后院, 一座宝库深藏底下, 一个剥皮鬼叼着草枝, 手掌摁在底上。 刹那间, 荒草摇曳, 剥皮鬼表情凝肿, 一股诡计灌入, 直打底下。 班上, 剥皮鬼睁开眼睛, 对旁边的伙伴说道, 差不多就是这里, 入口在那边。 剥皮鬼身边, 一只无头鬼, 一只吊丝鬼, 在跟着。 三人跟着剥皮, 快步, 向他指的方向摸去, 这是深闺, 女眷, 基本都在这里。 剥皮无头, 躲在墙根里, 看了一眼, 树上的吊丝鬼, 说道, 看清楚了吗, 里面守卫有多少啊, 是否藏有鬼将。 书上的一根绳子, 落了下来, 吊丝鬼悬在半空里, 对两人说, 守卫都出去了, 里面就有几个女眷, 似乎还有一对女威。 剥皮鬼眯着眼, 说道, 嘿, 那太好了。 随后, 看到旁边, 掏出瓢道的无头鬼, 轻易地说, 无头, 你要干什么呀? 无头挠挠肚皮, 声音从胸脚里面传出来, 杀进去, 抢东西呀。 大哥, 女眷你也杀呀。 薄皮嘴巴里面的草汁 吊在了地上。 不是说, 还有女卫吗? 这群姑娘都死了, 也怪可怜的, 你能不能不这么残忍呢? 薄皮, 你和水河上 睡得时间多了, 守他的蛊惑了吧? 咱五个在阴草抢劫的时候, 你杀的可是最多的呀。 滚, 就是因为杀的太多了, 忽然人刺一点儿, 才没什么坏处。 薄皮鬼眼珠子一转, 嘿, 我有一个好方法, 可以不见血。 冰玉关小宫的崛起祭时, 轻松爽快的捉鬼故事, 既在猛鬼收容系统。 我是助波兰小兰,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